第455章 热身与苦熬 你过年回东欧吗? 回 带我回去吗? 再复习 晚上考试 好的 大学的第一个学期 过得说慢倒也不慢 只是稍微咬牙一熬 学期的血条就到底了 安安他们那边 也同样因为暴雪的原因 提前结束了本学期的课程 所有科目飞快考完 就匆忙离校 周一清晨起点不到 江森早饭过后 就收到了他的短信 但江森实在没功夫聊天 聊聊几句就打发掉 安安还是那么听话 配合得不得了 然后没一会儿 他就给叶培打电话 问起了江森的寒假行程 江森当然不知道 自己的生活 已经被安安渗透得这么厉害 他抓紧时间 要最后一次 把晚上要考的 中机 内容再过一遍 老苗也看在他不容易的份上 把今天的田径训练给停了 不过 冯元朝那边还是逃不过 中午该投的兰 还是要继续投 晚上考完后 那就更不用说 深医这边 学校和宿舍 比往常稍稍安静了一丢丢 研究生部不算多的学长 和学姐们撤离后 本科部依然还要奋斗些许日子 今天已经是21号 江森他们25号就能考完 但大二到大四的那批人 科目较多的 最晚要考到31号 基本也就是平常的放假时间了 所谓的封校 效率也就显得拖拖拉拉 校领导们对此又无奈又头大 这么极端的天气 就怕哪个学生回不去 又或者路上出事 江森吗 早上八点不到 江森在结束了和安安的通话后 很快又接到了詹志清的电话 詹校长略带遗憾 通知道 学校还是决定 按照原先跟你签订的合约 来履行关于实验室的条款 大二结束 外加上2000万的使用抵押金 江森不禁有点意外 这么是金钱如粪土吗 这真的是护旦该有的作风吗 怎么这么突然 江森问道 我这个项目要是推进起来 也是很快的 深医这边无法提供实验室的话 我也可能联系别的学校或者机构 不再考虑一下吗 现在没时间考虑这个呀 詹志清道 学校上上下下都忙着抗灾呢 好吧 江森知道纠缠詹志清也没用 谢谢您了 不客气 要是有什么其他问题 也可以主动跟学校说 好 两个人打完电话 江森放下书 抱住头 揉了揉头皮 这一下可不好办了 等过年回来 郭刚搞不好 连四月份都拖不过去 他的老板就要摘果子了呀 这学校里不存在笨蛋 什么固步迷阵的招式 在他们面前是没用的 他们顶多把郭刚透露的那些假消息 全都当真 然后抓紧把论文写出来发掉 到时候 自己在想掌握相关方向的话语权 就还是得看他们脸色 根本躲不过去 马拉个臂的 怎么这么难 江森骂了句 正无语着 宿舍的门又砰砰被敲响 幸好此时宿舍里 就只有他和陶润吉两个人 其他那三位都去图书馆了 不然保准要被这隔三差五的电话 和来访人员搞烦 陶润吉起身去开了门 房门外 廖峰咧嘴一笑 央视的制作组 又回来了 从今天开始到学期结束 算是纪录片的第三级材料 不过也可能被压缩进上一级 或者下一级去 毕竟这周确实没什么特别要素了 只有考试 除非廖峰想拍安安 大家一回生二回熟 廖峰坐下后 知道江森晚上要考试 就只架起机器 安静看着 由于此番工作任务没那么重 跟着他一起来的 也就只有一个助手 江森忍着焦躁 花了两个小时 把教材和课件翻完 等到十点左右 在央视的镜头下 一直就在一心二用的脑子里 忽然有了想法 冷不丁问 陶润吉道 老陶 你认识深城体育局的人吗 认识啊 陶润吉点点头 你想干嘛 江森道 能不能让卢主任帮忙 把他们局里的领导约出来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 想着他们谈一下 陶润吉问道 什么事 江森道 我想把奥运会 男篮比赛的个人参赛积分 算到后年全运会 深城代表队这边 就是以取江省运动员的身份 参加奥运会的田径比赛 以深城运动员的身份 参加篮球比赛 为什么 有这个必要吗 陶润吉满脸疑惑 江森很坚定地点点头 原本没有 不过现在有了 陶润吉转头看看廖峰 廖峰却只是竖起耳朵听着 瞪大眼睛看着 不说半个字 很有纪录片制片人的职业操守 陶润吉只好拿出手机 给老苗先打了过去 然后中午时分 卢建军就亲自从训练中心 暖哄哄的行政楼办公室里跑来了 你想干嘛 这种事也是你能说了算的 卢建军见到江森 劈头盖脸就教训 江森的这个想法完全就是乱来 同一个运动员 在不同的大项上 代表两个不同的代表队出战 这种事自打建国以来就没发生过 更不用说 江森还是要拿奥运会的成绩来搞事情 要知道如果真拿了成绩 这积分可不是小数目 而曲江省近些年来 全运会得分一直拉胯 怎么可能容忍江森 私下把宝贵的积分转交给深城 这特貌不是得罪整个曲江省的体育系统吗 就算没那么严重 可是至少 曲江省体育口的领导 绝对是得罪透了 这个事情 我是没办法给你擦屁股 卢建军很是严肃 他只不过是个区区复处级的小干部 可不敢在这件事情里 跟曲江省的一方大力唱对台戏 更不用说 还是为了篮球 这事 江森要找也该找蓝信成啊 不过话说回来 蓝信成就算再没情商 也不至于吃饱撑着 要伸手去搅和地方的利益 卢建军根本想不明白 江森到底是脑子里哪根筋出了问题 江森却很镇定 面不改色 我不用你擦屁股 我就是觉得 会对深城的家乡父老 深城什么时候成你家乡了 卢建军万分物语 要脸吗 卢主任 不要这么说嘛 大家都是中国人 神州大地 处处都是我的家乡 江森用实际行动告诉卢建军 他就是不要脸 我现在就是想 让深城这边 有一个也能感受到 我对家乡的爱的机会 曲江省不同意 深城这边 可以跟他们协调吗 卢建军顿时大吼起来 协调 这种事情 你用屁股想也知道 你们曲江省 怎么可能同意 你这不就是故意 把两边放到一块 为你的事情吵架吗 你到底安得什么心呢 唉 江森突然常常叹气 卢主任 我有苦衷的呀 廖峰的镜头 对准了江森 二楼食堂包厢里 七八个人 集体看着江森做妖 眼神很期待 江森三两口把饭吃完 再喝口汤润润喉 包了个橘子 缓缓说道 其实我这件事 目的根本不在全运会上 也不在奥运会上 是在我家那边 今年雪下的这么大 我家那边的情况 你们也知道的 本来山区就不容易 昨天我突然接到村里 打来的电话 我家那边的好些个贫困户 家里的猪圈 一夜之间就被血压塌了 死了至少半个连的猪啊 噗 可可嗨嗨 正在喝汤的宋大江 刹那间喷了半猪 疯狂咳嗽 看 就是这种反应 江森立马道 我们那边的村民 悲痛欲绝 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酷得都喘不上气了 所以我就想啊 今年无论如何 也要帮帮他们 毕竟我现在 多少也算有点出息了 是不是 卢建军一下子就被江森的口头大意拿住了 语气稍微缓和 这跟你想代表深城参加篮球赛有什么关系 关系非常大 江森道 我想代表深城这参加奥运篮球赛呢 其实不是完全没条件的 还是有条件的 我希望深城体育局这边 能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帮我在深医这边 申请一个实验室 啊 卢建军更特么茫然了 就连廖峰 都露出了听不懂的神情 江森解释道 深医这边啊 现在到年底了 学校领导都特别忙 原本我们是说好 等到大二结束 学校可以给我一个实验室 用来支持我的一个商业项目 这个项目 我原本就是打算拿来建设家乡的 我想在我家那边开荒 搞个药材种植园 然后按市场价收购 收购上来的药材 要继续深加工 现在工厂我们找好了 资金基本也到位了 但就差一个实验室 来保障我们的知识产权 这就用到这边的实验室了 我之前是想 这件事不好弄 可以循序渐进的来 稍微慢个一两年 还是等得起的 不过 这下这场雪一来 我怕就怕 我等得起 我们村子那边等不起啊 卢建军道 那你们学校这边 校领导太忙了 我这个事情 事情不大 手续却比较麻烦 而且我一个大一的学生 现在掌握护弹的实验室 学校可能也有各方面的顾虑 江森说到这里 又长长的一探 所以我也是真的没办法啊 想来想去 现在能帮我的 也就只有 咱们体育口的自己人了 想麻烦深城这边体育口的领导 帮我跟学员说说情 我又不好意思 让这边白给我帮忙 江森这么一说 满屋子的人顿时恍然 这个忙 得帮啊 老苗不愧是无产阶级工人 阶级感情无比质朴 而且这个厂子 要是办起来 效益好的话 他们那边 一整个村的问题就解决了 冯元朝接道 说的是 无非就是缺一个实验室 深衣这边批下来不就好了 江森苦笑道 问题是批不下来啊 护旦的领导 现在都忙着抗灾呢 你这个项目 也是在抗灾啊 老苗激动了 卢主任 这可是基因得的事 什么基因得 封建迷信 卢建军反驳了一句 又望向江森 沉思片刻 被央视的镜头 实在看得不敢说不 只能道 行 这个线 我可以给你签一下 不过成不成 看你自己 江森连忙道谢 午饭过后 江森休息片刻 就跑去了体育馆 心情比早上舒畅了许多 只要能见到大佬 这事儿 只要能尽可能地闹大 护旦这边 就没理由 再吊着他 说到底 深衣之所以 不肯这么简单地 满足他的要求 无非就是 他的分量还不够 而且 目前也看不出 他的身上 有任何值得 学校妥协的地方 江森所谓 找别的机构合作 在学校的领导看来 根本就是虚张声势 当然 学校的领导判断没错 江森确实就是 虚张声势 所以现在 既然自己的分量不够 那就只能借力了 而这份力 江森原本是 根本无从去借的 毕竟护旦领导的级别 是个什么概念 江森心里头相当有数 他打死 也不可能借到 城门篓子上去 那么人力不济 就只能靠天靠地 靠自己了 这场血灾 对他而言 就是天时 抗灾的大旗 不打白不打 一旦失出有名 到这个程度 护旦领导也顶不住 而江森自己手里头 唯一能打的筹码 也就只有他的奥运 参赛名额了 然后两者相加 他早上一心二用的成果 便呼之欲出 中午训练结束 下午两点左右 卢建军就把 深城体育口的 二领导给请了过来 大领导在听完 江森的故事后 当即就特么地拍桌了 棒 必须棒 既能抗灾救灾 又能捞一个奥运会 国家队名额 大摇 刘伟加上江森 中国队12人大名单 深城占到25 要是能有历史性突破 这分数绝对不少了 更不用说 我们主要是为了灾区人免 深城体育口的二领导 两点多跟江森这边聊完 下午三点 就联系上了他们的大领导 随即很快 又跑去另外一个校区 找到詹志清 匆忙跟护旦的大领导 交涉起了这件事 护旦的大领导 也特么猛逼啊 怎么也想不到 江森居然能拐着弯地 玩出这种花活来 但问题护旦这边又矫情 不肯就这么轻易点头 于是 深城体育口的大领导 立马出绝招 等到下午五点半 会议室里的 又来了个更猛的 江森拐着弯的故事 在屋外雨雪飘零的氛围下 又被重新演绎了一遍 什么房子塌了 猪死了 老娘妈抱着孩子 嗷嗷大哭 山区的淳朴老乡 嗷嗷待哺 听得玉慧俱老满心感动 其他人也根本说不出半个不字 天灾无情人有情 赤子之心难得 不能让奥运戒而流汗 又流泪 深诚地了解完情况后 当场就发了话 这个事情 协调一下吧 也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情 目前就是担心 这个项目的前景 存在不确定性 护旦的大佬 有多说了句 不料 却直接反问 中国最顶尖的大学 什么时候只讲利益了 连承担这点学术风险的勇气都没有吗 还是对我们的誓言 认识理解不够到位 这帽子 试问谁这么敢见 大佬终于低下了头 几小时后 晚上八点整 江森考完 中击 刚走出教室 就被卢建军拉上了车 冯元朝栏都拦不住 几个月来 江森头一回 旷掉了晚上的投篮训练 廖峰则带着人 追头条一样 火速追上 九点半 深城体育口这边 在央视镜头的记录下 和江森签署了运动员身份资格认定的协议 鉴于江森原本就没去取江省篮球队报道过 所以作为一个自由人 深城这边直接单方面确认协议有效 签署完毕后 马上又通过深城篮协 向篮信城方面做了报备 篮信城当然很无所谓的就答应了 反正不影响江森出战就行 等到第二天早上 江森又喊来方唐靖 跟詹志清代队的护旦代表团 签署了一份实验室借用备忘录 双方约定 自明年三月起 也就是下学期开始 江森将成为深衣新挂牌的 二二军药用植物研究实验室的负责人 实验室由东欧市二二军科技制药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控股 作为交换 江森需向深衣转让东欧市二二军科技制药生态开发有限公司时 的股份以及垫付高达两千万人民币的实验室使用抵押金 二二军公司通过二二军实验室所获得的项目研究成果 归二二军公司所有 而护旦则获得项目纯利润的时 困扰了江森一整个学期的难度 在这场大学的帮助下 顺利到简直神奇 而与此同时 深城和曲江省的体育口 也在随后两天 不出意外到爆发了剧烈的冲突 两边的二领导秉承各自领导的意志 亲自下场私逼 但撕了两天后 曲江省方面 终于还是输给了名不正但言顺的深城 在曲江省看来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 实在他特么恶心了 只要他们一开口说江森是我们的人 你们这么干违法 深城这边就会咆哮 操你妈 我们是为了江森吗 我们是为了抗灾 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曲江省方面根本顶不住 在意识到 法律在政治面前 就是玩具的现实后 最终只能抱着让我们心连心 手牵手 一起抗灾救难的复杂心情 捏着鼻子 承担了这个事实 然后 两边和拟了一份报告 发到提委总局那边 总局一瞧 顿时就哎呦我吵了一下 体育口居然也有一天 能这么拽八斤地参与到 这么实在的救灾建设工作中 简直就神奇了 于是 这事又在这个层级上 被大叔特输一番 发到了更上面 再然后 上面就给欧顺县这个贫困县 拨下了500万专项款 并只是 一定要把救灾和扶贫工作 结合起来云云 搞得欧顺县的大佬 心惊胆战 赶紧跑去青山村 只会一线工作去了 事情在各种文件的传递过程中 发酵得无比迅速 而在明面上 最终公开面向社会的 却只有一条简讯 周四晚上 央视体育新闻播报了江森 将以两个省份的运动员身份 参加不同奥运大项的消息 算是让这件事彻底画上了句号 我靠 森哥牛逼啊 满分 晚上 江森训练完回到寝室 这学期最后一门还没考完 江森他们的各科成绩 却大多已经出来了 江森英语考了满分 不过意义不大 因为只要能上90分 就能拿到4.0的满技点 而且 英语的学分也不多 满技点 无非也就那样 然后是 VB 江森只考了83分 技点3.3 由于VB的学分 甚至比解剖还多 这一门江森损失惨重 不过中医史还行 91分 满技点 体育字不用说 更是满技点免修 选修的高数 则是拿了一个量的等级 但是这个分数 无所谓 不影响奖学金的等级 然后就是之前英语4级 650多分考过 VB2级的等级考试 也拿了个量 吴小松拿着计算器 给大家算着总学分级 不算最后最重头的 中机和细节 404寝室的四个人 总分相差无几 林大冲靠着VB的分数 和全勉的发挥 比江森稍高一丢丢 江森则因为 宋大江的英语和体育 都太过拉胯 而又比宋大江 稍微高一丢丢 但整体上看 三个人还算属于同一集团 而吴小松明显略差一档 可这个天天熬夜的货 也硬是靠着考前突击 依然考出了超过80分的平均分 纯粹平天赋 就能在身衣立足 日子卷得简直没法过 大一上学期 完全只是热身啊 林大冲下了结论 吴小松很是同意的点点头 宋大江却一言不发 盯着江森电脑上 他的期末成绩 脸色无比难看 他的英语 只考了71分 在考试内容至少有70分 来自课内的情况下 他居然只考了71分 他盯着那上面的分数量久 慢慢站起来 却突然眼前一黑 身子一晃 直听听就倒了下去 我草 功名哥哥 404寝室里乱成一团 对林大冲来说 好像只是热身的事情 在宋大江这边 却已然耗尽了所有的心力 在距离最后一门考试 不到24小时的时候 宋大江一头栽倒 熬了一整个学期 他实在熬不动了 第456章 跟你们可不一样 哦 江森伸了个懒腰 从床上坐起来 掀开床帘 却发现床铺斜对面的下方 已经有微亮的光 清晨五点不到 宋大江这孩子又起床了 甚至起得好像比平时更早了些 昨晚上 404寝室里虚惊一场 宋大江晕过去不到十分钟 就很快苏醒了过来 然后 大家又是给他喂葡萄糖 又是绿化夹缓式片 江森还大晚上的 特地让夜陪跑去买了点切片的人参 连带着两斤香蕉和橘子 以及一堆牛肉干 羊肉片 火速送到寝室 宋大江被强迫喂食了半天后 又在大家伙的强烈要求下 十一点出头就上了床 不过显然 他睡不着 再还剩下最后一门没烤的当口 宋大江夜里四点不到 就偷偷地又爬起来了 报复性地开始投入紧张的冲刺 这个玩法其实很不科学 毕竟睡眠不足 对考试发挥也是有影响的 只是宋大江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就好比他的VB三级考试 一次性通过 成绩是优 也就是90分以上 一个八成左右的时间 都在学习和编程课程无关的医学生 愣是考出了马农级别的分数 江森不得不给他写个大大的福字 只可惜VB三级考得再高 那也和奖学金没半毛钱关系 有英语这个死学 宋大江今年想拿一等奖学金 怕是千难万难 毕竟英语这门课 一直要到大二下学期才结束 连续四个学期 对宋大江来说 就相当于连续四次雷结 尤其在大一上学期 课程并不算太紧 考试难度也不算十分高的情况下 全班29个人 专业课成绩都不算太多 英语、VB和体育这些 和专业没关系的科目 反倒成了拿奖学金的决定性因素 除非像思修课那样 开卷 平时分权重极高 大家互相之间压根拉不开距离 这样 宋大江才有可能连逃四姐 否则的话 连大一拿不到一等奖学金 大二就更无可能拿国家奖学金 宋大江昨晚上 摆明了是急火攻心 这个年轻人 远没表面上看起来那么与世无争 只是把一切的野心全都憋在心里了 这个学期 他能靠VB的优势 拉回一点体育课和英语课的分数 但下学期 恐怕就很难有这种 可供他拉扯的空间了 妈的 绝死老子了 原本对奖学金的想法 并没有那么强烈的江森 在这种宿舍环境下 也被逼得有点上火 他心里 骂着爬下床 匆匆洗漱上厕所 十分钟后 就快步跑下了楼 宋大江全程毫无反应 等江森出门后 不到二十分钟 五点半不到 林大冲也醒了过来 打开台灯 加入了宋大江的对卷小组 整座冰雕式的深衣校园 各个寝室楼里的灯 不久就见次打开 漆黑的天色下 校园里很快生机勃勃 学校各主要通道上 穿着厚厚防水棉袄的校工们 将积学扫开 分散在校区各个位置的 数座食堂的后厨 热气腾腾 散发出早饭的香味 全校数千人所需要的各种物料 在年关将近之际 依然从学校的各座大门运送进来 大雪封城 生活仍生生不息 杀 杀 杀 篮球馆内 罚球命中率基本稳定在75 以上的江森 开始进入下一轮的街球投篮训练 老苗和陶润吉 大清早地过来当观众 冯元朝跟着江森跑 同样跑得满头大汗 三分线外 江森的三分命中率 在无人防守的时候 居然也不比罚球差多少 而且还是移动行进间的投篮 这就看得 深城体育局过来 调研的那位 眼珠子不住冒光 这准心 这体格 这运动能力 这基本功 篮主席目光如炬 会眼十珠呢 难怪非要那么高调地 把江森选进国家队 看样子 这回给大摇传球的人 算是真找着了 别的不说 江森这个技术 最起码稳稳超过刘伟 足足一个档次 如果说刘伟勉强能进 NBA当饮水机管理员的话 江森最起码也是 NBA常规 轮换替补的水平 至少 在这位深城体育局内 略懂业务的 付出调研里 确实是这样的 NBA常规 轮换替补 已经够厉害了 毕竟就连 NBA的那些黑叔叔外援 也大多没这个能力 好好 非领导职务的领导兄 含笑鼓掌 心说不枉费他大清 早冒着寒风 过来看江森训练 满脸的欣慰 全被记录在 廖峰的镜头中 今天是廖峰 第三期采风的 最后一天了 等晚上拍完 他明天就要回去 至于过年 还要不要拍 那得看情况 半小时后 早上六点半不到 江森结束了一个 半小时的训练 外面的天色 才刚有点蒙蒙亮 除了夜陪不在 被江森允许睡个懒觉 其他人跟着江森 吃过早饭 廖峰的镜头 又一直跟着江森 回到了寝室 蹭饭回来的宋大江 抓紧清洗了兔子龙 给兔子窝里 铺上保暖的稻草 换了水和兔粮 就拿起课本 抓紧去图书馆了 廖峰趁着江森还没开工 难得开口问道 兔子怎么办 留在这里 有人照顾吗 联系好朋友了 江森道 今晚送过去 那寒假是回老家 还是留在这里训练 老家肯定要回的 有些事情要回去处理 顺便也回去看一下 我师父 还有那边的朋友 江森道 过年要是完全不回去了 那也太耍大牌了 还有我家里 怎么了 出门的时候 把插头拔了 忘了冰箱里 还有几袋速冻食品没吃 六个月了 得回去处理一下 哈哈哈哈 廖峰听得大笑 聊了一会儿 江森打开电脑 开始码字 哪怕今晚就要考试 可区区两千字 还是没理由断更的 今天状态稍差 写了一个多小时 结果却又抄了字数 憋出来三千多字 才收住 时间多花了不少 可是心里放下牵挂 复习的时候没有心魔 效率才不受影响 事实上到了眼下 江森算是把整本书 都快翻烂了 他这学期从头到尾 看似一直没时间复习 然而 手头的这本 系统解剖学 教材 还是被他翻的全都卷了边 时间这东西 终归是看有多少主观能动性去挤 像江森这样 坚持每天拉屎的时候 都要被名词解释的几法 能挤出来的时间就真的不少 至于宋大江 他手里的所有教材和教辅 封面都已经摇摇欲坠了 就这么天天摸 时时摸 连秦贵那个跪地铁柱雕像的脸 都让游客摸得赠光乌黑 更何况只做得疏忽 还有秦贵他老婆那个像 那就更更不用说了 一切低级趣味 本质上都是人民群众的刚需啊 马丸子 江森满脑子各种知识点关联的翻着书 手头还有一本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完成的 不算薄也不算厚的 自己总结的体系图 好像也就是每天晚上写一点 改一点 天天加加 姗姗俭俭 最后这几天 又边看书 边重新归纳整理了一下 结果写出来 差不多就是整本书的精简版 并且字迹工整 完全看不出赶工的痕迹 不过也就只有解剖而已 终极的笔记 江森就全都直接记在课本上了 幸好凭他的底子 确实也已经过了通过抄抄写写 来理解和记忆中医基础理论的阶段 不然今年可就真的有得瘦了 一整个早上 江森一心扑在学习上 背书背得浑然忘我 而宋大江更狠 等到午饭的时候 他干脆连饭都没回来蹭了 直接就把屁股定在了图书馆的椅子上 不过 叶培倒是回来了 这货现在早上已经不来报道 一脚睡到十来点才起床 午饭就是驱动他起床的唯一动力 作为江森的助理 同时拿着两份工资 他反倒是现在这支团队里 最悠闲的一个 这学期顺利混过去后 他来年就等着论文答辩和毕业了 并且和他的同学们不一样 他根本不着急找工作 所以也省去了到处面试的时间 国家队和江森助理这两个履历的加持 已经让他在无形中领先了同龄人大半部 江总 机票买好了 吴乡长问你 什么时候回欧顺县 他说 县里的图书记很着急 现在全县都等着你 回去主持那个重黄旗的项目 午饭后 在去篮球馆的路上 叶培跟江森汇报起了工作 听说是布韦给这个项目批了 五百万的专用资金 县里想直接入股公司项目 布韦这么大方 哪个神仙这么牛逼 能在这时候 跑不要到钱 江森还不知道 自己为了搞实验室 已经把事情闹到了天上 意外的不得了 叶培却奇怪道 你不知道吗 吴乡长还说 代表全乡感谢你 好吧 江森带着疑惑 不矫情地接受了 这事儿等回去再问问 实在搞不懂的 那既然 吴晨说是他的功劳 那就是他的功劳 小红花不拿白不拿 他点点头 又回答上一个问题 那咱们过年之前回去 先回东欧市市区 我还有事情要办 你就大年三十放假吧 机票你自己买好 走公司的账 出八回这边 我肯定在训练中心了 好 叶培眉开眼笑 能带薪休假十来天 当然是极好的 而老苗自然更加高兴 说道 家里的事情早去早回 寒假时间难得 我们集中 把技术薄弱环节功课一下 你的跨栏和跳高 都还有提高的空间 陶润疾到 主要还是撑干跳 廖峰和他的助理文言 不由嘴角一扬 江森轻轻摇头 叹了口气 中午的投篮训练结束 江森回寝室洗过澡 好好睡了个午睡 一觉醒来 已然接近下午三点 他起床洗八脸 刚坐下来翻书 就接到郭刚 欣喜若狂的电话 实验室批准下来的消息 不到24小时 就传遍了整个声音 江森跟他聊了半天 才让他冷静下来 再接着 就没什么心思看书了 他打开电脑 翻着这一整个学期来的课件 一直翻到五点 出头 宋大江 林大冲和吴小松三人回来 宋大江甚至忘了给兔子 喂中午饭 幸好江森今天中午没训练 听到冰冰踢碗的声音 就顺手给喂了 吃饭 江森微笑站起来 宋大江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 读书就跟打仗似的 不过也确实 那点分数 对普通家庭的孩子来说 也就只是分数 可对宋大江而言 可能就是他目前人生的全部了 一个半小时后 当江森他们走进考场坐好 廖峰拍下教室里的画面 铃声刚响 他就关闭了镜头 站在教室外面 他跟江森挥挥手道别 江森轻轻点头 接过了老师手里的卷子 总算能休息几天了 陶润吉看着廖峰走出教学楼 再看看教室里的江森 同样松了口气 我原本还以为 他过来读书 就是说着玩玩的 没想到这么认真 一学期下来 之前跟来丁烧的陶润吉 对江森 俨然心服口服 冯元朝跟着点点头 这孩子确实厉害 拱之道还一直担心 他坚持不住 结果一学期下来 也就耽误了半天 老苗道 考试也没落下 听说考得都还挺好啊 陆教练跟了句 确实牛逼 乔纳森 牛逼 在众口异词的褒奖中 九十分钟的考试 很快结束 八点整 江森刚走出来教室 叶培就递上了三号手机 也就是只有 安安号码的那步 喂 江森接过来 马上说道 等一下再说 我还要训练 好 你都考完了吧 嗯 那我老地方等你 通话简明恶药 江森挂断电话 老苗马上问道 安安 嗯 江森很镇定道 等一下把兔子送过去 他过年住这里 哦 老苗道 你注意休息啊 这话就充满机油的气味 江森点点头 我知道 老冯却对老苗呵呵一笑 这么紧张干嘛 过年稍微放松一下都不行 你当年轻人都是和尚 老苗翻他一个白眼 很是嚣张 我们跟你可不一样 你们十二个人 都不见得能分一块牌子 我们可是一个人手里 捏着五个夺金点 第457章 超过五成 几天回来 争取五天之内吧 东欧市待一天 再回老家处理一点事情 可能要开个会 把那边的一个项目落实一下 再去看到我师父 还有几个老朋友 然后其他的 应该就没有了 那也用不了五天啊 晚上投篮训练结束 吃过宵夜 江森和老苗他们一大群人 从食堂里出来 老苗对江森的过年行程 相当关心和在意 这下真是转眼一月份都要过完 再过几天 春晚都要上桌了 奥运会尽在咫尺 而江森的训练 有一说一 却还远未达苗公宽所期待的那个水平 江森的训练实在太过分散 标枪和跳远的水平 目前倒是稳定了 十项全能 也奔着破世界纪录的水平去 可400米 却只能说是世界顶尖 距离破记录还差了些许 1500米就更不用说 按理说江森最牛逼的素质 应该是耐力才对 可出于肉眼可见的原因 这半年来 他的1500米成绩 几乎一直是原地踏步 根本没有精细化调教的时间 而如果真要每项 都往最顶尖的方向链的话 那现在江森需要的团队 也将远比目前这支队伍更壮观 他们甚至需要一些数据分析师 来帮江森构建一整套的训练 和比赛数学模型 以400米为例 就涉及到每一段 百米的配速和体能分配 冲刺阶段的不符和不平 短短40多秒的时间 每一秒以什么样的速度 出现在什么样的位置 都需要精确掌握 最终 这些点点滴滴的 细碎技术和优势汇聚起来 再加上运动员本身 天赋一柄的能力 才能造就一个世界纪录 但目前 江森的训练 基本上纯粹就是 对身体潜能的挖掘 和技术优势关系不大 不论是跑400米 还是1500米 他都是按感觉来 也就是俗称的 虾级拨跑 这种情况 在半年之前 江森还是纯菜鸟的时候 老苗是可以忍的 可是半年之后 在距离奥运会 已经没多少时间的当下 老苗却认为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江森现在的身体状态 已经调整到了 在他看来的最佳运动生理期 再想提高 就只能依靠那些点点滴滴 零零碎碎的技术提升 乔纳森这个长期吃白饭的老外 也该开始派上用场 至于另外一位老外 那个运气不好的倒霉蛋 居然得了一种罕见病 目前已经跟森支队解约 回国治疗去了 只能说命运弄人 他本可以成为 奥运五冠王的团队顾问 当然 在这件事还没发生之前 大家还不能到处吹牛逼 只能先暂时在心里乐 这份愿景 还是得继续往肚子里憋 然后在那之前 自然最关键的 依然要说回江森的训练 而训练的关键 则依然是时间 十项全能中的半数 江森都需要进入 精细化训练的模式 而这样的训练模式 就更需要江森 把所有的专注力都拿出来 老苗掰着指头算 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 他唯一能动用的时间 也就只剩下春节 五一和七月份三个时间段 并且在这么时间紧缺的情况下 他居然还要跟篮球队共享 真心是时不我待 三天吧 老苗道争取三天之内回来 这边来回也用不了几个小时 你是明天早上九点的飞机是吧 明天一天 后天一天 大后天晚上的飞机回来 行不行 28号回来 29号还要稍微休息一下 30号开始训练 等过年 我们多多少少的 也得放两天假 这就又耽误一下 你们下学期开学是几号 3月1号 也就是2月份不到30天 加上现在 你看 也就30来天的集训 每一天都宝贵啊 是啊 江森叹了口气 他还计划着 寒假每天至少写个6000字的 看样子 也是比较难了 老苗好像已经把所有的时间 都给算好了 留给他的休息时间 恐怕一天加起来 也没几个钟头 原本还想让身体稍微恢复恢复 话说 自打期中考那个节点后 他每天的睡眠时间 五个小时都不到 两个人一路聊着 在宿舍区路口分别 江森独自走回寝室 回到楼上 楼上还是安安静静 他们中医专业 虽然考完了 但其他专业 还有考试没结束 依然处在考前奋斗状态 江森推门进去 404房间里 早早的 就一片漆黑 他打开灯 发现吴小松和林大冲的床铺上 被窝都已经收拾好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哐哐哐 摆在阳台门后的兔子龙里 冰冰突然从窝里钻出来 踢了踢石盆 躺在床上 还没睡着的宋大江 半翻过身 说道 回来了 我们明天早上走势吧 嗯 早上十点的飞机 你回家的车票 我让叶培在东欧市看看 能不能给你买到别的路线 江森说着 走到兔子龙前 突然想起 今晚还得把这货送到安安大边去 随手给这只吃宵夜成瘾的兔子 又到了七八颗塞牙缝的兔粮 随口问道 松哥和冲哥呢 都回去了 宋大江道 昨天就把行李打包好了 过年了 归心似箭啊 是啊 江森笑了笑 心里倒是没什么太大的感触 他好像在哪里都差不多 勤奋小区的房子 也顶多就是他的落脚点 还谈不上家 你早点睡吧 最近辛苦了 江森说着 身上汗晶晶的 拿了衣服 就进了卫生间 今晚考完试 身上卸下巨大的压力 他站在花洒下面 大冬天地洗着热水澡 不知不觉 就比平时多洗了五六分钟 出来后 精神抖擞 然后换上干净衣服 把内裤挂好 就拎上兔子 大晚上的十点多 又再次出了门 十点半 江森走进叉叉酒店大门 酒店内温暖如春 几个前台的熟面孔 微笑着指了下电梯的位置 没让他拿房卡 说明 安安今天肯定在屋里 江森朝他们点点头 拎着笼子 大步朝着电梯走去 前台小姐们 互相间马上又议论起来 江森和安安这点不存在的奸情 已然世人皆知 进了电梯 很快上到二十楼 这一回江森 从电梯里出来的时候 就没上回那么紧张了 因为内心没有多余的想法 所以非常坦荡 走到2022房门口 他按响门铃 没等几秒 房门一开 安安穿着一身单薄的睡衣 身材凹凸有致的异常惹眼 拉住江森的手 赶紧把江森带进屋内 然后房门一关 静止就往江森身上扑 他紧紧抱住江森的腰 整个人贴在江森身上 喘着气 却什么话都不说 原本想着 扔下兔子就走的森哥 顿时就觉得 房间里的气氛不对劲了 他一只手搂上安安的后背 慢慢屈膝 先把笼子放下 然后不知道该说什么 把安安抱起来 走到床边 坐下 两个人对视几秒 安安忽然捧住江森的脸 把嘴贴了上去 过了几秒 他脸淡红扑扑的 脸颊发烫地贴着江森的胸口 出吻哦 江森甜甜嘴唇 大脑还有点空白 安安抱紧了他 连身体都滚滚地发热 额头 脖子微微出汗 他明显在颤抖 可又抱得那么坚定 憧憬而紧张 连耳根都红透 小声道 我骗妈说 学校还有考试 故意在这里多住了好几天 就特意等你今晚考完过来 他说着 突然仰起头 换了个姿势 跪坐在床檐上 目光和江森的双眼气瓶 那仿佛透着水雾的眼值勾勾盯着江森 可爱又漂亮的巴掌小脸 明显精心打扮过 那四张四合的温软红唇 冲着江森 吐着热气 晚上不要走了 好不好 安安抓住江森的手 江森喉咙发紧 嘴里发干 任由他抓着手 内心深处 有一种较意志力的东西 逐渐走向崩塌 此时此刻 再不动手 那还是男人吗 太监都不如啊 好 江森淡淡一句 突然稳住他 酒店房间 昏黄暧昧的灯光下 两具年轻的身体 很快纠缠在一起了 兔子笼里 冰冰睁着红彤彤的双眼 但视线马上就被江森 扔到笼子上的裤子遮住 只能隐隐 绰绰看到点剪影 长长的耳朵 伴随着酒店大床 席梦斯轻微的颤动声 微微抖动着 然后再接着 就是安安如气如素的 浅唱低音 和某人憋了四十年的喘息 这一夜 江森的发挥非常可以 除了最初阶段 因为环境不耐受 快速缴械了一次 不过随后的第二次和第三次 就越战越勇 凌晨一点多 江森终于进行完事后 安安已经累得 连动一下的力气都没了 抱着江森 沉沉睡下 甚至打起了微微的憨声 然后等到清晨五点出头 江森生物中使然地醒来 抱着怀里 那软乎乎的身子 整个人瞬间清醒 妈的 中招了 接下来怎么搞 向他求婚吗 年龄到了没 好像还不能领证是不是 然后 昨晚上 貌似也没有做安全措施 要是他现在体内 已经有小朋友 那十个月后 也就是今年十一月 自己就该当爹了 如果生男子叫什么好 女孩子叫什么 不过最好还是龙凤胎 那坐月子 是要让他来照顾吗 话说这年头 深城应该有月子中心了吧 深医的附属于医院产科 到底靠不靠谱 这边的儿童医院 好像挺出名 是不是 那我明年 要不要休学一段时间 照顾孩子 不过话说 最麻烦的 还是安安他爸爸 万一被人扒出来 我岳父是放高利贷的 而且还在行期内 那特末 会不会负面影响很大 我草 完蛋 那我们的孩子 将来不是不能入党 不能考公务员 各种证审通不过了 江森想到这里 瞬间整个人冷汗都下来了 这特末的 昨晚犯大错了呀 一觉毁三代呀 江森越想越不对劲 可是低头再看看 躺在他怀里的姑娘 他总不能因为这种原因 刚睡完就把鸟无情 那特末也不太是人了 只是 还是好纠结 魏毛安安 他爸是干这行的 哪怕安大海 是个韬粪工人呢 那也比放高利贷强啊 可是话又说回来 韬粪工人家庭 有可能培养出 安安这种见识 和胆量的姑娘吗 她才十九岁 就已经知道自己 要什么了 嗯 安安忽然迷迷糊糊睁开眼 看到江森后 先是一笑 然后轻了江森一下 就掀开被子 光着膀子跳下床 跑去了卫生间 过了片刻 卫生间里响起冲水的声音 他又小跑回来 重新钻回江森怀里 嘻嘻笑着问道 你失眠了吗 刚醒 江森道 平时都是这个时间 起来训练的 啊 才几点啊 他伸出手 隔着江森 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 手机时间显示 五点零八分 好辛苦 他放下手机 抱住江森问道 那你今天还练吗 嗯 该起床了 江森说着 有点舍不得离开被窝 然后犹豫一下 又缓缓说道 安安 我这个人 有的时候 人情观念淡薄 关键时刻 我大概率会先想自己 再想别人 咱们在一起 我还是希望能互相需要 互相帮助 而不是互相拖后腿 如果时间久了 我发现 我们在一起不合适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安安听得一愣 反问道 那要是一直合适呢 江森认真道 那就一直在一起 发财致富 生儿育女 然后要么你先死 要么我先死 啊 好浪漫 安安忽然就激动了 抱住江森 音音哭道 我原本还想 能睡到你就是赚了 没想到你还打算跟我生孩子 还要跟我死一块 呜呜 他在江森怀里扭来扭去 江森忽然一个翻身 又压住了他 安安脸上还梨花带雨 泪眼盈盈的 弱弱问道 你不训练了吗 江森道 今天破例一次 席梦思又支呀支呀 想了将近半个多小时 然后完事后 一起洗澡 两个人又洗了好酒 等江森穿戴整齐 安安像孩子他妈一样 在酒店房间门口 目送江森下楼 时间已然是早上六点四十 外面天都亮了 奋斗了一整晚的森哥 很快在前台经理 什么都懂得微笑目光下 跑出酒店 七点不到 深衣的篮球体育馆里 就又响起了投篮的声音 江森满心干净 某种意义上 他觉得自己的 开始为孩子准备些什么了 以安安那个 天然易受孕的体型 就昨晚那漫长的过程 中标几率 绝对超过五成 第458章 侮辱思草 江森 你今天看起来挺兴奋 昨晚上有什么好事吗 哦 专业课考试分数出来了 满季点 中医那门 嗯 92分 早上的投篮训练结束 江森没回寝室洗澡 因为不用上课的原因 他直接跟冯元潮 在食堂包厢里吃起了早饭 那位给森支队服务了 一整个学期的食堂雷师傅 忙完这顿早饭 待会儿也就要下班了 从今天开始 森支队暂时解散 所有人要到年后 再重新聚集 哟 你这么一心二用的 还能讨90多分 你小子 还真是天才啊 冯元潮对江森期末 能拿到这么高的分数 感到颇为惊讶 江森淡淡笑着 很谦虚道 不至于 不至于 离一天才还是有差距的 只不过是发挥了 曲江省文科状元应有的水平而已 而且也不算一心二用吧 无非也就是该读书的时候读书 该训练的时候训练 该写书的时候写书 该谈生意的时候谈生意 该谈恋爱的时候谈恋爱 所以 严格意义上讲 还是一心一意的 就是拆解开来 看起来 事情比较多罢了 其实 你们普通人啊 只要下决心 要紧牙 也是一样能办到的 操 老子后悔了 就不该夸你 冯元潮忍不住笑骂 你特娘的 真是会蹬鼻子上脸 实事求是吗 江森把牛肉馅的包子 往嘴里塞 冯元潮道 对了 等过完年 正月十五后 篮馆中心 要你去北京一趟 拱之道说 要你去队里合练 打一场队内热身赛 把最终十二人 大名单定下来 到时候 篮鞋的领导 都会去看 谢安隆 已经同意了 你到时候 就打二十分钟 上半场 目前 虽然还没摆明了说 不过你的这个位置 基本是定下来了 到时候 正常发挥就行 别紧张 紧张个屁 江森好笑道 除了大摇不算 剩下全对所有人加起来 钱没我多 学历没我高 各方面成绩都不如我 我才是明星好吧 到时候 谁该紧张 他们自己心里没数吗 我日 冯元潮看江森的眼神 更不对了 森哥 你今天兴奋的 有点过头啊 嗯 江森抑制不住 被处理过的喜悦 不分场合的分享战果 因为 从今天起 老子就是纯爷们了 冯元潮 嗯 早饭后 回到寝室 时间还早 但宋大江已经起床了 没有兔子的日子 也不用看书复习 大江闲着没事 就把屋子打扫了一遍 还洗掉了 他堆积了至少一个半月的衣服 江森带着早饭回来时 正看到他在阳台上晾衣服 随手把给宋大江 带的早饭 放到他桌上 江森随口问道 你这衣服 打算在阳台上 挂到过年回来啊 啊 我跟楼下阿姨说了 让他明天帮忙收一下 宋大江显得颇不好意思 腼腆地挠挠头 然后一边继续挂衣服 一边问江森 你昨晚上是没回来吧 嗯 江森点点头 宋大江又好奇 且充满向往的追问 昨晚上 跟你女朋友一起睡的 嗯 江森继续点头 哦 宋大江 假装做很自然的样子 可脸上却难掩慕 只是马上又转移话题 狠克制道 那彬彬就交给他咯 对 等过完年 再接回来 江森到 或者放他家里也行 宋大江文言 不禁立马就紧张了 那我下学期 还有工资拿吗 有的 江森笑了笑 咱们签了一年的 用工合同嘛 劳动关系 持续到明年十月底 你暑假回去 还能带薪休假两个月 嘿嘿 宋大江 发出憨厚的笑声 每个月五百 两个月一签 啥都不用干 他弟弟一学期的生活费 就到手了 不过光这点钱 还是不太够 宋大江又弱弱问道 那你明年选修课报什么呀 我看来 好像有一门大学物理 我靠 你在侮辱我吗 江森忍不住笑道 当家教上瘾 拿我当提款机啊 我好歹会考树里花生四个A 我理科还有旧的 大学物理不一定要补课的好不好 哈哈 宋大江跟着笑了几声 心里却不禁有点小失望 上上的月 江森每周补课五天 有时一个小时 有时两个小时 一个多月下来 他愣是 在江森身上 挣了七千多块 比学年一等奖学金都高 投一回这么直观地 看到知识的力量 可惜了 这样的机会 看样子以后应该是不会再有了 那可是大几千的收入啊 他弟弟高三一整年的学费和生活费 全都包园了 还能有富裕的那种 我下学期 应该不会报那么费劲的选修课了 宋大江心里正叹气的时候 江森果然这么来了句 下学期真没时间了 时间太紧了 一边拿了换洗衣服 往卫生间走 哎 宋大江叹了口气 四个学分 只有大一的能报 江森瞬间脚步一停 转过头来 那就是说 大三之前 就能把选修课的学分 全都修够了 嗯 宋大江点点头 操 江森愤怒地骂了句 走进了卫生间 为了节省后面的时间 这可不报还不行了 一小时后 江森写完今天的两千多字 不到八点 叶培就提着行李箱 风尘仆仆赶来 江森没什么可收拾的 只是带了两身换洗衣物 加上一些需要随身携带的证件 简单地背了个书包 就领着宋大江和叶培出了门 从楼上下来 宋大江又千恩万谢地跟宿管阿姨说了些话 让他注意楼上的衣服 阿姨当然满口答应 反正只是举手之楼 他还得好几天才能放假 三人走出大楼 清晨的身衣 大雪已经停了 校园里还到处都是人 甚至连宿舍区出门马路转弯口的健身房 都还在营业 隔着透明的窗玻璃 能看到有人正在正对着马路的跑步机上慢跑 已然半点看不出血灾的痕迹 深城这边的各种攻击 依旧充足地简直一出 出了校门 田馆中心派了逃润集过来接送 三人上车后 江森拿出手机 想了想 给安安发了条短信 回东欧市了 大概三天后回来 有重要是电话联系 然后不到十秒 安安就回信道 好的 一路顺利 江森微微一笑 把手机放进口袋 兜里的手机数量又变回两步 有点烦人 不合乎他清清爽爽地出门需求 但为了孩子 忍着吧 等过几年能双卡双待 问题就解决了 一路顺风 四十分钟后 逃润集把三人送到机场 江森跟他挥挥手 两辈子头一回 带着两个小弟进了机场大厅 以前他出门 总是孤家寡人的 果然啊 人生的走向 开始往处去了 已经每天一睁眼 就有人指着他吃饭了 哇 人好多 宋大江生平第一次坐飞机 对机场的环境 有些轻度的应激和紧张 紧紧跟在江森身边 陌生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的环境 大雪风露的天气 深沉到东欧式的短途航线 倒是依然畅通无阻 而机场里等着回家的人 也比平时多了不少 江森不好估计这次雪灾 南方地区究竟损失严重到什么程度 不过印象中似乎在春节后没多久 就基本缓过来了 只是春节之后 西南地区就又 公路 铁路停运了不少 叶培回答宋大江 打断了江森的念头 我家那边的车票 黄牛架 炒到八百块了 我日他仙人板板的 穿地 江森望向叶培 叶培点点头 说了个江森 完全没听过的地名 对了 重生之后 这个世界除了个别国民之外 往下省一级的地名 全特么变了 也不知道地震还会不会发生 可是 雪灾都已经来了呀 江森看叶培的眼神 瞬间不对劲了一下 这货也不知道老家在哪 怎么了 没什么 我喜欢西南的姑娘 温柔又水灵 叶培嘴角抽抽 江总你在说什么胡话 哪里就温柔又水灵了 温柔又水灵 不是东南沿海吗 不要贴标签吗 要一视同仁 西南姑娘 也可以温柔又水灵的 江森没营养地胡说八道着 三个人取票 换牌 安检 登机 早上九点半 飞机准点起飞 经过不到一小时的航程 宋大江甚至都还没从飞机起飞时的颠簸中 缓过进来 飞机就已经在欧安区的国际机场降落 接着三人从欧安区打车回市区 路上花的时间 倒还比从深城到东欧市多了十几分钟 等到车子在欧城雄文公司 所在的润心大楼门前停下 刚好也就是饭点了 江校长 碰 碰 碰 三人上了楼 江森刚一进门 欧城雄文公司内瞬间彩带飘飞 满屋子挤了将近二十来号人 满脸堆笑 激动又兴奋地看着江森 前秘书长 久等久等 江森走上前 跟欧城雄文的负责人握手 又笑道 现在该改口叫钱总了吧 不用 不用 我还是是作协的秘书长 又没退 前秘书长满面红光 春风得意 今年江森光税后 提成就有五千七百六十万 那么可想而知 整个欧城雄文的总营收 差不多也就奔着三个亿去了 这么大的一笔钱 可是完完整整的从前秘书长手里过一遍 这位混了半辈子 都没能混上复科的老阿姨 今年刚提干 就爆炸性地掌握了这样的大权 成了欧城区宣传口的隐形财神爷 这要是能再稳稳当当干上两年 保不齐 不等江森本科毕业 他还得再往上挪一级 而这件事 可以说就是全靠江森手里的两本小说 外加上胡部长前年的一系列安排 资源是同样的资源 可到了不同人的手里发挥出的效果 确然天差地别 我的两个助理 宋大江 叶培 都是我护旦的同学 江森给钱秘简单一介绍 叶培大大方方点头 前秘书长 宋大江则手足无措 他的脑子还有点反应不过来 明明两个小时前 他才刚从寝室里出来 怎么一眨眼的 就到了这种让他特别不适应的环境中 三个高材生 欢迎 欢迎 待会儿多吃点 尝尝东欧市这边大师傅的手艺 前秘书长知道 江森今天要来 早就准备好了一切 然后又很直白道 江校长 咱们先办正事 好 江森跟着前秘 大步走向总经理室 经过人群 见到蒋梦杰 他微微点头示意了一下 蒋梦杰却满眼忧悦 心里一万个后悔 怎么自己就没把江森拿下 真是便宜外地女人了 好帅啊 对啊 又高又帅 感觉比明星还好看 人群里 公司里很多江森根本不认识的女孩子 激动的嘀嘀咕咕 基本上全都是欧城区各部门领导安排进来的亲戚 不过 跟之前蒋梦杰这一批提前在这里扎根的不一样 蒋梦杰和之前短暂当过江森助理的古超豪他们 去年早就成功转正 随着欧城雄文公司被东欧日报出版社并购 自动转成了自收自知的事业边 将来如果有机会 慢慢还有可能调整成差额乃至全额事业边 而这些新来的 那就最多只能是合同工 比临时工稍微高级那么一丢丢 愿意混的话 混一辈子饭也没问题 就是工资不高 眼下一个月四千块 不愿意混的 以欧城雄文现在只需要开动印刷机就能赚钱的形式 他们平时基本也不用来上班 然后把这边的岗位当做跳板 每年都至少能参加几次欧城区的事业边考试 以及省考和国考 考中一次就算是社会阶层的跃迁 对这些体制内子弟来说 他们的家里人已经算是尽全力了 最舒服的环境也就无非这样 剩下的路就得靠他们自己来走 江森和欧城雄文公司算是实实在在的 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庇护所 某种意义上讲 江森绝对算得上是欧城区整个宣传口的恩人 签这里 还有这里 前秘书长热情地拿出文件 江森要求的第三方会计师 此时也早就到了 仔细核实了一遍 确实是税后5760万的数额 江森签下自己的名字 前秘书长紧紧握住他的手 江校长 你看咱们公司这么多人 现在可是真的就靠着你一个人吃饭 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单位 我也代表他们感谢你 本来大家都说 今天要一起过来给你接风 不过最近下大雪 每个单位都是备战状态 领导不方便外出 李简 李简 江森笑了笑 我老家那边受灾严重吗 好像没有 先吃饭吧 总算回家了 我代表大家给你接接风 前秘书长 很自然地挽住江森的手往外走 叶培和宋大江急忙跟上 在一大群人的前户后拥中 又从欧岛县被调回来的古超豪 略显吃味地看着江森的背影 靠近蒋梦杰身边 小声酸道 有钱了就是不一样啊 你看老钱跟接亲儿子回家一样 那也是人家的本身 蒋梦杰道 你哪怕读书 运动 写作 随便哪一项能摸到他的屁股 老钱也照样拿你当亲儿子一样 哦 对了 就算光是长得好也行啊 古超豪脸上的笑容 逐渐僵硬 也不知道 蒋梦杰到底是在夸江森 还是指桑骂槐 侮辱思草 第459章 返乡 江校长 东欧骄傲 东欧骄傲啊 阿庆楼的大包厢 在江森他们一行人达到后不久 突然就越发热闹了起来 前秘书长说的那些 为不方便过来的领导 结果还是成群结队地过来了 趁着中午的短暂时间 七八辆挂着欧城区 各局公车牌照的小轿车 扎堆在门前的路边停下 领导们走路生风 酒店经理满脸堆笑在前头引路 片刻后 领导 司机 秘书 就迅速把房间堆满 酒店这边 于是赶紧又开了隔壁的房间 各种大鱼大肉 跟着价格昂贵的白酒一起 不要前世的飞快端上来 过奖 过奖 都是多亏各位叔叔伯伯和阿姨们的培养和支持 江森表面上受宠若惊地 端着饮料 以要紧兴奋剂检查为理由 不断地跟领导同志们碰杯 一边大口吃着 冬季十分高肥肉嫩 也不知道掺没掺激素的螃蟹 各种场面话随口就来 宋大江则缩在角落里 愕然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简直无法将酒桌上的江森 跟他的那位奥运选手是有联系在一起 虽然是同样的帅 可此时此刻 江森帅的明显跟平时不一样 那是一种令宋大江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用语言来形容的感觉 就像把握住了天地万物 站在世界的最中央 对房间里的一切都能予取予求 而叶培就不然 叶培心里头 能非常明确地描绘出 宋大江想说的东西 很简单 这就是权力 江森串联起的 欧城区的地方力量 完全超乎叶培的想象 他惊讶 却又更加羡慕和嫉妒 类似的场面 叶培这几年来 没少跟着他的老板 在各种学术讲座和学术会议后的聚餐时间看过 但那种时候 被围在人群中间的 往往是那些在行业内深耕多年的老家伙 偶有青年俊杰露脸 基本也都四十岁偏上了 青年人根本不年轻 早已油腻地发慌 只是相比那些老货 油腻的青年 终归身上还有油 而老货们 则是连出油的力气都没了 都是奔着油镜灯哭去的 这个世界 根本不可能给太多的年轻人 站在聚光灯中央的机会 可眼下 这个二十岁不到 就已经名满天下的年轻人 他却如此轻易地就做多了这一点 他学业有成 他成就斐然 他天生不凡 他还你麻痹地长得帅 叶培假装云淡风轻地 喝着东欧市 最近流行的 被三块钱一罐的可乐所缠的 三千块一瓶的红酒 嘴里尝不出酒的好坏 但觉得挺好喝 可就是咽下去的时候 喉咙不知道怎么的 就有点苦 有点发麻 看着人群中央的江森 他脑海中 甚至跳过一个荒诞的念头 如果自己的父母 是江森这样的人呢 甚至于 如果江森 就是他亲爹呢 他的人生 会不会比现在轻松得多 森之队的这个翻译工作 他拿得其实很不容易 为了获得这个机会 叶培几乎付出了自己 所有能付出的东西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由于国家田径训练中心 就在深成本地 所以 国家队这边 刚有这方面需要的时候 护丹外语学院 第一时间就收到了消息 并承揽下了这份活 然后这个仅有的名额 在一番辗转和背地里 各种不知道怎么样的 批外交易后 最终落到了他老板的手里 而他的老板手下 除了他之外 还有许许多多的师兄弟 足足21人 而他的优势则在于 其中的一个 长得不太漂亮的师妹 一直都很喜欢他 然后 重点就来了 他的这位师妹 是外语学院 某位副院长的独生女 在他读研的这两年多时间里 师妹一直缠得他很紧 但他因为对爱情 颜值 还有追求 就一直没答应 直到有一天 他的老板突然告诉他 其实 名额的归属 不在自己手里 而是在师妹他爹 也就是副院长手里 那一刻 他才终于明白 原来这个世界上 不论男女 谁都是可以出来卖的 最终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 叶培咬着牙 先是狠心跟女朋友分了手 然后转头就投向了 更纯粹的真爱 也就是 他师妹的怀抱 几天后 等从宾馆的房间里出来 他不但拿到了这个 给森之队当翻译的机会 就连他的硕士毕业论文 也都被老板一挥而就地通过 在那之后 他的人生 便只剩下两件事 白天陪江森 晚上陪师妹 两件事 都让他感到恶心 尤其在看到江森的女朋友后 这种恶心的感觉 逐渐转为愤怒 只是敢怒不敢言 森哥好厉害 宋大江小生对叶培道 叶培叹道 命啊 他决定了 毕业后 必须离开江森身边 不然 他怕哪天 自己会受不了这样的对比 会疯 午饭吃得热热闹闹 兵主尽欢 一大群领导 吃了不到一个钟头 就又匆忙离去 返回各自的战斗岗位 离开之前 还跟包厢内不少欧城雄温的员工们打了下招呼 小员工们倒是很自然 都是亲戚朋友 阶层的勾连 不出三代 就已然延伸出了更为牢固的殷亲和血亲的传统关系 江森和前秘书长 笑盈盈地把这群地头蛇送下楼 然后站在楼下 前秘书长又跟江森说了好些胡部长的好话 还有明年新书的事情 江森的第三本书 《我的老婆是女帝》 不知不觉 已经在新兴新中文网上连载了快一个月了 因为期末复习和训练的原因 江森一直都只是埋头马字 却没有怎么关注新书的成绩 但事实上 女帝的成绩目前看来还挺不错 虽然开头两万字 被不少人吐槽节奏太慢 铺垫太多 废话牢骚一堆 江郎才净 文笔太差 有人带笔 不过随着两万字后情节的展开 最近这个星期 口碑已经明显逆转 而前秘书长现在就盯着江森 这一头羊在蒿 每天最关心的事情 自然就是江森的更新 在得知 女帝的海外繁体早就已经开始发行 她不禁就有点蠢蠢欲动 尤其江森这本新书 确实是越看越上瘾 论爽度来算 从高到低十度到一度 如果说 女神是七度爽 女王是六度爽 那这本 女帝 除了头两万字外 后面的内容 简直每一张都在九度以上 欧城雄文公司的员工们 刚开始头两天 还捏着鼻子看 但现在全都跟她一样 一天不追 如隔三秋 整天就等着主角赵九州 从裤裆里掏出神器 支援她的女帝媳妇 软饭硬吃 极有风味 所以 前秘书长料定 这本书一旦发行 江森在国内的畅销图书市场上 估计得瞬间封神 预期销售额 怕是要达到女王的两倍 甚至更多 你这本新书 什么时候过来签一下吧 前秘书长挽着江森的手 慢慢从酒店宽缓的 大理石楼梯下往上走 价钱可以再谈 现在阿姨这边 也算是 有一定的拍板的权利了 多加一两个点 应该问题不大 大家也会愿意给你的 怎么说 你现在的社会影响力 也不一样了 我现在主要就是担心 国内盗版书太多 你要是出得晚啊 咱们两头都会有损失 试做鞋今年接下来 也要准备推荐 你进省做鞋了 多点畅销作品 说话也硬气些 行 我过几天 叫律师过来一趟吧 江森很干脆 反正有钱赚 他没理由拖延 而且小红花 也是永远不嫌多的 前秘书长露出微笑 问道 郑月吗 不是 郑律师现在专心 负责我的名誉官司 江森道 网络上坏人太多了 这倒确实是 钱阿姨点点头 跟江森同仇敌忾 我有时候上班没事 也会上网看看 现在这些网络上的人啊 确实是没素质 骂人也就算了 还动不动空帽子 有个什么空网的 哎呦 真的是 有天气的我差点觉都没睡 狗空网 对 好像是这个名字 没识别上这个网站 都是群签约 都签不了的扑街携手 大部分心里都变态了 江森很有经验 又说道 到时候 我让我的助理联系你吧 就是那个夜陪 我可能没时间参与太具体的事情 欧顺县那边 还有个大项目要处理 我知道 你现在贵人是忙了 钱阿姨笑了笑 不理给你那个项目 发了五百万 江森一愣 您都知道了 前秘书长笑道 都登报了 江森恍然大悟 确实 这么大的事情 东欧日报 作为娘家人 没理由不宣传的 东欧市九百万人口 至少二百万中产 都是潜在的韭菜啊 一座城市 就至少能贡献五十万套销量 这块韭菜田 必须保养和维护好 两个人回到包厢 没过一会儿 这顿街风饭就散场了 江森跟欧城雄文的年轻员工们 挨个合影完 前秘书长派了古超豪 直接开公司的车 送江森回欧顺县 古超豪很无奈地接下这个任务 不过却没有马上就往市区向南的高架桥方向去 而是先去了附近的勤奋小区 不到十分钟 车子飞驰过大中午 没什么人流和车辆和望江路 很快开到了小区门口 时隔半年 江森回到这个陌生的家 二十二号楼的看门老伯 依然没变 只是上楼的时候看到 大楼外墙上挂的标语 已经换了 换成了热烈祝贺世界冠军江森 锁住小区 房价突破三万元 白齿干头 更进一步 操 这是要疯了 江森也不晓得 这楼盘到底是被他炒高的 还是被东欧市 越发疯狂的炒房团推高的 不过话说回来 十年之后 这边确实就是这个价 或许还更高一些 只是接盘的人 就寥寥无几了 没有接盘侠 卖家就算开价三十万 三十亿 那也就是逗你玩 最多相当收入阶层之间的有钱人 隔三差五 互相换房子住 到来岛去 开心就好 宋大江和叶培坐 跟古超豪一起 坐在车里等着 江森快去快回 上楼后二话不说 就打开了心心念念了半年的冰箱 万幸 那几包速冻食品都密封着 冰箱里也闻不到什么意味 江森把那几包 俨然看着跟毒药似的玩意儿拿出来 急忙打了个包 又把从酒店顺来的柚子皮放进去 关上冰箱 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地 接着又把房间的窗户都开了 十九楼外的风呼呼吹进来 很快就把屋里闷了半年的空气 全部换了一边 那些披在家具上的白布 被大风吹得啪啪作响 江森又拿出两个结实的垃圾袋 五六分钟后 等他重新关好门窗 下了电梯 手里头 多了三个大袋子 一包垃圾 还有两大袋的零食 阿公 这袋你拿去给家里孩子 我没空吃了 保质期还有半年 江森把一袋零食 递给家里有七八套房的 看门老伯 老伯也不矫情了 大家都知道对方是有钱人 不存在什么同情 可怜之类的情况 于是 反倒实事求是的多 二话不说就收下 随口道 我拿去送点给别人吧 我孙子现在都不经常来我家 随便 随便 不要浪费就行 江森也很随意 我这边再麻烦你多看着点啊 我估计 明年放暑假才能回来了 这么忙 忙得脑子都跟着什么一样了 走了呀 江森用方言和老伯说着 挥挥手 大步走出了大楼 老伯嘿嘿 笑着看着江森的背影 感觉跟半年前大不相同 半年前江森离开的时候 才不过只是个考试 拿了高分的学生 可现在呢 大不一样了 这儿八斤的明星呢 就江森给的那袋子零食 有一说一 加个零 拿出去卖给那些小姑娘 有的是 小女孩愿意掏钱 就是她懒得这么干霸了 自己留下点 等下班了 拿去棋牌室吹吹牛逼 有多余的 就给那些清洁工好了 一群外地零食工 在东欧市镇口饭吃 也怪不容易的 走吧 江森随手扔掉了 那袋生化武器一样的垃圾 带着零食坐回车里 直接递给了 坐在后排的 宋大江怀里 大江 路上饿了吃 挺远的 古超豪则问道 这么快 家里事情都弄完了 好了 没什么事 我想多了 江森笑了笑 挺高兴 不用换冰箱 省钱是一方面 也省得刘夜 陪下来单个时间 而且其实他心底里 是不是很愿意 让员工们上去认门 欧顺县 古超豪缓缓将车开出小区 嘴上无力地念着 真的好远 从市区开过到欧顺镇 足足四个钟头 第460章 等你拍板 回家的路 总是道足且长 宋大江这家伙居然晕车 车子从高速上下来后 连绵不绝的弯曲山路 让他连苦胆都吐得干干净净 中午那顿很贵的饭 也浪费了 盘子里的那些小动物们 死不瞑目 中途开开停停 让宋大江下车透气 等好不容易到了欧顺县 江森直接就把这货 扔到县医院 然后留下夜陪照顾他 转头就自己独自一人去了县衙 这趟回来 他的时间宝贵且紧张 所有事情都必须速战速决 从医院里出来 正好赶上夜市 也是欧顺县一年到头最热闹的时候 街面上时不时开过一辆豪车 放眼望去 各种爆发户气质逼人的谢拼阿姨 叫人很难相信 这里会是传闻中的东欧市第一贫困险 在第一轮就成改造彻底完成后 新建的欧顺镇街景 和深城市中心 已然不存在太大的区别 无非就是少了些高楼大厦 戴着口罩的江森 看着马路上迎面来的返乡团 忽然又不禁想起 去年高考过后 想要拿一个一包养他的风韵游存小寡妇 话说按照新行星中文网的惯有套路 如果当时他直接就把那寡妇税了 然后拿着几千万的资金去忽悠某老板搞个大项目 怕是写进书里 均定至少能涨两千吧 毕竟人民群众肯定喜闻乐见 网站老板和未面之子 那些low逼编辑 更加喜闻乐见 推荐少不了 江森的思绪飘飞 被严严实实包括在口罩下的嘴角 不由得微微一翘 但是老子又不是吃软饭的呀 而且再者说 要是没这张脸 哪来的富婆对他亲爱有加 一个男人生在世上 总不能就指望靠脸活着吧 还是得靠本身 像现在 安安也挺好 等将来结婚了 他家里 那现在价值两个亿 将来搞不好 能值二十亿的房产 不比富婆给的一个一箱 更不用说 安安还年轻貌美 对他摆一摆顺的 突然间想起安安 江森心头又有点热 他低头拿出安安给的那部手机 犹豫了一下 又放回了兜里 拿出了另外一部工作手机 还是正式要紧 现在还远不是沉溺儿女私情 和肉体享受的时候 要克制 欧空 我回来了 你住哪儿 江森摘下了遮挡飘雪的羽绒服帽子 从欧顺镇闹市区的 一间新开的服装店门前走过 门前摆放着一个和他本人 差不多一比一还原的人行力牌 明显侵权 但江森只是瞥了眼 就放过了 县府宿舍 好 马上的 他放下手机 发现四周仿佛有人在看他 马上又把帽子重新戴了起来 像他这种身高将近一米九的大帅逼 哪怕戴口罩 也是很容易吸引路人目光的 被认出来就麻烦了 会耽误很多时间 而且话说 县医院那边的小护士 刚才也看到他了 欧顺镇这么小的地方 估计他回来的消息 现在就已经走漏 他得防着点 当名人 是很麻烦的 长得帅的名人 就更加麻烦 县城面积很小 片刻功夫 江森就到了老孔 在县城的住处 现在已经是县教育局 孔副局长的孔局 乐呵呵地给江森倒上了热茶 55平方的宿舍一个人住 看着很是宽敞 你小子还有脸说 你以前长什么样 我没见过啊 孔双哲马上拿出江森蛤蟆精 时期的状态反驳 江森不由探导 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嘛 事物是联系和发展的 妈的我也没想到 痘痘退掉之后 我特么能长这么帅 真的 每天早上起来刷牙洗脸 只要一照镜子 我就对生活充满希望 就这底子 则则则 靠卖身也能卖成福布斯榜 中国大陆 30岁以下 最有作为青年前十名 你信不信 一边说着 随手拿起桌上一面小镜子 照了照 你还用镜子 不知道是婷婷 还是她妈放这儿的 老孔点了根烟 推开窗户 他们有时候周末会过来看我 婷婷接下来也要高考了 嗯 江森点点头 没几个月了 比我比赛还早几个月 奥运会啊 老孔不由咧嘴笑了 下意识伸出手 想揉揉江森的头 可伸到一半 突然又感觉不合适 缩了回去 探道 这两年 感觉这个世界 变化太大了 是啊 江森也跟着探道 大大小小的形势 都要开始逆转了 挑战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大 迈过去 从今往后 天下谁是敌手 孔双哲奇怪地看看江森 你在说你自己 还是说别的 都是 江森笑了笑 又问老孔 抽烟不会死吗 死不了 老孔毫不忌讳 一天就两三根 行吧 江森懒得劝 你还欠我一百万 自家保重身体 知道 老孔点点头 笑道 我那本处女座前几天网稿了 过几天 开本新书 我还不信我还不上你的钱了 就在这时 门口哐哐两声 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孔爵 是我 成校长来了 孔双哲立马起身走过去开门 房门外 欧顺县中的新任校长 满面红光地走了进来 江森见到他 眼睛微微一亮 蓬蓬 晚饭饭店 三个人在老孔家里 简单地吃了碗面条 饭后没人洗碗 就坐在桌边 续加长地聊了起来 老孔今年履新县教育局后 跟市区平调过来的成展棚 彻底搭上了关系 不过县中归是教育局只管 成展棚这个新题的政科 级别比老孔还高点 老孔根本管不着他 两个人更多的还是合作 比方之前的那些 罗布坑考试舞弊案 像江森中考时那样 莫名其妙 少掉好几十分的情况 老孔和成展棚 是怎么也不会让这些情况重演了 至少在他俩的任上 欧顺县中考的考计 肯定要整顿 另外就是山区小孩的初中教育 目前也是两人工作的重点 你能有今天 我们全是整条教育工作线上 都挺感触的 成展棚唏嘘叹道 要是当初 你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今天还哪来的双料世界冠军 说不定 你现在在哪个建筑工地里头 全中国这么多山区 这么多小孩 这么多年 好苗子真不知道损失了多少 何止呢 老孔跟道 还有他捐给县里 市里的那么多钱 捐的学校 小说也卖得那么好 现在十里勾的那个项目 不韦都进来了 焦县长这几天 一直在清明乡项目指挥部待着 新来的县长 江森没听过 不由问道 是啊 年轻得很 才三十几岁 老孔不无羡慕地说道 老吴和邓方卓 这几天都在十里沟村 忙得团团转 就等你这个项目 牵头公司的老板 回去拍板了 第461章 齐心协力 李老师今年考研又没过 去东欧二高上班了 江森原本是来找老孔聊正事 但程展鹏加入进来后 三个人不知不觉 就有陷入了家常里短的扯淡漩涡 聊起来就没个完 老孔说完孔廷的高考和孔军的学业 程展鹏就顺着这个话题 说起了十八中那边的一些事情 欧顺县中那位之前 企图强绑江森的五超雄校长 在被贬值到乡中后 今年居然又跟程展鹏互相单位 程展鹏来了欧顺县中当校长 五超雄去了十八中当书记 两个人都如愿升职 可五超雄今年显然不可能 再有那么好的命 再捡到另一个江森 市区江森的东欧市十八中 徒留一个江森母校的光环 可整体的师资力量 却不可能短时间内提升上去 五超雄和十八中 全都前途未卜 不过之前 从江森身上 投入过大力气的几位十八中的老师 倒是已经有不小的收获 老邱在为江森多次负伤后 如愿以偿当上了副校长 政教处理的小王也赚了证 甚至于就连给江森补课的那两位 也都被各自的学校 又反聘回去当吉祥物了 尤其是蔡纯杰 还多了个东欧市教育系统 某某协会荣誉主席的头衔 这些早半年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江森大多不知道 平成展鹏说起来 也好像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 可正因如此 才听得津津有味 李老师不理智啊 成展鹏说起李新贵 很是有些感慨 还是对他自己那边的大学工作念念不忘 是教育局这边都已经准备给他转正了 手续都在办了 结果突然一下就辞职了 他今年都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 将来这样的机会 是啊 干嘛非要辞职呢 江森顺着成展鹏的话 心里却依稀也明白李新贵的打算 老李毫无疑问 是个业务水平很高的人 所以心气自然也高 这么多年打击下来 看似是慢慢被社会磨平棱角了 结果 这回一下子带出个全省文科状元 那骨子劲儿就瞬间回来了 江森估摸着 自己高考成绩出来之后 老李八成就想借这股运势 再冲一下考研 而考研时间是十二月 他肯定不会想再分心去教书 那么辞职几乎就是必然选择 而且以他的想法 这回考上研究生 三年后必然能去他那个副院长老同学 所在的学校任教 大学老师和高中老师 听着就是两个层次的玩意儿 而且学校还是在他家乡那边 他在外漂泊半生 如果能带着一个大学教职 和培养出一个趋状元的成绩回去 那就是富贵还乡 他这半生所承受的痛苦 乃至是屈辱 也就一扫而空了 可问题是 他可能自己也没想到 这次又没考过 二高给他的工资还挺高 承展鹏道八千一个月 把文科重点班交给他带了 还是不如留在十八种 老孔道 有个编制 人就留下来了 在市区落个户 老婆孩子 以后也都是欧城区户口 这个李老师 一把年纪 还是没搞清楚 什么叫过日子 也可能 心里早就搞清楚了 就是不愿意妥协 江三道 就跟赌徒一样 知道赌博不好 前脚输光 后脚刚有几个筹码 就马上转头 回去想翻本 确实 承展鹏同意江森的说法 江森又不禁想起 罗北空和文宣斌 这俩货 现在一个高三留级 一个高二留级 同样是在拿时间当筹码 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太不拿时间当回事 等回过头来 纵然智商高如李星贵 也已然陷入太深 回不了头了 不说这些了 江森抬手看看时间 晚上七点半了 心里想着待会儿 还要再码几个字 没时间在东拉西扯 直接转入正题 说道 老孔 县里对我的这个项目 现在有什么想法 还能有什么想法 老孔笑道 当然是大力支持啊 那怎么个大力支持法呢 江森又道 有多少单位参与 对这个项目的远期愿景 是怎么样的 说简单点 各个部门 打算出多少钱 往里面塞多少人 等将来赚了钱 这个钱 你们又希望怎么分 你们单位的领导 有跟你提过吗 哎 你这么一说 老孔迷眼做回忆状 他好像 还真跟我提过一嘴 不可能不提的 江森一看就知道 老孔也学会装傻了 直言道 咱们县里 多少人是 或者直接或者 间接吃财政饭的过日子的 现在有多少人还安排不了 这用我说吗 我这个项目一出来 每个单位那些 安排不了的职工家属 是不是都要往我这边散 还有项目要启动 现在得有多少人 想着从里面先搞的好处 种子 农机 各种各样的配套服务 一整套弄下来 部委拨下来的钱 一共就五百万 这点钱能撑多久 老孔沉没了 确实 大家现在虽然嘴上不说 但那五百万 估计怎么分都已经想好了 江森放慢了语速 但我这个项目 是想长久做下去的 我是希望 奔着能做成清明香 乃至是欧顺县的 支柱产业的想法 来推进这个事情的 支柱产业 老孔 听得稍微心头一惊 那一年的营收 可至少得是好几个亿了 本就该有几个亿 江森的口气 反倒更大了几分 深层的四季药业 目前卖同类市场产品 一年下来 大概就是三个亿左右的营收 我接下来 是打算把这个产品的 上下游打通的 加上我的个人影响力 市场完全可以扑得更大 走出国门 到时候 在包装成来自 遥远东方的 神奇美容秘方 国外的韭菜智商 比国内韭菜低多了 利润再翻两翻 我都有信心 你还想出口 那你这是想挣多少 成展鹏被江森的大饼画傻了 江森却手一挥 昂扬道 现在的问题 不是我想挣多少 钱当然是多多益善 哪有给自己定利润上线的 现在的首要问题是 我得先弄清楚 到底有多少人 要在这个盆里吃饭 每个人又应该吃多少 老孔说县力支持 我当然相信县力支持我 可是具体到落实和执行上 政策呢 措施呢 谁来经办呢 还有这么大一个项目 需要权限多少个部 委 局 办来协调 短期上 这个项目要启动 大家过年前后要加班 长期看 项目接下来要运转得好 每天都需要各部门来关照 不能让人白干是不是 还有十里沟村的那些村民呢 还有是不是要给市里预留一份 跟市里有什么关系 这么个分法 落到每个人嘴里 还能剩多少啊 老孔当场不装了 直接问道 你自己怎么想的 你没想法吗 没有 江森很干脆道 我说多了 企业负担不起 说少了 显得诚意不足 还不如不说 这个事 还是你们先开口比较妥 我今天来 就是想让你们 先通过教育局问一问 其他单位 问个大概的数出来 我们这边 底下都先沟通好了 事情也就办成大半了 我这回回来时间很紧 我是希望教育局这边 最好两天之内 就把各方面的意见 都会总过来 抓紧在年前开个会 白纸黑字 千个备忘录 然后这个的项目 接下来该交给谁负责 就交给谁负责 以后该帮忙的帮忙 该干活的干活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最关键的 赚了钱该怎么分 分多少 将来到底是每年一分红 还是几年一分红 还是开会决定 一句话 只要咱们自己这边的生产 不会因为分赃布局而出问题 我对这个项目 也就基本放心了 老孔 我是真的没时间 再往这里投额外的精力了 这个项目 说到底 还是要靠全线上上下下 齐心协力 第462章 不配当你的校长 杀 杀 杀 狂啊 清晨六点半 欧顺县县中的篮球馆里 江森看着满地的篮球 擦了擦额头上挂下的汗 胸前的衣巾早已湿透 场馆的暖气开得有点夸张 练了将近一个小时 他感觉自己快要中暑 可努力的人 却远不只有他一个 比 篮球馆外的操场上 这时忽然响起几声尖利的哨响 县中的孩子 仍未放假 一千多号晨跑的学生 很快把地面踩得轰轰作响 在隆隆的脚步声中 整齐的口号声 撕开了叶的寂静 数学英语 我爱你啊 吃香喝辣 全靠你啊 多拿一分 领先千人 不到最后 绝不放松 感谢老师 教导边策 感谢同学 加油鼓励 老师站在讲台上 拿着喇叭喊前四个字 跑步的学生喊后面四个字 热火朝天的气氛 那所有大清早 从暖和被窝里爬起来的孩子们 一下子就没了困意 精神瞬间抖擞 那乍听之下 叫人略感尴尬的口号 在火热的气氛下 也显得昂扬激愤起来 卧槽 这精神面貌 十八钟根本没法比啊 江森简单擦干肾上的汗 换了身干爽的衣服 和承展棚 从体育馆里走出来 远远打亮着前方涌动的人流 欧顺县的天色逐渐转亮 一缕阳光洒下 新的一天 又开始了 十八钟地方太小 没这个硬件条件 承展棚 先把责任推卸了 又咧嘴到 不过就算条件那么艰难 不也把你培养出来了 好吧 江森接受了承展棚 以拍尾甩的甩锅解释 又问道 昨晚你们联系了多少单位 基本有关联的 都联系了 承展棚前面带路 却有点奇怪 我说 你这么主动直接 是不是显得 有点那个了 哪个 就是 搞得好像那些单位 一定会像你伸手似的 江森却没急着解释 而只是淡淡回忆到 去年这个时候 我回来也捐了几笔钱 县里的教育局 文化局 还有经公安手的 最后落到政协区的扶贫款 加起来一百多万 承展棚经道 这么多 不算多 江森道 而且可以说 这些钱 捐得很是有意义的 去年高考结束 闹出那么大的事情 你看县里帮了我多大的忙 这世上的事 本来就是有来才有往 诚意是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的 光说没用 所以你们昨天一直说县里支持我 那反过来讲 我要怎么回报呢 接下来 我要做的这个项目 不是小项目 今后挣钱了 那必然是大钱 在钞票面前 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 那欧顺县这边 负责的又是这个项目的最上游 就更不能出问题 所以 与其到时候亡羊补牢 不如我现在就把该说的话 一步到位地说了 散点才出去 总比掀了桌子要强 而且说一千到一万 县里个单位 就算全都伸手 进来拿点 又能拿多少 本来这个项目 打的旗号就是扶贫 绝对扶贫和相对扶贫 都是扶贫 各单位每年拿个几十万 百来万 就顶了天了 就算有二十家关联的 撑死三五千万 我就当作是纳税 结果 其实是一样的 还顺便给全线卖了人情 而且再一个 如果大家都能按白纸黑字的 进来拿钱 那就是正当分红了 有了分红 我也不用每年再额外掏别的钱 他们估计也不好意思 再管我要 那就是变书写为造雪 大家都少量地象征性地 入一点股份 以后等项目盈利了 就能堂堂正正地满足自身需求 我自己这边 也能省掉一点钱 这样 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 欧顺县这边 有什么问题 就是所有人共同的问题 很多钱贷的问题 从根源上 就已经被解决掉 承展鹏 大概听明白江森的意思了 不由说到 可如果这个项目 一年真能盈利几个亿 你可能这一下 就每年少挣几千万 甚至上亿的钱了 不能这么想 江森微微摇头 钱不是我的目的 至少不是最终目的 我现在其实已经能过 很好的生活了 我对钱本身的追求 并没有你想象中的 那么迫切 在这个项目上 我更希望看到的 是项目能够稳定 长久地运转下去 二十年 三十年 至少能造福一代人 两代人 只要每年项目的 运转是健康的 参与这个项目的人和单位 该拿到手的钱 都能拿到 大家能在往后 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 依靠这个项目 过得比较轻松一点 哪怕最终落到 我手里的利润再低 每年能有个几百万 几十万 我也完全可以接受 承展棚 不禁有点不明白了 那你花这么多力气 到底想干嘛 我没花什么力气啊 本来也就是靠联整合资源 江森跟着承展棚 一路走进学校食堂 这事说到底 但活的 还是全线上上下下的人 一线生产 靠这边本地工人 技术交给技术员 工程师 各种专家教授 日常管理 交给村里和公司 遇上麻烦 乡里和县里 负责摆平 我除了接下来要投点钱 我还干嘛了 人家不为也投了五百万 也没说什么回报的事 懂不懂 什么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尼玛 承展棚被江森鄙视的眼神 伤害到了 连连摆手 行行行 你崇高 是我不配当你校长 彭彭 也不要这么气馁 觉悟都是一步步培养出来的 江森揽住承展棚的肩膀 坦率讲 主要还是因为你没见过那么多钱 眼界和思想认知 都容易在物质层面上被局限住 不像我 现在一年挣几千万根喝水一样轻松 整个人就超脱了 你知道吧 我昨天去市里借了一笔款子 五千多万 我草 我真的 一瞬间就彻底摆脱了低级趣味 现在想的 都已经是将来市值几千 几万亿的大项目 这边正越说越嗨的巴巴着 外面晨跑结束的孩子 忽然跑进来 领头一个小姑娘见到江森 两人对视一眼 孔廷当场发出被踩到脚尸的尖叫 二哥 二哥 第463章 图个安稳 县中的孩子还是相对来说有规矩 并不需要郑海云那样的强力颇腹坐镇 程展鹏这个当校长的随便抬头看一眼 孩子们就会很配合地把脑袋缩回去 本学期的最后一个星期 转头就马上要期末考试 这些时间 同样宝贵的高中生们 愣是在见到本县 近一百年来最牛逼的偶像人物后 快速冷静下去 食堂里 排起长长的打饭的队伍 一些孩子 一边打饭 一边掏出随身携带的小纸条 趁着这么丁点时间 背上一会儿课本或者单词 程展鹏看得很欣慰 微微点头 露出姨母般的微笑 孔廷则在同学们羡慕的目光中 跟江森道别 二哥 过年带二嫂去我家娃 说话间 脸上还带着些许的失落 虽然一直不愿意相信 可就在刚刚 从江森口中确认 二哥确实有了女朋友后 小姑娘的内心还是挺难受的 二哥这个坏蛋 居然才刚上大学 就有女朋友了 这才指一个学期呢 嗯 好 江森微笑着随口敷眼 过年 江森肯定是没时间到处乱跑了 可也没跟孔廷多解释 和程展鹏一起 端着餐盘走进食堂的一个小包间 两个人吃得很快 十来分钟就吃完走人 早上七点不到 江森就出了学校 程展鹏没跟着一起出门 只是把江森送到学校门口 看着江森走远的背影 满眼骄傲和说不出的感慨 江森戴好口罩 没一会儿就回到了欧顺县汽车站 斜对面的那间酒店 走上楼梯就看到昨天一直半死不活的宋大江已经醒了 正站在楼道的窗户前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楼下发呆 江森走上前 问道 早饭吃了吗 宋大江无声地摇摇头 一天辗转三地 他的灵魂还在深沉 意识留在东欧市 这会儿貌似只有肉体跟过来了 江森知道他 这是典型的陌生环境适应不良 使唤道 下楼去跟服务员说 让他去给你买点早饭 给夜培和古超好夜带点 好 宋大江机械地答应 跑了下去 江森笑了笑 转身进了自己房间 坐下来后 看了眼时间 才七点零四分 然后 马里拿出笔记本电脑 房间里 很快响起敲打键盘的声音 碰 碰 碰 江校长 一个多小时后 状态不错的江森 迟迟没有将一张收尾 房门外 却先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江森起身走过去开了门 房门外 一张陌生的面孔 露出了笑脸 江校长 你好 我是焦思琪 他伸出手 身边还跟着江森的几个熟人 江森望向跟在焦思琪身后的吴臣 江森 这是焦县长 吴臣还是老样子 说话跟放炮似的 嗓门很大 焦县长 你看 我就说 江森这家伙是个劳模 哪有八点多 还不起床呢 你这么夸我 我会当真的呀 江森握住焦思琪的手 加了两分力气 把贵客迎进来 领导好 请进 请进 焦思琪微笑进门 吴臣 邓方卓和清明香的刘乡长三人 也跟着鱼灌进屋 房门外 隔壁房间 叶培探出脑袋 用眼神询问江森 是否需要配合装逼服务 江森微微摇头 把房门一带 房间里头 焦思琪看到江森摆在茶桌上的电脑 不由问道 再写东西 对 抓紧时间 先把今天的任务完成了 江森走到电脑前 按了下保存 把文档一关 焦思琪歉意道 看来 我们是耽误你工作了呀 江森不否认地笑道 个人工作是工作 县里的工作也是工作 当然 还是县里的大事更重要 刘乡长马上拍到 名校高材生 思想觉悟就是高 江森呵呵笑道 主要还是从小打下的基础 要感谢家乡的培养 所以说 你心里有家乡 家乡父老 肯定也会想着你 焦思琪大马金刀坐下来 直接跳跃着浪费时间的寒暄阶段 十里沟村的项目 咱们这回 总算是能启动了吧 嘿 这话说的 好像之前是我在拖延时间似的 妈蛋 明明是乡里河县里不给钱 还想吃县城的呀 江森转头看刘乡长一眼 去年七月份 十里沟村的黄旗项目 就是跟这位谭崩的 刘乡长此时却面不改色 一副浑然忘却的模样 江森只能笑着回答县城交大人 是 耽误了也挺久了 06年前的土地承包合同 一转眼都08年了 之前资金吃紧 各方面准备工作也没到位 现在有国家和地方的支持 这下肯定没理由再等着了 不韦的钱都下来了 焦思琦微微一笑 当然能听明白 江森话里的意思 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县里不可能光拿好处不出本钱 不韦给的这500万 落到县财政的账上 一来算项目启动资金 另一方面 自然就是入股的本金 这笔钱 我们已经纳入项目预算了 焦思琦道 这几天 我们在十里沟那边 调研了一圈 找了各方面的专家 估算了一下 这个项目要充分运转起来 先期投入不是小数 刘乡长轻轻碰了下 副乡长邓方卓 邓方卓忙 打开公文包 取出厚厚的一份材料 递给江森 江校长 你看一下 这是前期开山 整地 还有一部分的移民安置 外加上全年人工 和其他方面的预算 物料方面的投入 你师傅马老先生也看过 江森接过来 撇了眼总数 1480万 对 这是第一期投资 二期的预算会少一些 800万以内 主要是人工 和抗灾害的支出 娇丝奇道 不过二期要到明年了 今年的话 算上不委的这500万 县政协愿意拿100万出来 就是你之前 捐的那比200万的 款子中的一半 县财政最多再拿200万 这就是全部了 缺口还是有点大 江森公司的账上 还有300万 吴臣直接翻了下 江森的钱包 邓方卓接道 还差400万 几个人 齐刷刷用量闪闪的目光 看着江森 江森不禁饿了 各位领导放心 这笔钱没问题的 不过 我这边也会总到一份 咱们县里个单位的 认股意向 我觉得比起投资 今后的分红和占股权 肯定更值得抓紧讨论一下 江森转过身 从床头的抽屉里 拿出一份手写的单子 递到了焦丝奇跟钱 焦丝奇接过单子 只见上面密密麻麻的 从工商 卫生 税务这些直接相关单位 到文化局 体育局 教育局 清廉这些八竿子挨不着的 零零总总 总共12家 居然都打算要入二 杠三的股份 眉头不自然地微微骤起 这是什么意思 江森道 这是为这个项目 能顺顺利利 做上至少20年 做的长远准备 这笔钱也不需要每家真的戳 我可以自己掏 焦丝奇不禁疑惑了 瞪大眼睛看着江森 心说 这世上竟有这么做生意的 上赶着给别人发钱 你图什么 焦丝奇不解问道 图个安稳 江森笑了笑 县里和乡里拿三成 村里拿三成 二军科技制药公司拿三成 我个人能有一成 半成的就行 大家都把项目 当成自己家的事情 日子才能同心同力地过下去 往后流水的领导 铁打的利益 不管换了谁来 日子都安安稳稳 第464章 被金钱打败的样子 焦丝奇 刘乡长和邓方卓他们三个 在江森的房间里 待了40分钟 不到就匆忙离开了 大过年的 焦县长还有几个年前部署会要开 然后等开完会 就得把县里十几个单位的头头召集起来 聊一聊本县明年最大民营项目的工作计划 和预期收入分配事宜 也就是俗称的分赃 江森带上房门 只剩下他和吴臣 焦丝奇那边有事情需要忙活 江森和吴臣手头也同样有事情需要抓紧去办 二军科技制药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这个空壳 终于到了不得不运转起来的时候 但眼下这破公司 除了江森这个老板 还有手握物 股权的马定国老先生之外 就没有其他员工啊 剩下还略有关联的 最多也就是正月法务 不过江森目前还是没想好 这块业务到底是让正月来接手 又或是交给方唐靖 这要行业的话 今后的各类官司肯定不会少的 对律师来说 这是块大肥肉啊 又或者让两个人来联合办理 好像这样确实更好一些 两个人互相撕逼 自己这个老板也不容易受蒙蔽 要招人了 吴晨很是直白 不过和江森想的不一样 他首先想的是具体的生产事宜 接下来等过完年 马上就要开荒 大型机械县里 全都已经联系好了 这几天就要开到村里去 等过完年 把林子推倒 明年开春稍微把地整一下 种植时间就差不多了 县重点办和宣传部这几天 也都在帮忙协调招工的事情 我看了下 现在全村两千来人 除了老人小孩 还有那些混吃等死烂 泥浮不上墙的混蛋玩意儿 剩下还能上工的 大概还能有个五六百 全村现在486户 我挨家挨户统计过 每户都出一个人 至少名义上出一个人是做到的 这样平均每户包20亩 1万亩就下来了 剩下另外1万亩地 可以从外面招林石工来种 工资可以稍微给高点 技术方面也不用担心 村里的那群老娘妈都是能养家 会种地的 用不着怎么港前培训 让技术员稍微交个三五天就能干活 每个月先开500块 项目的事情 在无尘的肚子里 已经酝酿了长达半年 他说起来滔滔不绝 脑子里的东西一下子喷泊出 听着有点乱 可江森还是能听懂 那咱们公司 好像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很多 江森道 主要就是管好生产 还有发钱 是吧 对 吴晨道 接下来需要一个懂生产管理的经理 把日常的生产计划安排和负责好 然后得有个专门的财务人员 这么多人的钱得搞清楚 还有人事经理 江森随手纳过一本便监 开始写起来 每年临时工进进出出的 得对接好 还有大量的劳动合同 这块交给正月的律所吧 嗯 还有 还需要一个总经理 吴晨抬起头 眼里满是亮光地看着江森 江森呼地想起来 自己之前承诺吴晨的话 不由笑道 嫂子要生了吧 嫂子 难道不应该是婶子吗 吴晨看着江森 内心深处 还妄图在辈分上压一头 可终归 还是在金钱面前 妥协和屈服了 对 就这几天了 已经住进乡医院里待产了 啊 这样会不会影响项目进度啊 江森故意露出迟疑的样子 大胆调戏吴相掌 吴晨果然急了 不会 肯定不会 这几天生完孩子 年后就出月子了 他家的房子 和孩子将来的奶粉钱 还都寄希望于江森的这个大项目呢 媳妇的这个高管职位 怎么也得给争取下来 而且也别问乡政府里的一个临时工 凭什么一下子 就能当投资上千万的公司的高管 反正就像江森所说的 这个项目本身实行起来 技术上并没有什么难度 一线的生产有人盯着 县里的政商关系 就是你中有我的关系 东西生产出来后 又是江森自己掏钱 捅收捅销的 可以说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 在欧顺县这边 已经形成逻辑上闭环 这样一来 公司的总经理 每天需要干的事情 也就特默的两个字 看着 他吴晨的小媳妇 堂堂万金油专业研究生学历 怎么可能连这点事都干不成 行吧 那再让管生产的经理 兼职一下公司副总 江森刷刷在纸上 写下了吴晨他媳妇的名字 刁志玲 别说 跟中药行业还真是挺搭的 人员的话 大概就是这样了 公司股东 目前就是我和我师父 接下来县里和乡里 应该还会有两个代表 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重合 董事一共四席 下面管理层 就按这个来 志玲直接对董事会负责 江森把便捐一番 具体工资呢 目前咱们企业刚上路 志玲 一个月先拿六千吧 副总监生产经理 是外人 又是直接干活的 得哄着点 每月八千 年底奖金和其他补贴什么的 另外再算 志玲 只要能把摊子看好 明后年年底 我直接给分红 具体数额 咱们到时候再商量 别啊 吴晨喊道 干嘛等到明后年 现在就说清楚啊 江森不由笑道 志玲这么着急 当然志玲 吴晨道 等到明后年 我还再不在这里工作 都不好说了 我一定要动 谁给我媳妇撑腰啊 到时候 他这个总经理位置 被别人挤下去了怎么办 哎 也有道理啊 江森被吴晨说服了 那你想要多少 吴晨立马反问 你能给多少 我操 这还真不好说 江森有点犯难了 我他妈自己最后能拿多少 我都有点说不清了 县里 乡里 村里 公司 护弹 还有销售端 都得吃上一口 还有我师傅的 5%不能动 最后能落到我手里的 能有10%就算不错了 一年下来 乐观点想 先刨除掉来年的运营成本 就算他可分红的净利润 能有一个亿 那我争取每年 让你家拿50万左右的分红 再加上工资 奖金 支领一年到手60万左右 这个数你觉得怎么样 0.5%左右的期权 干到老 分到老 一年50万 吴臣眉头猥琐 那要是能拿两个亿 出来分红 那就是100万 江森脱口说 不过我不保证 一定能赚这么多啊 万一亏本 不会的 大过年的 要说极力话 吴臣啪一下 重重搭住江森的肩膀 和江森四目相对 目光炽热 祝你在新的一年里 生意兴隆 财源广静 万事如意 蒸蒸日上 八方捷报 四海增辉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吴臣长一口气 差不多把自己这辈子 学过和没学过的祝福成语 全部抱了一遍 江森看着他这副 被金钱打败的样子 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默 第465章 恶心吐了 吴臣离开得很匆忙 8点40左右 突然接到清明乡医院的电话 叼之灵说声就声 突然得让吴湘长猝不及防 江森赶紧安排了谷超豪 直接开车带他过去 原本只是负责把江森送到这里 今天就该离开的小谷同志 一脸猛逼 可虽然心里一万个不情愿 还是只能照办 两个人出门后 江森轻叹一声 感觉就好像是冥冥之中 有什么力量在推动着这个项目 往前再走 但话又说回来 一个项目要启动 也绝不是一两天就能搞定的 江森重新关上门 坐下来 把因为交思琪和吴臣一行人的来访 而被打断的新章节 继续往下写 这回一口气写了半个多小时 前后加起来 整整凑够六千字 才给卫冕之子发了过去 卫冕子许久没收到 这种一张顶三张的大张 立马在QQ那头嗷嗷大喊 说些二爷威武 二爷我被楷模之类的恶心肉麻话 江森都懒得跟他对话 直接关掉电脑 就起身往外走 待会儿十点整 他河县里 还有一个重要会议要开 昨天通过孔双哲和成展鹏 联系到的那十几家 包括县工商 安监 消防 卫生乃至公安在内的单位的头头 全都会出席 这场会议的要点 就是确定在这个项目中 县里和乡里到底要占多少股份 明年的账目上 县里和乡里 究竟需要付出些什么 以及各家单位的额外条件 最终这些条件 自然是要汇总成一个整数 让江森这位预备董事长点头通过 再然后县里和乡里 他们内部如何分配资源 就跟江森完全没关系了 江森只需要县里和乡里 能踏踏实实履行自己的义务就行 然后具体的生产和销售 乃至知识产权 法务 公司行政这些 自然由其他人搞定 江森心里头 逐渐已经梳理出一本名帐 不过就是执行起来 上还需要一些时间 快的话 大概两个月之内 应该能完成 差不多也就是 二二军科技制药公司的 新任总经理 刁志林女士 出月子的时候 大江还行吧 还行 不行 千万别唱这呀 片刻后 带上昨天 吐得连肠子都要出来 仿佛大病出狱的宋大江 以及身体无恙的夜培 江森从旅馆里出来 先给宋大江打了个预防针 等下开完会 中午在县里食堂吃个便饭 然后马上就去清明乡了 啊 宋大江吐得有点失去了智商 迷糊问道 这里不是吗 开什么玩笑 清明乡能有这种连锁泡房 江森指着四周林立的大小旅馆 也不知道 欧顺县这种人口 不足二十万的小县城 哪来的这种需求 但正想着 突然看到 一堆小情侣 手牵手从不远处走过 忽然就意识到 好像这几年 去温泉村度假的小情侣 越来越多 中途转车休息什么的 在县城落脚一晚上 确实也是刚需 那些个温泉村 眼开着经济就起来了 这边是欧顺镇 是县城 去清明乡 还要再坐大概两个小时的车 江森继续跟宋大江解释道 这条路才是真的恶心 我平时坐都会想吐 应该说是个人都会想吐 山路十八弯知道吧 我们这边差不多是一百零八弯 车速稍微快点 就跟要上天堂一样 老他妈刺激了 宋大江听江森嗶嗶 脸色逐渐发青 旅馆到现行政中心的路很近 十来分钟后 三人来到 有民警站岗的县衙门前 江森摘下口罩 直接刷脸 是我 民警同志顿时眼睛一亮 跟见到老熟人似的露出笑脸 回来了 嗯 来开个会 江森说着 站岗的警察叔叔 就给三人放了行 宋大江缩手缩脚 跟着江森走进县衙 叶培稍微仰视江森的背影 在他眼里 江森真可谓是一方大佬了 上到国家队和体委总局 下到东欧市和欧顺县 这面子真心大 稍微比较一下 就算是他的皮条导师 在深层地方上 怕是也没江森在东欧市 这般的能量吧 前者是仅仅局限于 以护旦为中心的学术圈 江森却是自下而上的贯通 叶培不禁有点迟疑 等奥运会结束后 到底是去抱他未来岳父 以及现任老板的大腿 还是继续抱江森的大腿 这个选择 真心叫人犯难 绝对是幸福的烦恼 叶培不说话 宋大江不敢吭声 江森也没什么心思瞎逼逼 三人一路沉默着走进县府半大楼 很快就被办公室的领导 带去了一个空旷的会议室 坐下来后 等了约莫二十分钟左右 会议室的大门忽然打开 一大群领导 说说笑笑地走了进来 领头一个五十来岁 稀疏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 焦丝其落后半个身位 跟在他的身后 不用说 肯定是接替莫怀仁 欧顺县的新父母官 江森急忙起身 快速向前两步 主动伸出双手 握住了对方的手 岳书记 小江同学 来来 坐坐 今天时间紧张 咱们速战速决 我们这么些个局长 主任 还都要回去 开年底的工作 部署会 岳书记对江森 没什么虚伪的客气 笑呵呵道 一会儿 我们的县委曹秘书长 跟你一起去一趟乡里 你那个公司啊 挂在村委会 不像话 我们给你 搬到乡政府旁边了 弄了个三层小楼 先凑合用着 谢谢岳书记 应该的 我们还觉得委屈你了 这样的项目 清明乡历史上第一次 县里也是尽量能帮就帮 集中力量办大事 岳书记一边说着 把江森带到一个位置坐下 自己则跟交思齐 坐到了江森的正对面 一大群县里的领导 很快有默契地 按照各自的县内地位 一次做好 宋大江和叶培急忙起身 坐到江森身后的第二排去 被江森的椅背一遮挡 宋大江心里的压力小了不少 随即现综合办的几个小秘书 手脚勤快地给四周的大佬们 倒上热茶 会议室 房门一关 会场外的走廊上 就安静了下去 这一镜 就是足足一个半小时 期间会场内时而安静 时而热闹 但十一点半出头 会场大门一开 整体上 气氛还是良好的 各单位的大佬们面对微笑 显然为结果比较满意 这个思路也不错 我们不过分插手管理和业务 你也可以尽管放开手去经营 不是不插手 主要是我想 县里和乡里的力量 那都是压仓石吗 不能乱动 江森和岳书记谈笑风生 焦思琪也跟着插了句 反正就是 我们负责保驾护航 你负责发家致富 等明年开花结果 我们再给你要点安保费用 胡说 什么安保费用 那是我们地方企业 应尽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楼道里一片笑声 江森心里 长长地松了口气 根据刚才的协商 江森和县里 还有乡里口头商定 县里负责前期的土地规整 技术培训 种子和农机的供应 以及最关键的 在十里沟村旁 建造一个粗加工工厂和仓库 投入资金六百万 包括部委下坡的五百万 和江森去年捐的一百万 县里和乡里 共享一个董事席位 但这个董事 对企业经营决策 没有投票权 只有监督权 主要负责账目审计 为此 二二军公司的财务人员 至少需要三人 除了江森自己 接下来要安排的人外 另外两个 其中一个邮县国资为指派 另一个就是乡里 派驻十里沟村的会计 最后 除了投入 职责和人事安排外 县里和乡里 各享有二十和十的分红股 另外二二军公司承诺 为包括县委办和县府办在内 所有十四个单位和部门 提供五到六个 不具体分配工作的就业名额 也就是挂名吃空想的那种 当然 真想过来上班 也可以安排岗位 不过工资不高 每个月2500块 包三显一斤 这就是给了这些单位领导 直接安排数个 只要公司不到 就能一直吃干饭的铁饭碗的权利 别看不起眼 但其实 花销巨大 每月三千块 一年三万六 一个单位赛五六个人 就是二十来万 十四个部门加起来 将近三百万了呀 中午午饭过后 江森坐上县里安排的车 叶培在车里算着数 江森也不避讳司机 随口笑道 所以县里 才愿意放弃投票权吗 县里拿投票权也没意义吧 叶培好像有点懂的样子 本来也就是奔着钱来的 盯着账本就好了 这样 他们不是更轻松 但是可能有些人就失去了把公司合营的企业 变成自己私产的机会 江森心里想着 却没说出来 只听叶培感慨 哎 什么都还没干 公司账上的那三百万就没了 江森淡淡一笑 并不表态 这时开车的司机突然一个飘移 车子沿着陡峭的山崖拐过 宋大江眼神一变 捂住嘴巴 连忙把头钻出了车窗 恶心吐了 哦 第466章 限制上得给我留一笔 工人每个月工资五百块 另外算上社保 医保和工商险 一年下来 每人七千 五百人三百五十万 加上其他的管理人员 公司员工 一年就是七百万 两小时后 两辆车从县城而来的车 前后驶入清明乡安静的马路 这里不比欧顺镇 过年时节 甚至显得比平时还萧条 九成九的居民 不是窝在家里 就是窝在单位办公室里 只有极少数的店铺还开着 江森把铺接的宋大江 送进青山旅馆的4楼402房间后 马上马不停蹄 带着叶培 跟着县委曹秘书长 到了二二军制药公司的新总部 总部大楼离乡派出所 仅相隔不到50米的距离 江森听十里沟村的新任大学生村官 满脸严肃又庄重地说着生意 不由自主地就来了句 妈蛋 人工这块支出这么大 以后谁特么敢贪污 直接拉到派出所门口 枪毙15分钟 名正典型 这笑话不好笑 但看在江森掏钱的份上 大家还是很配合地干笑了两声 行 这条通过 江森拿着会议文件 先打了个勾 县里和乡里的问题搞定 接下来要处理的 就是钱的事情 那个肯定没什么实际权利 不过这回算是名义上代表村民 来和政府与企业沟通的大学生村官 跟着点点头 好的 那我先代表十里沟村的478户村民 向江总表示感谢 江森微微一笑 会场里响起稀稀落落的一阵掌声 这时 县委曹秘书长拿回话筒 主持着会议议程 继续往下走 那下一个议程 我们来确定一下种植成本 分几个阶段 首先是育种育苗阶段 目前县里的意思是 希望能把这块业务 分包给县农业局下面的肿苗管理科 农业局自掏腰包 自己出人出地 保证每年为二二军制药公司 供应每亩地所需的50斤优质肿苗 二二军公司 以每亩1000元的价格收购 1万亩的成本就是1000万 多少 江森当场能逼 县农业局 还想每年从我这儿挣1000万 哎哎 不能这么算 会议桌上代表县农业局来的某位妇科 赶紧解释 江总 我们自己购买种子 也是要成本的 另外按照目前的市场行情 每亩的正常收购价 应该是在1200元 我们每亩只收1000 已经是按照县里的精神 把利润打得不剩多少了 但是我们雇佣那么多人做这个事情 这个成本 总需要覆盖掉的吧 要是一分钱不挣 我们可就是倒贴了 在商言商 江森很直接地笑道 可要是正点 按这个价格 县农业局每年的财政收入 至少500万打不住吧 没那么多 最多300万 那要不 你们再给我让利200万 100万还不够你们雇人的 就算不够 还有往后县里 那20%的分红 拨给你们一点 那总能把窟窿填上吧 县农业局的副局 不由地露出苦笑 江总 按这么算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一年到头白忙活了 再说了 分红也不一定年年有 公司什么时候发钱 是你说了算 如果你故意不分红 我们也强迫不了你 是不是 再退一步讲 万一没利润呢 这话说的 就既委婉又诛心了 明显现农业局的主意很正 必须在初级生产环节 就马上把钱赚了 这样 他们永远不会亏本 而且等线里有了分红 还能额外多拿一笔 我怎么敢故意不分红呢 江森换了个姿势 往后依靠 项目在这里 监管权在你们手里 种子 机器 厂房 技术人员 村里的人事任命权 也全都在你们手里 县里和乡里的这个董事席位 那是没有投票权 胜似有票权 你们这是 捏着最牛逼的一票否决权 真让我分红 我敢不分吗 我有跟各位领导 讨价还价的余地吗 嘴上先哭哭啼啼的卖惨 说的整个会议室 一阵尴尬的同时 忽然又蹦出一句 八百万吧 细水长流 我都把苗种安全交到你们手里了 今后如果生产规模扩大 你们的种苗成本也会贪薄 到时候我还按八百万来收 绝不还价 怎么样 农业局的副局 微微皱眉 做挣扎状 挣扎了三五秒后 就做出了一个违背组织意愿的决定 行 江森一笑 那我这边还有个要求 关于种苗的品质合格率 我需要有决定权 咱们做生意 丑话还是要说在前头 不合格的 我要无条件退货 而且农业局必须补偿耽误生产的损失 这话一出口 农业局的副局顿时愣住了 这损失怎么算 违约金可以再商量 江森道 关键是咱们得互相负责 是不是 我的钱保证到位 但是保证种苗质量 是不是原本就是 你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说着 转头又问主持人一句 曹秘书长 您说是吧 呃 曹秘书长突然语色 会场里一大群人 也互相面面相去 嘀嘀咕咕起来 随后足足半个小时 江森和农业局的副局 开始围绕着这个问题 往死里扯皮 江森死咬着质量问题不放 直至隐晦地提出 隔壁闽江省的高山土质也不错 曹秘书长才赶紧打住 那就各退一步 每年种苗按900万收 农业局的种苗 如果出现质量问题 再按情况赔偿 这边大佬一锤定音 农业局的副科就没话说了 点了点头 江森抬手看看时间 也不过分纠缠 事情都已经进展到这一步了 多一百万 少一百万的 他其实压根不在乎 关键是对原料的质量把控 必须得让县里的某些人心里有点数 那赔偿金的额度 我会委托正月律师 还有吴臣副乡长 这两天再抓紧跟农业局定下来 江森低下头 在会议议程文件上打勾 曹秘书长不禁深吸一口气 那最后一个议程 关乎分包户 每亩药材的回购价格 唉 江森不由自主叹了口气 忍不住嘀嘀咕咕 我包了地 包了成本 出了人工 种出来的药材 还得自己花钱再买回去 什么特么的教委人民服务 妈的 节操太高尚了 我自己都崇拜我自己 这要是销量不好 我就是全国历史上 第一个扶贫破产的青年企业家了 曹秘书长 明年别管我破产不破产 限制上 现年鉴上 都得给我留一笔啊 江森唠叨至此 会场里陡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空气中充满打土豪的快乐气氛 第467章 大蒜盘 秋收的黄旗 每亩地大概能收1500斤 按市场价每斤三块钱 一亩的收购价是4500元巨款 而如果晒干来卖 市场价还会更高 正常收购价达到5000元左右 但是 显然不管按市的算还是按干的算 江森都不可能真的出这么一大笔钱的 所谓的回购 其实更确切说 应该是种植补贴 毕竟村民们每个月只有500块工资 收入依然很低 只有通过继续补贴的方式 这些人才能真正意义地 拿到一笔可观的可支配收入 280 江森报了个心理价位 县里和乡里的人都没吭声 反正已经拿到他们想要的那部分了 只有代表十里沟村来开会的那个大学生村官 还真以为自己有拍板的权利 一阵沉吟了 好似很艰难地点了点头 行吧 200就200 那后续的分红 赵给 江森早就跟十里沟村的实际负责人 吴臣谈好了 10% 这么多 会场里头 曹秘书长和农业局 以及其他单位的代表们 顿时发出吃惊的声音 叶培也惊讶盯着江森 完全搞不懂 眼前的这位江总到底想干什么 生意有这么做的吗 县里二十 乡里十 村里十 三家加起来 一共就只出了600万 而且 其中500万是上头拨款 100万本身就是江森捐的 相当于半毛钱都没掏 就先拿走了四成的利润 而江森呢 除了上述的那100万元大头之捐 接下来 公司的正常人士和人工支出 要700万 公司的空想预留款 每年要留300万 种苗费用900万 回购成本200万 啥好处都没捞着 就2100万花出去了 叶培越想越觉得 护弹管江森要2000万的实验室 使用抵押金 一点都不过分 这样的超级冤大头 不载他一刀 怎么对得起 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 这么多年来 大家从中所经 受到的教育 而叶培更不知道的 事实上 江森后续要花的成本 其实 还要再加上几笔的 刚才谈判的时候 化肥没算进去 到时候 必然不可能让分包的村民 自己出钱 还得补贴 额度大概在200万左右 然后除了黄棋之外 江森的这款驱斗铃 还有其他的原料 也必须从其他地区收购 虽然都比黄棋便宜 可全部加起来 也不是小数 尤其江森对品质很看重 要收必然就收最好的 道地药材 一年下来 少说又是五六百万 也就是说 想要完全推动这个项目 公司账上每年的 可支配的资金 必须维持在3000万这个数 加上修建厂房 移民安置和开荒费用 前期投入至少3500万 而眼下 欧顺县 清明乡 十里沟村三级 拿着拿区区600万 将将14 出头的本金 就吃下了40 的股份 不可谓不把操作 拉扯到了极限 之前县里 给出的预算1500万 也不知道 究竟是怎么算的 可能是会计们觉得 工资可以按月发放 只要中途资金不断练 这笔钱就暂时 不用考虑进启动资金里吧 不过 想想也对 就好比那笔高达 300万的空想预留款 这玩意儿 该怎么提前做账呢 压根儿不可能 那么理直气壮的题啊 只有在项目启动后 才能以公司用人的名义 计算进去 江森心里 想着这一笔笔的巨额账目 感受到夜赔的目光 但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半小时后 双方谈妥了剩下的 有点细枝末节 县 香 村 都拿到了自己要拿的那一部分 会议顺利结束 回旅馆的路上 江森一直沉默不语 叶培还以为 江森是在怀疑人生 多次想要安慰江总 却欲言又止 始终没有开口 一直等回到房间 叶培才忍不住问道 江总 是不是有点 过分了 过分 谁过分 江森洗了把脸 来到402房间 看望躺诗的宋大江 三个人就在402房里聊了起来 经过这两天时间 在东欧市的所见所闻 叶培在江森面前 变得拘谨不守 他们 县里 还有村里 不过我觉得 你个人也有点 是吗 江森笑了笑 然后安静几秒 突然问叶培 你觉得 在这笔生意中 目前看来 收益最大的一方是谁 叶培想了想 县里 江森摇摇头 不对 那 村里 也不对 那该不会是您吧 叶培纠结地看着江森 都不对 江森再次轻轻摇头 缓缓说道 既不是县里 也不是村里 更不是我 而是实实在在的 十里沟村的两千多人 叶培一脸疑惑 所以 您这么忙里忙外的 就是为了给村里人打工 真扶贫啊 不然呢 江森又笑了 你觉得我亏了吗 亏大发了好吧 叶培立马大喊出来 江森却道 年轻人 你看问题的眼光 太表面啊 我问你 我是傻逼吗 啊 叶培一愣 被江森说看问题太表面 心里有点不爽 但江森这个显得特别真诚的问题 他又不好意思 实话实说 好在江森马上说道 花钱给别人干活 傻逼都看得出来 肯定是亏本的 最起码 就算不亏本 能落进我个人口袋里的利润 也被极大的削减了 但是 为什么连傻逼都能看明白的事情 我这个曲江省文科状元 却非要去做呢 为什么 为什么 叶培愣愣问道 江森一笑 因为你没看懂 叶培 江森自顾自往下说 小叶 你要知道 我们的这个项目 一开始就是打着扶贫的旗号 才能启动的 不为500万的拨款 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但是人家真的会花了钱 就当甩手掌柜了吗 不会的 上面的 上面的 上面的人 会一直看着的 我花了这些钱 你觉得我是傻逼 县里 也可能有人觉得 我是傻逼 市场角度上 更有无数的人 会觉得我是傻逼 但是呢 网上看 国家不会觉得 我是傻逼 往下看 村民就算觉得 我是傻逼 但是他们 至少得跟我说句谢谢 这句谢谢 有用吗 啊 叶培继续猛逼 宋大江虽然错过了 下午的会议 但还是阶级本能地 插了句 有用 对 有用的 江森道 因为国家和人民 都会知道我的牺牲奉献 知道我为社会 做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有朝一日 只要我们的企业不亏损 能大致维持出正常经营 我要上市 谁会说不行 到那个时候 国家和人民 一定会回报我 社会会回报我 市场也会回报我 我今天的几千万投资 到那时会轻轻松松 变成三个亿 三十个亿 小叶 这种为人民服务的机会 不是随便哪个阿猫阿狗 都能碰上的 碰上了 按那种看起来很机灵的 扣扣扣扣的玩法 将来也是玩不转的 那么玩 永远都只是小把戏 小生意 小算盘 可我不一样 我做的是大生意 打的是大算盘 你知道 这个算盘 叫什么吗 叶培 已然被江森张口就来得大饼 猛逼了心智 茫然地摇了摇头 年轻人 记住了 江森拍拍他的肩膀 语重心长 这个算盘的名字 就叫社会主义 第468章 香伯伯 江总 生产管理这块 我们家是祖孙三代干到现在 孩子他爷爷 以前是国营厂的副厂长 厂房前几年就成改造 才刚刚拆掉 我家曹丽雅 欧一经管专业刚毕业 本科的专业水平 理论水平都是过得去的 再不行 还有他爷爷帮忙盯着 他爷爷精力要是不够 那不是还有我 不跟你吹牛啊 我也是生产部门出来的 戴了二十来年的安全帽呢 晚饭刚过 江森正要去乡中学 找个体育馆训练 下午开会时 还一脸公正无私的县委 曹秘书长 就摸到了青山旅馆 408房间的门口 带了个白白胖胖的年轻人 把江森堵了个正正 江森有点无奈 却并没有就这样 暂停晚上的训练任务 投篮这种事 半天不练 手感就差点了 奥运会当前 此生荣华富贵全你马 压在这上头 这会儿别说是曹秘书长来了 你就是曹委员长来了都没用 江森照样叫上叶陪和宋大江 三个人从旅馆出来 静职就往乡中去 一路上 曹秘书带着他儿子曹丽 长满脸堆笑的巴巴巴的不停 江森心下感慨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为了给刚毕业的儿子 找份合适的工作 堂堂县委的常务委员 在东欧市这小地方上 能横着走的富处级大佬 居然亲自过来 这么低姿态地求一个私营企业老板帮忙 可是有一说一 这位曹大人不论是出于这么原因 今天这个举动都着实过分了 居然一上来 就要那个公司副总监生产经理的位置 胃口太大 而且更可气的是 他明摆着还是想白拿 竟连任何利益交换的话都没有一句 妈的你好歹给画个大饼 哪怕承诺点财政补贴 哪怕口头上先吹个牛逼 哪怕是骗我呢 连骗都懒得骗 就这么光明正大的伸手药 真当你将总是凯子吗 河县里的各方面备忘录 已经签下了 各部门该给的好处 也都承诺得透透的了 你他妈还这么没脸没皮的 要额外好处 刷脸也要有个限度好不好 就这么无缘无故地 让你儿子过来当个副总 有这装逼又捞钱的好银上 我特么宁可安排我家马老爷子 过去当吉祥物 就冲老爷子 好歹懂技术 那不比一个刚从三流大学 万金油专业毕业的小胖子强 这胖子上大学这四年 天晓得 他每天是睡过来的 还是混过来的 江森转过头 瞥了曹丽一眼 曹丽咧着嘴傻笑 笑得跟地主家的傻儿子似的 不过还真别说 曹大人家 这位被养得白白胖胖的曹公子 看着还真是喜庆 一脸的浮相 叫人很难对他生出厌烦的感觉 曹秘书长 咱们这个项目 可是关系到上上下下 好几千人的生计 别说势力看着 更上面 更更上面 那可都也全看着 江森在听曹秘书长说了半天后 终于开口 打起了官腔 生产管理 责任重于泰山 这可不是能拿来开玩笑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曹秘书长连忙道 但是咱们这个项目 技术上也确实没什么难度 是吧 要是有什么生产问题 技术问题 一线管理人员 基本上当场就能解决了 而且我估计 接下来村民的生产积极性问题 可能反而比管理问题更难解决 你是没干过扶贫 不知道这个扶贫到底难在哪 我这么跟你说吧 最下面的村子里头 那些能干肯干的人 根本不需要人扶 自己就起来了 那些需要扶贫的家庭 说难听点 大半都是扶不上墙的 到时候项目启动 光是给他们做动员 做思想教育 就能烦死你 生产想要有什么秩序 就更别想 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就算好的了 有些人搞不好 还要捣乱 我们县里头 早就已经让青山村做准备了 早晚需要 招林时工去干活 钱都准备好了 以后的情况 很可能就是那些村民 坐在家里混日子 每个月白拿几百块工资 地里头 一大群临时工 哼哧哼哧在那干 所以 你说这种情况 公司里负责生产经理 能起到的作用 其实真的有限 所以 要是这个位置 真的很重要的话 我今天肯定 拉不下这个脸来找你 毕竟是关乎 全县这么多张嘴 吃饭问题的事情 这个岗位 要是真的非得 工作能力特别强的人不可 我肯定也不会 带我儿子过来 但问题这个岗位 不需要有多强的工作能力 反过来讲 让我家曹丽去公司的管理岗位上坐一坐 积累一些工作经验 等将来公司的业务范围拓宽了 你要用人 那不是刚好就能派上用场 也省得再找了 用人嘛 从外面招 哪有用自己人放心是不是 互相之间知根知底的 企业内部利益一致 企业才能发展得快 我擦 所以 你还想吃我一辈子了 江森被曹秘书长说得头大 心想看来 还是低估欧顺县县这边的吃相了 前年 胡部长先掌后奏 拉着他开出版社的那次 胡部长 好歹还给了足够的回报 让他拿到了比市场价更高的提成 可是这位曹秘书长 不仅连根毛都没给 甚至还带上了他的儿子 孩特们衣服 我都是为你好的做派 江总 苗教练电话 叶培突然掏出电话 递给江森 也打断了曹秘书长的吧 拉板了 稍等 江森对曹秘书长说了句 接起了电话 并故意按下了免提 老苗 江森 你家里那边的事情忙完了吗 还没呢 有点复杂 搞不好 还要再拖几天 拖几天 手机那头 老苗的语气 立马变得不善 连猪炮一样吼出来 你还想拖几天 寒假一共也才几天 你本来就训练时间这么紧 现在还给我停训了 奥运会没几天了 你家里的事情再重要 能有奥运会重要 提为总局的蔡菊 昨天就给我打电话 直接给我打的 问我你的东迅计划 怎么安排 我特么都没脸说 你别忘了呀 你大年初四 还得去北京 跟他们南南国家队 打热身赛 你留给田径主项的时间 还剩多少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尽快 江森赶紧把免提关上 后天 后天一定回好不好 明天就把剩下的事情 全都交代完 江森挂了手机 转头对曹秘书长一笑 曹秘书长脸上的笑容 好像微微冻住了 提为总局的蔡菊 这个招牌 不是一般的下人 江总背后的实力 那特么也不是百事啊 曹秘书长 你刚才说的 曹力想在管理岗位上看一下 原则上我是不反对的 江森对曹力笑了笑 又望向眼里 突然充满期待的曹秘书长 但是 曹秘书长一听这俩字 心里就暗道不妙 江森直接说了出来 不管这个岗位上的人 能不能发挥出理想中的作用 我还是希望能找个 可以稳得住场面的 有工作经验的人 不过生产这块 确实工作量不小 您要是可以接受的话 我可以先安排曹力 去挂个副总助理职务 你也说学习嘛 副总助理这个位置 跟曹力的学历和年龄 都比较匹配 而且也有学习和进步的空间 等将来他干的时间久了 把业务都摸清楚了 我再找个机会 把他提到更合适的岗位上去 这样公司上上下下 大家也比较容易接受 江森委婉地说着 曹秘书长转头看看 还在傻笑的儿子 问道 你觉得呢 我 我都行啊 先有个事情干着就好吗 谢谢江总 江总你真人比我在电视上 看到的帅多了 又帅人又好 看着傻乎乎的曹力 居然是个嘴碎子 不过 马屁拍得直白又真诚 加上有个好爹 江森也就啥也不说了 两边就这么一路走着 还没等走到学校 就敲定了这个人事任命 曹秘书长也不多留 甚至连请江森吃顿饭 这种废话都不存在 只说了句不打扰江总训练 就拉着曹力匆匆离开 叶培看着这对父子俩走远 整个人都好了 我日强取豪夺呀 江总 这能人 别逼逼了 这算不错了 江森很淡定地说着 心里甚至感觉松了口气 曹秘书长在县里 算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地位 他儿子在公司里挂个职 长远看 还是力大于弊的 而且要是自己不答应 人家虽然明面上不能如何 但万一被地理搞点小动作 这特么 谁吃得消 区区一个副总助理的位置 一年下来 顶多也就比别人多万把块工资 反正那笔空想专用金就摆在那 都是要花的 还不如花点名堂出来 这下曹力坐在了副总助理的位置上 其他人要是在想赛人进关键岗位 那江森就有办法应付了 你们看 曹秘书长的亲儿子 也才只挂了个副总助理 你们哪个敢比曹秘书长更牛逼 那这样一来 剩下的那些关键岗位 自然也就保住了 片刻后 江森刷脸进了乡中学 学校的看门保安居然认得出他 甚至都不用牢反恐双折 或者其他人打电话 让江森失去了一次 在保安面前装逼的机会 保安殷勤地把江森送到球馆 乡中球馆不比线中 没有暖气 还特么地四处漏风 但江森也没办法 只能穿着外套训练 宋大江帮忙捡球 叶培就揣着江森的两部手机 一脸将总大秘 而非将总跟班的架势 站在一旁 球场还算明亮的灯光下 叶培听着篮球刷刷 从网中穿过的声音 感觉江森的投篮稳定性 好像越来越想那么回事了 罚球基本上七八球 才会丢一次 有时候连续中十几个 俨然已经有了点 职业选手的范儿 三分球更是进步神速 好像很快就要不比罚球差多少 这特么就相当可怕 然后一边走神想着 手机就嗡嗡响起 一接起来 便是乡里或者县里 甚至东欧市市里某领导 要求和江总聊聊 明摆着 大概率是奔着 二二军公司的管理职务来的 江森训练的各把小时时间 叶培接连接了十几通电话 刚开始还有点拘谨 但逐渐地就开始镇定 熟练乃至麻木 抱歉 江总正在训练 我是他助理 明天让他回您电话可以吗 今晚估计没时间了 江总现在的作息 是受国家队安排的 三两句 打发掉一个 不知道什么科室的主任 夜培叹口气 冲江森喊道 江总 快一个小时了 这么快啊 江森站在三分线外 接到宋大江的传球 随手一扔 篮球空心入网 真心感觉三分球 比罚球还好练 那行吧 走吧 大江 灯不用关了 让保安来关 他还要打扫的 哦 好 捡了一个小时的球 宋大江传得比江森还厉害 江森走到夜培跟前 笑着问道 接了几个电话 十三个 夜培拿起手机 在江森跟前晃了下 就在这时 手机又响 今晚第十四个电话进来了 但江森看到名字 马上就拿了过来 按下通话键 那头就传出 无尘仿佛喜极而泣的激动声音 江森 直铃声了 我当罢了 我当罢了呀 是吗 恭喜恭喜 江森不由地露出笑容 然后看了眼时间 从早上八点多到这会儿 晚上快九点 二军制药公司的老总雕女士 这可是生了足足十二个小时 无尘估计都快急疯了 不容易 第469章 怎么不关门 吴乡长和雕总的孩子出生 江森不去看一眼 是绝对说不过去的 顺路买了个中看不中用的大果栏 让叶培提着 江森熟门熟路 很快就到了乡人民医院 时过境迁 江森走进医院大门那一刻 颇有些穿越时光的感慨 话说上回过来 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 那会儿江阿豹瘫痪在医院里 还能搞风搞雨 搞得江森在备战高考的关键时刻 还不得不 每逢长假就跑回来一趟 后腿被拖得紧 当时 江森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有朝一日 再次回到这儿 居然会是因为吴臣的媳妇生孩子 还有江阿豹 更是连骨灰都养了 事实上 那时候的江森 完全都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要让江阿豹拖后腿一辈子的 时间过得真快啊 没一会儿 江森就在产科病房 见到了吴臣和刁之灵 刚被推出产房的刁之灵 还很虚弱 江森让叶培把果栏放下 就果断退出了病房 吴臣跟着江森一起 走到病区外的走廊上 点上根烟 脸上洋溢着当爹的喜悦 是啊 吴臣黑黑笑着 露出一口抽烟 过度所致的黄雅 不过你的变化更大 我刚碰见你的时候 你才是个连吃饭 都还困难的贫困生 这才两年 一出手就几千万 泽泽都说 试别三日当刮目相待 你小子 何止刮目相看 那是要让人把眼珠子 抠出来看 吓死个人 对了 下午那个会 吴臣说话的声音 稍微放轻了些 病区外没人 江森也不必会 送大江和叶培 小声跟吴臣说起了 今天的谈判结果 吴臣边听边点头 眉头时而皱起 时而松开 作为十里沟村的 实际负责人 以及接下来这个项目 可能极大的 直接对接领导 并身兼项目 负责公司 总经理的枕边人 算是和这件事 利益相关到极致的 吴相掌 在听江森说完后 缓缓地叹了句 哎 又让你吃亏受累了 我替 我全家谢谢你 江森笑道 不是替全村吗 吴臣摇摇头 我代表不了他们 要戏让他们自己谢 不过 你也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生米 恩斗米酬的 古今中外 都免不了 扶贫这种事 根子扶的不是贫 扶的是人性 但人性这东西 最特么经不起考验了 我知道 江森道 我也就是给自己 几点应得 应得 吴臣一笑 你特么整天 满嘴马列的 还信这个 江森笑道 看怎么个信法吗 吴臣问 怎么个信法 恩 江森想了想 我不说怎么信 我就说我怎么想吧 你看咱们这个项目 才刚立项 连好多前置工作 都还没完成 今晚上就有一大堆县里和乡里的领导给我打电话 要把孩子安排进来 你说我这个项目 要是能做个三十年 四十年 那三十年后 我是不是也该考虑给孩子安排些什么了 或者至少说 留到门 留条路 刚有了个儿子的吴臣 觉得这话超级应景 不住点头 江森缓缓继续道 如果这个项目 三四十年后还在 以我的面子 让孩子重回这边 找个吃饭的生计 那肯定没问题吧 或者再退一步讲 就算这边的生意 最终黄了 但是今天我帮了这么多人 给了这么多人面子 那到时候 这些人 或者今天受过我恩惠的 那些领导的后代们 到时候多多少少 是不是也该帮我解决点困难 如果我到时候 真的有困难的吧 吴臣一笑 那就是靠爹吗 对啊 江森笑道 县委曹秘书长的儿子 不靠爹的话 就是个普通的小胖子 靠了爹 才是刚一毕业 就能尽全县 最大民营企业 当高管助理的青年才俊 那我将来的孩子呢 如果没那么优秀 我今天在这里做点好事 他起码可以让他 少吃一点生活的苦 如果他各方面都还不错 我今天在这里 留下的一点东西 也能让他快点 走上人生的正轨 少走一点弯路 所以 因得这个词 我是怎么理解的呢 不是阴阳的因 是树阴的因 前人栽树 后人成粮 子成父业 或者儿子受老子一点恩惠 没什么好指摘的 不过是前一代人 先把后一代人 该吃的苦吃了 后一代 才能稍微想点福 不然 总不能每代人 都一辈子吃苦 那特末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在乐观点想 下一代要是真的成器 你扶他一把 等他成功成才了 反过来说不定 还能帮上你的忙 李渊打天下 几个儿子功劳大把 朱棣造反 三个儿子 也没给他丢人吧 所以说给后代 留点起家的资本也好 留点翻身的资本也好 其实也是在帮自己 想得还够远的 吴晨喷出一道烟柱 眯起眼睛 树荫的因 有点意思 当然 有意思 唯物价值观 与传统文化相结合 画糟粕为精华 妈的简直应该 写进教科书里 我都佩服我自己 能把这两个字解释的 这么符合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江森这就开始 自吹自雷了 吴晨哈哈大笑 半小时后 江森带着宋大江和叶培 离开了医院 让吴晨回去陪床 从医院里出来 宋大江颇为羡慕地问 森哥 你打算什么时候 跟你女朋友结婚啊 看情况吧 江森一吹冷风 瞬间就没良心了 说不定会分手吗 宋大江内心深处 想了下安安的模样和身段 嘀咕说 要换的是自己 有安安这样的女朋友 才不可能撒手 然后再看看 江森高大挺拔的身材 和帅逼面孔 又不禁暗叹 好吧 你牛逼 你随意 这时 叶培又插嘴问道 江总 明天我们干嘛 明天等通知 江森道 县里和乡里内部 肯定还需要再 分配一下利益的 不过一天时间 应该够了 咱们的律师也该到了 需要和县里对接一下 把河头拢出来 我们公司内部 也需要开个股东大会 明天公司的股东 我师父他们都得过来一趟 哦 叶培点着头 连着两天开会 他光顾着看江森牛逼了 但实际上 已经有点晕了 没会儿 三个人很快回到青山旅馆 江森让宋大江先回楼上探风 过了一会儿 确定楼上没人堵门了 江森才和叶培上了楼 时间都十点了 江森实在不想再见那些领导 小心翼翼到回到房间 江森迅速洗了个澡 给方唐静和郑月哥发了条短信 就马上躺了下去 四日一早 六点出头 屋外天色还暗 江森起床后拿起手机 看到安安发来一条短信 来了 江森沉默了一下 回了句 天冷了 注意保暖 然后 玛丽起床洗漱 半小时后 乡中学的训练管理 就又响起了投篮的声音 清明乡的天色逐渐转亮 早上八点半 训练完回来 顺手还马了一张的江森 吃完早饭从楼下上来 正巧遇到谷超豪走出房间 这货把吴臣送来乡里后 就在房间里待了一整天 江森和他聊了两句 这会儿才想起来 赶紧放声 超豪 这两天辛苦了 你先回市区吧 替我跟前秘书长说句谢谢 不过过年就没时间 去给他拜年了 忙得很 好 你也 注意身体 谷超豪如蒙大赦 急忙跑路 江森淡淡然回到房间 打算继续敲字 可才刚坐下来 思路就突然被从楼下 静谧马路上 传来的一阵 嚣张的轰鸣声给打断了 接着不到两分钟后 他的房门外 就有人敲响了房门 江森走到房门后 打开门 门外 一个穿着一身 大红色的女人 一头波浪卷 烈焰红唇 眼睛很漂亮 眼神却充满攻击性 赫然是五个月前 那个要出一个一包 养他的有钱寡妇 江总 漂亮寡妇露出微笑 在江森做出关门的动作之前 一只脚就先迈了进去 江森一看 这是甩不开这货了 干脆门也不关 就大开着 问道 姐姐有何贵干啊 别叫姐姐 叫张总 他从口袋里 拿出一张带着香气的名片 递给江森 江森接过来 指尖上面写着 东欧市南非 投资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楠几个字 笑道 好吧 张总有何贵干 张楠大步走到沙发前坐下来 一双黑丝长腿 盘起了二郎腿 反问道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了 江森客气道 妈的 废话 我特么哪儿 有那么多时间 跟你扯淡 真无情 张楠一脸忧怨 你怎么这么冷血啊 因为我只对28岁以下的姑娘感兴趣 江森站在门口没动 你要是没事 我就报警了 有事 张楠愤怒了 找你谈笔生意 你那个二二军公司 我想掺一股 江森道 你特么痴心妄想 我有病吗 干嘛让你掺一股 你是没病 可你也没钱啊 张楠一只手 抵住柔软的沙发 身子微微前倾 眼睛放电地看着江森 但是姐姐有钱 我投你两千万 只要你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 江森道 滚 哪儿有这种好事 就冲我这张脸 我这家公司 分分钟估值十个亿 你还想 两千万拿百分之十 赶紧地回去睡觉去 梦里头 什么都有 江森 张楠这下 真的不高兴了 一声怒吼 站了起来 我有那么差吗 你就这么看不上我 江森看着他凶狠的眼神 稍退一步 张总 你理智点 我是有女朋友的人了 要奔着结婚去的 张楠翻了个白眼 我知道 我就是来 跟你谈生意的 哦 那就好 江森点点头 我不同意 好了 谈完了 你可以走了 江森你特吗 张楠忍不住抱了粗口 逼我是吧 江森好笑了 对啊 就是逼你 你能拿我怎么样 你以为 我不能拿你怎么样 张楠也笑了 江森道 你要是说 在网上找水军黑我 这套已经过时了 就别再白花力气了 我知道 张楠说着 慢慢走到江森跟前 我才不会花那种冤枉钱 我有让你更难受一百倍的办法 你当我是下大的 江森很是淡定 张楠笑了笑 不仅不慢道 你当然不是下大的 你是护蛋的吗 我早就知道了 不过我还知道 你在这里投资这个黄旗生意 是要把黄旗回购回去的吧 江森听到这话 顿时微微眉头一皱 这件事虽然算不上什么商业机密 可是昨天下午才开的会 这个女人居然今天就知道了 这性质可就不一样了 这说明 她今天至少是有备而来 江森不说话 张楠继续自言自语往下说 你要收购这边的黄旗 另外再做一款产品 黄旗是这款产品的主料 也会是将来宣传的一个重点 欧顺县十里勾存天然中药 富含什么乱七八糟的成分 所以如何如何 广告要打的 宣传要做的 故事要讲的 牛逼要吹的 可是你说 万一 你这个黄旗说不上来 那怎么办呢 要是用别的地方的药材 要是被人举报揭发了 是不是就完蛋了 可要是不用本地的药材 你这个牛逼又怎么吹 故事又怎么讲 妈的 谁特么那么多嘴 跟你说的这些 别问 问了 我也不说 张楠甜甜一笑 反正你知道知道 就姐姐这个自身条件 加上我手里头的钱 从欧顺县到东欧市市区 想睡我一下的人 能排成一条线 只要我稍微勾勾指头 有几个昨天跟你一起开会的人 能经得起这样的考验 江森道 妈的 放肆 我要报警了呀 你报啊 张楠往前一步 差点贴到江森身上 江森赶紧下意识往后一退 张楠道 你就算报警 我也要出钱的 等你们明年 黄棋成熟了 你出多少 我就多加一成 你看那些十里沟的分包户 到底是愿意卖给你 还是愿意卖给我 我草 你特么买一万亩的黄棋 拿回去养猪吗 我不怕呀 十里沟村的黄棋质量顶好 你师父跟我说的 我转手找人一脉 怎么都保本的 姐姐 这里是山区 运输成本高啊 没事 为了你 我一个亿都愿意搭进去 区区一点运费 算得了什么 握你马 江森没辙了 你说要多少股份 张楠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百分之十 不过 你要肯跟我走 我拿百分之一也行 我的人和钱 都是你的 一边说 一边不停地往江森身上靠 好在就在这时 房门外忽然响起好几声咳嗽 咳 咳 咳咳咳 宋大江 叶培 还有带着拼头女助理的郑月 齐刷刷用黑黑黑的眼神 看着屋内的两个人 郑月见笑问道 怎么 不关门啊 第四百七十章 求救 要不我也入一股 江森靠着自己的一身正气撇清 和张楠的关系后 郑月一坐下来 就开始说欠抽的话 一边说 还一边当着他拼头小助手的面 不住偷描张楠 这样的有钱俏寡妇 确实由不得郑月不动心 森哥淡淡给郑月一个眼神 随口问了句 张总出两千万 只要百分之五的股份 你兜里有几个钱 还想打这个项目的主意 郑月那笑嘻嘻的表情 瞬间凝固住 被问得脸有点疼 不提江森这一年来照顾他的生意 压根加起来也没多少钱 至少在几千万的生意面前 确实算不了什么 但就算把耐克的那笔代言费 也加上 郑月无非 也就提成税前180万美元而已 还是分三年支付 眼下真落到他口袋里的 换汇后也就十几万 再加上缴了税 更是十万都不到 以他目前这个财力 想插手欧顺县的这笔买卖 确实有点异想天开 哪怕他爹是东欧市人 大堂堂的正副主任也不行 不过相比起郑月 张楠的反应却更加大 他怒瞪江森一眼 特抹的前一分钟 还是两千万入股时 这一眨眼就变舞 看着江森这富无耻的模样 张楠正义咬牙 心说舞 就舞 却不想江森又悠悠跟了句 再说了 你当张总想买 我就这么容易卖了 小郑啊 你是不知道 哥现在接的什么层次的工程啊 什么叫不为投资你晓得吧 开玩笑 股份是你想要入 想入就能入 你全家郑审过了吗 郑月顿时满脸猛逼 我家这背景 还需要郑审 然而显然 江森这话 压根不是对他说了 江森 你少给我寒沙摄影的 张楠真的有点火大了 他蹭一下又站起来 眼里跟要喷火似的盯着江森 真当没你我就不行了 大不了老娘豁出去了 东欧市这么大 能帮我插手这个项目的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到时候损失的是你自己 江森看着张楠这坚决的样子 心里一时间说不出的蛋疼 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的 大姐你干嘛就飞缠着我这个项目不放 还是拿这个项目当幌子 依然想着要睡我一下 江森有点判断不清 张楠的意图 但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受他威胁 当着身边一群马仔和马仔情人的面 他很硬气地回答 那你请便吧 我这边还有证实 张楠仰头看着江森 眼神一狠 你会后悔的 一身红衣 风风活活走出了房间 郑月看着张楠的背影 忍不住叹道 江总 我真是不知道该敬佩是个真君子 就是要说 你他妈真虚伪 这有什么好拒绝的 连人带钱一起吃了呀 他的情人小助手 不满又忧愿地看了看他 江森微笑道 那谁叫你们突然出现了呢 我这不是没操作空间吗 一边关上房门 心里却隐隐有点不安 以张楠的身家 和他死去老公理论上的地方影响力 这女人和欧顺县各方面的关系 怕是不会比他钱 而且有钱开道 张楠真要入股 确实找个县里经不起考验的老男人 睡一晚就够了 有他的资金进来 这个项目的抗风险能力更高 在县里看来 绝对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他要真掺和 江森还真没百分百的把握 能阻止他 然后等他入局之后 将来再通过各种操作 还难保会不会搞乱公司的股权结构 进而影响到公司的远期决策和发展 这么一想 事情好像就更复杂了 算了 还是先不想那么多了 先把手头的事情办完再说 随后的各把小时 江森把这两天的会议内容 跟郑月仔细地说了一通 作为二二军制药公司的指定法务 接下来公司和东欧是个利益方的会商 合约拟定 江森就需要郑月出面 江森自己肯定是没这个时间 聊到中午时分 快到饭点的时候 方唐靖和马瘸子也前后脚到了 江总 方唐靖一露面 郑月立马就心里不爽了一下 江森却没功夫再跟他俩耽搁 直接对郑月和方唐靖到 郑律师 叶培 你俩把这边的项目情况和进展进度 简单跟方律师说明一下 以后这个项目 涉及东欧市范围内的郑律师来负责 东欧市以外的地方 方律师来处理 县里下午有个碰头会 要把主要的项目条款敲定下来的 你们三个人再跟我一起去 文件现在就准备一下吧 叶培 我之前答应下来的那些内容 跟两位律师说一下 都记得吧 叶培连忙点头 嗯嗯 记得 江森把郑月和方唐靖扔给了叶培 自己就转头招呼马瘸子去了 笑道 师傅 又辛苦您多跑一趟 挣钱吗 有什么辛苦的 马瘸子在房间里坐下来 郑月 方唐靖 叶培 还有郑月带来的那个助手 转头去就隔壁房间 房门一关 屋里只剩下宋大江一个外人 继续保持拘谨 马瘸子双手扶着拐杖把手 一声灰青色的就马挂 看起来 今天气场和平日里很不一样 淡淡瞥了宋大江一眼 宋大江忽然就冒出半身冷汗 结巴道 阿公好 嗯 马瘸子应了声 江森介绍道 这是我同学 同寝室的室友 现在兼职给我当助理 哦 马瘸子看宋大江的眼神 稍微和蔼了些 跟江森同学 那也是学中医的咯 哈 护旦大学 学中医的高材生 不是不是不是高材生 森哥比我厉害多了 宋大江赶紧谦虚摆手 头也不敢抬 不敢和马瘸子 多对视一眼 马瘸子笑了笑 挺好 江森随手拉过一张椅子 在马瘸子对面 坐下来 师父 张楠说他去找过您 还非要入股咱们这个项目 您跟他说什么了 他来找你了 马瘸子反问江森 江森点点头 刚走不久 马瘸子沉默片刻 缓缓说道 这个女人不容易啊 年纪轻轻死了老公 又没孩子 在这里也没什么根基 现在被他老公的家里人 堵在县里 寸步难离 一个漂亮寡妇 身上还揣着一大笔钱 全线上上下下看着 哪个敢说自己心里 就没有半点想法 江森终于恍然 张楠这么歇斯底里的 怕也是在自救吧 他微微点头 又真挚地问道 师父 您呢 什么 您有想法吗 马瘸子一愣 没好气到 滚 第471章 老马体格可以 午饭过后 下午一点左右 江森就接到了 欧顺县委办的电话 带上叶培和宋大江 加上正月 方唐靖 阵仗比昨天大了足足一倍 招摇前往位于清明乡 派出所旁公司大楼 不过出门前 还有一段小插曲 就是张楠又跑来了 说了些可以帮江森联系上市事宜的话 但江森完全不信张楠有这样的能量 再次拒绝掉 张楠气得不行 撂下一句 江森 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就跑进了马瘸子的房间 但江森实在没功夫跟他戏谈 朝房间里看了眼 见张楠又和马瘸子聊上了 觉得问题不大 就静止离去 片刻后 准点到了名义上的自家地盘 会场里的人比 昨天下午少了许多 会场宽敞不少 不过重要人物却多了一个 焦思琦亲自来了 曹秘书长坐到了焦思琦的左手边 在焦思琦的右手边 则是清明乡的刘乡长 无尘 邓方卓两个人 又挨着刘乡长坐了下去 至于那个大学生村官 这种场合 肯定就没他的份了 江总 坐 焦思琦满面春风 招呼着进门的江森坐下 不知道的 还得以为这里 是县行政中心的会议室 不过一县的父母官 在自己的任职地范围内 表现得这么潇洒 似乎也没什么问题 江森很配合地点点头 带着郑月和方唐静几个人 走到焦思琦的对面 两边相视坐下 会议室里的门义官 江森微微喘口气 先拿过桌上没开的矿泉水瓶拧开 一口气 喝掉半瓶 说道 咱们这效率太高了 两天第三场了 焦思琦哈哈一笑 吴湘长的效率才较高 昨天早上还在跟我到处跑 一晚上没瞧见 都当跌了 会场里发出一阵克制的轻笑 吴晨却已然从昨晚的狂喜中恢复过来 又变回他那混不拎的德性 立马正色道 胡说 搞得好像我之前没努力一样 我这是 金庚戏做了好几年 昨天终于刮熟地落 开花结果 哪里是一个晚上的效率 那是我好多年积累下的成果 吃完第十个大饼 肚子饱了 不能无视前九个大饼的功劳啊 哈哈 这下会场里的笑声 终于绷不住 满屋子人 连送大疆都忍不住咧了咧嘴 经常前面两场的会商 在第一场满足了县里和厢里的需求 第二场就投资款项的主要用途 和十里沟村利益达成一致意见 今天第三场会议的气氛 已经变得十分轻松 无非是把昨天的内容书面上确定下来 如果还有什么补充的 就及时加上 开始吧 笑了一阵 焦思琦焦大人金口一开 会议便进入了正常议程 县里的秘书 把几份早上就复印好的文件 发到了江森手里 连送大疆都拿到一份 受宠落惊 焦思琦主持会议 一项接着一项再次确认 方唐靖就趁这个机会 把项目的细节 重新梳理了一番 遇上有疑问的 就看看江森 小声询问 得到江森受益 才会现场直接向焦思琦提出疑议 不过都不是大问题 无非是一些表达上的问题 很快就通过 而正月虽然没这方面的表现 但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 江森却拉着他高光了一把 对焦思琦和曹秘书长说道 焦县长 曹秘书长 还有各位领导 以后关于石里沟村 这个黄旗种植项目的相关问题 如果我因为各种原因 无法自己回来处理的话 我会委托正月律师 代为转达我的意见 正月律师可以说是咱们 欧顺县各机关单位的老熟人 我相信 他是值得信赖的 会场里 一群县里的大佬 早就知道正月家老爷子的身份 纷纷客气地点头说是 尤其是焦思琦 正月这货去年 就把县公安局的 任务指标填满了 而今年这还没过年 但十二月刚结束 一月初 他就已经向县政法办公室 提交了一份长长的 侵害江森名誉人员名单 去年诬告江森高考作弊的那回事 还没完呢 还有223个人员没有到案 名单分拆开来受理 能一直处理到明年 尤其这些人当中 好些个都已经畏罪潜逃 抓不起来 确实有难度 倒是审判 互联网是有痕迹的 人证物证确凿 一次性打包审理判决 花不了多少时间 40分钟后 两边签下会议备忘录 焦思琪和江森 郑月分别握手祝贺 兵主敬欢 开完会后 方唐静就跟着县里的秘书走了 据拟定更加正式的合约 明天晚上会议要用 江森和郑月 则陪着焦思琪和曹秘书长 在刘湘长这个东道主的邀请下 前往清明乡的温泉村 稍稍腐败了一下 宋大江和叶培 也跟着江森 享受了一趟短程的温泉之旅 一行人在温泉村 一直待到天黑 晚饭过后 八点半 江森才回到青山旅馆 哎 可惜 沐宇今天没去 郑月遗憾地说着 他那个小助手的名字 下午 从会场里出来匆忙 他甚至都忘了自己 带了个情人过来 走到三楼 拐了进去 叶培看着 小声问道 江总 郑律师 这是夫妻店啊 江森露出一个 很呵呵的笑容 你觉得呢 哦 叶培秒懂 宋大江小声来了句 幸好路上静 不然 晚饭又要吐了 青山村和温泉村 相距短短二十分多钟 就跟从市区的一个小区 开到另一个小区 路况也好 宋大江倒是没有产生不适 以后慢慢就习惯了 你早晚得自己买车的 江森自己连驾照都没有 倒是对宋大江的 未来出行方式挺笃定 宋大江咧咧嘴 心想要是哪天能开车回家 那个逼不是装的飞起了 一边傻笑着 跟着江森上到四楼 叶培和宋大江 各自进了自己的房间 江森则走到四零四房门前 先敲了敲门 喊道 师父 我回来了 喊了两声 屋里却没人答应 嗯 出去溜弯了 算了 江森没有再喊 转身就进了自己房间 拿上包 又独自下了楼 两个小时后 他满身是汗 从乡中学的体育馆训练回来 走过四零四房门 完全没意识到 自己的听力格外好的江森 盈盈仿佛听到屋里头 仿佛有人说话的声音 抬起手 想敲 又不禁放下来 把耳朵贴了上去 这一下 房内嗡嗡嗡嗡的声音 眼珠子顿时就瞪大了起来 尼玛 老马你这体格 看不出还可以啊 啊 呸呸呸 这特么不是重点 江森吓得盲站直身子 直勾勾看着面前紧闭的房门 心里隐隐有不好的预感 这房间里的女人 该不会是 第472章 老当义壮 师父 昨晚上 小张在我房里 跟我哭了一夜 单纯只是哭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 大清早六点半 江森刚训练完回来 正洗过早要马字 马瘸子 忽然敲开了他的房门 师徒俩坐下来 气氛一时间莫名有点尴尬 然而 江森做人 向来是讲个光明磊落的 加上又赶着要干活 干脆就挑明了说 自己昨晚 好像听到些奇怪的声音 马瘸子果然瞬间就被破功了 虽然嘴硬着不肯承认 但他那不正常的紧张 依然清楚地出卖了他的内心 师父 这样不好吧 江森担忧地看着马瘸子 马瘸子忽然一声冷哼 不高兴道 我怎么了 我是犯法了 还是犯罪了 没有 没有 江森连连摆手 又小心翼翼地压低声音 问道 您身体 吃得消 这不用你管 马瘸子翻了个白眼 我就想问你 要是我自己出钱 我能多拿几成骨 江森看着马瘸子 有点愣住了 过了好半晌 他才缓缓问道 师父 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您这把年纪了 我年纪不大 马瘸子的声音 陡然一响 有点激动 新闻连播上露面的 个个都比我年纪大 怎么了 人家管个国家都还管得来 我搞个小工厂就年龄大了 江森万没料到 短短一个晚上 师父居然性情大变 着实有些吃惊 马瘸子这时 又把情绪控制下去 缓缓说道 孩子 人活一世 好多事情 我不是没看明白 我要是没遇见你 十里沟村要是没有你 我这辈子 或许 自己骗骗自己 哄哄自己 过去也就过去了 可是你以为 我就真的愿意 哄自己一辈子 骗自己一辈子吗 就许这些人 那些人 风风光光 光鲜亮丽的 就不许 我也过点 自己想过的好日子 你以为 我是先锋倒鼓 世外高人 不识人间烟火的 孩子 这世上啊 哪有人不识人间烟火的 不识人间烟火的 不是不想 是不能 是做不到 人活在世上 就是要吃无骨的 要吃喝拉撒 没钱的 要想着挣钱 有钱的 要想着 怎么把钱留住 你忘了我这条腿 是怎么断的 那还不是我年轻的时候 好处风头 抢了别人的好处 我多吃一口 人家就少吃一口 我不让人打断一条腿 让别人出出气 我这条命还能活到惊艳 我要是真的什么都不想 我能窜多你搞这个项目 还大老远跟你跑到省城去 注册那些个专利和商标 那你这百分之五的股份 孩子 我也是个人 我也有我的生活 是 我知道 江森理解的点了点头 哎 马学子叹了口气 这些年 我不恨国家 也不恨社会 历史潮流之下 小老百姓 只有随波逐流的分 这都是命 我也认了 可是你来了 这年头的形势又变了 九十年代 这里穷 我又瘸 想走也走不了 可现在呢 我总是不想走了 但日子明明能往好了过 我总没理由 再委屈我自己吧 往前二十年 机会错过去了 可今天这个机会 阿森 这辈子没求过人 行了 我知道了 江森打住了马瘸子的话 您想要多少 您报个数 马瘸子安静片刻 陈生回答 小张愿意出三千多 吃尽百分之十 江森抬起手 轻轻抓了几下头皮 师傅 这可是亏本买卖 马瘸子却反问 如果你心底里 真指着这笔买卖挣钱 那确实有可能会亏 可你心底里 真打算靠这个项目捞钱吗 你做这个项目 是奔着钱去的吗 嗯 一部分原因 一小半原因吧 江森道 总不能一点钱都不挣 马瘸子道 那我插这个手 大概耽误你挣多少 不好说 江森苦笑着摇摇头 不过 只要您乐意 我不赚钱也行 我其实也不缺这点钱 我这辈子 就没打算为钱活着 真要到哪一天 我把事情办得差不多了 钱的话 够用就行 马瘸子 眼神微微一亮 你想法不小啊 这么想得开 嗯 江森点点头 主要是我的低级趣味 基本都已经得到满足了 出名的滋味尝过了 物质上 该有的东西 现在都已经有了 将来再往后卡二十年 就靠我这名气 这张脸 这吹牛逼的本事 以后也永远不会缺 还有啊 我女朋友漂亮得不得了 扯远了 江森收起嘴角的笑容 又转回正题 反正 这个项目 我确实可以不挣钱 不过师父 您是图的哪门子好处呢 马瘸子沉默几秒 朝江森勾了勾手指 江森把脑袋探过去 马瘸子在江森耳边小声道 小张说 只要我能帮他拿下股份 他就给我生个孩子 江森瞬间眼珠子一瞪 就为了这 什么叫就为了 马瘸子拿着拐杖 一触地板 不然 我还指望你 给我养老吗 老子这辈子 就碰不得女人 生不得孩子了 江森有点愣住了 他盯着马瘸子 目光中 慢慢浮现出几分理解 和感同身受 师父 您该不会还是 老子是童子深 马瘸子语气坚定 目光闪烁 说完这话 一下子 老脸都红了 江森不禁陷入了沉默 房间里的气氛 再次变得尴尬起来 他注视着眼前的白胡子老头 内心复杂又改伤 这个曾经在十里八乡 都算得上能人的人才 愣是被时代的冲击波 打成重伤 落得只能在这穷乡僻壤 当瘸腿赤脚大夫的命 几十年来 孤苦无依 受尽白眼 连村里的小孩子 都能拿他取乐 物质上极度短缺 精神上饱受摧残 就连身体 都残疾了一辈子 换作是一般人 怕是早就跳村里的那口井 自我了断了吧 可是马定国同志 却不怨天 不怨地 坚强地一直活了下来 直到等来他这个重生者 这个穿越者 这特么意志力 和做人的能耐 江森想到这里 喉咙不禁有点发紧 微微哽咽住 他本以为自己 才是天坑开局 可马瘸子 又比他好了多少 其实这问题 我也最近才解决 江森不分场合 先跟六十七岁 老楚男凡尔赛一句 马瘸子怒视江森 江森马上又问 可万一他反悔了呢 他反悔不了 马瘸子道 他先出钱 股份由我代持 等生了孩子 我再把股份转移给他 不过 小张要先拿一个 公司的董事席位 如果出问题 随时可以让他出局 您一晚上就计划好了 还是一开始就算计好了 江森惊讶问马瘸子 马瘸子却道 这不是我的主意 是小张昨晚上 自己提出的 江森想了想 那他 是不是还窜多您 要是我不同意 您就收回专利 马瘸子安静了几秒 轻轻点头 卧槽 江森第三次挠头 张总够豁得出去的 马瘸子立马道 他插手进来 对你也不是完全没好处 三千万赤进百分之十 你的公司估值 一下就拉到百分之十 下一步 他还能帮你联系外资 得了吧 江森笑道 他都被软禁了 这话 谁能信 马瘸子却摇摇头 说道 这个是 你理解的不对 江森问道 怎么不对 马瘸子解释道 他这两年被困在这里 手里没项目 有钱也投不出去 要是把人招来 就是引狼入室 就算勉强出去了 外面的主动权也不在他手里 最后的结果 八成是连人带钱 都被吃得干干净净 可你要让他入股 他手里有项目 背后有倚仗 他就出不了事 是吗 江森微微皱眉 可他跟别人跑 是送人送钱 跟您跑 也是送人送钱 不一样 马瘸子打断道 我只图他的人 不图他的钱 他要是跟了别的男人 男人本事大的 他可能最后 什么都落不着 没本事的男人 他又看不上 现在这十里八乡 能跟这个项目 挂得上关系的男人 还没结婚的 还算有点能耐了 除了你 就是我了 江森轻轻点头 马瘸子又问 那他是不是去年七八月份 你还没怎么出名的时候 就找上你了 要一个一包你 你是不是没答应 江森继续点头 马瘸子道 这不就结了 那现在除了我 小张他 还有别的选择吗 嗯 江森眉头深锁 感觉好像被马瘸子说服了 愣是找不到拒绝的理由 想了又想 突然又冒出一句 那昨天晚上 哭了一夜 真的只是哭吗 我听着好像挺澎湃的 您那是什么眼神 我没故意偷听啊 主要是这边 隔音不好 我哪知道 您这么老当义壮是不是 对了师傅 话说 有这方面的秘方吗 上回咱们去省城 怎么没拿出来一起注册 搞不好 能比驱斗林卖得好 您不知道 现在这个市场 国家经济水平 发展提高了 广大人民群众 一事无忧 保暖思耐个 啥浓小的法 第473章 不对不起上天的安排 江森一整个白天没事 大清早和马定国坛过后 早上甚至还有时间 去湘中学的操场上 自觉训练了两个钟头 湘中学今天正巧 期末考试 操场上空无一人 江森训练的时间 跟考生们考试的时间错开 避免了很多麻烦 训练结束回到旅馆 十一点出头 就早早地吃了早饭 再等到中午时分 连轴转地忙碌了一整天的方唐靖 就风尘仆仆地赶来了 江总 您看一下这个 方唐靖把合约的中稿交上来 江森飞快地看过几个关键的地方 包括双方义务 违约赔偿 分成比例 一直等翻到股权结构 和出资比例的部分时 才停下来 拿起笔 在方唐靖不解的目光中 把马瘸子的持股比例 从五 改成了十五 接着又一路往下 在董事名单中 略显犹豫着 加上了张楠的名字 这位张女士 我师傅带着他百分之十的股份 江森淡淡解释 他出资三千万 哦 方唐靖点点头 感慨 东欧市这边 比我想象中的 要有钱 嗯 很多有钱人 根本看不出来 江森接到 倒也不是瞎说 确实在东欧市的许多工业小镇 九十年代的时候 涌现出过不少的作坊是工厂主 在那个年代 早早的就完成了资本积累 平日里 穿着打扮普普通通 甚至带点邋遢 看着就跟个维修师傅似的 但银行里的存款 指不定真的奔着一去 只不过 欧顺县并不是那样的工业乡镇 我这边没问题了 江森把合约递还给方唐靖 方唐靖点点头 笑道 县里和乡里也没问题了 都已经拿到 他们想要的那份了 这边的领导胃口不大 可以说 很淳朴 是一群好官员 我也觉得 江森回答 相比起他前世听过的 很多吃拿卡药 各种无理要求 多到让人想先捉的极端案例 欧顺县这边的人 最起码提的要求 都很理智 县里出政策 出人员 再出点力所能及的技术和场地 换回二十 的利润 以及一部分职工亲属的工作就业机会 相当合理 村子那边 自身作为扶贫的直接目标 只要时 得分城和村民的工资 也已经足够给面子 江森并不客气地给这边的地方政府打分 这一波 欧顺县和清明乡两级政府 他完全愿意给满分 不论这些人当中 每个人有着怎样的私心 但归根结底 第一没有拖企业后腿 甚至愿意扶上马送一程 第二没有狮子大开口 只是规规矩矩地吃自己的那一口 第三项目的好处 至少合约上 是明明白白地落在了所有环节上 让老百姓得了实惠 当然 这可能也和布韦那边的态度有关 布韦那五百万拨下来 不过短短十天 社会上数不清的眼睛都盯着呢 谁敢顶风伸手 要不然 别说县里如何如何 市里头 估计早就也来分一口了 方唐靖拿了合约 马上又朝乡政府跑去 县委曹秘书长在乡里 借了个会议室 当做项目的临时办公室 合约下午拟定 今晚就签 县里的岳书记 会亲自前来 这回的这个清明乡 十里沟生态开发与制药一期项目 算是欧顺县最近二十年来 规模最大飞机舰类的民营投资项目了 市里的各路媒体 此时已经有部分已经在过来的路上 方唐靖离开后 江森休息片刻 就又带着叶培和宋大江 去了乡中学的体育馆 中午投了二百球 下午继续码字 一直写到四点来中 有熟悉的客人赶来 才收起了电脑 江校长 现在该叫江董事长了吧 几个月前 才去深城采访过江森的潘达海 今天又被东欧日报派了过来 不过王清风那个小尾巴没有跟着 两个人握了握手坐下 潘达海就麻利地给江森做起了专访 您是怎么想到 要做这个项目的 靠山吃山 加上专业方面的原因 还有我师父的影响 那您对这个项目有把握吗 五五开吗 要么成功 要么 但是不管怎么样 既然现在有条件 有资源 总应该先试一下再说 十里沟村穷了几千年了 从古至今 从有人定居开始到现在 就没富裕过 我作为从十里沟走出来的 一个山里的孩子 巴拉巴拉说了半个来小时 直到正月来催 潘达海才连忙收住 最后一个问题 所以您做这个项目 完全没有想过自己 当然想过 江森道 我最近两年来 一直被一些问题所困扰 直到最近 我终于感觉自己已经找到了答案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不同生产力背景下的社会 人们的价值取向 一直是变化的 没有永远正确的价值 只有刚好符合当下社会生产力的价值 而哪怕是在同样的社会环境 和生产力背景下 当每个人所处的立场 和具体境遇不一样 一个人的价值取向 又会有所不同 会随着情况的变化变化 所以我一直以来都在问自己 有什么东西 直到我过完这一生的那个东西 会是永远正确的吗 我觉得 有的 这个东西 就是我们生而为人的良知 很简单的道理 如果一件事情 让我感觉不舒服 没良心 我就不会去做 反过来 如果有一件事 我不去做 会心生内疚 那么我就应该去做 就像帮助这里的人 虽然实事求是的说 我几乎从来没有从他们身上 获得过什么温暖 我跟他们之间 也几乎谈不上什么感情 村子里的好多人 或者说 绝大多数人 我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可我还是会想 如果我今天扔下他们 说走就走 再也不回来了 那等到将来几十年之后 我很有钱了 有钱倒花不完了 到那时我再回过来看今天 我会不会后悔 我想 应该会的 这种后悔 就是当你有能力 去改变一些人的命运的时候 你却自以为理智 又客观上很冷血的 什么都不去做 当然 有些事 只要你自己不说 全世界都不会知道 也没人会谴责你 甚至有些人 可能还会无意识地赞同你 认为 这种做法很聪明 很理智 把你奉为行业教父 膜拜你 但是当夜深人静 你心里真的能那么平静吗 就像我小时候 如果县里没有来 十里沟村办 希望小学 县里的那位领导 完全可以把修建 希望小学的钱 拿去做点 更有价值的生意 从投入和产出的关系上看 让江森同学 少念几年小学 而让县里 多获得几十万 上百万的财政收入 在当时看来 难道不是更合算呢 可是 那位领导 还是把希望小学 给修起来了 修在十里沟村 这么贫困 偏僻的地方 或许当时 他心里根本也没指望 单凭那么一间学校 就能改变 哪个孩子的命运 但至少我能确定 当时他做出这个决定 花下这笔钱后 内心一定是安宁的 今天他 如果在报纸上看到 我坐在这里 跟你吹牛逼 我相信他心里会 更加庆幸和安慰 那时候回我这个项目 我这个项目 如果失败了 至少不失为一种尝试 失败了 也是一种收获 而如果获得成功 那就是我人生中的 一份庆幸 我并没有说 我完全不指望项目挣钱 可站在 我今天的角度上 挣钱却不是 这个项目的全部 我最主要 是在追求内心的安宁 不对不起自己 也不对不起别人 不对不起时代 也不对不起上天的安排 第474章 活得久真有意思 嗯嗯 今晚就回去 别催啊 我连明天的工程 电机仪式都退掉了 村里都不回了 今晚开完会 马上就走 飞机票都买好了 不用接了 大概夜里12点 就归队了 傍晚5点不到 江森随便吃了两碗泡面 就当晚饭糊弄过去 盒庄的面碗里 第二碗的面汤 还在蒸蒸冒着热气 他就接到了老苗的 连环夺命扣 距离26号 从深城出来 满打满算 已经是第四天 比老苗要求的争取 三天之内回来 时间上拖后了一天 可江森也没办法 他自己这边 已经把效率提到了极限 只是县里头 反复又内部开回商议 却不是他能管得了的 而且非常实在地讲 欧顺县这回的反应 也已堪称体制内光速 从双方确定意向 到细节商定 从人事购架到资金准备 最后一直到 今天准备好公布结果 只短短四天 就完全搞定 这特么 要不是江森自己亲身经历 他保准打死 都不信地方政府干活 能干脆利落到这种程度 更别提 这还是在年关将近的时候 换了别的地方 极有可能 是要拖到年后去的 今晚马上走 江森放下手机 奉命做陪的老孔 不由惊讶问道 嗯 太忙了 江森点点头 让叶培把泡面碗 拿出去扔掉 阿尔军科技制药 生态开发公司 三楼的会议室里 只剩下他和老孔两个人 说话都带着回音 今年 也说不定以后回来的机会 全都不多了 估计也就过年过来看一眼 过两年 这边的生产稳定下来 公司的主要精力 还是要放在营销上 总部应该会搬到市区 或者深城 再不计也该搬到县里 那这边就是个种植园 不止 我打算再弄两条生产线过来 把加工厂也留在这边 种植和深加工一条龙 欧顺县负责产品的所有上游 以后这边的公司还得拆分 种植和加工要分开 不然容易管理混乱 等小军大学毕业了 如果医院的工作不好找 这边还能给留条路 嗯 老孔有点欲言又止 心里觉得 孔军应该自力更生 可又憋了回去 他这个县教育局副局长 其实已经能给孔军提供不小的帮助了 再不计 去教育局下面的事业单位 当临时工都行 毕竟县里那么多所向中学 他只要耍点小手段 孔军今后混个向中学 领导干干难度都不大 可问题 是这么干 有为他的原则立场 江森今天这么提一嘴 算是给他留了另一条后路 而如果江森不主动说 他这个老党员 肯定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的 以后这边的事 就交给县里关照了 我师父还有吴臣他们 也会替我看着点 只要供货不出问题 我就安心当我的甩手掌柜 放心好了 县里现在对这个事情 重视的不得了 都已经规划要修路了 老孔的语气中 多出几分憧憬 从清明乡 直接修一条高速到欧顺镇 40分钟路程 这边的货运到闽江省走海运 48小时内就能到深城 以后借着你这个招牌 可以把别的山货也都运出去 江森笑着街道 还可以开个旅游专线 弄个大游轮 海上逛几天 再从闽江市下来 拐到咱们这边温泉两日游 清明乡再顺便建个酒店 我可以入股 老孔顿时眼睛一亮 真的 先设想一下嘛 想想又不用花钱 江森果断打住 高速什么时候开始修 老孔道 过完年先调研吧 调研论证 规划立项 再到资金筹集 施工设计 找各方面的人和关系 施工动工 快的话 两三年内应该可以开工 五年内应该能修起来吧 那慢一点呢 慢一点 那就不好说了 江森和老孔 双双沉默 五年时间 确实夜长梦多 怕就怕等这一届领导论证出来 刚好赶上月书级任期满 然后调过来一个新领导 重新再来上一遍 或者项目干脆被停摆 而且或许也不见得会是人为因素 天灾也说不定 东欧市台风频繁 欧顺县山区又是历来的重灾区 山沟沟里 随随便便一个山体塌方 泥石流 山洪 搞不好论证时间就延长了 还有施工也一样 开山的难度极大 江森 老岳他们来了 吴晨突然从外面走进来 大喊了一声 江森和老孔对视一眼 杰克 2008年1月29日傍晚 一支车队冒着哀哀白雪 喧闹得驶入宁静的清明乡 给这个东欧市的边陲小镇 带来了不同往日的勃勃生机 省扶贫办 市扶贫办 市农业局 市工商 县里的主要领导 加上东欧市电视台 欧顺县电视台 县里的各负责部门 上上下下20多个单位的车辆 直抵青山民族自治乡派出所隔壁的三层小楼门前 几十辆挂着公务牌照的车 把大楼门前不大的空地填得满满当当 由于公司的总经理兼行政总监刁志玲女士 还在休产假 江森不得不亲自出来迎接 把一批批的领导和媒体记者 请到楼上三楼 宋大江和叶培也笨手笨脚 跟着县里的秘书一起招呼客人 招待方面 显得准备极不充分和专业 潦草得一塌糊涂 可饶是如此 现场也没人觉得 这有什么不对 山区的民营企业在招待事宜上 显得笨手笨脚 非常符合他们内心对这家企业的想象 偌大的会议室里 很快就坐满了人 省里来的扶贫办大领导 居然也没上主席台 而是在台下第一排就坐 还有娇思琪 刘湘长 邓方卓这些直接跟项目对接的 则陪在省领导和市领导的边上 等到六点半 马瘸子换上一身纯白的丝绸马褂 花白的头发束得一丝不苟 在一身轻熟打扮的张楠的搀扶下 两个人在四周上摆双眼睛的注视下 一起走上了主席台 台底下的领导们问了下身边的人 得知张楠才是这回的出资主力 也不禁多看了几眼 江总他师父 跟这女的什么关系 他女儿啊 台底下 郑月小声询问方唐靖 方唐靖很淡然地回答 马老带吃了张总的一部分股份 两个人签了秘密对赌协议 郑月好奇追问 什么秘密对赌协议 方唐靖瞥他一眼 我要是知道 还叫秘密对赌协议吗 也是 郑月咧咧嘴 然后妄想坐在前排的两个是领导 这两位 级别还没他跌高呢 话说这么大的项目 怎么就没老子一份 郑月看着坐在主席台上的四个人 有点不快地磨了磨牙 江森这个小子 办事不厚的 我帮你打了那么多官司 现在开公司 连个独立董事都不给我 喂喂 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 各位媒体朋友 我们的签约仪式 马上就要开始了 会场里喧闹了十几分钟 在县委曹秘书长的主持下 逐渐安静下来 江森和岳书记坐在主席台中央 马瘸子和张楠坐在两侧 等曹秘书长说完激昂的开场白 便马上到了签约环节 四份合约 被县里的秘书送上来 江森有过上回跟耐克签约的经验 这回越发熟忍和干练 在台底下 一直不停在闪的强光灯下 刷刷签下自己的名字 二军科技制药股份 有限公司的全新构架 也正式敲定下来 岳书记代表欧顺县县 清明乡和十里沟村 名义上出资六百万和部分技术 土地 配套设施及工程 拿下二二制药共计四十的股份 其中欧顺县县二十 清明乡十 十里沟村十 但共用一席董事席位 并且只有监管权 没有决策权 该董事席位今年起 由曹秘书长挂名 由刘乡长代行该席董事权利 但日常会议和董事职责 大概率会由吴臣 或者邓方卓来具体出面 马定国同志名义上出资三千万 外加出具核心关键技术 持有十五的股份 获取一席董事席位 由于这部分资金 是由张南女士吴希带给 因此张南同样取得一席董事席位 马定国担任公司技术总顾问 张南任财务总监 最后就是江森自己 名义上出资三千五百万 手握最后四十五的股份 任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并承诺在公司存续期间 有条件按合同价格 回购他所承包的两万亩土地上 所产出的所有黄旗 并全权负责后续销售事宜 年少有为啊 我感觉你没多久前 才刚刚参加完高考呢 这下又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吧 是 是 感谢国家的培养 公司请了清明香招待所的餐厅师傅 在公司楼下搞了点简单的自助餐 签约仪式结束后 江森在楼下被省里来的大领导拉住 尽可能耐心地聊了半个多小时 从高考说到奥运 从项目聊到小说 一直扯到七点半 实在是赶不及了 才连忙道歉 好主任 不好意思 我今晚十点钟的飞机 要回队里报道 省里的大领导 这才惋惜地放过他 大江 你初四直接去市区动车站 宋大江大年初四的车票 叶培老早已经安排好 在这陌生又嘈杂的环境里 宋大江满心恐慌地点点头 远远看着江森和马瘸子说了几句话 就带上方唐靖和叶培 快步走出了餐厅 他手足无措地站在原地 听着四周的笑声和高谈阔论 脑子里正嗡嗡响 马瘸子 这时缓缓走了上来 问道 孩子 离正月初四还有十来天呢 要不跟我回村里住几天 嗯 好 宋大江有点被吓坏似的 动作机械地点了点头 几个市里的领导 这时又朝他走了过来 大声喊道 马老先生 幸会幸会 马瘸子露出微笑 立马迎上前去 握住领导的手 四周随即响起一阵阵 明师高途的肉麻吹捧 马瘸子眼中含笑 看着眼前 这烟火撩人的人间景象 不过是在合同上 一笔签下个名字 十里沟村 那个被喊了几十年的死瘸子 就摇身一变 成了人人恭维的马老先生 活得久 可真特么有意思啊 第475章 更重要的事情 叶峰从寂静的山岭中吹过 车窗后 摆放有欧顺县行政中心 通行证的公务用车 在穿过漫长的盘山公路后 一路西去 静止开往欧顺镇县城方向 等从清明香山区出来 路上就再也看不到白雪 那接连十来天 一直没好转的大寒潮 对东欧市的影响 倒不是那么大 至少江森一路回来 并没有瞧见 有什么需要救援的地方 或许十里沟村那样的山沟里 情况会差一些 不过马瘸子压根没提 恐怕无非也就是降温 而且十里沟那边重彩 重粮的地又不多 想来在寒潮到来之前 地里的庄家就早收上来了 猪圈里的猪 也应该已经做成了 酱油肉和腊肠 不违发的那五百万 看样子还是扶贫大于抗灾 或者说 也可能是借抗灾的名义 先掂量一下 东欧市方面的扶贫工作质量 江森这几天终于慢慢想明白 这事儿 八成是他一手闹大的 护弹 深成 一个在校就读的准奥运选手 在全国经济中心 拉着一群体育界大佬 以抗灾的名义 转头去跟腹部级的大学 要实验室 这么一闹腾 闹到部委那边去 确实很说得过去 反过来讲 东欧市和欧顺县 就几乎不可能有这么大的面子 江总 接下来还有不少时间要处理吧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方唐静 在看腻了山间的雪景后 忽然问道 有什么事 还需要我来准备一下吗 方唐静比郑月好一点 两个人都想从江森这边搞点项目 参与进江森的核心利益圈 但郑月表现得直接而理所应当 方唐静就委婉许多 自打被江森 无视掉了他的低配板龙中队 最近这些天 一直都是抱着一种 我能为您提供什么服务的态度 在旁敲侧击 不过可惜 他想象中的那个江森的核心利益圈 目前根本就不存在 本质上 江森现在的情况 更接近于一个超级个体 不需要太多的人帮忙 他完全靠个人能力 就能撑起一片天 无论是小说还是体育 配套的人马 都是县城且利益目标明确的 江森只管输出就行 顶多雇个业赔 就能满足他日常处理杂物的要求 哪怕眼下再加上二二制药 可县里和村里的工作 也已经安排妥当 确实没什么无端增加 核心利益成员的必要 但话又说回来 事情确实还是有些没做完的 比方说 那个生产经理的人选 目前就还没定下来 需要深城这边的猎头公司帮忙 还有 H2江森以前总觉得 这个职务就是每天到处跟人吹牛逼 当公司的润滑剂用的 可有可恶 不过一想到 接下来二二制药 马上就要拥有上百名公司员工 和上千名的一线种植园区雇员 他就不由地觉得 这个岗位简直太特么重要了 郑月留在欧顺县那边 也还有好长一段时间需要忙活 十里沟村村民以及县 乡领导们的那些空想亲戚的劳动合约 目前也都还没理定出来 还有其他等等诸如此类的 细划到每个具体的人身上的工资安排 公司的规章制度 现在也都带定 总而言之 千头万绪 百费代薪 而在这个关头 江森身为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 却特么地要完全脱产 一边读书 一边备战奥运 真是想想 都尼玛让人觉得玄幻 可江森确实分身乏术 也只能这么应来了 欧顺县的是 完全寄希望于雕之灵 其实也就是吴臣身上 作为公司总经理的老公兼 清明相赴相长 兼十里沟村村之书 吴臣其实才是江森 敢这么一走了之的最大一仗 这个敢当着他的面 把江阿豹调起来打得退伍军人 这个敢于在两村泄斗时 直接端掉两边大本营的冰头子 这个关系上能通到市府平半下 能直抵村民家门口的 非常规公务员 江森始终相信 在给孩子攒奶粉钱的内在驱动力下 吴厢长一定能交出 令他满意的答案 相信县里和厢里 也是这么想的 江森离开之前 就把二二制药公司的合同章和财务专用章都交到了刁志林手里 公司公章则交给马瘸子 协议上只能带行监管权的吴臣 实际权力反倒比马瘸子这个吉祥物股东更大 而他自己只保留了一个公司法人章 用来控制公司重要决策和高层人事任命 不用 江森摇摇头 婉拒了方唐静的毛遂自荐 基本该安排的都安排了 这几天你也辛苦了 没睡几个小时吧 回去先好好休息一下 要是有特别的事需要帮忙的 我再联系你 方唐静听江森这么说 不禁略微有点遗憾 眼看着江森已经是明显起事 要往上爬了 不趁江森起飞前抱住这条大腿 将来再想抱 估计就难了 我还行 这种工作强度是常有的 方唐静含混过去 又换了个策略 问道 陈老板那边 要不要我再过去联系一下 那个网站的事情 啊 江森微微一愣 方唐静不提 他差点都快忘了 前两个月 他还一想天开 打算自己弄个中文网站 想搭陈老板的车稿上市 不过 眼下他的新书都签约了 谈判的筹码都没了 加上这几天 全程参与了一间大公司的启动过程 知道上市肯定比这更复杂 内心深处 老早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不由地笑了笑 摇头 这个也算了 没时间 没精力 也没钱 方唐静只好作罢 闭上了嘴 车子里 又安静下去 江森放下一点车窗 让冷风稍微吹进来一点点 说起钱 心里又想起钱的事情 他说没钱 其实是扯淡 钱呢 他是有的 只不过拿去互联网行业烧 那恐怕是不太够 就在昨天 欧城雄温公司的那5600万税后稿费 已经分批到账 直接汇入了他的个人户头 加上之前手里的钱 目前他身上的现金存款 足足有6400多万 只是这笔钱 他并没有第一时间 马上就打进二二制药的公司账户 因为张南的3000万进去后 再加上县里入股的600万 和公司原先账上的300万 二制药现在公司账上3900万资金 完全足够项目稳定运营一年半时间 江森卧在里的这笔钱 要花在一件比公司存亡更重要的事情上 呼 强劲的冷风吹入车厢 把车里的暖气吹得一干二净 阿舅 叶培打了个喷嚏 江森忙把车窗关上 又忽然冷不丁地紧跟上一句 叶培 你今年毕业吧 是啊 叶培露出了微笑 他这辈子 算是快要阶段性熬出点成果了 论文已经通过答辩审核了 四月份就答辩 然后就 等毕业了 挺好 江森点点头 那毕业了 有兴趣来这边吗 去二二制药上班 当总经理助理 先熟悉一到两年 我再看情况 给你调整一下岗位 啊 叶培有点措手不及 惊讶地看着江森 脑海之中 便宜岳父的那条腿 和江森的这条腿 陡然摆在眼前 一时间 有点举气不定 到底该抱哪一条 江森见他沉默 不由问道 没兴趣吗 不是 叶培急忙摆手 江总 我考虑下 这个是对我挺重要的 嗯 对 是该慎重考虑 江森点点道 欧顺县的生活条件 确实稍微艰苦了点 我也就随口一问 你不要有压力 不会 就是太突然了 叶培略显慌乱地解释着 方唐静从后视镜里 看了眼叶培的表情 嘴角微微一瞥 有点不屑 换作是他 肯定想都不想 肯定跟江森走了 就冲江森的知名度 一旦奥运会出成绩 二二制药的产品 必然风靡市场 而且 叶培现在过去 三年之内 肯定能做到高管 说不定江森脑子一热 还会给点激励期权 甚至股份 以后 如果公司上市 这特么还不是躺着捡钱 再退一步讲 哪怕江森奥运会比赛失利了 公司没前途了 顶多大不了辞职 靠着这个部委 关注公司高管的杜金经验 再加上护弹的招牌 上哪没人要 还是年轻啊 方唐静心中暗叹 两个小时后 车子驶入东欧市 静止开进闽江市境内 三人在距离欧顺镇 更近的闽江市机场登机 经过约莫两个半小时的飞行 飞机在深城国际机场降落 北京时间1月30日 凌晨1点40分 一辆出租车 停在了深城国家田径队 训练中心的大门口 江森从车上下来 叶培替他把行李箱 从车子的后备箱里拿出来 江森接箱子 对满脸疲惫的叶培说道 辛苦了 回去好好休息几天 带薪休假 初四回来上班 好 叶培笑着回答 坐回车里 江森朝坐在车内 没下来的方唐静挥挥手 目送出租车远去后 才转过身 独自朝着训练中心的小门走去 一边掏出手机 单手给老苗发了条短信 正回来了 第476章 做人的基本道德不要了 多吃点 多吃点 老苗 你冷静点 我家是山区没错 但他们山里不是没饭吃啊 次日早上一大清早 离过年时间不到十天 国家队训练中心这边 俨然已经一副要集体撤离的样子 食堂里吃饭的人 比平时少了起码三成 那些已经确定 无法参加奥运会的队员 要么是已经退回各自的省队 要么是回家探亲了 这几天确实票不好买 队里的管理 也就紧跟形势的人性化了一把 不再那么严格了 不过归根结底 主要还是领导心里有底 不在乎 那些渣渣选手 多练几天 少练几天的 有江森和祥飞人 训练中心的萧主任 和卢建军他们 现在就等着过年完 夏天赶紧到来 再然后 就是看江森和祥飞人表演 表演完毕后 大家排排坐 分果果的美好时刻 我真是怕你又要磨蹭好几天 你过几天 又得去北京 时间本来就紧 老苗来回来去 还是老吊重弹的那几句话 江森听得耳朵都快起茧子 三两口把老苗 不停拿进他盘子里的几个牛肉包子干掉 摸摸肚子 略有点撑 然后就起身朝训练馆走去 深城的血越来越多 室外训练是别想了 回来了 也只能躲在室内做力量训练 还有今天早上起床后 江森才想起来 训练中心这边连个篮筐都没有 待会儿还得坐车回申医 话说他出门一周 一直说要封校的申医 居然还没打样 还剩下几个专业的同学 要到明天才能考完 要是没买到车票的话 今年怕是要留在深城看春晚了 这几天 先把状态恢复一下吧 四天没正经练了 你看看 又耽误24小时 一月份都快过完了 离奥运会就剩几个24小时了 人生能有多少个24小时啊 老苗跟在江森身后 越说越特么的离谱 江森果断骂道 老苗 我求你大过年的说话 稍微谨慎点行不行 我特么 这是要猝死 还是今晚躺下 就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怎么就人生 能有多少个20小时了 我这不是着急吗 老苗道 春晚节目组昨天都打电话来问 小刘有没有时间去现场看看 我一算时间 春晚那不是大年三十 大年三十 那不是都二月份了 行行行 我知道你会数数了 四天不见 老苗的应激状态 快要把江森逼疯 江森赶紧投降 又随口问了句 春晚节目组就问翔飞人了吗 我呢 你什么你 人家没问 老苗没好气到 奥运金牌都没拿过 找你干嘛 妈但我好歹 也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世界田径锦标赛冠军 还特么是双料冠军 人称亚洲体育界 最雪白英俊的希望之星 东亚体格担当 黄种人的精神楷模 就这么没排面 江森内心有点小不爽 算到 算了 我原谅他们了 毕竟只是个日暮西山的全国人民 除夕夜搓麻将的背景音乐节目 今后 也只承担挨骂和承载老百姓 一整年怨气的职责 以前过年放鞭炮 就是要把前一年的乱七八糟的玩意儿 吓跑你知道吧 现在要搞环境整治 文明过年 鞭炮不让放了 所以大家 就通过骂春晚的方式 把这个年过完 意义是一样的 春晚就是年寿的具体象征 江森一口气说了堆乱七八糟的话 然后 幻苗公宽翻白眼 人家就是没叫你 至于这么编排吗 反正又没人听见 江森很光棍地回答 再说 我给春晚安个传统文化习俗的帽子 说不定 他们还得感谢我 感谢你八倍祖宗 老苗你疯了 不怕我扒训 老苗呵呵一笑 你敢扒训吗 那颗1.2亿美金呢 江森骂道 操 居然被你发现了 两个人没正行地扯着蛋 一路来到训练馆门口 早上八点半 训练馆离已经热火朝天 留下的不是队里 今年要参加奥运的选手 就是年纪不大的下一届种子 江森跟着老苗走进去 里头各种问好的喊声 立马此起彼伏 已经靠成绩收获队友们尊重 同时靠练收获女队员喜爱的森哥 一脸大领导视察时的架势 抬手跟四周的人打招呼 哎 好 嗯 早上好 一边脱了外套 很自觉地绕着场地 就慢跑起来 热身完毕后 就在力量教练的指导下 开始状态恢复训练 杠铃片从少到多 一片接着一片往上对 没过多久 训练管理的人越来越多 全都跑来看狗日的田径运动员 挑战举重记录 别让举重忠心地知道 卢主任很是忧心忡忡 小声叮嘱苗公宽 苗公宽跟着江森修长而强健的双腿 嘴里直犯嘀咕 妈的几天没练 怎么还越来越厉害了 妈的老子练了好吧 江森听了也好 立马反驳 我这四天训练就没落下 卢建军喜悼 每天练连力量吗 不是 练投篮 早中晚各两百球 江森被陆教练的极限施压 搞得吃不消了 赶紧把杠铃砸在地上 然后浑身一松 双腿轻轻跳了两下 整个人简直感觉要飞起来 卢建军和苗公宽 同失败了个眼 田管中心的人 练投篮 还有脸 说得这么理直气壮 这和当着自己老婆的面 骄傲表示 我每天都有好好爱护小三 有什么区别 要不是看在你狗日的 能养家糊口前给够的份上 早尼玛把离婚手续提上日程了 看别的田管中心的运动员 哪个敢这么家里 红旗不道 外面彩旗飘飘 别说奸向篮球 就是不脱产去大学读书 奥运当头 你猜他们是在学校里的时间多 还是在训练中心的时间多 你小子倒好 何止是有小三 就连小四 小五和小六都有了 前几天甚至请假四天 去和小六约会 简直岂可休 卢建军磨了磨牙 看着江森浑身大汗 又被带去做跳高的技术训练 陈生对苗公宽 下达了今天的第二个命令 给我把他往死里练 把这几天 被小三占的便宜补回来 老苗点点头 榨干他 对 卢建军点头同意 榨干 陶润即用古怪的眼神 看着他俩 不敢接话 一整个早上 连续三个小时 江森在刻苦的训练中 安然度过 最终拿出来一个两米一八的跳高成绩 把老苗高兴地上蹿下跳 队里上上下下 也都不由得议论纷纷 江森这十项全能这么练下去 九成九要破世界纪录了吧 已经破了 上星期训练的时候就破了 卧槽 森哥这个体格真是 够挑战人类生理极限的 底子太好了 小时候还饿了那么长时间呢 各种嘀咕声中 江森洗完澡 换好衣服 静止跟着苗公宽和陶润吉回到食堂 老苗亲自帮江森打菜 食堂里专门开了个小灶窗口 只提供给奥运选手 安全工作上比其他窗口更严格 陶润吉在别的窗口先打到午饭 在江森边上坐下来 笑嘻嘻道 等过完年 队医和营养师就过来了 森之队的人齐了 队里现在给你的待遇 跟降飞人是一个级别 降飞人 还有一部分费用 是要自掏腰包的 你这个全部公费 那不是应该的吗 江森抬起右手 张开五根指头 五个A标 陶润吉不由咧了咧嘴 江森的训练成绩这么强势 降飞人那边压力挺大 听说已经有好几个厂商 开始犹豫 到底要把代言给降飞人 还是给江森了 国内这边 怕是谁也想不到 会突然有这么个运动 天才横空出事 话说去年九月份之前 中国体育界里 压根都还不存在 江森这么一号人物 一切全都发生得太突然了 但索性也就是江森 在拥有实力的前提下 才可以利用他的知名度 一下子就冒出头来 不然 如果江森真的只是个 普通的山区小孩 或许这条路就没这么顺了 吃饭 老苗这时把餐盘往江森跟前一放 满满的一堆鸡鸭鱼肉 分量是普通状牢利的两倍还多的 然后转身又去把饭碗端了过来 米饭堆成一个小山间 骑马半斤 江森拿过筷子 端起碗来 就是狼吞虎咽 前几天训练量不够 今天早上这么狠练一把 感觉胃口好像又回来了 回到了接近前两年长身体的时候 那种怎么吃都不够的巅峰状态 不过说起来 好像他今年高考结束后 一直到现在 就再也没长过个子了 现在的身高是多少来的 187还是188 算了不计较了 生病精华都已经交给安安了 还什么长高不长高的 人家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在老苗和陶润吉充满慈爱和宠溺的目光中 江森风卷残云 没一会儿就解决了一海碗的米饭 陶润吉赶紧接过空碗 又去帮江森添了小半碗回来 刚走回来坐下 江森还没吃几口 食堂外面 突然走进来几个带着工作胸牌 但绝非国家队工作人员的家伙 领头的人有点眼熟 贾忠孝静止走到江森跟前 露出了友好的微笑 江森先生 根据国际反兴奋剂运动员管理条例 请你配合我们检查 在他身后 几个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生成半事处的新面孔手上 提着保温箱 满脸严肃 江森慢慢放下了筷子 眉头微皱 非要吃饭的时候也吗 做人的基本道都不要了 第477章 杨姓 辛苦 辛苦了 下午两点出头 在甲忠孝不满的目光中 江森终于完成了尿检 因为不同意 在没有深衣介入的情况下 随意放水 所以 拖拖拉拉 用了将近两个钟头 江森跟从深衣赶来的几名生化实验室人员 分别握手 大冷的天 这些技术人员 从五六公里外的地方跑来 确实花了些时间 光是来回路上 就是一个半小时 不过这次取样的数量不多 由于江森昨天人 还在东欧市 这几天没跟苗公宽同事同住 而宋大江 现在人又在十里沟村 所以江森只喊来了 原本已经放假的夜培 两个人分别贡献了尿样的C瓶和C二瓶 完全没了之前 一口气掏出C9的气派 江森感谢完深衣实验室的人 转头又对甲忠孝道别 甲先生 走好啊 甲忠孝皮笑肉不笑的咧咧嘴 阴阳怪气地说了句 江森 你应该是我见过的所有国内运动员当中 对咽尿这件事最敏感的一个了 其他运动员在咽尿的时候 状态都挺坦然的 呵呵 江森哪能让他阴阳柱 笑了两声 立马反击道 甲先生 性质不一样啊 你想想 我现在是什么水平的社会影响力 背负多么重要的历史任务 咽尿这么要紧的工作 不小心着点 万一让个别憋着劲儿 要因我的龟孙子 王八蛋 抓住机会 那我怎么向国家和人民交代 甲先生 你是不知道 有些个生儿子没定眼的狗东西 整天就吃着家里的饭 心里还特么老想着砸家里的锅 总以为把自己家里的锅砸了 隔壁家野爹就认他当干儿子了 那特么是巴布的国内多出点黑料 吵得越热闹越好 没有黑料 创造黑料也要闹 我能大意吗 我是绝不能 也绝不会 给那些个吃饭砸锅 任贼做父的王八蛋 留机会的 那些个狗娘养的 早晚特么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措骨扬灰 死无全尸 甲先生你说是不是 甲忠孝被江森就插指着鼻子骂了 刚刚阴阳怪气江森的笑脸 转瞬间变得僵硬僵硬 不由嘴角抽抽 拂袖而去 愤愤带走了江森的尿样的AB瓶 特别过来正场子的卢建军 无语地瞥了江森一眼 甲忠孝骂一句 江森回骂一百句 国内田径运动员当中 很少有江森这么有文化的人了 就是 人家也是拿钱办事 何必呢 卢建军有点不喜欢江森 这种攻击性满满的作风 江森淡淡道 吓喝他 老卢翻个白眼 不想说了 下午的训练 被耽误了足足一个半钟头 甲忠孝和叶培他们离开后 江森又抓紧回到训练馆 跟没事人似的 继续干自己的活 等到三点多 深城上空终于放晴 冬日已经并不温暖的斜阳照射下来 老苗赶紧地又催着江森去室外 加练了一场好久没练过的中场跑 1500米 江森不算太活出命去 跑了个手计 3分45秒 比前些日子的成绩退步了一点 不过放在十项全能里头 依然是无可超越的顶尖水平 只是老苗还是有些遗憾 这个成绩 距离奥运会拿牌 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 要知道 江森拿到A标的五个主项 1500米也是其中之一 十项全能 400米 跳远和标枪 江森全都有十足的夺冠实力 唯独1500米 和全球最掐尖的选手相比 明显当了一个层级 少拿一块金牌 少拿很多钱吧 老苗把毛巾递给江森 嗯 一路翻倍上去的 第五块金牌 是每年1600万 江森插着腰 站在跑道上 看着天边的夕阳直喘气 结果毛巾 擦了擦满脖子的汗 老苗补充道 每年1600万美元 三年就是4800万 一个多亿 一下就没了一半 还有篮球比赛的成绩 要进四强 场均拿30分 逃刃集结道 这笔钱也不好拿呀 一年800万 三年2400 老苗听得直摇头 老美 这牛逼吹得震天响 真落进咱们手里 能有多少 我还没抱怨呢 江森忍不住笑了 这笔钱就算全下来了 他个人也才拿税前三成 到手后 还得缴税 还得分正月一点 有多大能耐 就挣多少钱吧 这合同要是不这么闲 人家那一刻 还不肯跟我签呢 唉 七千多万 看得见 吃不着 老苗看着手里的计时器 深深叹了口气 距离奥运会只剩下七个月 想把江森的1500米成绩 从3分45秒左右 提高到3分30秒上下 几乎是痴人说梦了 连带着 他还直接否定 掉了南篮打进四强的可能 而且就算南篮真打进四强了 江森场均砍30分 这个条件 苗公宽也下意识地认为不可能 奥运会上场均30分 就算是 NBA最牛逼的球星来了 如果不是故意去刷的话 也很难达成吧 再跑一跑 行 江森歇够了 喝口水稍微打湿一下口腔 又走到了气跑线前 老苗拿起口哨 逼的一声 江森的身影顿如 闪电般飞奔出去 看起来 比刚才快多了 三年4800万美元的刺激 果然还是有点大 第二次 江森跑了3分42秒 进步显著 深沉的天色 逐渐又暗了下去 傍晚时分 江森早早吃过晚饭 马上就又坐上队里的车 赶往附近的一家收费场馆 进行投篮训练 但也没办法 深一笑区离得太远 来回太耽误时间 到地方后 也就只有陶润及一个人 拎着一大袋子的矿泉水 跟着江森下了车 场馆的老板 很是热情地一路 把江森带上楼 身后还跟了 至少几十个场馆里的员工 和过来打球的客人 一大群人 乌乌泱泱凑着热闹 嘻嘻哈哈地挨个 跟江森合影了半天后 江森一晚上 宝贵的半小时 也就过去了 特么的 还不如去深一 杀 杀 半个多小时后 场馆里的小姑娘 和小年轻们 终于给了江森一条生路 场地旁架起了几台摄影机 让江森稍微感觉有点别扭 江森只能当作是在打实战 提前适应有观众的气氛 陶润及坐在一旁 静静看着 在江森 那刷刷投篮的声音中 他忽然听到兜里手机在响 拿出来一看 是老苗打来的 很淡定的接通 就听那头慌张问道 小陶 江森呢 陶润及淡淡回答 在训练啊 怎么了 回来回来 马上回来 老苗火烧屁股似的 中午那个尿样出问题了 A平阳性 阳性 陶润及脑子里 顿时轰的一声 第478章 证据确凿 轰 从山栏背后极远处传来的爆炸声 还不如屋外的鞭炮声 来得有劲 只是仿佛轻轻易 哆嗦的动静过后 紧接着电视机里的画面 便转向了十几台巨型挖掘机 钢铁巨兽史上土堆 前方茂密的原始森林 被剑刺推开 高大而并不挺拔的 亚热带原始阔叶树种 抵抗不住人类文明社会的 强硬铁壁 覆盖满植被的山丘 在无可阻挡的力量面前 被夷为平地 人要吃饭 树就只能死了 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欧顺县青山民族自治乡 十里沟村园第三沟大寨 十里沟村黄崎种植园项目 第一期工程 于今日正式动工 这个项目 是欧顺县有史以来 投资金额最高的民营项目 受到国家部委 省 是多级领导的重视 而且令人惊喜的是 我们刚刚得知 该项目的发起者之一 正是我是著名作家 著名田径运动员 曾获得全国十家优秀 中学生称号 并在青年群体中 有着巨大影响力 目前正就读于 护旦深医学院的江森同学 该项目的主要负责和运营机构 正是由江森创立 并担任董事长的 东欧市阿尔军科技制药 生态开发有限公司 我操 麻子现在这么无敌了吗 1月30日晚上 刚刚结束完一个学期的 罗北空回到家里 一边吃着家里丰盛的热乎饭 一边看着电视里的新闻 他家老头子恨铁不成钢地 瞥了他一眼 心里叹气 陈生说道 都是特么的体育生 人家体育体育世界冠军 考试考试 全省第一 写书写书世界第一 妈的现在这么大的工程 都搞出来了 你特么 我这学期会考过了一门 你自己说的 别跟人家比 跟自己比就好了 罗北空不满地 把筷子往桌上一拍 老罗盯着 早就已经比自己 高出一个头都不止的儿子 愣了三秒 跟着怒吼起来 老子拿你跟他比了吗 你特么要能有 和他比一下的本事 老子现在就死 都能含笑九泉 你这还不是拿我跟他比 我说了 我没有 你没有你给我吼个鸡毛 老子吼两声不行了 不行 我会考过了一门 你就不能吼我 那你还有几门没过 三门 握你马 老罗吼不动了 捂住胸口揉两下 把嗓门放了下去 你特么高中毕业证书 都还拿不到 你倒还有理了 哼 大不了再留一年嘛 罗北空满脸 无所谓到 跟我同级的有个傻逼 今年还在读高二呢 我再多读一年 剩下三门会口 轻轻松松给你过掉 对了 你说 我过掉一门 就给一千的 滚滚滚 你特么就该感谢计划生育 老子现在看我面前 晃叫心烦 老罗掏出一把钞票 塞进罗北空手里 罗北空一把将钱抓过去 立马饭都不吃了 眉开眼笑跑回了自己的房间 留下老罗一个人 看着电视机里 眉飞色舞的女主持人 和站在他身边 接受采访猛夸江森的吴臣 独自黯然身上 同样的年龄 江森已经一飞冲天 而他家罗北空 还在撒尿活泥巴 反正在他眼里 玩电脑游戏和撒尿活泥巴 也没什么区别 爹 罗北空的房间里 主机一响 罗北空美滋滋地把钱收好 内心丝毫没有挨骂后的难受 从小到大 早都被他爹给骂皮了 不过最关键还是 他这学期问心无愧 整整五个月的住校生活 他几乎没怎么去过网吧 每天都是认认真真读书 恶补还没通过的四门会考科目 与此同时 学校的篮球比赛也没落下 带着江森母校和上上届冠军的余威 愣是一路披荆斩棘 带领着一群慕名而来的高义牛逼新生 打进了全市决赛 最终也只输了东欧中学十几分而已 虽败犹荣 要知道 东欧中学的阵容 那可是常年半专业级别 叫亲自前去督战的老邱 高兴地活蹦乱跳 但最搞笑的 还是曾友才那货 前年在老邱面前 还一连我要把逼装透的德性 可现在老邱成了副校长 曾友才却依然是政教处副主任 罗北空每次比赛时 看着曾友才在老邱 跟前点头哈腰的样子 都忍不住想上前大笑三声 老邱这货 是真的沾了江森的光 不过明年就没比赛了 老子的青春已经结束了呀 罗北空拿起桌上的那枚 今年刚拿到手的全市高中生篮球比赛的银牌 感慨地妈撒着 等下学期就只有好好学习一条路了 他其实刚刚跟老罗说的是气话 鬼才愿意读那么久的高中呢 而且这事说来也玄幻 明明是同一届的学生 江森现在已经读大一 他自己再读高三 文宣宾那货 还在上高二 妈的 那个傻逼 罗北空自问 已经绝不是文宣宾那种不可救药的货色 这学期没过会考的数学和英语 他觉得自己学的已经不差了 下学期一定能过 哪怕真有一门过不了 他也决定要去上大学 垃圾 第五批 也就第五批了 麻子说得对 什么年纪就该做什么年纪的事情 拖一年 勉强还不影响 可拖上两年 三年 那味就不对了 罗北空看着手里的银牌 电脑音箱里 突然传出熟悉的开机的声音 他陡然回过神 看着屏幕上的XP操作界面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学期 过得仿佛无比漫长 但总算 是过去了 他抓起鼠标 放到魔兽争霸的图标上 犹豫了一下 又轻轻摇头 把鼠标挪开 妈的 居然觉得没意思了 老子果然已经是个好学生 学校里那个江森博物馆没白去 十八中实验楼三楼的江森荣誉室 这学期可是招待了不少外校 来参观的师生 最远的 甚至有从北京过来的 罗北空 他自己也时不时去看一下 每次觉得学不进去了 就去看麻子留下的遗物 补物私人 效果比鸡汤还好 他一动鼠标 点开网页 似乎是头一回 输入了江森的名字 然后 看着几十页 关于江森和阿尔军的内容 愣了好半天 才点进位于度娘搜索页 第一页 第一行的江森吧 进入贴吧一桥 置顶的帖子 瞬间看得他眼珠子 狠狠一瞪 那不消息 证据确凿 姜骗子果然使用了兴奋剂 第479章 全火力输出 滚你妈的 去你妈的 死你妈的 从未在江森八 这个森黑大本营里 公开露面过的 安安 这天晚饭后 突然火力全开 因为声称 拿到铁证的那个马甲 不仅很快拿出了化验单报告 报告上清清楚楚写着国际反兴奋剂组织 江森 阳性这些字眼 对方还贴出了自己的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深城办事处的湖明工作牌 以及化验室的内部环境 乃至是那瓶江森的尿液样品 一时之间 网络上风雨大作 仿佛一切真相 已经揭晓 江森的妈妈粉和姐姐粉们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 几乎全都陷入了沉默 江森三本作品的贴吧和二二军吧里 充斥着来自全网的嘲笑 霸物们不敢删帖 其他的各大论坛上 也到处贴满这些照片和文字 就连星星星中文网的评论区都沦陷了 连李正萌都觉得没脸反驳 只有安安 无条件地站在江森这边 可他越是这样 受到的攻击就越是恶毒 网络上不知道 谁又泄露了他的本人照片 被数不清的无知屌丝 屁成十八镜的样子 广为流传 甚至传得比江森的尿样照片都快 马拉个逼的 这什么情况 晚上十点多 江森训练结束回来时 网络上的舆情已然不可阻挡 202宿舍里 训练中心的萧主任 卢建军和老苗齐聚一堂 三个人神情凝重又愤怒 江森连早都来不及洗 就遭到了老苗的抱怨 我早说了 让你跟人家好好说话 你没事 却有反兴奋剂组织的人干嘛 想多了 一群狗腿子 哪有这个胆 江森一眼 就看出情况不对劲 这种铺天盖地的抹黑 绝逼不可能是早上那些 煎尿的家伙 能搞出的阵仗 背后肯定是有专门指挥 和策划的人 但问题是 是谁呢 按理说 经过去年一系列的 打脸行动和司法审判后 个别人早就该演气息鼓了 难道是因为 奥运会越来越近 所以 某些人怕自己出风头 又着急了 嗯 这个假设 倒是有可能 所以 他们就拿贾忠孝当枪使了 可贾忠孝 又哪来这样的敌切 江森走到老苗 他们带来的电脑前 翻了几下网页 确实有种 被全世界攻击的急事感 而且 居然还把安安给卷进去了 曹他骂了个逼 江森骂了句 萧主任这时沉声问道 江森 你没用兴奋剂吧 没有 江森很语气很肯定地回答 一边拿出电话 直接当着三个人的面 拨通了方唐静的号码 方律师 上网看一下我的新闻 马上帮我向深城公安报警 然后再出个辟谣声明 一定追究造谣者的责任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 诽谤我的犯罪嫌疑人 方唐静 显然也是早看到了 略微犹豫着问 咱们还没切实的证据吧 不需要 江森火气有点大 没有就是没有 老子清清白白做人 深正不怕影子鞋 方唐静想了想 那要不 先等深医的 C瓶尿液样本的报告出来 多点证据 我们的声明 也会比较有利 江森稍稍一想 同意了 也行 那你马上帮我联系一下 他抬手看了眼时间 感谢深医繁重的课程 现在才是1月30日 晚上10点半 明天31号 深医还有学生在考试 所以 学校的化验室 自然也还上班 方唐静麻利挂断了电话 约某10分钟后 就给江森回了信 实验室那边有人值班 20分钟就能出成果 江森一听 转头看看萧主任 萧主任二话不说 起身就喊 走 去深医 夜半时分 江森浑身是汗 跟着萧主任和卢建军 上了中心的车 火速朝深医驶去 不到40分钟 等三个人急匆匆走进实验室大楼 实验室外面 早已经占了不少人 深医的副院长高明辉 带着深医生化专业的几个大佬 手里拿着江森C瓶尿液的检查报告单 满脸严肃和气氛 却并无紧张 高院长 萧主任快步上前 和高明辉一握手 检查结果怎么样 高明辉身边的一个老师 把化验报告单递上去 阴性 另外一瓶对照的 C2也是阴性 江森绝对没服用兴奋剂 萧主任文言 顿时长输一口气 卢建军心里的大石头 一下子也落了下去 江总 方唐靖这时 才从人堆里走出来 一脸忠心耿耿地走到江森跟前 我这边 今晚就能把诉讼状准备好 咱们告吗 要什么诉讼状 江森眼里 凶光一闪 直接报啊 这特么的诽谤 我和我女朋友 还非法传播淫灰内容 侵害名誉 这回不抓几百个回来坐牢 真当他妈随便什么 阿妈阿狗 都能爬到老子头上拉屎 搞死 往死里搞 不要留守 就算查到发帖的人 是未成年 低保护 全世界最惨家庭 特等奖获得者 咱们也不要手软 一定让法律 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还有 优先告包邮区内的 我要三天之内见血 这边要是不立案 你就联系正远 我说得够明白吗 方唐靖飞快点头 江森又妄想站在一旁 已经厅呆住的几个学校的大佬 正色对高明辉道 高院长 学院或者最好学校 能帮我出一份辟谣声明吗 我需要学校 给我一点舆论上的支持 高明辉回过神 想都不想就答应 当然 这也是我们学校的事情 多谢 江森双手握住高明辉的手 重重握了一下 转过头来 再看向萧主任 萧主任自然更加义不容辞 忠心今晚就出声明 我马上联系和助理 还有 马上要求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查B评 卢建军补充道 高明辉 微微皱眉 陈生道 那要是B评 也是阳性怎么办 A评和B评 才是权威结果吧 我们的C评 不过是个 对照用的保险 不管是不是 B评都是要验的 江森正则道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 尽快给出反应 我倒更怕 反兴奋剂组织拖着不验 多拖上几天 到时候 就算我自证清白了 事实上的名誉伤害 也已经造成 你们不知道 有些傻逼 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 脑子里 一旦有印象先入为主 这辈子就说不清了 卢建军道 你管那些傻子干嘛 刚问出口 江森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喂 江森按下免提 那头说的 却是英语 江先生 我是耐克大中华区 法务部的负责人 我们刚才注意到了 网络上 关于你使用兴奋剂的舆论 鉴于我们的合作关系 在这件事的情况 趋于明朗之前 我们将根据合约 暂时终止和你的合作关系 如果你无法在一定时间内 提供对自己有利的证据 我们将依照合约 单方面结束与你的商业合作 并向你和你的所在机构 追讨相关的违约费用 请理解 江森听得半懂不懂 在场的大佬们 英语也就一般 都是听了个七七八八 不过 这已经足够了 看吧 傻逼对我的伤害有多大 江森挂断电话 对四周喊道 方唐静则奇怪嘀咕 耐克的动作这么快 给罗宾打电话问问 江森果断 又交给方唐静一个任务 好 方唐静点点头 我尽快联系 江森恩了一声 抬手看看时间 晚上十一点多了 微微吐了口啄气 对高明辉几个人说道 今晚麻烦大家了 这么特地替我跑一趟 高明辉摇摇头 苦笑道 谁让你面子大呢 是校领导通知我来的 说不定 市里都知道了 事情能做的 都第一时间做了 深医的大佬们很快离开 片刻后 江森和萧主任 卢建军走出学校 却拒绝了返回队里 对两人说道 我还得见个人 谁 萧主任问 江森没回答 而是拿出另外一部手机 给手机里唯一的那个号码 拨了过去 等了十几秒 那头接通 江森柔声问道 睡了吗 嗯 没 你家住哪 我去接你 安安穿着一身睡衣 在床上坐起来 方才在网上生得一肚子闷气 一下子烟消云散 中山北路 幸福弄八十八号 等我 嗯 第四百八十章 但他坐得出来 呼 江森掀开被子 光着膀子坐起来 微微喘了口气 昨晚上的战况有点激烈 安安又哭又叫的 又超级主动 但幸好江森体格无敌 在顶住前期几波攻势后 后期反攻的时候 一下就让安安陷入了崩溃 等完事了 洗个澡再躺下 已然是凌晨两点多 江森坐在床檐上 回味了片刻 然后赶紧穿上件衣服 跑去了卫生间 片刻后 等洗漱完毕 走回卧室 江森低头 亲了下安安的额头 安安睡得很深 完全没醒过来 江森看着他熟睡的样子 嘴角微微一扬 给他噎好被子 留下一张纸条 亲手亲脚走出了房间 这个小姑娘 江森实在有点不好评价他 说他聪明吧 读书考试 一塌糊涂 说他笨吧 有时候关键的事情 又拎得特别清楚 对人生核心利益的把握 要比江森 这两辈子见过的很多 有点小钱的人都牢靠 至少认识他这段时间以来 江森就从没看他走过臭旗 就像昨天晚上 网常网络上那么多支持他的人 全都被汹涌而来的水军打懵了 但唯独只有安安 顶着压力 也要喷回去 甭管到底是不是小姑娘爱他心切 至少从结果上看 那些什么妈妈粉和姐姐粉们 没一个有安安这么立场坚定 对他的支持 完全不讲道理 李正萌在星星星中文网拉起的 那只萌家军都不如安安有战斗力 这样的姑娘 如果娶回家当老婆 应该是可以放心 把后背交给他的吧 江森心里想着 有点暖洋洋的 叮咚 清晨六点不到 江森精神抖擞走出电梯 脸上丝毫看不出战斗半朽留下的痕迹 跟前唐指般的领班和服务员们点头一笑 他推门出 门上的铃铛一阵清响 屋外的冷风扑面而至 08年第一个月的最后一天 深城又下起了鹅毛大雪 寒潮还在持续路上满是鸡血 以及清扫鸡血的环卫工人 闻名全球的国际大都会市交尚且如此 南方其他地方 受灾情况肯定更难以估量了 但江森此时已经没什么心思去想这个 他更多的 还是把注意力放到了自己的身上 他差不多已经决定了 等奥运会结束 或者明年过年 如果他和安安的感情稳定的话 就去跟安大海提亲德了 反正礼法 手续上的事情早晚都要办 他不喜欢拖 更不喜欢夜长梦多 出现什么不确定因素 法定年龄没到 不能结婚就先定个婚 但如果少数民族 可以早结婚的话 安安明年也年满20周岁 那早点领证也没什么不好 话说昨晚上 他就是当着安大海的面 把安安领走的 梁玉珠还笑哈哈地 拿了他两个拜年红包 只有周扬的表情有点难看 所以他感觉安安 已经不适合再住在娘家了 应该跟他一起住才对 哪怕租个房间 在校外先安个小假 实在不行 他现在身上的钱 在深城买个小两口 能凑合住的三十一厅 也绰绰有余 再让叶培去买辆车 每天车 接车送他们去学校 助理妈 不用白不用 心里碎碎念着 江森很快进了深衣的校园 远远看去 学校里有不少教学楼 已经亮起了灯 就这种天气 这种日子 这个点 深衣里头 照样还有早起学习的考研党 当真是一天都不肯落下 江森踩着积雪 一路小跑到训练馆 然后拿出钥匙 开门进去 熟门熟路地开灯 开暖气 又绕着场地跑了四五圈 把身子活动开后 场馆里 很快就响起了投篮的声音 球馆里没有帮忙捡球的人 江森的训练效率比平时稍有下降 不过因为最近越投越准 越投越有感觉 自己捡球自己扔 影响倒也不大 早上七点左右 江森擦了擦浑身的汗 又小跑着出了学校 学校的门卫 方才没见到江森进来 没想到江森好几天没出现 今天冷不丁又跑来了 江森一边往外跑 一边喊了句 大叔 训练管灯没关啊 好 我一会儿去关 看门大叔回答着 见江森跑远 露出笑脸 网络上 关于江森使用兴奋剂的事情 因为时间只过了不到一天 此时还没传到线下 在看门大叔眼里 江森依然是那个 为国争光的好青年 江森冒着寒风 飞快跑回酒店 回到2022房前 他按了几下门铃 过了好一会儿 安安才爬起来 迷迷糊糊地给开了门 问道 你去哪儿了呀 训练 江森走进去 想要先洗个澡 安安却一起跟进了卫生间 毫不避讳地坐下来放水 眼神呆呆地看着江森 森森 我是不是在做梦 不是 那你能过来帮我擦个屁股吗 你特么敢不敢更恶心点 江森哭笑不得 这时 口袋里 手机又响 大清早的 也不知道是谁这么东练三九 拿出来一瞧 眼神微微一变 果然不是等闲人物 耐克大中华区总裁 罗宾威廉姆斯打来的 江森想起 昨晚上那痛经肆语语警告的电话 让手机多响了几下 才不着急地接了起来 切换成英语说道 你好 威廉姆斯先生 江森 我很抱歉 罗宾威廉姆斯张嘴就认错 昨天 关于那个谣言的信息 我并没有看到 我年纪大了 最近天气太冷 我睡得有点早 我们法务部门给你打的那通电话 也并不是我本人受益的 而是我们新来的副总受益的 那是个很有野心的年轻人 我有点管不住他 还有他发在face上的那个声明 那也是他个人的行为 What 江森愣了下 什么声明 嗯 你还不知道 罗宾也愣了下 我以为你的助理或者律师 应该连夜通知你了 江森微微皱起了眉头 没有 那个声明说了些什么 就是关于可能要终止 跟你的代言合约的声明 当然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现在已经在想办法 联系那个年轻人 让他马上删掉 那个愚蠢的声明 你相信我 耐克大中华区 绝对没有任何要暂停 和你合作的意思 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好吗 罗宾有点着急地解释着 江森安静了几秒 不由缓缓问道 你说的那个年轻人 他到底想干嘛 罗宾沉默了好久 才回答道 他想取代我 我猜 你这次的兴奋剂问题 可能是他指使的 虽然我没有证据 但他做得出来 第481章 有内奸 卡森 他叫卡森戴尔伯特 总部原本打算 派来接替我的那位 罗宾威廉姆斯 结束了和江森的通话 江森拿着手机 半赏无语 之前签约的时候 江森就知道 罗宾和他签下那份 总价值三年 1.2亿美元的代言合约 就是想把赌注 压在08年奥运会上 希望能借江森的夺冠潜力 保住自己 耐克大中华区总裁的位置 可现在按罗宾的说法 他的潜在接替者 卡森戴尔伯特 仿佛已经感觉到了危机 所以根本不想看到 那一幕的出现 因此极有可能 他已经开始布局 要在奥运会开始之前 就把江森 从国家队的奥运选手 系上拉下马 那么这么一来 压根就不需要 等到奥运开始 罗宾就该提前退休了 甚至连他原先和耐克方面 聘任期限都做不满 这位名叫卡森的鬼佬 真是着急呀 但问题是 老子就活该 让你当道巨使了 娘西匹 江森神色不善 心里破口大骂了一句 安安看出 江森脸色不对 也不瞎说话了 亲手亲脚走上来 小声问道 出什么事了吗 昨天的事情 嗯 江森很坦白 揽住安安的肩 你别担心 好好过年 事情好像有点复杂 目前还搞不清 到底是什么状况 江森和安安解释着 一边自己也冷静下来 这事儿到底 是不是因为 卡森戴尔伯特的原因而起 或者说是否由他指使 目前还不好下定论 现在的关键 还是先得争取到舆论的支持 耐克 护弹 填馆中心 目前缴获进来的人 已经不少了 如果抛开卡森和罗宾的内斗不谈 事实上 站在江森这边的力量 还是很强大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 朋友那是必须越多越好 枪口绝不能随意指向耐克内部 把朋友变成了敌人 甚至江森觉得 这还远远不够 他还需要更多的帮手 昨天短短12小时 网络上的舆论就发酵得那么猛烈 说明对手绝对是笨着 要置他与死地的目标来的 就是要一棍子打翻 批到批臭 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江森当然不能坐着等死 他抓紧洗了个澡 拉着安安下楼吃了早饭 早上八点不到 他直接带着安安回到国家队训练中心 卢建军见江森居然正大光明 带着女朋友回来 正下意识火冒三丈 要喷江森几句 却被江森满脸严肃地 拉进了202房间 听江森解释道 卢主任 我们这边有内奸 什么内奸 卢建军满脸猛逼 江森先把耐克大中华区这边 罗宾和卡森内斗的事情一说 转而又道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 卡森在中国国内 乃来的那么大的力量 一下子动员起这么厉害的舆论 江森拿起早上吃饭的时候 从酒店里拿到的 深兜早报 报纸第二版的版面上 赫然竟已经刊登了他疑似服用兴奋剂的新闻 别看这份报纸 在全国的发行量不大 可在深城本地 那可是家家户户 几乎都能看到的 外地人或许以为影响力 无非也就深城周遭 但不要忘了 深城可是国际级大都市 本地常住人口就超过2000万 而且十里洋场万国旗帜飘扬 这玩意儿的影响辐射范围 那特么可是全世界 卢主任 我的A屏检测报告 昨天傍晚才出来 网上七八点就有消息了 而且 深兜早报 也不是谁想网上面发消息 就能随便发的吧 要是没有国内的人接应 就算卡森想弄我 他也没这么容易 是不是 江森挥动着报纸 卢建军官被知晓 这辈子也只在体育线上讨生活 说是田径国家队训练中心的副主任 但其实也没太多地经历过这样的阵仗 这方面的经验 还不如谢安龙来得多 对江森说的话 不禁有些信不过 怀疑道 不会吧 你想多了吧 是不是我想的太多 咱们这两天就会知道 江森看着卢建军 很认真道 今天是 深兜早报 刊登这个消息 算是打个头阵 那明天呢 深一今天之内 肯定就会把我的C屏 检查报告公布出来 那明天咱们看其他媒体的口风 在深一已经出具权威报告的情况下 看看他们写的东西 是有辟谣 还是故意加深社会对这件事的误解 一看不就知道 到底是不是有内奸了吗 卢建军微微皱眉 依然不理解 那就算有这样的内奸 他们图什么 卢主任 我去年写的 42分高考小作文 现在还贴在网上 您再回去看看吧 有些事 我实在不太好明着说 江森不隐瞒 可也不说透 反正我只希望您能帮我一件事 如果明天和后天 媒体的反应不正常 我希望您和肖主任 能跟别的领导再认真反应反应 不仅咱们训练中心 和田馆中心能帮我澄清 最好还有更上面 卢建军到 总局 江森点点头 对 卢建军眉头紧皱 思考片刻 点了下头 我先去跟肖主任说说 这事得谢主任同意 一边说着 起身看了也安安 没再说什么 走出了202房间 这个事情 国家队帮忙 不是应该的吗 老卢一走 安安马上不解的问江森 你要是被诬告成功了 明年奥运会这边的领导 不也损失巨大 没表面上 看起来这么简单的 江森摇摇头 解释道 运动使用兴奋剂是大事情 在没有十足的证据之前 官方不能贸然给出反应 谢安龙会想 万一我真的用兴奋剂了呢 那他马上就出来表态 那不是打脸啊 这样我既参加不了奥运会 他又释放了错误信号 这口黑锅 就连带着扣到他身上了 所以总局那边 现在就要更加慎重 不能随随便便就替我说话 训练中心说错了话 萧主任要受罚 田管中心说错话 谢安龙要受处罚 总局呢 总局说错话 谁来担这个责任 知道总局是什么级别吗 哦 安安恍然大悟 挽住江森的胳膊 那我们今天干嘛 江森看看安安 晚上再说 安安一脸娇羞 捶了江森一拳 第482章 谁谈感情谁傻逼 晚上 晚上不知道啊 说不定回家 什么叫说不定回家 中午时分 田径训练中心食堂里的日 又比昨天少了些许 安安坐在江森身旁 拿着手机跟安大海通话 一边朝从四周投射的好奇 眼神卖乖 说得轻声细气 很是大家闺秀的样子 手机那头 安大海简直暴跳如雷 可他还没先骂娘 江森这边倒是先爆发出了一声怒吼 我操他大眼 爸 我先不说了 这里有点事 安安急忙先挂了电话 食堂外头 卢建军和苗公宽走进来 两个人全都脸色发黑 已经吃完的江森 起身就迎面走上去 问道 怎么了 那边把你的 碧瓶尿检时间 安排到两周后了 老苗简直肺都要气炸的样子 江森闻言 顿时一惊 草他妈 故意的吧 就是故意的 卢建军同样气得不行 他和老苗今天早上过去才发现 国家反兴奋剂组织深城办公室的门 压根就没开 后来辗转去到他们的实验室 才找到两个值班人员 拿到了江森碧瓶尿样的检测 安排时间 江森的碧瓶尿液检验申请 是昨晚上12点不到提交的 可检测时间 却愣是被安排在了2月15日 理由也很充分 过年了 即日起到正月初八之前 实验室不上班 卢建军当时还想找贾中校交涉一下 希望能破例为江森提前 或者把尿样交给申医 或者他们相信的第三方机构检测 然而这个要求 还是落空了 那个贾中校昨天下午拿到江森的尿液 结果今天凌晨2点 就坐飞机就回了老家 要说这里头没问题 卢建军自己都不信 国内凌晨2点的飞机 你特么得思乡 兴切到什么承诺 可即便这样 卢建军还是不放弃 连续不停地拨打贾中校的手机 一直到刚才回来的时候 才在路上打通 不想贾中校那边 居然还阵阵有词 卢主任 雪灾啊 实在没机票啊 我也赶着回家过年啊 至于什么网开一面 那更是不存在的 一句话 下班了 他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 不许厌 卢建军当时差点在车里 就跟贾中校这狗热地喷上了 可作为一个文明体面的副处级干部 他还是艰难憋了回去 只不过 江森可憋不住 草他娘的香蕉 哈密挂 在听卢建军说完情况后 江森的情绪当场失控 没有弊平的确凿检测结果 别说自证清白 甚至连自证清白的程序都无法启动 而且说实话 清白还是其次的 最关键是 如果这么一拖两拖的 耐克那边的代言 很有可能就会黄掉 而一旦耐克的代言黄了 抛开金钱上的损失之外 其给出的潜在信号 又会是怎么样的 被民主自由诚信灯塔的美国爸爸 盖上不诚实的印章 那还想翻身不成 到时候特么的黄泥掉裤裆 江森估计 自己怎么洗都不可能再洗干净 尤其眼下还时间节点敏感 这事儿说不定 还要传到国外去 有些个十几年后的阴间媒体 这会儿可正是新闻自由 和新闻真相的标杆呢 到时候 谣言出口再转内销 国内个别宁可信野爹 也不信证据的傻逼再一配合 江森恐怕自己得 当场就被愤怒的傻逼 定到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这些人当中 肯定有一部分人 和他的小说阅读人群是重合的 到时候 书卖不出去 代言泡汤 做人名誉扫地 对四级药业的起诉 说不定也会出波折 黄旗项目搞不好 要连锁反应的倒大煤 只不定体委总局为了稳定 还会取消他参加奥运的资格 不可能 卢建军打断了江森漫无边际的猜想 只要你 确实没服用兴奋剂 不管什么情况 总局都绝不可能 取消你的参赛资格 你最多 就是卖不出输去 以后就老老实实当运动员好了 咱们运动员啊 只要能出成绩 那就一好遮白丑 放屁 你才丑 我才不要干一辈子苦力活 江森突然把运动员的格调 说得很低 妈的我不能坐以待毙 得想点办法 总局就不能先相信我一下 提前给出个声明吗 没必凭检测结果 怎么出声明啊 万一出问题 责任谁来担 卢建军的担忧 果然和江森想的一样 你现在着急也没用 总局那边 也要看真凭实据的 江森不禁发飙 你们吕磨的 就是不爱我了 果然关键时刻 才能看清 一段感情的真实面目 分手吧 关系破裂了 啊 咱们走 回救店 一边说着 拉起安安就跑了出去 踩着厚厚的鸡血 江森和安安一溜烟 跑回202宿舍 一进房门 安安二话不说 拉出江森的行李箱 就要装衣服 一边认真地说道 森森 不用向他们屈服 男子汉大丈夫 大不了吃软饭 我养你一辈子 你傻吗 江森抓住他的手腕 把他整个人拉回怀里 教育道 我就是随口说说的 出了这道门 我就违反对理纪律了 又特么 要被人抓把柄 妈的我还没打算 放弃参赛资格呢 吃软饭 是我人生战略的 最后一步 现在还远没到那时候 安安想了想 仰头看了江森几秒 一头又埋进他怀里 那你到时候 只能吃我的 吃你的 吃你的 你的最软了 江森 拉着他坐到床沿 这时 老苗突然推门入 一看江森 连行李箱都搬出来了 忙道 森哥 你不要冲动 萧主任已经在联系和助理了 你现在跑了 那就违反对理纪律 又要让人抓把柄了 江森和安安对视一眼 安安忍不住伸手去摸江森的脸 我儿子 以后一定超聪明 老苗的嘴角猛抽了两下 真腻外 真恶心 他忍着恶心 干脆在房间里坐下 提醒道 注意点啊 还要训练的 知道 这不恋爱初期 练奸情热吗 江森 抓住安安坐腰的手 又拿出手机 给方唐静打了过去 方律师 这边公安立案了没 那头沉声回答 警方说 目前证据不足 最多只能 追究一部分人 传播安安合成照片的责任 但是处理起来 也有一定难度 那就是还没立案 嗯 跟郑月联系了吗 郑打算联系 抓紧 江森道 你是我的律师 我不会跟你撒谎 兴奋剂 我是绝对没用的 我知道 方唐静道 但是如果是误符 深医的检查结果 都没问题 反兴奋剂组织的实验室 就能测出我误符了 到底哪边更专业 你分不清吗 江森很直接地点了一句 方唐静那边 微微不满地皱眉 对江森的态度 有了点细微的变化 我知道了 我会抓紧联系正月律师的 有进展了 我会联系你 好 江森把手机一挂 这时 房门洞开的房间外 萧主任忽然又走了进来 神色凝重 语气中 带着些许的歉意 江森 忠心谢主任刚才跟我通了话 他的意思是 结果还没出来之前 忠心不宜表态 好吗 果然关键时刻 谁谈感情谁傻逼 昨晚上交代的三件事 律师报警 学校出检测结果发声明 田管忠心站台背书 现在方唐静那边说了 没做到 田管中心这边 干脆根本不敢做 到头来疼爱他的 居然只有学校 可饶是如此 昨晚上深衣的检测报告出来后 今天到现在 也没还出官方声明 其实也就只帮了五成的忙而已 还是技术层面上的 随便找个其他研究机构 这事照样能办成 江森越想越觉得 这回八成真要凶多吉少 出师位洁身先死 还没成名就先被搞臭 憋屈 咚咚咚 咚咚咚咚 兜里的手机 这时忽然又响 江森拿起来一看 是为棉子的号码 妈的都这时候还催稿 不对 该不会是要退稿的吧 江森一下子就忍不住 往最坏的方向去想 乌露偏锋连夜雨这种事 难道不正应该 发生在这种时候 他拿着手机 迟一片刻 才按下了通话键 手机那头 卫面之子的腔调 日常亢奋而猥琐 二爷 你猜猜 在这个全网都在骂你的至暗时刻 我给你带来什么好消息 你们把骂我的那些马甲 全都数据格式化了 封号还不退钱 不 是 我们哪有那么下流 辉哥才没这个胆子 卫面之子 黑黑乐道 是 联合早报 07年的统计出来了 你的书去年全球销量 世界第三 陈总刚才来网站了 他说 无论出了什么事情 网站永远支持你 星星星中文网 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第483章 好激烈的战斗 重磅 星星星中文网超白金作家 2022军 荣登 联合早报 2007年度 全球最畅销商业作家榜第三 2022军 本名江森 现就读于护旦大学深医学院 2007年 曲江省高考文科状元 2007年 大阪田径市井赛跳远 标枪双料世界冠军 东欧市作协理事 东欧市欧顺县第九届政协委员 其代表作 我的老婆是女神 我的老婆是女王 我的老婆是女帝 三部曲文明海内外 目前已被翻译为四种文字 行销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 星星星中文网的动作很快 卫面之子中午给江森打了电话 下午两点半 网络上就开始零星 出现江森再次斩获国际及荣誉的新闻 虽说这荣誉其实水分不少 因为联合早报的统计数据不一定准确 不过大难当前 星星星中文网 却只能走出这步棋 相比起为名字的屁都不懂 只以为江森是真的 又收到了来自国外的小红花 可这个新闻背后的真相 却是陈老板和湘江茶庸出版社方面 发现国内的舆论后 果断和联合早报方面达成了某些交易 交易具体内容未知 可表现出来的结果就是 新加坡方面 有人愿意看在茶庸和大陆首富的面子上 替江森站台了一次 而对陈老板和茶庸出版社来说 这也同样是一次紧急的不能再紧急的公关 在出版业日渐萧条的当下 江森的老婆三部曲 这两年来一直都是陈老板和茶庸出版社旗下 难得优质现金乃牛 如果因为大陆这边的谣言 导致江森的新书在海外发行出现不可控的问题 那对双方来说 损失都将是非常巨大的 尤其是茶庸出版社 他们在去年12月结束前 也就是一个月前 才刚刚买断了江森现在手头这本新书 在海外的独家发行权 交易数额巨大 报的就是一旦江森在奥运会出风头 他们就能大赚一笔的想法 所以 昨天那突如其来的爆炸性传言 着实把他们吓得不轻 再说国内的陈老板 这些年四处投资 回报一般 资金链一直紧张 而新兴兴中文网 作为他众多投资中的神之一手 眼下对他的商业帝国来说 正逐渐成为书写链条上的极关键一环 而阿尔军身为网站的内容输出 扛把子兼最重要无形资产 没有之一 就相当于如果江森出事 那就是新兴兴中文网出事 陈老板无论如何 不可能做事不管 总而言之 就是在江森找遍帮手 环顾四周 竟没人愿意出来挡刀之计 最终向他伸出援手的 却是妥妥的资本力量 有那么一瞬间 他感觉自己就向灵互冲 名门正派全靠不住 最终跟他在斯国牙大战 东方不败的 居然是任我行和向问田 而且 他还睡了任我行的女儿 呼 晚上十点多 江森和安安在酒店的浴室里洗完澡 躺上床后 长舒一口气 一月份的最后一天 他其实和平时差不多 没怎么把心思放在舆论上 白天训练了一天 还抽空码了四千字 晚上在训练中心练完力量后 又让陶润吉送他和安安回了身衣 练了一个半小时的球 回到酒店 再继续练一个小时 才终于把旺盛的有点过分的精力 全都释放干净 你好禽兽啊 安安的面颊 还略带几分红润 靠在江森身边 拿出笔记本 开始翻网络上的信息 下午 星星心中文网 抢先一步的宣传 此时已经跟其他各路媒体后 发制人的舆论打成一团 不出江森所料 国内的舆论氛围 果然相当不正常 在经过24小时的发酵后 已然有不少主流媒体 也跟随 深都早报的步伐 烫进了这趟浑水 对江森 形成了毫无道理的舆论围剿 老朋友 南疆都市报 首当其冲 冲锋在前 据国内各主流媒体可靠消息 著名网络红人2022军 即中国田径队队员 准奥运选手江森 昨日未能通过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尿检 其尿液检测结果 显示为阳性 目前国家田径队 及江森本人 都未对该消息 做出正面回应 网络红人 安安眉头微皱 戳了戳江森 江森扫了眼 呵呵一笑 贴个标签 就想把老子的格调打下去 做梦呢 贴标签 谁不会啊 南狗都市报 江森同样嘴炮 就是 安安身以为然 把这个新闻截图下来 保存进一个名叫 改日一起清算的文件夹里 然后转头清江森一口 点叉叉关掉这个页面 继续往下翻 新都报 我国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上的 涉兴奋剂问题由来已久 事实证明 为金牌论的指导思想 既无法使一个国家 真正成为体育强国 也不可能完成 强健民族体制的历史任务 反倒会因此 滋生出大量畸形的社会问题 澎湃报 江森作为某种意义上的公众人物 为了维持其体面和形象 服用兴奋剂的动机 固然值得理解 但其给国内广大青少年 所造成的极大负面影响 却绝非一尽了之 可以抹去 南斗环球报 老吴觉得 江森这件事 更应该客观地去看 并取得较为优异成绩的年轻人 他的行为 未必就能体现他的内心 服用兴奋剂这件事 谁都知道不对 更不用说 一个高考取得较高分数的聪明人 江森明知故犯 或许更应归因于他身边的环境 老吴相信 这个孩子 应该是被某些错误的思想所诱导的 当奥林匹克精神自由 奋进 努力的精神 被简单地归结为 对金牌的追求后 年轻孩子在成长的道路上 很容易忽略掉金牌背后 更加值得全人类所珍惜的意义 他们会忘掉公平 团结 诚实这些弥足珍贵的品质 转而进入到一种 为夺得胜利 不惜一切代价的功力中去 当然 老吴更加希望 而且是诚挚的希望 江森并没有做这件事 老吴希望 国家有关部门 能尽快对该事件给出解释和处理 还设会一个真相和答案 更希望类似这样的问题 不会再继续发生 在对待兴奋剂的问题上 老吴的态度 与全国人民的态度是一致的 希望体制内的运动员 都能从中反思 吸取教训 关于举国体制的利弊 全国人民应当一起反思 我尼玛 江森一夜接着一夜翻下来 越看越心惊 倒不是这些媒体睁眼 说瞎话的本事 而是这举阵式的打击 着实有些厉害了 这哪里是要搞丑他的节奏 摆明是根本没打算让他活 要拿他祭天哪 先存下来 安安挨个截图保留 把这些报道的网址 发布平台 全都写进一个几十本 保存妥当 一边说到 早晚弄死他们 嗯 这些是什么 江森见安安的硬盘里 还有一个体量巨大的文档 这个 安安点开来 一份巨大的名单 显示在了江森面前 这是我在贴吧里骗来的资料 那些骂你的人 我全都使命确认过了 怎么确认的 还有家庭住址 江森有点疑惑 安安笑着解释 掏钱给他们送礼物啊 一群穷鬼 哪受得了 这种诱惑 江森不由对安安刮目相看了 牛逼 安安叹道 哎 别说了 谁让我喜欢你呢 江森想了想 拿过安安的笔记本关掉放到一旁 然后一个翻身 把安安压在了身下 没什么好说的了 唯有提供服务 叉叉酒店2022房的床在 吱压吱压响的时候 一月份的最后一天夜里 网络上逐渐也吵成一团 森黑们 借着权威媒体的解读 把下午那会儿 因为联合早报的消息 而士气所有提振的江森支持者们 杀得丢亏卸甲 哪怕有数量不少的 刚放假的学生仔 还坚定地站在江森这边 但在森黑们的专业 搅使能力面前 他们还是根本抵挡不住 搞笑了 拿的事情来解释 江森服用兴奋剂的丑闻 你们的智力是被狗吃了吗 阳性就是阳性 你们这些脑残 是看不懂吗 江森的支持者水平也就这样了 骗子骗傻子 傻子追骗子 毫无思辨能力 江森把自己立得太高了 一心想学圆寒 结果 话虎不成反类权 没圆寒的才华 却想复制圆寒的成名路径 没有圆寒的反抗精神 却妄图想在年轻人当中 获得成功 圆寒成功 是因为他说出了年轻人心里的声音 江森呢 东师笑平二 江森只是条跪在体质面前的狗 现在看来 这条狗 终于是被他的主人给毒死了 搞笑啊 看来是体质内 有人想 培养条中犬出来 结果 喂得太着急 把兴奋剂都给喂进去了 可惜了江森这条狗 资质本来还是可以的 结果还是被体质给废了 太假了 我一开始就说太假了 这个世界上 就不可能有人能全能到这种程度 我现在真的有点怀疑 江森是不是真的是他写的 甚至他的高考成绩 噓 不要说出来 让他继续丢眼闲眼下去 他接下来做的事情越多 有些人脸上就越疼 亩产万亩 是有些人的老传统了 唉 举国体质 何必呢 花那么多的钱 买这点毫无意义的面子 这笔钱 如果放在民生上 今年的血灾 算了 不说了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只怪我们投胎水平不行 下辈子去欧美吧 其实本子也不错 舆论铺天盖地 有此几笔 从兴奋剂说到江森 从江森说到体质 在一路悲乎 说中国是地狱级难度 很难想象十几年后 高呼此生无悔路滑下的 也会有他们一份 妈的 有病吧 欧城区市郊的某小平房二楼 少敏大半夜地 被这些人气得睡不着觉 他拿起手机 左思右想 不好意思给江森打电话 只发了条短信 另一边 罗北空则在不停地拨号 可江森放在兜里的三号机 早就被调成了震动 那震动的声音 又被房间里 席梦思的摇晃声掩盖住 江森沉迷运动不可自拔 完全没有听见 与此同时 江森的二号机 则因为电池耗尽 自动关了机 曲江省省城的 某独栋别墅书房中 张凯放下手机 微微皱了皱眉头 这一晚 大量的江森利益相关者 和往日里的熟人 都注意到了 这愈演愈烈的舆论 陈老板花钱买来的洗地水军 很快被规模 更大的网络力量所吞没 舆论的战斗 从夜里一直持续到白天 次日凌晨 当全国数万间 印刷厂的机器 轰然响起 那些昨日 还只在网络上流传的消息 竟赫然直接出现在了 主流纸媒上 全国上上下下 对江森的兴奋剂事件声讨 骤然上升到了 完全不同的层级 江森使用兴奋剂 欧城区一把手的办公室里 莫怀人大清早 收到信息科的汇报 顿时大吃一惊 但比起他 更心惊的 还得是孟清彪和陈建平 一个是东欧市的体育局局长 一个是负责科教文体位的副市长 原本是美滋滋的 等着江森立功 结果现在呢 丑闻 绝对的丑闻 还有欧顺县那边 岳书记 娇思琪 刘湘长 乃至吴臣 每个人在得知这件事后 全都满脸猛逼 第一反应就是 会不会影响到这边的项目 咚咚咚 咚咚咚 清晨时分 昨晚上消耗得太厉害的江森 被震动个不停的手机吵醒 他拿开安安缠在他身上的胳膊大腿 有点贪恋地从床上爬起来 接起电话 那头传来一个许久没听到过的声音 胡部长问道 江森 出什么事了吗 江森 江森稍微一愣 你说兴奋计的事吗 你那边也知道了 胡部长直接问道 真有这回事吗 江森居然笑了笑 我说没有 我是完全清白的 你愿意相信我吗 我个人当然愿意相信你 可就怕市场不幸啊 胡部长一手促成了欧城雄文 欧城区那边的宣传口和相关单位 基本就指着江森的过日子 他今后要从欧岛县回来 八成还得借助欧城雄文的这个圈子 所以如果江森的人设崩了 欧城雄文因此利益受损 他的个人前途 或许都要受到牵连 我会尽快处理的 江森只能说到 深正不怕影子邪 胡部长道 需要帮忙尽管说 家乡人民也是你坚实的后盾 嗯 我知道 江森挂断电话 安安光着肩膀 伸出手 搂在江森腰上 你睡醒了 嗯 江森看了眼未接电话的数量 好家伙 56通未接电话 还有一大堆的未读短信 昨晚上 真是好激烈的一场战斗 第484章 谁还不是个坚定的战士 春晚邀请嘉宾名单出来了 有翔飞人 没有江森 实锤了 果然 央视就是央视 对运动员的内幕消息 掌握得太清楚了 江森使用兴奋计无疑 看样子奥运会也是别想了 我早就说 不可能有人能同时跨项目 拿到这么多奥运比赛的参赛资格 江森这个兴奋计 用的不是离谱不离谱的问题 就是脑残 真拿全世界当傻逼呢 书已经烧了 进入二月初 眼见着离过年越来越近 不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舆论对江森越发的不友好 各种谣言愈演愈烈 不到一个星期 就已经有心火燎原的势头 网络上对江森的批斗 逐渐形成风潮 变成某种舆论上的政治正确 似乎不骂江森几句 就对不起自己的道德 良知和智商 顺带着 伴随着这些舆论 还有对中国体育举国体制的抨击 以及由此延伸出的 对中国政府 该不该大操大办奥运会的质疑 尤其在南方雪灾的背景下 各主流媒体对南方各省份灾情的报道 包括农户的损失 及个别因极寒天气而导致的人员伤亡案例 以及最直观的 各地春运期间因雪灾滞留车站的人们 种种这一切 通过报纸 电视镜头 网络渠道 被传递到坐在家里吃瓜的瓜众面前 那些滞留旅客的焦躁 愤怒和痛苦 仿佛也都传染到了在家吃瓜的人们心中 一时之间 不要大国脸面 只要小民尊严的呼声 在网络上此起彼伏 半个奥运几千亿 要是这笔钱拿来投入名声 不说了 大家也别骂江森了 江森其实就是政府养的一条狗 江森服用兴奋剂这件事 折射出多少背地里的黑暗 江森服用兴奋剂案爆发出来第五天 大年29 除夕夜前一天 舆论终于开始全面走向变形 这场舆论风波的真实操纵者 终于露出了他的尖牙利爪 以江森的事情为切入点 开启了新一轮对奥运会的舆论抹黑 在这件事中 江森完完全全 就是一枚被利用的棋子 难怪不立案 曲江省城 始终关注着这件事的东欧梭哈王 彻底看明白了 张凯紧皱着眉头 拿起电话 由于片刻 还是给江森打了过去 半小时后 戴着口罩的江森 手持欧顺县政协委员的证件 低调进了曲江省行政中心大门 三天前 在和张凯通过话后 他就转移到了省城这边 在田馆中心 护旦深衣 以及东欧市方面 全都因为各种原因 帮不上忙的关头 只有张凯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 主动向江森伸出了援手 张部长 坐 走进张凯的办公室 江森在沙发上坐下 张凯随手拉过椅子 和江森面对面 说道 我看昨天的新闻 深城那边 有人往书店的广告牌 上播什么东西了 嗯 江森点点头 昨天 有个自称是他读者的中年人 在深城某家新华书店门口 拿尿泼了他的真人广告牌 又上了个热搜 国内几家大型门户网站 纷纷转载 势头有点不妙了 江森道 我好像 是要社会性死亡了 看起来 像是国内外联合绞杀呀 张凯 揉了揉脑门 脑人都疼 只要把你弄臭了 不管奥运会办不办 奥运会期间 国内有关方面 面临的舆论压力 都会非常大 对国家形象 民族尊严 伤害更是持续性的 江森道 所以现在 为什么还没人站出来说话 还在缠斗吗 张凯指了指天花板 国内想弄死你的人 看来 也不在手术 江森微微点头 他其实完全可以理解的 上辈子他写本 月收入连十万都不到 几百人的QQ群里 就埋伏了不少内奸了 更何况今时今日 他的社会影响力 已经大到这种程度 不论是出于宏观上的 意识形态之争 还是出于资源的争夺 就算是相同意识形态 线路上的人 为了争抢这个事业上的生态位 见死不救 也是可能的 总而言之 江森现在直接臭调 确实符合更多的人利益 至于说 耐克方面 卡森和罗宾的争斗 或许只是导致 目前形势的一个诱因 而到底是谁诱导的谁 那就不好说了 你红得太快了 又没有根基 木秀于林 张凯轻探着 这话是实话 但却不是全部的实话 可全部的实话 他又不能全都说出来 江森继续表示理解地点头 然后安静了几秒 又问道 贾忠孝 找到了吗 没有 躲起来了 张凯摇摇头 我这边的办法是不多了 曲江日报 不能一直单方面地为你说话 宣传口上的人 也不全是一条心 再说现在的读者 心里都挺逆反的 我们支持你 他们要连 我们一起骂 以后被舆论卷进去 曲江省宣传口的公信力 就没了 我知道 江森揉了揉脑袋 看样子 只能自己亲自下场了 张凯同意道 今天是第五天 时间上倒还不算晚 你打算怎么做 江森想了想 说道 先开个签售会 怎么样 就在这边 小型的 再找几个网站视频的记者过去 省城这边的视频网站公司 不少吧 我直接面对面解释 完了再去曲江大学做个尿检 上次在深一座化验的样本 还剩了一些 实在不行 再去北京做 至少间接上证明一下 是国际反兴奋剂中心的实验室出错了 而不是我出了错 嗯 可以 张凯轻轻点头 书店和网站 我来安排 他看了眼手表 时间是早上9点40 现在安排还来得及 江森继续道 还有南方系媒体 能争取的尽可量争取一下吧 我可以让二二药业跟他们结队 把二二药业接下来的舆论公关项目 交给他们 一年一千万 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动心 我不需要舆论怎么反转 只要能让他们互相之间摇起来 这事就基本过关了 这个思路队 先在敌人当中争取几个朋友过来 张凯赞同道 你中意哪家 老吴吧 老吴资格老 风吹还两边倒 江森道 我自己再去动员几个 张凯问 有路子吗 有的 江森笑了笑 老朋友了 阿铁 北京某胡同里 正在刷网页的无业游民博士方扎扎 猛地打了个喷嚏 还有 江森想了想 我们能从源头上动动脑筋吗 很难 张凯道 这个超出我们的能力了 而且很危险 你也没证据 如果我有呢 江森道 耐克那边的卡森 他个人没这么大的能量 他想通过炒作我的事情 把罗宾踹下去 肯定是找了国内的人帮忙 但他不知道 国内本来就有人想弄我 卡森自己 可能以为 是他利用了我们国内的力量 却不知道 他可能才是反过来 被国内的人利用了 只要我给卡森开出更大的好处 卡森未必不会跟我合作 只要我反过来和卡森形成同盟 国内某些人怕事情被抖出来 或许就自己收手了 张凯一下子 眉头紧皱 你是在走钢丝啊 不怕老底坐穿吗 你女朋友家里 可不干净 你不怕被人翻出来说事 我女朋友他爸 该判的刑 已经判了 该罚的钱 也已经罚了 现在本本纷纷做人 老老实实当他的包租工 我有什么好怕的 江森道 大不了我这辈子不混了 现在不动手 坐着当炮灰 难道结果 能比老底坐穿更好 你自己不也是在冒险支持我 张凯道 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就得忠于我的信仰 操 谁还不是个坚定的 无产阶级战士了 我怕个屌 江森站起身来 我现在就去驱大咽尿 第485章 超人气偶像 张凯要安给江森安排个签售 那就是打个电话的事情 但江森想去曲江大学搞个背书 却显然不那么容易 驱大那边得知江森的来意后 第一反应就是我校已经放假 实验室老师回老家 研究生已经上车 助教刚刚去医院产检 就连实验楼的 看门大爷都去悉尼看待熊了 要是没有 房门繁琐 总之就是一句话 别拉我们下水 江森被气得简直我草 只能让叶培带着两个人的虚虚 又去其他实验机构 用剩下的最后那点样品做了检测 然后 那头慢吞吞地处理了40分钟 终于出具报告 结果自然没什么问题 阴性的不能再阴性 可就是不具备大学机构的权威性 省科研院化学所第三生化实验室什么的 真的听起来总让人觉得有点野鸡的感觉 可江森实在也没别的办法了 江老师 江老师 坐这儿 忙活了一中午 江森随便吃了碗面条 下午一点半 他总算赶到位于省城武林路的一家新华书店 书店外头 他的人形广告牌又立了起来 还放了块小黑板 写上江森航程签售会的字眼 因为时间太赶 做工有点粗糙 堂堂名义上 连续两年全球销售排名前三的 世界级商业作家 就这么华丽丽的被降格成了地摊文学携手 对于这种状况 想来国内外不少同行 肯定是喜闻乐见的 二爷 你去航程干嘛 签售会来申城啊 我们给你租个最大的体育馆 趁着这场签售会的主角 张凯安排的几个内定记者还没到 而且 书店里也没什么客人 江森在休息的空档 接了各位面之子的电话 说是陈老板突然召唤 江森万没料到 陈老板会突然间有这个雅性 可人在异地 实在没辙 只能和维棉子说自己正在取江省城过年发福利 维棉子顿时一听就来劲了 逼逼巴巴个没完 江森 你真是江森 哇 你本人看起来 你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 长得最好看的作家了 哎 你不是坐牢了呀 这是一个少妇 抱着个三四岁大的小男孩 惊喜地走到江森跟前 江森直接挂断了维棉子的电话 苦笑问那少妇道 我怎么就坐牢了 不是 我看这几天好多消息 都说你违法了 被拘留了呀 那少妇看样子 也算是江森半个粉丝 目光水汪汪地看着他 你真的用兴奋剂了吗 没有 我是尿样检测有误差 一瓶阳性 一样阴性 接下来还要再做一次检查 不知道怎么传着传着 我就好像杀人放火了 网上那群人 说话完全不负责任 江森也减对自己有力地说 半真半假 为自己辩解着 那少妇 果然和世上千千万万的女人 没太大区别 看人只看脸 一看到江森的帅脸 立马江森说什么就是什么 点头道 就是 网上坏人太多了 我就说嘛 你怎么可能莫名其妙就坐牢了 就算用了兴奋剂 那也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没用 我知道 啊 对了 对了 你接下来是要去参加奥运会是吧 是啊 那你这样啊 还能去吗 能啊 我又不是赛后检查出问题 江森耐心地解释着 那个少妇还想再问 这时在他身后 忽然又心冲冲跑进来四五个女孩子 年纪都是十六七岁的样子 见到江森就一通尖叫 蹦蹦跳跳 店里的保安听到动静 赶紧跑来维持秩序 下午一点半过后 五陵路这家新华书店的门外 排队的人逐渐增多 一开始还是少量的人好奇进来瞧瞧 但随着姑娘们的口口相传 现场的情况就开始不对了 江森来了 快来看啊 本人 超帅 超帅 啊 我要死了 二二军来签售了 就这边新华书店 没有呀 人家是作家 用得着什么兴奋剂啊 我给你买瓶兴奋剂 你喝了 就能写出世界名著啊 不说了 不说了 到我了 二二老师 我是你的铁粉 我们能不能合个影 我相机都带来了 我草 江森 你不是被枪毙了吗 同学 你冷静啊 我特么好端端坐这儿呢 江森有点无语的飞快 在粉丝们递上来的小说非夜上 连笔写下江22 一般人估计完全看不懂他 到底写的什么玩意儿 他一边应付着疯狂的粉丝 一边不住地看时间 张凯安排的那俩记者 也不知道 到底什么时候出现 而且第一次搞这种签售活动 江森也着实没预料到 自己的市场号召力 已经到这地步了 书店里的保安 明显已经不够用 还有店里的存货 此时也全都搬出来了 眼见着就要告庆 而距离他 一开始跟那个少妇 解释自己的清白 过去的时间 还没超过一个小时 这特么受广大妇女欢迎的程度 着实令人发指 妈的 长得太帅 真尼玛是此生最大的困扰 江森把所有的原因归结在脸上 当然 真相其实也差不多 不过有一说一 以他新科全省高考文科状元 加亚洲历史上 第一个双料市井赛田径冠军 加连续两年全球商业小说排名前三的夸张成绩 就算就地毁容 有这待遇 好像也是应该的 哪怕这三众身份中 高考文科状元这个成就 在市场面前 基本不值半毛钱 江森 二居 书店门口的队伍 在下午两点过后越排越长 逐渐形成某种诡异的红吸效应 而且为了一堵传说中 能把人帅尿得超级帅哥的盛世美颜 姑娘们的纪律性 也随着时间快速崩坏 慢慢的 外面的队伍 从一条变成两条 从两条变成两坨 最终人几人 开始有姑娘被推倒 但幸好被店里的保安舍命救起 如此大的动静 终于引起了警察叔叔的关注 很快的 随着几辆警车驶来 现场被拉起了警戒线 在警察叔叔和阿姨们的帮助下 书店里的保安们终于松了口气 大冷的天 不少店里的工作人员 愣是被这场面吓出一身白毛汗来 怎么在这么小的店开签售会啊 也没提前跟我们报呗 把场面安定下来后 几个警察叔叔 转头就跟江森耀说法 叶培急急忙忙 把张凯的批示拿了过去 有的 有的 省里宣传部报呗过 带队的警察叔叔接过一看 瞬间闭口不语 同时二话不说 拿出对讲机 召唤更多同事过来 开玩笑 最近几天 虽然国内舆论对江森很不利 但现在看这条子 大家心里就该有数 张部长是站在江森这边的 而且 事情能捅到省里张部长这边 明显江森这件事 已经触碰到某些基层职工 不该多管的层面上了 那他们这些当差的 自然就该心里有数 把自己的工作 做好 别叫江森的这场 签售会出大问题 才是正道 跳楼架 跳楼架 过年清仓大甩卖 明天不走不是人啊 随着书店外面的队伍越来越长 午后大太阳出来后 书店隔壁不远处的一家服装店 也趁势抓紧营业 马路对面 几个小女生隔着上百米宽的马路 一眼就看到了新书门口的热闹 瑶瑶 江森啊 你男朋友来了 几个小姑娘 激动地围着张瑶瑶大声叫喊 张瑶瑶却脸色发白 有点想死 去年高考结束后 她很正常地连第四批的分数线都没上 可又不愿意出去打工 于是 皇天不负苦心人 愣是让她在那本厚厚的全国招生分数线手册中 找到一所离家不远 分数不高 名字听起来还很正规的大学 也就是那种常见的以城市名字开头 中间加个专业名称 最后后缀以学院收尾的学校 听起来就很上道 外行人完全想象不出 那竟会是一所野鸡大专 张瑶瑶自然欢天喜地 直接填了第一志愿 然后没过半个月就收到了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等到暑假过后 便兴高采烈 大包小包地过去报到了 并且 全家人一致统一口径对外宣称 她就是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广义上讲 确实没也说谎 顶多是略微有点货不对版 雷币做雪币 康帅副做康师傅而已 毕业后进阶道当个临时工 也还是够格的 而张瑶瑶进学校之后 江森的新闻就好像没停过 抛开最初的高考作弊负面消息 从9月份开始 江森就一直在学生群体中刷存在感 一会儿拿世界冠军 一会儿又和耐克签下一个多亿美金的代言 不过 张瑶瑶倒是没拖那么久 她大概从入校后第二周 也就是江森刚拿世界冠军 那天开始 就一直在不小心地说漏嘴 说一些她和江森的过往 于是很快的 她的这份异常 就被她的机灵小室友们发现 再接着便半推半就 承认了自己和江森 曾经的超友谊关系 眼下 张瑶瑶所在的那所学校 已然有不少人相信 张瑶瑶就是江森的前女友 至于最近因为合成照 而爆红网络的安安 那个碧池当然是插足的第三者 算 算了吧 张瑶瑶势到临头 倒是不敢去和江森相认了 都过去了 我不想再见她了 她露出一脸被伤了心的样子 可野鸡大专的室友 哪是那么容易敷衍和打发走的 她的闺蜜死架着她 当街放声大喊 你怕什么 江森再怎么说 也是你前男友 去打声招呼怎么了 这嗓门一出来 满大街正要过天桥 去刷江森的姑娘 瞬间都眼睛发亮了 成群结队的女孩子们 隔着老远 对着张瑶瑶指指点点 真的假的啊 看起来不像啊 一点都不配 好矮 要换作是平常 张瑶瑶听到这些话 肯定跳起来就破口大骂了 然而此时此刻 她却只敢憋着 说不出口 甚至不敢出声 眼泪在眼眶里 打着转的样子 落在她室友的眼里 那可怜样 可不就是受了情伤 妈的 江森这个 屎乱中气的渣男 你看 你看 他们还不信 张瑶瑶的室友们 顿时更加来劲了 他们拉着张瑶瑶 往天桥上走 继续大喊 瑶瑶 去啊 郑明给那些傻逼看 我不要 我不要见他 张瑶瑶回过神来 放声大叫 但这叫声 却越发刺激了 她的室友们 四五只剑兽的 胳膊抓着她 死拉活拽 朝着天桥上拖去 跟在张瑶瑶身后的姑娘 也越来越多 不管江森 到底真帅假帅 反正今天这八卦 他们是看定了 江老师 看这里 江森 我爱你 真帅 是真的 是真的呀呀呀呀呀 是真的帅 书店里头 情绪失控的小姑娘 越来越疯狂 当两名张凯安排的记者 终于来到店门口 看着眼前的景象 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 真的假的啊 不会是群演吧 他们互相对视一眼 随手又拉过几个从旁路过的男生 问道 同学 你们也是来 不是 不是 男生赶紧摆手 这些女的神经病 另一个男生道 真不至于这样 太疯狂了 上面还有要跳桥的呢 第三个男生指了下身后的天桥 天桥上 张瑶瑶正要死要活 落在两个记者眼里 果然就是粉丝要为偶像殉情的架势 其中一个记者连忙拿出相机 快速对焦 给张瑶瑶的跳桥行为 拍了张大特写照 然后连忙挤进人潮汹涌的店里 两个人花了老大的力气 终于艰难挤到江森跟前 领头的拿出记者证 在江森跟前一亮 江森差点都特么快哭了 救星啊 你们总算来了 签售会结束了 时间到了 叶培得到信号 赶紧大喊 店长 可以关门了 还没进来的 就别放进来了 接下来是采访和书迷互动时间 大家安静 请安静 请安静 警察同志 帮个忙啊 第486章 丑逼多作惯 没有 没有这回事 其实 完全是以讹传讹 我也不知道 怎么就传成这个样子 挺莫名其妙的 东欧市欧城区的某小区内 季仙西看着眼前屏幕中 神情纠结而郁闷 画面中 江森坐在一间 貌似是书店的二楼 书店的楼上楼下 挤满数不清的年轻姑娘 大部分都站着 双手捧着心口 眼里泛着亮光 痴痴看着画面中唯一说话的人 江森侃侃而谈 显得无比平心静气 身上穿着件国家队的家伙外套 看起来朝气蓬勃 元气满满 而且 最关键是 哪怕是自认为 可以担任江森 仇人 这个角色的仙西同学 到了今时今日 也不得不承认 江森确实迈向不错 生了一副好皮囊 可这样一想 季仙西不由的就更生气了 妈的 明明这几天眼见着江森就要臭掉了 这特磨的 怎么就翻身了 我们专业运动员咽尿是这样的 每次都会保留好几个样本 按照惯例呢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那边 是要留两个样本 就是A评和B评 但是有的时候 就怕出意外嘛 那我恰好又是在深一上学 所以我们填馆中心和学校沟通后 我从去年9月份 市井赛拿了冠军回来开始 我们学校这边 就开始给我留C评样本了 也就是每次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过来 找我要小编样本的时候 我们学校的生化实验室 应该算是国内比较顶尖的 生化实验室了 就会也给我留一点同样的样品 所以我们上学期队里有个笑话 就是没有一滴江森的小便 可以流进小便池 全被咽尿机构拿走了 书店里的姑娘们 听江森满嘴吁 这时候 居然还笑了出来 江森稍微停顿了一下 继续往下说 所以也就是说 我的小编样本 不管是A评 B评还是C评 其实里面装的都是相同的东西 相当于你从河里咬一瓢水 装进三个瓶子里 这样 如果A评验出来有问题 为了证实这个检测过程的公正性 我们还可以再检测一下 B评和C评 那我们队里 对我比较重视吗 因为毕竟今年接下来 马上要参加奥运会的好几个项目 一共是五个项目 承认了较重的责任 所以一直以来 我身边还安排了好几个 每天跟我同吃同住的室友 教练 还有我自己聘请的助理 就是这位 也是我护旦的学长 江森指了下叶培 画面镜头给到叶培 叶培大方地跟镜头打个招呼 那这些室友 教练还有学长 他们也承担了很多科研任务 研究内容 就是被人拿来研究 作为参照物 我的小便进不了小便池 他们也别想活得那么体面 所以我被咽尿的时候 他们因为跟我的日常饮食 都是一样的 所以也要流尿 给我们学校的生化实验室 那我留给学校的样本 不是C屏吗 他们的就是C2 C3 最多的时候 能一路排到C9 哈哈 书店里笑点低的姑娘们 这一下笑得更加大声了 不过这次 咽尿结果出来后 我心里虽然一开始 还是挺犯嘀咕的 心想 怎么会呢 我无非也就是过年回家一趟 吃了几顿饭 该不过我们那儿的养猪场 给诸位瘦肉精什么 添加剂了吧 但是到了当天晚上 也就是我的A屏 显示检验结果阳性之后 大概不到三个小时之后吧 我马上就又淡定了 江森看着全场 露出微笑 因为我们学校 很快就给我做了C屏的检测 检测结果是阴性 以最科学的态度 坚实而有力地证明了 我根本没有服用兴奋剂 也没有吃到寒瘦肉精的猪肉 充分维护了我们东欧式养猪业的信誉 东欧式猪肉 健康的肉 放心的肉 台下瞬间笑风 江森这时 随手接过叶培递过来的矿泉水 喝一口润润喉 然后等台下笑得差不多了 才接着往下说 所以 其实我一点都不担心自己的清白 关键 还是不能给家乡父老和祖国的形象抹黑 而且为了以防万一 叶培学长那天也做了检查 C2屏也同样显示阴性 对照组也完全没有问题 并且不仅那天做了 就在今天早上 我们还带着 那天晚上没用完的样品 一直放在保温箱里的 今天早上 又拿去曲江省化学院第三实验室做了检测 把最后一点样品全都用掉了 结果还是证明 我的C屏 以及对照组C2屏 是干干净净的 啪啪啪啪啪 江森 我们相信你 二哥加油 伴随着姑娘们的喊声 台下掌声一片 谢谢 谢谢大家的信任 真的非常感谢 江森微微鞠躬 又继续道 不过其实呢 我们一开始 是没必要做这个C屏检测的 因为当天晚上 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了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 深层办事处的人 既然A屏是阳性 那我们就希望能赶紧 把B屏也拿出来做一下 不管是寻求真相也好 哪怕是我真的尿液有问题 也至少抓紧出个结果 只要这个过程是公正准确的 我本人和我们填管中心 肯定是会照章办事 该怎么样怎么样 当时 他们国际反兴奋剂组织 深层办事处那边 他们的办事处主任 贾忠孝贾主任 也第一时间就同意了 说会尽快安排出 B屏的结果 但是 第二天 也就是1月31号 其实也就是大大大前天吧 没过几天 那天早上 我们训练中心的副主任 卢建军 还有我的田径主管教练 苗公宽 我私底下叫他们 老卢和老苗 他们真是火急火燎 早饭都没吃 就跑去要结果了 可到了地方后 却发现他们反兴奋剂 中心的办事处 办公室门没开 等了好久 才知道他们 居然放假了 明明头一天晚上还约好 结果 第二天 居然放假 就显得很不职业 是不是 台下的姑娘们 纷纷点头 江森继续吐槽 可是这还不算 后面还有更不职业的 老卢和老苗 因为很着急嘛 就直接找到他们 咽尿的实验室去了 到了那边的实验室 我们才知道 办事处的那个假主任 是前一晚凌晨两点多 坐飞机连夜离开深城的 说是雪灾 飞机票很难买 格外思想心切 就走了 然后 那边实验室的值班人员 就跟我们说 没有假主任在场 按照程序 是不许打开闭评的 所以 为什么 我们到现在一直没给出 他们正式的回应 那不是我们不想回应 是国际反兴奋剂组织那边 他们根本不给结果呀 连结果都没有 我们怎么回应 所以今天说到底 也是没办法中的办法 我只能先把深医生化实验室 还有曲江省这边的检测结果 先拿出来 让大家先看一眼 样品是同样的样品 和我交给国家反兴奋剂组织的 A屏和B屏 是同一份 区别就是可能出来的时间 晚了零点零几秒 咦 台下有小姑娘 感觉生理 不适的交换了 江森笑道 哎 怎么还带虚的呀 我又不是讲相声 台下又是一阵笑声 江森还没说完 总结陈词 所以客观上讲 这回的事情 我自己知道 我是无辜的 深医和曲江生化学院也知道 我都无辜的 那除非说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他们的实验室 专业水平比国内顶尖大学 和顶尖科研机构的还厉害 然后我们的这两个机构 刚刚在检测过程上 或者人员水平上 或者检测工具上都有问题 那才能反过来证明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那边的 A屏检测结果是对的 因为我也在这里呼吁一下 希望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假主任 抓紧点快回来吧 赶紧地把我的 B屏尿液检测结果拿出来 明天就是除夕节了 别因为我这点小便的事情 给全国人民添堵 我们中兴都给你打了五天电话了 你手机老是关机算 怎么回事 没电了倒是充电啊 实在不行 我们去你家接您 来回机票 我们田馆中兴报销 还送你一份过年大礼包 在姑娘们发自内心的笑声中 季仙西焦躁地关 调了这个转字 曲江省官媒旗下的网站视频 视频网页被关闭后 谈出来的又是某个论坛的评论页 前几天分明已经沦陷的评论区 此时此刻 已然被不知道 从哪里冒出来的 数不清的自来水所占领 看着全都是一级星号 可战斗力 却比职业水军还暴力 有些人为了陷害我们二哥 真是无所不用其解 两点钟坐飞机回家 那是国家过年吗 那是投敌吧 真想不到 国家反兴奋剂组织 能恶心到这个程度 你不心虚 你跑什么 跑了也就算了 还失联 我就怕这个贾主任被人灭口 全家出车祸死绝 那二哥的清白 就永远都说不清了呀 贾主任 你全家还好吧 你爸妈没出车祸吧 你老婆没得癌症吧 你儿子 女儿没 查到了 贾中校 深男烹饪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 中专学历 哈哈 笑死个人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 深城办事处主任 居然只有中专学历 还是个厨子 楼上说话 客气点 厨子怎么了 我也是厨子 但我也看不惯这种汉奸 外征主权 内城国贼 二哥真的好帅啊 这个视频 我要保存起来 珍藏一声 珍藏 加一 话说 二哥 怎么不去拍电视剧 二哥不要参加什么奥运会了 你去拍电视剧吧 我们养你啊 我安利一下 我的老婆是女神 改编电视剧 我爱女神 去年已经在 BVT播出 挺好看的 片头有血原著 2022军 你们可能不知道 二哥在港台地区 早就已经红得一塌糊涂 我忍不了了 那些不长脑子说 二哥使用兴奋剂的人 都是什么心态啊 丑逼多作怪吧 一夜之间 网络上的舆论 愣是被江森的一段视频 反转过来 05年的时候 那群女孩子 给春哥刷票有多疯狂 此时大过年的集体吃瓜 吃的就有多带劲 花钱的事情 办得都那么卖力 不花钱的 自然就更不用说 季仙西烦躁地翻着他 平时经常逛的几个论坛 门户网站和贴吧 各大板块上 为江森喊冤 和讨伐卖国丑逼的声音 都已然盖住了水军的声势 而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种反诉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文章 也逐渐冒头 一看就知道是专业的 其中 有以方喳喳最为亢奋 拿着自己的留美生化博士头衔 各种嘲讽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的不专业 当然也不忘同时恶心一下国内 渐渐地发文说道 我怎么也想不到 向来已严格 专业和公正著称的国际反兴奋剂组织 进入中国之后 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难道这真的就是所谓的 菊生淮南则为菊 生于淮北则为止 文章在博客上发出来后 转发数分分钟突破五位数 而方博士的银行卡上 很快也多出了同样数字的转账 转完账的郑月 看着网上的文章 嘴角含笑 仿佛牵住了命运的狗生 另一边 刚刚坐动车返回深城的江森 则在下车之后 就接到了一个牛逼拉风的大人物的电话 江总 吃饭了吗 还没 江森笑了笑 网上这么大的阵仗 多谢陈总了 不客气 小意思 有空来陪我吃顿饭吗 荣幸之至 江森挂断电话 微微吐出一口浊气 嘴角微微一扬 电话那头 正是眼下 仍是中国大陆首富的陈总 陈大佬 第487章 胜利的首饰 江森见陈老板的地方 是在他的办公室里 在陈老板弃子的热情引领下 江森推开办公室房门的那一刻 陈老板正面朝着落地窗发呆 傍晚时分 深城那带着灰尘的迷蒙霞光 照在陈总略显浮肿的脸上 似乎已经很久没睡过的陈老板 面容憔悴 身上穿的西装 也稍显不整 那落寞的样子 让江森很难相信 这个面向憨实的中年 竟就是开启中国大陆 互联网大潮的时代领军者 你们先聊 我去给你倒杯茶 陈总贤惠的老婆微笑离开 顺手带上了办公室的门 陈总这时才站起来 很是客气地说道 突然给你打电话 是不是有点冒昧 快请坐 我正好也想过来 向您倒个谢 江森走到沙发前坐下 陈老板也坐了回去 微微闭上眼 双手捧住镍侧 轻轻揉了揉太阳穴 他确实好几天 没好好休息过了 最近 他一直在盯着股价 美国那边的经济 仿佛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搞得胜达网络的股价 也每天跟坐过山车一样 上上下下 搞得他坐膝颠倒 心绿不齐 更不用说 在这之前 他还早早地就患上了 其他毛病 江森见陈老板不说话 也没主动吭声 他静静观察着 这位搅动中国大陆 互联网行业风云的大佬 可脑子里想着的 却全都是自己的事情 最近两天 网络舆论的反转 要归功于多方努力 而其中 出力最大的 就是这位陈老板 国内几家追求 新闻自由和真相的媒体 正是陈老板和张凯 同时打招呼 这几天才没有 往死里咬住 江森不放 这样江森在拿出证据后 那段自证清白的视频 才没有被歪曲解读 以及受到进一步攻击 江森自己掏钱 找人发动的水军攻势 才得以发挥出应有的效果 不然的话 两边恐怕还要撕咬上 很长一段时间 水只会越来越浑 最终效果 说不定还会适得其反 不过 陈老板做这件事 固然是出于挽救 新行星中文网的商业形象 和业绩不假 但江森也不是完全 没有付出任何代价 他口头上 已经答应了辉哥 要转让 我的老婆是女帝的影视 改编权给网站 版权出售 所得双方五五开 妥妥地成下之盟 江森为了挽回舆论颓势 也就硬着头皮答应了 最多只是偷偷地 给自己留了个后门 他打算短时间内 就把我的老婆是女帝完本调 然后没来得及写完的内容 可以再写一本 我的老婆是女帝二 如此一来 这个IP的版权 就不算完全落在 新行星中文网手里 而且暂时停笔 他还能省下时间 每天多睡个把小时 对训练和学业都有好处 有一说一 江森每天这么连轴转个不停 精神上的疲惫感 也快堆积到不行了 看着眼前 陈老板疲惫的模样 江森自己 不禁也觉得有点累 这世上哪有不付出体力 和精力 就能拿下的成功 就算买十万块钱的彩票 回家去刮 都要刮上几天几夜呢 呼 陈老板沉默了十几秒 才终于吐出一口气 很缓慢地说道 不好意思 我这几天有点累 也不知道是缺氧 还是缺叫 江森问道 次带危机 你也知道 陈老板眼睛微微一亮 江森道 多少有听到一点 呼淡吗 也是 陈老板点点头 忽然笑道 你知道吗 我们其实是校友 不过 我带你十几届 算是你的老学长了 嗯 当然知道 陈学长早就是 结出校友了 江森道 我们上私修公共课的时候 老师都提起过你 说你给学校 捐了不少钱 捐得不多 陈老板摆摆手 这两年日子太艰难了 他说着 又低下头去 双手亲握 捧在面前 目光好像失去焦点 自言自语式地嘟囔起来 最近这段时间 市场就跟坐过山车一样翻腾 我每天不管什么时候醒过来 第一反应就是看股价 生怕一夜之间被投资者抛弃 心里根本想不了别的事情 经常想着想着 心里还会冷不丁发慌 完全控制不住 我这两年找了不少医生 还找你们中医系的老师看过 说到这里 陈老板的老婆推门进来 端进来两杯咖啡 陈老板一下子止住 自己也不知道 为什么就会跟江森说这些话 然后接过咖啡 很自然地又问江森 你以后是打算从事医疗相关的工作吗 我听说 你弄了个中药种植项目 现在还不好说 江森也接过咖啡 对陈总的老婆到了声线 回答道 什么计划都赶不上变化 那个中药种植项目 也只是个因地制宜的项目 如果我们村核更是养猪的话 我肯定就养猪了 陈老板淡淡一笑 你好像很着急 江森道 世界变化太快 日新月异 时不我待 容不得我不着急 也对 陈老板点点头 互联网的世界 一天一个样 他不由地又陷入沉思 他老婆直接在他身旁坐下 陈老板安静几秒 又自顾自地说起来 这两年多 我前前后后 投了大概400个项目 平均每两三天投一个 大部分都是烧钱 但是没办法 你不烧 别人就会去烧 人家抢先坐起来 你再去坐 那就又太晚了 其实我的思路没问题 就是可惜这两年 国内外整体经济形势 都不怎么不好 各方面都不太好 我投了那么多项目 别说盈利 连活下来的都没几个 原本06年的时候 我就想转手 新行新中文网了 但是那时候 找不到合适的买家 想接盘的出不起钱 出得起钱的 对这个盘子又没兴趣 盈利能力太弱了 结果恰好也就是那个时候 你们这几个大作家 横空出世 硬是几个人写出点东西 就把整个网站给养活了 江森听陈老板娓娓道来 不禁也想起陈老板些许过往 06年那会儿 陈老板似乎是想做一个电视盒子 把游戏 影视等等内容 全都纳入到家庭终端 从软件到硬件通吃 同时还建立起自己的硬件通讯 和内容发行体系 真要做起来 以国内市场的体量 那说不定就是迪士尼家 华为家三星的资本怪兽了 然而 国家站在高处 一眼就看穿了这玩意儿的危险性 直接就否掉了 陈老板 这个雄心壮志的战略远景 陈老板此前为了开拓这片市场 而收购的包括星星星中文网 某某体育 某某视频 以及他手头原本就有的圣达游戏 这所有的前置内容布局 就相当于砸在了手上 而与此同时 近两年 国内主流媒体 将网络游戏形容为网络鸦片 也极大的打击了圣达游戏 陈老板又是个从小学习优异 很在乎他人评价的人 便从此有意识地开始放弃游戏 这块大蛋糕 眼见着 现在已然走在了 失去称霸中国互联网的先机的路上 但是 这种事 江森肯定是不会主动告诉他的 这事儿 谁都想不到吧 我当时也就是为了挣点生活费 想吃完饱饭 江森装着可怜的样子 顺着陈老板的话感慨道 陈老板的老婆 看江森的眼神 立马充满同情 恨不能伸手揉揉江森的头 江森又接道 这个网站现在要卖的话 价钱肯定更不低了吧 应该来说 会非常高 陈老板道 新兴新中文网 目前是国内极少数的 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优质资产 但也有可能 我不会卖 会一直经营下去 所以 我想跟您合伙 开个公司的想法 还是不能实现 没必要 陈老板笑着摇摇头 你还不如直接投资我们 来当我们的代言人 我们将来照样可以启动上市计划 江森反问道 不怕我持续给网站惹麻烦吗 我可以先观察 陈老板道 等奥运会结束后 看看结果怎么样 耐克跟你签的那份合约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很有借鉴意义 那我一块金牌 能拿到多少入股资格 每块百分之二 陈老板 比划出一个胜利的手势 很显然 在失去大软硬件通吃的大战略和大远景后 陈老板现在的思路 已经彻底转向投资了 他摆明了 就是要把手里头的公司 一个个拉扯起来 上市 然后卖掉 就跟种菜一样 不是当互联网地主 就是当互联网农民 骨子里头 倒是够传统的 第488章 你妈叫你回去加班 以你现在的状况 应该找更加专业的法务团队 不然以后这样的麻烦 只会没完没了 特别是 如果你今年奥运会出成绩的话 找你碰瓷的人不会少的 医药行业 还有竞技体育的兴奋剂问题 甚至是出版方面 我们自己人当然知道 你的写作能力 但是 老百姓是很盲目的 很多人自己每天写200字都困难 当然会质疑 你每小时3000字 每天3万字 这么恐怖的效率 不然这样 让我爱人给你介绍个 更靠得住的法务 陈老板在全球知名的 陆家嘴区域附近 找了家中餐厅餐馆 大年三十的晚上 与更知名的外滩 一江之隔的地方 居然还挺热闹 饭就是普通的家常便饭 简简单单的四菜一汤 但食材和做菜的师傅 都是一流 加上闹钟取静的清幽环境 所以 价格上也并不真的那么普通 江森和陈老板夫妻俩 像老朋友那样聊着 席间基本是江森在说话 陈总的爱人插上几句 陈总则多数时候 扮演一个合格的 倾听者的角色 偶尔说话 都是说在点子上 说话的目的性 总是强得非常明显 就像此时 饭吃得差不多了 三个人喝着瓜油的普洱茶 陈老板突然就提起了 让江森更换法律 理由自然是为江森好 但江森心里清楚 这不过是某种意义上的 陈老板想拉他上船 并且一定程度上操控他的手段 至于到底是奔着培养 拉拢还是利用的心思 那就很难说 江森捧着杯子 小口轻挫着 餐馆的包厢里 忽然变得过分的安静 新年快乐 新年顺利 约末二十分钟后 江森和陈老板夫妻俩 在餐馆门口道别 深城的外滩 此时已然烟火漫天 爆竹声声中 两个人握了握手 陈老板便和他老婆很干脆地转身离去 江森也重新戴上口罩 拦下了一辆出租车 坐进车里 他闭上眼 整个人放松下来 倒不是被陈老板中国首付的名头 给了他什么压力 只是这几天 确实事情太多 而且 刚才和陈老板谈话得知的一些内容 他也需要再消化一下 今天来之前 他一直都以为是陈总面子大 一声招呼就把南江都市报 南都环球报 这些媒体的声势给遏制住 直到刚才 他才晓得原来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陈老板搞定这些媒体 并不是靠卖脸 而是靠卖凶 凶到什么程度呢 据陈老板的贤内助所说 陈老板几乎是在江森 被各路南方媒体攻击的第二天 就紧急联系了护旦的法学院系 找了国内最牛逼的商业保护方面的专家 向几家媒体发出了律师函 而这些南方媒体 第一确实对大陆首富抱有敬畏心 并且向来贯彻为人民币服务的半报宗旨 二则国内法律界的人 本就和这些南方媒体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所以在这双重因素下 他们才终于选择了掩旗西谷 至于张凯的招呼 反倒不见得有那么管用 因而按陈老板他老婆所说 这回是南方系媒体先借泼下了驴 随后才有了江森 放出那段视频和相关证据后 网络舆论荡日反转 且国内只没集体停火的奇怪反应 这回是你学长就你了一命 陈老板的闲内住如是说道 不过江森当然是听了就算 就算是真的 他也不能当真 不然怎么报答呢 从今往后给陈老板卖命 开玩笑 怎么可能 所以江森不但没有当真 还直接婉拒了陈老总的建议 共用法务的话 就相当于把自己的所有动作都暴露在陈老板面前 这种近乎于任前作夫的事情 重生者肯定干不出来 哪怕陈老板说的某句话并没有错 他身边的人确实太不专业 不论是郑月还是方唐靖 这回全都表现得相当拉垮 郑月是直接装死 方唐靖泽完全跟深城公安 田馆中心以及护弹高层是一个调调 即只要江森拿不出确凿证据来自郑清白 那么他们就不坚决不妄动 面对这样的反应 江森内心深处简直都特梦 要被气笑 妈的老子被扣是盆子了 你们不吭声 非要等我自己洗干净了 你们再出来提供自来水 甚至到时候 这些人可能都不见得会再多追究 和谴责一下扣屎盆子的人的责任 那震特么要你们何用啊 还不如陈老板为钱挺身而出险的仗义 就连欧城雄文公司 那么利益相关的单位 这回好歹也丝毫不顾后果地 在东欧日报上表了个态 声称绝对相信江森的个人品行和职业道德 当然了 东欧日报几乎不具备半点全国影响力 不容易拉到仇恨 而前秘书长个人的仕途也基本到顶 内心无欲则刚 也是他们敢这么无条件 支持江森的两个很大的原因 但不论如何 前秘书长的反应 还是很让江森感到暖心的 对比之下 郑月和方唐静 就是俩渣渣 出了事不见人 分钱最积极 幸好 没跟方唐静建立起什么项目关系 坐在车里 瞇了片刻的江森 心里叹着 睁开了眼 然后看着窗外 犹豫片刻 对司机说道 师傅 去申医吧 申医那边的叉叉酒店 大过年 还在拉壳的司机 瞥了眼后视镜 笑着问 去见女朋友啊 嗯 江森愣了下 反问 我不能去吃年夜饭吗 你别装了 你是江森是吧 我都认出来了 司机突然开怀大笑 我们这边的小包都说了 你现在就是不好好训练 天天跟女朋友 在叉叉酒店开房 江森不禁摸了下口罩 但疼得要死 妈的身称本地小包 居然这么编排他 下辽 半小时后 江森在申医大门口下来 学校正门的港亭里 却已经空无一人 学校终于封了校门 看样子 他明天又得去那家 私人球馆训练 今天白跑一趟 他只好转过头 又往酒店的方向走去 一边走 思路又再次回到 陈老板的建议上 他身边确实缺少一个 既可以为他提供思路 又能帮他料理具体事物 而且还足够忠诚的人 方唐静和郑月两个人 在能力和忠心 这两点上都是不合格的 而叶培这个助理 又只是个临时工 顶多帮忙跑跑腿 只有安安 江森当然愿意相信 他是百分百 把心放在他的身上 或许早晚也能帮他 分担一些事物 再不济 如果将来结婚了 开个夫妻店 应该总不成问题 但是 顶多也就如此了 那个能为他提供 解决问题的思路的人 终归是不存在 而重生和穿越 又并不等同于万能 很多钱 不是能看到 就能一定能赚到 中间一旦有一个环节出错 结果可能就会天差地别 现在他的社会影响力极大 引发的蝴蝶效应 很难说会把世界的时间线 绞成什么样 尤其他现在基本还没真的发力 身边的阻力 就已经大得跟飞牛流体一样了 今后 如果没有靠谱的战略执行者 许多事情 真的不见得能做成 就像贾克老师 当年如果没遇上重庆同学 他的事业 还能做这么大吗 恐怕压根 不用等到十几年后 贾克老师 突然被觉醒过来的 全国人民口诛笔伐 名声扫地 在08年 国内网络泡沫 第一次被戳破之前 四十大道杂货市场平台 就早黄了吧 而有人急急 江森这么想着 突然就不由觉得 自己正好像从一种形式的孤独 走向另一种形式孤独 甚至于 他还觉得自己太过于苛责方唐靖了 敌人的力量 肉眼可见的强大 而方唐靖呢 他不过就是卫面之子 随便用赌娘查出来的一个 本地小律师 连为面子都能介绍过来的人 能是什么牛逼角色 早知道当时还不如直接找辉哥 也不对 当时 如果直接找辉哥 搞不好介绍过来的人 就直接是陈老板 今天要推荐给他的法务了 那岂不是提前 跳进陈老板的碗里去 妈的 真是太难了 江森思绪翻飞 想法很多 办法没有 低着头 一路走到酒店门口 森森 一声呼唤 安安撬声声站在酒店门口 江森冷不丁看见他 整个人不由地呆呆愣住 我 还没给你打电话吧 江森问道 安安走上前 抱住江森 嬉笑道 我猜你今天回来 晚上肯定会回来训练 就在这里等你了 我靠 这女人 学校门关了 江森搂住她 走进酒店 你爸妈今晚还让你跑出来 我妈说反正都让你得手了 也不在乎多一天 少一天了 再说 看你孤苦伶仃 没爹没妈 可怜兮兮的 过年一定很难受啊 让我来给你点温暖 温暖 摩擦起热啊 你好下流啊 安安红着脸 给了江森一拳 两个人小声咬着耳朵 旁若无人递上了楼 与此同时 在八点整的鞭炮声中 当全国数一台电视机里传出 春晚主持人激昂的声音 网络上舆论声势 也达到了一个高峰 国家体委总局下的运动员纪律管理司 在大年三十的晚上 发出了一封要求国际反兴奋剂中心 尽快提交江森臂平尿液检测结果的公函 分分钟就被转发的漫山遍野 国内各大论坛 平台上到处都是通缉令 压力全部转移到了国际反兴奋剂组织那头 贾中校 你妈叫你回深城加班 平平无奇一句话 裹挟着江森的话题热度 两小时内就冲上了杜娘的荡约热搜榜 晚上十点多 江森正抱着安安在被窝里第二轮取暖的时候 远在某西北县城的贾中校家门 突然被人敲开 除夕夜 两名民警出现在了他家门口 你好 东欧市欧顺县刑侦大队 去年此时 永旧江阿豹 但没救成功的欧顺县年度优秀警察周警官 面对已经手机关机整整一周的贾主任 露出了友善的微笑 第489章 就要得寸进尺 咚咚咚 咚咚咚 支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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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忘经销 难忘经销 深夜十二点半 叉叉酒店2022房里 席梦撕摇动的声音突然停下 江森半趴着 从被子里伸出手 拿过放在床头的手机 嗯嗯应了两声 就把手机放了回去 然后 电视机里的歌照唱 酒店的床照摇 约末二十分钟后 他终于抱着贪软的安安 微微缓了口气 摸着他的头发 轻声说道 我明天要正常训练了 初次去北京 嗯 安安小声应着 又问 刚才是谁啊 我家那边的警察叔叔 抓到坏人了 正往这边送 江森摸着安安汗兢兢的背 安安很惊醒地问 抓到谁了 你怎么仇家这么多 听这话 就知道 安大海平日里 没少在家里说类似的话 江森不由一笑 在他脸上巴搭一口 说道 想什么呢 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能使唤警察叔叔 帮我抓仇家 妈的抓犯罪分子 还需要什么理由 我顶多就是个受害者 说着话 突然就把杯子一掀开 把滑泥泥的姑娘 横抱起来 啊 安安尖叫一声 被江森抱着跳下床 随即卫生间里 就响起了喷洒的水声 除夕夜深沉的天空 烟花绚烂了很久 一直到凌晨三四点 一夜狂欢 才归于宁静 凌晨五点出头 江森亲手轻脚 从床上爬起来 穿好衣服 然后低头清了下熟睡的安安 给他留了张字条 便离开了房间 片刻后走出酒店 店外寒风刺骨 一辆国家田径队的公务用车 就停在酒店门外 江森大步走上前 打开车门坐上副驾驶坐 开车的逃润级 把车里的小灯一开 对江森一笑 也遇到 天天天天出来开房 老苗都快气死了 说你开房一次 三天拜练 那是他不知道 我开房的运动量 江森的黄枪 开得神态自若 逃润级哈哈一笑 掉转车头 江森又说道 辛苦你们了 大过年的 还得替我这么来回奔波 家都回不去 奥运周期嘛 就这样 逃润级淡淡道 而且说实话 像这样的机会 一般人想要还判不来呢 不过 你小子也得收敛点了 我们这么多人 前途可全压你身上了 嗯 我知道 江森道 你们不会压错宝的 逃润级嘴角一扬 车子在湿滑的结冰路面上 一路小心前进 约莫半小时后 当天编路出于赌白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 深城办事处下属实验室外 江森和叶培刚一走进走廊 就见到了实验室门外 已经占了不少人 除了满面严肃的萧主任 卢建军和老苗 还有几名深城体育局的领导 贾中校则被老周和 另一名欧顺县公安局的便衣控制着 缩着脑袋 见到江森就眼神闪躲 很害怕的样子 也不知道 在带他过来的路上 老周都跟他说了些什么 周警官 他快步走上前 伸出手和老周两人握了下 没有过多的寒暄 一行人就马上乌泱泱进了实验室 实验室内 之前负责给江森的尿样化验的化验师 更早一些就被喊了过来 萧主任冷着脸 向贾中校出示了一份 并没有实际行政效力 但在此时此刻 却非常派得上用场的文件 就是提委总局那份 要求国际反兴奋剂组织 配合出具江森碧瓶尿液检查报告的公函 贾中校显然在找不到任何找理由 和借口拖延不办 马上就签了字 江森的碧瓶尿样 终于被从冷库里拿了出来 检测出结果 稍微需要一些时间 有在场那么多人盯着 江森根本不怕贾中校这时 还做什么手脚 他这时终于有空 拉着老周走到一旁 小声询问 怎么这么老实 老周嘿嘿嘿尖笑几声 跟江森说起了昨晚上经过 原来昨晚上一开始 贾中校还是非常嘴硬的 根本不配合办案 更不答应跟老周连夜返回深城 甚至一度要给当地报警 顽抗到底 直到老周亮出底牌 警告和吓唬贾中校 说东欧市有关方面 早就暗中调查过他的账户 已经掌握了他的一些不明收入情况 就算今天不带走他 将来他也休想逃出国去 毕竟在家门口的奥运会来临之前 蓄意串通境外 构陷一名奥运金牌种子选手 这是多大的罪名 你自己心里也该有点逼数 到时候别说我们东欧市这边没给你机会 万一江森真要参加不了这季奥运会了 那么上到国家体委总局 下到曲江省和深城的所有相关利益部门 外加上东欧市和欧顺县两级政府 以及护旦那边这么多方的怒火加在一起 你小子别说想出国 我保证你连门都出不了 奥运会吗 八月份就开始 现在已经二月份了 区区七个月时间 大不了我们欧顺县公安就定点守在你家楼下了 而且其实根本也用不了七个月那么久 只要接下来江森被禁赛 老子保证你小子要被立案调查 死是应该死不了 但下半辈子 保证你也痛快不到哪去 甲中校本就心里有鬼 被老周扯出这么多大气一下唬 当场就顶不住压力了 我跟他说 现在悬崖勒马回头 算是没造成恶劣效果 他和外面的那笔钱 就当是正常交易往来 顶多涉及一点社会组织的职务犯罪 今天在这边把检验结果拿出来 再跟我回欧顺县蹲十五天 那就大事化小 连民事起诉都省了 老周满脸骗人为快乐之本的笑容 江森不由奇怪 还要回欧顺县蹲十五天 老周解释道 这小子在网上造谣啊 开了七八个小号 我们总不能白跑一趟 这个抓回去 就当完成了今年的指标了 往正月律师那个名单里一塞 没人能挑得出毛病 哦 江森恍然 微微点头 拉着老周的手 感动到 人事故乡庆 月是家乡名 妈的到头来 果然还是家里的警察叔叔 最靠得住 我要给你们写封感谢信 重点要写你的名字 这拳钱交易就坦诚的离谱 老周连忙把江森的手松开 小声道 江总 低调 江森重重一点头 嗯 半小时后 江森的B瓶尿样检测结果终于出来 完全没有任何意外 阴性 那之前的A屏 为什么是阳性啊 深城这边的一群领导 立马就对贾中校 和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深城办事处不满意了 萧主任冷着脸质问 那个化验师 明显也没少掐烂钱 但是穿着一身隔离服 只有一双眼睛很看见 稍微一低头 就能把脸上的表情遮挡住 可贾中校就没办法了 大冷的天 满头是汗 时不时看 老周一眼 结结巴巴解释 可能 是样品污染了吧 设备污染 或者操作不当 萧主任和卢建军对视一眼 卢建军微微点头 训练中心这边 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随即就让贾中校 出具了检验报告和说明 拿到这份报告说明后 萧主任他们心里 总算一块巨石落了底 正月初一 早上七点不到 当大半个深城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深城办事处 实验室的大门再次关闭 老周两个人压着贾中校 在经过一整夜的奔波后 又直接前往深城国际机场 春运的大潮已经告一段落 票又能比较容易地买到了 而江森则被训练中心的领导和老苗 直接带回训练中心 苟日的 说好的过年期间 好好训练 结果反倒比平时更耽误时间 还开房 昨晚回来那么晚 一回来就开房 回去的路上 老苗有点怒不可遏 卢建军也跟着叹了口气 江森 不要弄得太过分啊 恃宠而骄 像什么话 你说你这个事情 大过年的多少人给你忙前忙后 江森抓抓脸 心说 这事儿明明都是自己私底下实力情 联系欧顺县县的老周出警 是他让郑月去沟通的 陈老板给南方系媒体发律师函警告 是他用新书的版权换的 网络上的舆论得到遏制 是他去取江省城卖联 外加找张凯当外员搞定的 奶奶的 我要是不耽误点时间 这事儿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被摁住 当然了 这些话 江森肯定也就只放在心里想想 他非常懂事地不住道歉 表示 接下来一定管好自己的生活 杜绝体力的无谓浪费 服从组织 刻苦训练 一定把祖国和人民交代的任务 放在首位 绝不辜负国家的培养和人民的期望 听得萧主任很是满意 这事儿也就算结过了 没一会儿 回到中心后 萧主任立刻就给北京那边发了传真 大年初一 本该是好好休息的时间 田馆中心却在早上八点 就发布了一条重要声明 关于江森嗑药的谣言 终于在这个早上水落石出 随即田馆中心这边消息一出 护旦那边立马二话不说 也马上跳出来给江森背书 颇有一种资深韭菜追涨买高的气势 再加上贾中校那边的声明元件 等到中午时分 昨晚上那些网虫通宵鬼挨个醒来时 网络上的舆论风向已然彻底转向 妈的 我就说嘛 兴奋你妈的忌 欧城区城郊结合部的小平房里 少敏拍桌怒喊 城市的另一端 罗北空泽点了根烟 笑道 还是麻子牛逼啊 正月初一 搞得这么多人鸡飞狗跳 一边笑 一边把昨晚上 还在跟他对喷的人 全都拉出来 挨个挑衅 傻逼 猪脑 弱智 胎盘 你妈生你的时候吃屎了 然而并没有人回复 整个网络上 但凡有灵星的死鸭子嘴硬 也很快就被江森的死中眼粉 邪声明之威 当场喷死 而反观之前 那些南方系自封的权威媒体 这会儿 却都像龙了瞎了哑了一般 装死装得翘无声息 各路媒体 没有任何反转的报道 更谈不上任何形式的道歉 深城某小村庄里 回家过年的袁寒师傅 起床后 盯着屏幕看了半天 差点没闭过气去 昨晚上 他刚码的几千字狗屁 刚通的杂文 原本评论区里 一片和谐 充斥着对江森的讥讽 可谁承想 只是一夜过去 网络就变了天 自问生平未尝一败的袁师傅 觉得评论区里的某些人 实在骂得难听 没文化 没素质 没独立思考的精神 找了半天 没找到关闭评论区的按钮 终于一狠心 直接删掉了整篇博文 虽说已经转发破万 有点心疼 可终归 总比被吓死好 以独立精神闻名于世的 袁寒师傅 实则在战斗力方面 只是个普通的渣渣 而守在电脑前 通宵到现在还没睡的方扎伯 则在无敌于天下的情绪中 遗憾地退出了战斗 并且深深地认为 自己在这场舆论战中 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至于江森打的那笔钱 熬夜买红牛不用钱的吗 江森的兴奋计事件 仿佛只是一场舆论狂欢的盛宴 热闹过去了 也就安然无事了 只有江森和亲自参与其中的人 才知道 这件事到底有多凶险 性质又是多么严重 如果耐克那边 卡森确实因为和罗宾内斗 而借助了中国国内的舆论力量的话 所以 其实国内还是有很多人希望搞死我的 不然也不会配合到这种地步 对他们来说 奥运金牌不重要 国家声誉也无关紧要 他们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比国家利益更加重要 所以 看到我死得惨就很重要 不要哪天 我站出来反对他们 那他们得多难受 初三晚上 训练完偷溜出来的江森 提起裤子 和安安告别 安安听不懂江森的话 只是不舍得拉着他 音音道 我什么才能醒过来的时候 看到你躺在我身边啊 江森套上外套 年轻人 不要得寸进尺 十几亿少女的梦 都让你睡了 哪还有脸提 这么多额外要求 我是既得利益者吗 安安抱住江森 既得利益者 就是要得寸进尺啊 要不 我跟你一起去北京 江森低头捧住他的脸 在他额头上亲了一下 乖 听话 开学 我就回来了 第四百九十章 外缘 最近练得还行 自我感觉 还不错 待会儿看看成效 嗯 北京街头 江森坐在蓝管中心 开来接机的车内 身边田管中心派来的陪同人员 只有老苗 剩下的 全都换成了蓝鞋的人 名义上负责江森训练的拱教练 在时隔将近半年后又出现了 明晃晃的摘平元朝的果子 但冯元朝显然也不介意 毕竟 如果江森的训练成果没达到要求 拱教练这位主管教练肯定得背锅 冯元朝身为一线干苦力的 带着编制 反倒IP的可能性不高 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所以 每个岗位上的人事安排 其实都不是无缘无故的 只看你能否看懂其中的含义 以及身处其中的人 能否搞明白自己这份工作的定位 而也只有当每个位置上的人 心里都有起码的B数了 工作上才不会有矛盾 工作才能顺利地安排和进行下去 而具体到这会儿的家门口奥运会 能被挑选出来执行具体任务的人 就算是最底层的人物 其实也都不是寻常货色 像老苗和冯元朝这种基层教练员 扔到地方上去 当个小学校长之类的干部 能力上绝对能迅速把握住 所以心里有B数这种要求 对他们来说 完全是不需要上面操心的 江森坐进蓝鞋的车里 一路上的感觉就两个字 和谐 不管是老苗还是老冯 对拱教练都表现出了 应有的下级对上级的态度 江森受到这情绪的感染 也是果断缩起 尾巴做人 首都范围内 坚决拿自己当孙子看 啥明星不明星的 到了这儿 你就是明星他祖宗 也得老老实实盘着 上回我说 这个美国队可能打阵地啊 还是说得有点草率了 前几天 美国队的最终12人大名单出来后 我们重新研判了一下 觉得他们这套阵容 更大概率 还是要打传切快攻 这回美国队的阵容非常豪华 尤其是外线 中国队的外线 防守压力会非常大 咱们奥运会第一场 就是对阵美国队 这场比赛呢 现在中心的意思 主要还是要打出气势 打出我们的意志品质 和战术素养 尽可能拿到一个当全国人民可以接受的结果 龚教练巴巴说着 江森心里默默翻译 哦 就是不要说得太惨是吧 这时龚教练又画风一转 继续道 那根据我们和田馆中心的协议 在小组赛阶段 为了保证你的体力 我们每场比赛 最多就让你上半场 那这几天 我们蓝主任又跟谢安隆主任协调了一下 打半场 起不到战术意义 万一把你搞伤了 那更不行 所以 为了减小你受伤的可能性 也从这个排兵布阵 和你的体能情况出发 我们就打算啊 干脆 咱们五场小组赛 就让你打两场 第一场对美国队呢 本来胜算就不是非常大 就战术性放弃了 诶 别啊 江森听到这里 顿时忍不住打断道 打美国队不让我上场 那我来比赛的意义是什么 你别急啊 龚教练皱眉道 这不是暂时的战术安排吗 到时候 具体怎么弄 还说不定呢 行吧 江森见龚教练烦躁 立马也战术性闭嘴了 龚教练看了江森一眼 稍微缓和了一下语气和态度 继续说道 打美国队 客观上 希望不大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能把你这个骑兵 用在把握比较大的比赛上 对希腊 德国和西班牙 我们的机会都能稍微大一点 剩下安哥拉的话 整体水平和实力 是明显不如我们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打算 就是让对战德国 希腊或者西班牙这三支队伍时 让你打满其中的两场 只要能打赢其中一支 咱们就进八强了 奥运会的任务就算完成 剩下再打八进四呢 谢安龙那边就管不着 我们怎么安排你的出场时间了 所以理论上 你还是有碰一下美国队的可能性的 不是半决赛就是决赛 我日 明老真是畅想的好乐观 虽然逻辑上完全没问题 可是为什么就莫名 有一种吹牛逼连眼皮都不眨一下的感觉 江森心里嘀嘀咕咕 其实自己对能不能打进四强乃至决赛 也抱有极大的不确定性 毕竟他这辈子打过最牛逼的比赛 也就只是东欧式的高中生篮球赛决赛而已 特么跟欺负幼儿园似的 还差点被孟清彪的黑哨给吹废了 在奥运会这种国际级顶级赛事面前 那种全打北海幼儿园的球场经历 完全没参考意义啊 那就是 如果咱们能进八强 算上小组赛 我最多只能打三场 江森把这道算术题给做明白了 又嘀咕 这样不知道 会不会影响我和耐克的代言费啊 不影响 龚教练立即回答 谢安隆和耐克那边沟通过了 耐克只要求你拿到相应的场均得分 还有咱们球队拿到一定的名次 出场场次没有应行要求 你就算只打两场 场均能拿到三十分 只要中国队近四强 那每年八百万美元 也照样给你 行 江森也就不逼逼了 不打美国队就不打美国队了 天大地大 组织安排最大 确实真要有能耐 到决赛再跟美国队一决高下也不迟 而且想在奥运会上 拿到场均三十分钟 也没那么容易 如果拿不到这个分数 代言费也照样得打水漂 对自己的绝对实力 到底处于哪个水平 依然摸不太轻的江森 很理智地选择了沉默 他望向车外 看着车子从巨大的奥运主体 预馆前路过 鸟巢看起来 好像基本已经完工了 大过年的 里头似乎还有工人在加班赶工 车子很快驶过这段路 又开了约莫十几分钟 终于在一处不起眼的场馆前停下 下午三点半 下了飞机连休整时间都没有的江森 跟着拱教练从车上下来 低调地走进了训练馆 逼 片刻后 训练馆里一声哨响 不包括江森在内 国家集训队的十三人 飞快站成两排 江森被拱教练带到国家队的大佬们跟前 场馆里还有零零散散的不少陪练 都好奇地或站在看台上 或站在场边 听拱教练大声道 咱们的新队员江森 今天正式过来报道 大家欢迎 啪啪啪 大佬们拍手都挺敷衍 尤其是侧翼那几位 看江森的眼神都带着呵呵 倒是后卫线和内线球员比较礼貌 在某段时间里 被国内的键盘精们 灭称为连妹的后大摇时代中留底柱 鼓掌的态度格外真诚 江森和他目光接触到的时候 还朝江森友善地笑了笑 而在队伍末端 跟江森位置重叠的陈江华 则是好奇地看着 神情很低调 孙大圣嘻嘻哈哈咧着嘴 被江森打爆过的刘伟 则是相当面无表情了 队里有人不屑 有人拉着脸 也有人无所谓 江森当然明白 自己这一脚插进来 这里就得有人退回省队或者俱乐部 那是杂人饭碗的 而最终留下的选手 外线和侧翼选手的上场时间 又势必会被他侵占 奥运会这种数十亿观众级别的比赛 对场上选手来说 每一秒都珍贵 哪怕在场上毫无表现 也总比板凳坐穿要好 对每一个具体球员来说 到底是奥运会荣誉重要 还是参加奥运会能拿好处重要 每个人心里 肯定是有自己的小账本的 想来 除了四号位和五号位 这里怕是没人真的愿意看到他的出现 毕竟以他的明星光环所带来的话题度 外加上卖脸 也能有饭吃的颜值 只要他上场 其他球员 就都要变成背景板 再假设大家 上了国际赛场 其实都比较菜的前提下 一只帅的菜狗 和一只 错逼菜狗相比 两者所能得到了关注度 那肯定是 完全不一样的 接下来这一个月的东训结束后 我们教练组会根据大家的表现 最终敲定我们的12人名单 这个表现 主要就是根据大家大的训练赛水平来打分 每个人的上场时间都会给够 龚教练巴巴了一通 场下少数几名明显位置 还不算稳的球员 不由的 全都挺直了腰杆 这时 南篮主帅尤内斯的翻译 走到江森身边 直接带着他 就朝着更衣室方向走去 江森不由意外问道 现在就开练 时间紧迫 尤内斯的翻译解释道 国家队这些球员 都是各地俱乐部的门面 现在 CBA联赛还没打完 能抽空过来 打击场热身赛都不容易 有些球员今天打完 明天就走了 哦 江森点点头 表示理解 也是 赚钱吃饭要紧 翻译笑了笑 江森又问 大摇呢 在NBA还没回来 对啊 他现在回来 核练的意义也不大 奥运会前回来 磨合一下 就差不多了 再说队里 现在的战术 本来就是围绕大摇来打 得你们这些队员 来适应他的节奏 不是他来适应你们的节奏 你们都是职业运动员 给大摇传个球 总能做到的 基本用不着怎么磨合 翻译跟在主教练身边 时间久了 说起这些来也头头是道 江森笑道 我不是 我现在主业是学生 运动员是兼职 篮球还是兼职中的兼职 翻译顿时大喊 你这是在装逼啊 江森哈哈大笑 没一会儿 江森换上队里 特地给他留的22号球衣 站上了球场 当然等到奥运会 22号就没得穿了 只能在4到15号之间 选个号码 但想拿到这个号码 得看自己今天的表现 此时赛场里 已经清了场 积分器 裁判全都准备就绪 老苗站在冯元潮身边 小声说道 江森刚下飞机啊 昨晚上大半夜才会对立 现在这个身体状态 直接上场不合理吧 冯元潮却呵呵一笑 我们特招他进队 是拿他当外援看待的 他要是没这个能力 要是连这点困难都克服不了 那干脆回去算了 真的 老苗瞬间眼睛一亮 冯元潮撇撇嘴 这时场上首发站定 江森被直接安排上去 随即哨声一响 赛场中圈上阿联和大智高高跃起 大智把球拨到猪八手里 猪八无视江森 把球扔给刘伟 尤纳斯双手暴毙 站在场边看着和刘伟同队的江森 大智一边朝前场跑 一边对刘伟大喊 老刘 让咱们的明星露一手看看 刘伟心里一叹 终于把球传给江森 中国队外线大闸孙大胜 二话不说就找上江森 身高比江森高出一大截 跑跳能力绝对顶尖的他 认真摆下防守的架势 而对面的其他所有人 也眨眼间 全都落到自己的防守位置上 肉眼可见的训练有素 不愧是中国南篮的超白金一代 我擦 比赛态度这么端正的吗 江森微微一走神的刹那 孙大胜突然出手断球 江森瞬间惊绝过来 往后运球一步 又顺势一个背后运球 找到让自己舒服的持球进攻节奏 冷不丁一个箭步探出 愣是直接从孙大胜跟前穿越过去 又两大步运球到三分线前 高高跃起 随手就扔 篮球在球馆上方 划出一道弧线 与此同时 江森已经冲到篮下 篮球直接砸在篮板上 落下的那一刻 球场地板上清晰可闻的 砰的一声 江森整个人跟弹簧一样飞起 抓起落下的篮球 隔着已经补防上来的阿联 狠狠把球砸进了篮筐 狂浪浪浪 篮板微微摇晃着 场上场下 一大群人目瞪口呆了片刻 突然有人发出了尖叫 卧槽 喊得掉门都跑了 尤纳斯满脸惊喜 转头看着自己的助理教练 球场上 阿联捡起篮球 快速传给陈江华 一边跑过江森身边 笑着说了句 好猛啊 江森咧咧咧咧 见陈江华运球 从身边飞奔而过 下一时 随手一捞 随即电光石火的下一刻 皮球在手的江森 就才再次冲到了三分线前 干拔 投篮 刷 逼 训练赛开场不到半分钟 江森这边5比0领先 江森三投两中 拿下5分 一篮板 一抢断 迫使另外一队 果断叫了暂停 第491章 你们也认识的 下面来关注一下 来自南篮国奥队的消息 今日南篮国奥队在京开展了奥运会前 最后一次国奥队队内封闭式实战训练 除姚明外的集训名单内所有14名球员 包括广受瞩目的世界田径冠军运动员江森在内 全部参加了本次实战训练比赛 最终江森所在的红方主力队 以94比68的较大比分优势 战胜由老将李南领衔的蓝方替补队 首次出现在国奥集训赛场上的22号球员江森表现优异 出场20分钟 拿下28分 12个篮板 两次助攻 5次抢断和两个盖帽 握你马 二哥疯了呀 居然欺负国家队 晚上6点半 大年初四就选择开张的青山村蒙蒙网吧内 李正蒙和山姬 浩南载两个小弟喝着小酒 看着直播新闻 网吧里客人居然不少 纷纷排队到店门口 和江森亲笔写下的那幅蒙蒙站起来的蹄子合影 手机摄像头咔咔闪动 同一时间 十里沟村的人们也突然激动地嗷嗷叫唤起来 最近几天 虽然线上线下 对江森使用兴奋剂的各种声讨势头不小 但小山沟终归还是信息封闭 只有小高医生 这个日常上网 心底里很希望看到江森扑街的二五仔 新潮澎湃 而其他人 只要没看到电视新闻里 或者东欧日报 群众日报之类的报纸上出现确凿的消息 就压根不会关注这些鬼话 哪怕就算看到了 也基本就是呵呵一笑 毕竟这一年来 江森被黑的次数实在太多 而结局 每一每又总能反转 如此反复这班狼来了 这边的村民 已然对此精神疲惫 所以现在凡是马瘸子没亲口确认的 关于江森的小道消息 石里沟村这边 一律视之为谣言 更不用说 江森作为接下来 要给大家发工资的老板 老板出丑 对他们又有什么好处 按村民们的朴素想法 江阿抱他儿子 当然是越牛逼越好 小麻子越牛逼 就越挣钱 他们能分道的 理所应当 也就越多 谁敢说江小麻子的坏话 谁就是他们的仇人 这部小高医生最近个把星期 就愣是因为找不到倾诉对象 差点活生生把自己憋死 而且特么的过年都不能回家 也不知道自己还得在这 鸟不拉屎的地方待多久 看着石里沟村过年时间的热闹景象 他孤独地吃着锅里的饭 却只想跑回诊所 抱住枕头 隐隐隐隐地大哭一场 江老板什么时候又打篮球去了 这体格 嘖嘖嘖 他媳妇顶不顶得住啊 江总以前还追过我三妹的 放你妈的屁 你三妹 整天跟一群小孩 拿石头扔阿抱他儿子 追着阿抱他儿子满村子跑 当我没看见 阿抱他儿子眼瞎了 才会看上你三妹 我草你妈 你再说句试试 村民们对江森的议论 分分钟就跑偏倒下三路 村口小麦不前的空地上 露天白满几十桌酒席 这是二儿制药 掏钱给新员工们 搞的第一次团建活动 上百名已经和二儿 制药签了劳动协议的村民 在九寒而热之际 看着电视里 江森各种欺负国家队的镜头 情绪跟着一起上头 然后看到吴晨和邓方卓走过来 立马就又老实下去 将阿抱私人已去 但大前年被吴晨吊起来打的那一幕 还是历历在目的 村民们才不敢和吴晨对着干 更不用说 今天的吴晨 早已不是大前年的吴晨 吴晨已经是吴乡长 而吴乡长他媳妇 听说又是给江老板 勘厂子的大领导 村民们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对这种看似复杂的层级关系 却理解的一点都不含糊 原十里沟村最高权力机构村 老人协会 不就是这么玩的吗 老大的小面有马仔 马仔又有自己的马仔 但不论是哪一级的马仔 都不是最底层狗腿能惹得起的 要听话 必须听话 吴晨瞪着眼睛 一点都不友善地 从这群即将闹市的村民间扫过 邓方卓则满面微笑 唱着红莲言好人 两人从酒桌大镇中走过 走向村里路灯罩 不太到的角落 开始嘀嘀咕咕 找个人真特么难 吴晨咬牙切齿 邓方卓脸上的笑容垮下来 叹了口气 二只要目前的关键岗位上 还空着一个副总监生产经理的缺 原本前些日子 来面试的人倒是有好几个 可是 江森的兴奋剂事件爆出来后 那面试到最后三个的家伙 居然集体放弃了面试 说走就走 江总现在社会影响力太大 稍微有点负面消息 人家心里就慌了 生怕项目和企业完蛋 邓方卓和吴晨走到村里一处高地 眺望远处的石里沟森林 过年之前 林子被象征性地开发了一点 但也只是一点而已 就好像好端端的一幅名画 被咬下了一个脚 迈向非常难看 那些人是傻逼吗 吴晨烦躁地抱怨 这怎么一听 就是没有的事 人家不那么想啊 邓方卓道 咱们这边 原本就工资待遇不高 生活条件也艰难 人家愿意过来干活 就是冲着江总这块牌子 心里是抱着期望 公司效益好了 他们能多拿点奖金 拿点股份 现在将总出问题 他们心里当然要犯低谷 吴晨皱眉不语 邓方卓又继续往下说 加上现在 这个项目又碰上过年 咱们停工了 人家过来现场一看 只看到一堆挖掘机 土地也没整平 加上又有大量的国营单位持股 这几年舆论形势 你也知道的 老百姓对咱们国营单位的经营能力 也有偏见和误解 心里就更哆嗦了 我们现在这个项目 说一千到一万 完全是建立在盲目的信心上 咱们都是因为 相信小江能把这个项目撑起来 才愿意投入这么多的资源 不然 如果单凭那几千万的资金 就能把整个十里沟村 乃至清明乡全乡的经济盘活的话 势力 省力 早就把钱投进来了 还用等到今天 所以现在 咱们江总的声誉 才是咱们这个项目最大的竞争力 江总完蛋 项目就完蛋 江总好了 项目也就好了 做产品嘛 卖的就是个信心 对你这个品牌有信心 对你这个人有信心 至于质量 只要多花点心思 能差到哪里去 哦 按你这么说 那我就试个屁咯 黑暗处 马瘸子拄着拐杖 另一只胳膊 被张南搀扶着 慢慢走近两人 邓方卓和吴晨回过头 邓方卓忙堆笑道 马老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这个意思也行 不是这个意思也行 不管你怎么解释 反正我都听见了 马瘸子笑呵呵的 明显是在开玩笑 活了一辈子 苦了半辈子 他才不会因为今天生活 有了点小起色 就在邓乡长面前 拿瞧 吴乡长 邓乡长 张南向吴晨和邓方卓问候 吴晨看着月光下的张南 微微点头 这女人够狠 为了保住他兜里的那笔资金 不被他前赴的那些亲戚吃干抹净 居然不惜尾身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邓方卓刚才说的确实没错 江森要是完蛋 受牵连的 何止是几个打工仔而已 上个星期江森的兴奋剂事件爆发后 欧顺县表面上看起来安安静静的 其实被地理躁动的都快不行了 而且不光是县里 他还通过市扶平办那边的消息了解到 市里甚至已经做好了 要跟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打官司的准备 幸好三天前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还有填管中心 护旦身衣接连发布了声明 及时澄清了这件事 不然 今年过年 东欧市这边可就真热闹了 甚至说不定 省里到时候都会出手 最起码 省体育局肯定要过问一下 江森身上绑定的利益群体 远比想象中的庞大的多 这也是为什么 吴晨会认为 那些临阵脱逃的面试者 全都是傻逼 有什么好怕的呢 江森手拿五个奥运A标 外加上篮球 就是要参加六项奥运项目 这也就意味着 这或在奥运会期间 起码要在全球数十亿观众面前 持续刷脸好几个小时 就这刷脸时长和频率 别管到时候 能拿到什么样的成绩 光过程本身 就已经是人类体育史上的壮举了吧 更不用说 这小子长得人母狗样 细皮嫩肉的 卖大力丸他或许差点意思 但卖美容产品 试问哪个追星的小姑娘 能顶得住 就算国内卖不动 那国外市场呢 还有 千万不要忘了 江森可是市井赛 双料世界冠军 他本身就是有极强实力的 曝光度 话题性 能力 脸 市场号召力 乌尘掰着指头算 十里沟村的这笔生意 几乎包赚不赔 只有纯傻逼 才会因为江森那边 稍微出点舆论问题 就放弃掉这 千载难逢的 抱大腿的机会 而这样的傻逼 上个星期 他居然一次性碰上撒 只能说这年头的网络舆论 对人的洗脑效果 真是越来越可怕的 活生生把三个还算 职场经验丰富的老鸟 吓得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 马师傅 你家二徒弟回去了 吴臣没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转移话题问道 嗯 马瘸子笑着硬道 表情中带着十分的满意 宋大江 是个很聪明的傻子 在十里沟村住了没几天 就被马瘸子 棘手内外兼修的本事 唬得二话不说 就跪地磕了头 今天早上 宋大江出村回家前 这个死扣的家伙 还咬牙给马瘸子 包了一百块钱的红包 把马瘸子哄得开心的 不要不要 林老林老 不仅拿下个三十岁出头的少妇 还收了俩万里挑衣的入室弟子 有些人 出生就赢在起跑线上 他就厉害了 人生赢在家实赛 那个副总的人选 还没定下来吗 马瘸子又把话题拐回了正题上 吴臣和邓方卓对视一眼 邓方卓眼里明显生出一丝提防 这个重要岗位 县里 乡里 还有其他个方面 不少人都想安排自己的人上去 网小了说是份人情 网大了说 这可是自身权力的延伸 邓方卓和吴臣作为清明乡和这个项目的直接对接人 算是进水楼台 原本已经名正言顺地掌握住了这个名额的处置权 而吴臣因为媳妇已经在公司里身居高位 自然就把这个处置权交给了邓方卓 之前跑掉的那撒货中 其实就有邓方卓安排的人 可惜 那家伙不知道吃了什么食 愣是在入职前变卦 邓方卓死拉活拽 都劝不住 所以这么一来 其他人自然就有理由 推荐合适的人选了 就像现在 马瘸子作为公司四名股东之一 而且 公司董事长 是他徒弟 主要出资人是他老婆 他如果要推荐什么人 邓方卓很难一口回绝 但很显然 邓方卓肯定不愿意把这个名额拱手让人 于是 立刻笑着说道 出八就有人过来面试了 马瘸子果不其然 笑呵呵道 这么巧 我刚想给你推荐个人选 要不出八一起见个面 也算多个选择 邓方卓的笑容 微微收起了一些 是您什么熟人吗 不是 马瘸子摇头 轻拍身旁的张楠 是小张推荐的人 他一个远房表弟的前老板 原先是东欧市这边搞房地产的 今年把公司关了 去深城陪女儿读书 结果他女儿现在有男朋友了 想嫁人了 说不用他妈陪了 他就想回来找点事情做 什么乱七八糟的 吴晨听得头大 吴语问张楠道 张总 咱们这个项目 和房地产可是两码事 我知道 所以让他先过来面试看看嘛 合不合适 见了面再说 张楠微笑着 从兜里拿出一张 好像是很久之前的名片 递给吴晨 吴晨拿出手机 照亮一看 名片上写着三个字 梁玉珠 张楠又微笑补了句 他女儿的那个男朋友 你们也认识的 第四百九十二章 又出波折 下面来关注另一条 关于南岚的消息 晚间体育新闻仍在继续 主持人的表情微微调整 变得沉重了些许 紧接着就冷不丁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据本台驻休斯顿记者发回的消息 NBA火箭队方面今日宣布 昨日在训练中受伤的我国运动员姚明 目前已确诊为右脚硬力性骨折 手术时间将安排在 国内数不清的电视机前 前一秒还在为南岚后卫线上 横空出世的江森 而感到无比惊喜的球迷们 此时瞬间如玉晴天霹雳 全国各地 各种窝草的骂声 此起彼伏 同时看着电视里 画面一转 只见大窑穿着湿透的训练服 单脚移动 神情痛苦地被两个大块头脑外 搀扶出场馆通道 同样的时间 江森和南岚国家队的几名教练 也正观看着新闻 在新闻播出之前 他们其实更早就已经知道了 训练馆力量房挂着电视机的大白墙前 这群教练们各个脸色发青 大窑的伤情 无疑给南岚冲击奥运八强 蒙上了厚厚的阴影 因为自家人明白自家事 中国南岚 有大窑和没大窑 完全就是两码事 有大窑 世界一流 缺了大窑 那顶多也就在亚洲范围内玩玩 倒是江森 感觉有点疑惑 他明明记得 08年奥运会的南岚队伍里 是有大窑的 而且 当时大窑的内线 统治力也完全没问题 这特么 怎么就离奥运会不到七个月 大窑就腿舌了 半年内能恢复吗 耳边低沉的声音响起 这几天 一直在江森身边的龚启明指导 在这件事上 要比江森冷静得多 立马用最理智的态度 询问起身边的人 国家队的队一 斟酌着回答 按理说 伤筋动骨 无非也就一百天 三个月应该就差不多能下地了 不过 大窑的体重在那摆着 而且是疲劳和过度透支 导致的硬力性骨折 我看要养磁石了 起码得四个月 差不多得到五月底吧 五月底 那还行 还剩两个多月的时间恢复状态 公指导稍微松一口气 转头又看看江森 叮嘱道 小伙子 你也留点神啊 我不会 我没事 别咒我 江森赶紧三连聚接 开玩笑 总价值1.2亿美元的代言合约 外加上后续的一系列潜在好处 这特马 要是在奥运会前受伤 那还不如让他和电动小汽车 再来一次命运的邂逅 练得差不多的江森 把哑铃放下来 这是电视里的 关于大摇的新闻过去 画面中主持人沉声念叨 根据群众反映 国家田径队队员江森 因违反运动员训练纪律 经中心慎重研究 决定对江森 处以竞赛三个月的处罚 该处罚急于起生效 嗯 没事先收到风声的江森 被这破处罚决定 搞得满头雾水 训练室里的其他一堆人 也都齐刷刷地望向了他 什么情况 江森转头问老苗 然而 老苗整天陪在江森身边 他能知道个毛线 只是很无辜地摇摇头 说道 我也没听书啊 我操了 这几个意思啊 江森从老苗手里 拿过毛巾擦擦汗 看着电视机里 一会儿过的文件 越看着破事 越觉得哪里不对 马上到 能联系什么人问一下吗 老苗只好给卢建军打电话 过了片刻 老苗手里电话一通 江森就拿过他的手机 自己问起了卢建军 老卢 我被田馆中心竞赛三个月 这莫名其妙的 到底什么意思 我怎么就违反训练纪律了 哦 这事儿 我正想跟你说 领导就是领导 老卢果然有这方面消息 但就是支支吾吾的 显得有点心虚 那不是 就前些日子 你在航程搞牵授 有个女孩子 因为见不到你跳天桥吗 照片都被人拍下来了 这两天 你在北京训练 曲江省和深城这边 舆论闹得挺大的 就有人把你给举报了 说你不遵守队里的训练章程 我们本来也想大事化小 不想把事情搞得太复杂 原本想内部处理一下就行 毕竟那个女孩子 听说也没出什么事情 可是 这个事情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传到谢主任那边去了 谢主任这个人你也知道 那么蒋元泽 眼里容不得沙子 听到这里 江森立马就不想再听下去了 老卢你骗鬼呢 谢安龙讲原则 谢安龙眼里容不得沙子 就谢安龙那货 他那俩眼珠子 差点都恨不能拿来当沙漏 天天到沙子玩了好不好 所以你们就把我卖了 江森愤愤质问 卢建军安抚道 你也别生气嘛 这个事对你又没什么实际影响 反正接下来三个月 你本来也就没有任何比赛 对不对 对个屁啊 江森的脑子转过弯了 那这不就等于我承认自己 违反对立几率了 我去航程给自己解决问题 那是跟对立报备过的 还不是因为你们解决不了 我才只好自己下场 这话说的 就差把废物两个字 明晃晃贴自家领导头上了 可卢建军也反驳不了 只能苦着脸说 我们也是从大局考虑 小江 现在这个节骨眼 咱们就别争这些有的没的了 只要你奥运会出了成绩 那就什么错都不是错 有些事 不用我说 你肯定也懂的 越是大赛当前 就肯定有人要乱你的节奏 你不要中计 别跟着他们的节奏跑啊 万一事情真闹得不可开交 让人找借口 把你的比赛资格搞没了 损失不是更大 你听我一句话 我知道 有坏人在针对你 但越是这样 咱们越要忍住 好不好 只要忍到八月份 那些在背地里 搞阴谋诡计的小人 谁还能拿你怎么样 咱们拿一块金牌 就往他们脸上扇一巴掌 但是现在 我们得低调啊 你要知道 比赛资格这件事 那不是只有咱们国内 才能给你取消掉的 你这个是奥运资格 奥组会不是没有发言权的 就算人家奥组会不方便打头炮 还有国际田连 亚洲田连呢 这里头的水 比你想个要深啊 我们混这行这么多年 什么肮脏事没遇见过 就你这样的种子选手 说句实在话 全世界想你死的人 肯定比想看你出头的人要多 你要真是被人弄到把柄 人家就算没有资格 也会创造资格 一定会千方百计 禁止你上场比赛的 你明不明白啊 江森皱了皱眉头 有点被卢建军说动了 他拿着手机 安静半天 就在卢建军以为江森已经要妥协了 不想 江森突然又来一句 我想和谢安龙见一面 卢建军沉默两秒 哑痒痒道 小江 你想气死我是不是 第493章 行走在人间的彩虹 没有服用兴奋剂 结果却被禁赛了 所以到底用了还是没用了 楼上太委婉了 我只能说 懂得自然懂 果然还是 咱们国内会玩 为了保住一个科药惯犯 真是什么花样都玩得出来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也是无语 人家明明都过春节放假了 愣是把人找回来发个声明 管什么用吗 真当别人都是傻子吧 你要心里没鬼 何必这么火急火燎的 简直欲盖弥彰 楼上我草泥马 发声明是心里有鬼 不发声明就是默认自己用药 反正正反话都让你说了呗 那老子现在怀疑 你女儿是你和你妈生的 你女儿的儿子又同时是你弟弟 因为你爸 我现在要求你拿亲子鉴定证明 你们全家人的关系 你要拿不出来 那就说明你们全家大团结 你要是拿出来 就说明你他妈果然心里有鬼 不然 你拿你妈逼的鉴定证明 田馆中心的一纸声明 不出所料的让网上的舆论又爆炸开来 甚至比之前江森的兴奋剂事件 刚爆出来那会儿 吵得还要热闹 全网上下围绕着破事 开始展开缜密细致的分析 各个化身侦探和资深体制学者 各种阴谋论像是早就准备好的一样 在各大论坛和平台上出现 而这回合之前的不同之处在于 博客上也开始有大V公然表态了 在笑看各路网友的同时 纷纷发表长篇评论 粉丝们自然该站队站队 该取关取关 一时间那些混迹网络多年的写手 摇身一变就成为意见引领者 账粉的账粉 喜粉的喜粉 向方扎脖之流 更是一边收钱 一边就开始迫不及待的变现 只差把自己的书店链接 直接贴到博文底下 说到底 这位偶像派全能优等生的闹剧 本质上反映的 依然还是举国体制带来的问题 袁寒师傅在前几天 删掉自己那篇 10W加博文后 今天一看到舔馆中心发的声明 顿时就后悔的不行 于是为了弥补前些天犯下的错误 今晚上 甚至连丢都不泡了 晚饭后 坐下来 就开始按他一贯的思路 什么狗屁倒造的事 都要往体制上拉 撕如泉涌 键盘敲的停不下来 只是在行文过程中 那字里行间所透出的冲天酸味 也同样掩饰不住 我很久之前就说过 现在的中国 仿佛是急于要培养全才 今天让你去学设计火箭 明天就需要你用八国语言 把这个过程翻译出来 并同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如果真有这样的人 我愿意去尝他火箭的滋味 原本当时写那篇文章的时候 我只不过是从文学角度 做了适当的夸张 以这样一种 就算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也能看懂得修辞手法 对我国神奇的角度制度 做一点不算虚假的调侃 然而 我果然当时还是太年轻 当然 现在也足够年轻 所以我 完全没料到 我国的教育制度设计者们 居然真的将我的预言 变成了现实 我姐抛开一个人 能不能同时即考出 很高的高考分数不谈 我们必须承认 不管你聪明还是不聪明 高考想稍微考出点人样 还是需要花些时间的 也抛开这个人 在花这么多时间 参加硬式考试游戏的同时 能不能每天抽出那么多时间 在短短几年时间里 写出几百万字的 并号称卖到全球前几名不谈 我自己也是玩文字的 我可以很确定地说 写点狗屁不通 或者狗屁刚通的东西 虽然不难 可也并没有旁人想象中那么简单 我只说一个很简单的科学事实 以我并不精深 但也足够让我保持 充分理智客观的科学常识储备来判断 人类的肌肉种类 应该是分成偏爆发性 和偏耐力的两种类型 每个人种 或者说每个人的身体中 这两类肌肉的组成比例 各有区别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黑人运动员在短跑项目上有优势 白人就更加擅长游泳等项目 而现在 我们看到的这位偶像 全能好学生 他的情况呢 我当然不排除 这个世界上 确实有天赋一柄的人的 存在的这个可能性 可大家不要忘了 天赋一柄 也是要讲生物进化基本法的 你总不能 既同时拥有世界顶尖的爆发力 又拥有世界级别的耐力 我本人在校期间 也曾经参加过学校和区里的中场跑比赛 在这件事情上 我甚至比写作更有心得 你总不能非要告诉我说 我们的全能偶像优等生 就是天生肌肉量大 所以 在娘胎里的时候 两方面 属性都比别人多点 属性点 可以随便加 你当是玩网络游戏呢 还是某些人 真的自认为 能一手遮天 能把全世界那么多人的智商 玩弄于鼓掌之中 说实话 我其实完全不想 对今天这位好像不能提名字的主角 做任何个人的批评 因为一来我知道他也是受害者 二来也怕收到他的律师函警告 可是出于我未免的良知 我还是忍不住要说 一个简单的道理 做人 是不应该撒谎的 尤其是这样的弥天大谎 我实在不知道 当有一天 这个谎言被戳穿时 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要如何去面对来自全世界的目光 这个世界如此美好 花了几千年的时间来教育我们的人民 要去遵守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 可现在 我却只看到 我们的当中的某些人 只想继续作恶下去 先是对我们的教育 继而现在 他们又将手 伸向了我所钟爱的体育 各位亲爱的领导 真的别追着我 逐一兑现我年轻时说过的那些玩笑话了 请放我一马 也放我们的年轻人一马吧 圆寒的霹里啪啦敲完 鼠标一点 随后半个小时不到 这篇如同席文的博文下 他的粉丝们分分钟拍马赶到 蜂拥而上 各种奉承话 不要钱的就在底下刷屏 说得好 说出了我们的心声 圆寒每天这么打 硬式教育和体质的脸 要小心将科药的脑残粉报复啊 都说脑残粉了 有什么好怕的 话说 果然还是圆寒的水平高 就江森那种花瓶 哎 他那篇高考作文挂了一年了 根本点进去 看的人都没几个 所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某大嘴二线小明星 跳出来给袁寒点了个赞 博客认证为演员 代表作同服客栈 然后 这位明星一转 其他十几个蹭热度的小明星 也立马纷纷排队跟上 娱乐圈小咖们在未知的力量引导下 突然间就参与进了对江森的围剿 等到晚上八点半 袁寒的这篇博文 终于众人实柴地登上了 某浪的门户首页 各大网站平台一转再转 网站老板们一看 袁寒这小子引流力量居然这么强 二话不说 就立马更加卖力地到处找人煽风点火 没有矛盾创造矛盾也要骂起来 甚至不惜让加班员工自己开两个号 自己跟自己对喷 然后喷着喷着 就有路过的二傻子主动加入进来 当然在这一片混乱中 也不是没有人给江森说话 比方开了马甲的卢建军 实在是有点气不过 但哪怕隔着屏幕 他的话也说得很低调 江森本次兴奋剂事情 结果是客观公正的 程序是符合规范的 是非已有公论 而退一步说 这次的兴奋剂检测时间 距离江森上一次比赛结束 时间已经将近四个半月 并且在接下来较长一段时间内 江森也不会再参加其他比赛 这也就意味着 这次的兴奋剂检测 不论结果如何 江森本人都是不具有依靠服用兴奋剂 来获得比赛名次的动机的 再者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给出的声明 也已经说得很清楚 江森的检测结果阳性 应该是样本污染 或者检测仪器污染所致 避凭尿样阴性 也已经能证明它的清白 而且 在江森返乡数日的过程中 我们也很难保说 运动员就不会误食一定量的 含围经药物的食品 现在各种事实和证据确凿 我不明白 为什么网络上 还是有那么多人 热衷于诋毁我们自己国家的运动员 并且 田馆中心对江森的竞赛处罚通知上 明明也说得非常清楚 江森被竞赛 是因为训练纪律原因 而非其他原因 为什么舆论在明知两件事 没关系的前提下 还是要故意往服用兴奋剂的方向来引导 我更不理解 有些人真的就更乐意看到 在自家举办的这届奥运会 我们少拿几块金牌 那么到底 要少拿多少块 你们才能满意呢 卢建军写到最后 火气其实已经上来了 然而 他完全没料到 他这篇文章基本没人搭理 也就算了 聊聊几个搭理他的 还差点把他给气到吐血 没过几分钟 他文章评论区里的调形 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又是围经牌论的调调 像你这样的水平 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 中国缺的是金牌吗 我们缺的是顶尖的技术人才 顶尖的科学家 而不是硬是体制填压出来的骗子 有些人 或者说某个利益集团 想进奥运会想出风头的心情 我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 人为的制造骗子来欺骗世人 那就值得警惕了 如果你真的不明白这个道理 或者真的能睁眼说瞎话 那我只能说 以你的智商 我很难再跟你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花这么多钱办奥运 还故意养个骗子出来 你要是真的这么爱国 你就多看看 南方雪灾的那些受灾者吧 我们明明可以把钱花在 更有意义的地方 现在却非要拿来打水漂 国家的荣誉 真的在奥运金牌榜上吗 看到那些山区里没饭吃的孩子 我不禁陷入深思 从深城赶来的卢建军 看这些流言看得脸色发黑 指着屏幕 气得说话都哆嗦了 这些人什么脑子 我跟他们讲兴奋剂 他给我讲山区没饭吃的人 这挨着吗 你自己傻逼吗 跟网友叫什么劲 江森冷冷一笑 网上骂战 就是看屁股的 妈的你跟他们讲逻辑 讲道理 我特么 都是直接问候祖宗十八代的 酒店房间里 江森端着自己的电脑 已经看着收钱的方扎博 跟别人阴阳怪气的 战斗了二十分钟 人在深城已经开工的夜培 忍不住电话点 提醒江森 江总 公司账上的钱不多了呀 郑律师和方律师 拿了两笔咨询费 加起来十万 还剩多少啊 江森问道 夜培但腾回答 还剩六千块 刚好够我和大江 下个月开工资 妈的 不要慌 江森大声道 你去深城的工商问问 像我们这种开业两个月 就瀕临破产的 大学生创业项目 有没有补贴可以拿 夜培满头的黑线 瞬间就挂了下来 江总 这好像不是重点吧 我知道不是重点啊 我能怎么办 江森不责任地 把电话一挂 转头再看看屏幕 确实 重点早就被这群 新兴的网络自媒体集团 给扭曲了 那个跳天桥的女孩子 此时仿佛已经被人 彻底忘在了脑后 事情因她而起 可时间才过了三个小时 却已然没了她的踪影 我们回去吧 老苗看不下去了 陈生建议道 反正都竞赛了 咱们就回去好好训练 等奥运会 没那么容易 江森直接打断 现在舆论闹得这么大 我们要是再退一步 他们肯定要再拿到 切一段香肠 切着切则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切到我的参赛资格上了 妈的 现在才二月份呢 离奥运会 还有那么长的时间 苗公宽看看卢建军 卢建军看着网络上 名分滔滔的声势 显然也被这阵仗给吓住了 安静半天 探出一句 确实不是没这个可能啊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老苗这急到 谢主任这时候 跑去国外考察 考察个急拨 就是拿钱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 江森也不怕摊开说了 这份通知 没打招呼 就直接发下来 前脚发通知 后脚出国考察 他和贾中校有什么区别 别乱说 卢建军出言喝止 江森沉声道 乱说不乱说 谢安龙自己心里有数 卢主任向总局反应吧 卢建军却迟疑道 不合规矩啊 再说 萧主任也不让 那我自己去 江森道 你自己怎么去 卢建军着急了 江森呵呵笑道 打车去啊 骂得撑死了几十块钱路费 他们那么大意撞楼 开着门不让进怎么了 欧顺县政协委员 要找他们单位商量 我县体育事业发展大计 连门都进不了 卢建军被这形势逼得脱口而出 我操 你是哪个界别的呀 就代表你们县的体育事业发展大计了 江森也跟着抱错 我操 你他妈管我哪个界别的 试问我科教文体 魏样样沾边 外加武党派 清联 少民 我他妈哪个界别代表不了 卢建军被江森反问的一脸猛逼 随即不由自主 低头数了数江森身上的光环 然后越数越心惊 再一抬头 瞬间看江森身上 好像就套了一堆光圈似的 狗日的 你是行走在人间的彩虹呢 第494章 简直看不下去 彩虹当然是很美好的 但是没什么用 光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 顶多只能拿来当进入 某些层级的高级敲门砖 可现在江森面临的问题 又不是准入门槛的问题 所以吹完牛逼后 情况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反正想扭转网络舆论 那基本上是已经没招了 因为那些不知道底是职业水军 还是无知网友 疑惑根本就是 你终有我的反对派了 现在压根就已经不在乎真相和事实 纯粹就是发现 丑逼们对中华第一青年才俊的嫉妒心 已经绷不住了 卢建军和老苗离开房间后 江森和安安包起了电话周 其实这个电话 他是不想打的 可是安安突然来电 说他妈梁玉珠女士 已经离开深城 前往欧顺县 这事江森一早就知道 而且可以说是一直在默许 二二制药的副总岗位至关重要 那么多人想安排人手进去 江森自己又何尝不想 但一开始 他自己就承诺过 公司的这块人事安排 交给公司管理层自己决定 充分尊重他们的管理权限 所以也就没好意思插手 直到前些日子 邓方卓的顺水人情 没送出去 吴臣跟江森说了这件事后 江森才重新起了这个心思 但问题 他自己手里也没人可以派 这时却凑巧 想起马瘸子告诉过他 张南的前夫和安大海 有过生意往来 不奇怪 安大海这种祖传高利贷小能手 和东欧市海外金融冒险团 有点资金来往 完全是顺理成章 甚至安大海的保镖周扬 就是张南前夫介绍的 算起来 周扬还算是张南的远方表弟 关系很复杂 又不是特别复杂 不过总而言之 借张南的关系 让梁玉珠去二二制药任职 这事江森就办得很干脆 他大概率是打算和安安结婚的 让丈母娘先去盯着公司的生产事务 很合理 也很合逻辑 最关键是 按现在 他和安安的纯洁男女关系来看 梁玉珠应该也勉强能算自己人了 放在那个位置上 总比随随便便安排个什么人 更让他放心 退一万步讲 就算他和安安最终分手了 可二二制药那么有前途的企业 高管职位弥足珍贵 甚至说不定 还能当做安大海 全家将来有朝一日杀回东欧市的跳板 所以我不白睡你女儿啊 江森心里霹里啪啦打算盘 和安安说着他家的生意 然后说着说着 就说到兴奋剂的那破事上了 其实很正常 就像我以前穷得一笔写小说的时候 回回写到一定时候就要挨骂 人性嘛 很正常的 他们突然有一天看你不顺眼了 你写什么都是垃圾 我大概统计过 反水率差不多能有5% 妈的满屏望去 就好像这本书要废了一样 还总有傻逼举报我 哼 我会怕举报 问没问过 剩下那95%的朋友答不答应 所以 咱们看问题要冷静 扑街作家写本混饭小说 都能有人来杂饭玩 何况 我现在这个光芒万丈的状态 我能不遭人恨 能不遭人骂吗 我就是站那儿不说话 你光把那些成绩拿出来晒一下 都有人恨不能我原地死掉 更何况现在 确实有人在有组织 有预谋地弄我 还骂这个事 我这辈子是躲不过了 只要活着一天 就一定有人要搞我 除非我哪天掌握住舆论平台了 能有意识地引导那些傻子 和他们的后代 管我叫祖宗了 天天让人替我写点软文 给这群250洗洗脑 再和那些媒体 新闻 社会名流同流合污一下 给他们分点好处 这样大家口径统一了 我才有可能不挨骂 但搞这种事 是需要过程的 要慢慢来 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准备 准备好了 还得花大量的时间来操作 还要讲策略 要润物系无声 要在不知不觉中 让全社会接受我为人纯良 与世无争 英俊潇洒 光照九州的人物设定 让全社会承认我爱国 敬业 诚信 友善的良好品格 但是在这之前 咱们得忍耐啊 不忍不行啊 你跳脚也解决不了问题啊 所以现在呢 咱们首先得做都不用怕 也不用慌 区区5% 哪怕暂时让他们 占领了舆论的高地 可是将来不是没机会 争夺回来 关键是什么 关键是要争取到 剩下95%的人的信任和支持 并且持续从他们身上捞到钱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说高利贷 我怎么可能会去放高利贷呢 放高利贷的 能有什么好下场 小心段子绝顺 我擦 挂我电话 江森正说的口沫横飞 安安那边 冷不丁发起了脾气 算了 不管他 刚好这时 江森的另一部手机响起 他立马接起来 切换了鱼种 威廉姆斯先生 请问你和贵公司卡森先生的事务 处理得怎么样了 最近我们国内的舆论 好像有点失控 我知道 我已经看到了 耐克大中华区总裁罗宾 皱眉 站在外滩某酒店的高层 望着楼下冬季 也不结冰地滔滔黄浦江水 您重道 而且我还打听到 国际田连已经打算向 国际反兴奋剂组织总部提交申请 要对你进行更严格的检查 江森揉了揉额头 没完了 罗宾道 没办法 阿迪达斯也需要中国市场 总要有所行动的 而且如你所知 欧美国家一部分狭隘的种族主义者 并不是特别想看到一个亚洲人 在奥运会上 有过多的话题性和曝光度 除非我去去就回 一个失败 怯弱 无能的亚洲人 才是好亚洲人 对 罗宾笑了笑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马上 又重新严肃起来 不过 我希望你能取得好成绩 真心的 我知道 江森在这点上 确实不怕罗宾说谎 对罗宾来说 这小老头 现在几乎已经把所有的筹码 全都压在他的五个奥运A标上 为了保住耐克大中华区总裁的职务 罗宾威廉姆斯 甚至可以完全占到 国家和族群利益的对立面 为了满足私人利益 他早就不惜出卖公司利益 和国家利益 就像国内某些人 其实和罗宾也是一个路子 只不过因为利益立场的原因 服务了不同的对象 所以 人的屁股 真的是很神奇的东西 人们从来都并不因为 生在哪个国家 哪个族群 哪个背景下 就一定会天然地贴近这些 最终跟着谁跑 还是看他走上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 而很多时候 很多人走着走着 就因为利益纠缠得过身 而永远无法回头了 除非真的有勇气 放弃之前一辈子的积累 投向另一边的怀抱 并且过去之后 还要经得住那边 极端保守派的无休止考验 下半辈子 大概率要永远活在他人怀疑的目光 和冷嘲热讽 或者其他精神攻击之中 所以 总而言之 叛徒和二五仔 其实是很不好干的 轻则容易精神分裂 重则晚年不得好死 因此 一个人要怎么活 最稳妥的选择 其实还是跟着社会主流走 生在哪个国家 就老老实实地热爱这个国家 生在哪个族群 就老老实实地热爱这个族群 不需要为这件事 再去反复地找什么理由 因为这个群体的客观存在 本身就已经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只有在自我认同 和社会认同两者统一的情况下 一个人的内心 才能获得真正的宁静 而只有内心宁静 人才能纯粹 纯粹的人 才能拥有真正强大的力量 无畏无惧 而不像那些二五仔 永远都满心恐惧 首属两端 不说阿迪达斯了 卡森先生最近 和我们的谢主任 有过接触吗 江森抬手看了眼时间 不再拐弯抹角 罗宾 我需要你提供一点 可靠的信息 我不是特别清楚 罗宾沉默了几秒 说道 而且这些消息的泄露 可能会对耐克的品牌形象 造成一定的伤害 江森道 可相比起这点伤害 他其实并不如你的职务重要 对不对 罗宾想了想 缓缓道 也许有可能 卡森和阿迪达斯也有合作 为了让我下台 他或许愿意和阿迪达斯 达成一些交易 但是 更多更具体的消息 我不能告诉你 至少 我不能主动告诉你 那样 我也要完蛋的 我名义上 还是卡森的直属上司 他是总部派来的人 他有反咬我一口的本钱 而且这些消息 我确实不知道 所以 你想就这么坐着等着 直到哪天 我真的被奥组委找借口 取消掉比赛资格 罗宾又陷入了一阵 长长的沉默 过了很久之后 他才犹豫着道 我知道 这边有家很奢侈的娱乐场所 叫做人间天堂 卡森市那边的常客 也经常带客人过去 或许你有办法找人 查到点什么东西 如果你们 能拿出什么确凿东西来 我这边 当然可以配合你们 我们是遵守中国法律的首法企业 你知道的 人间天堂 江森使劲地想了想 把那四个字 用中文反问道 你是想说 天上人间 对 好像是这个发音 罗宾道 江森马上道 我还需要一点更具体的 一点点 就一点点 你一定知道的 罗宾紧紧地抓住手机 内心天人交战 几分钟后 江森这边 收到了一条短信 短信上是长长的一串数字 可他一眼就看出 那是个银行账号 深城的另一头 罗宾拿出手机卡 很电影风格的谨慎掰断 江森则无所畏惧 直接拨通了另外一个号码 喂 周警官吗 我要报案 有个外国有人私得败坏 严重触犯我国治安管理条例 我他妈简直看不下去啊 第495章 快刀 08年了 国内的银行网络系统 其实已经非常牛逼 通过一张银行卡号 欧顺县的一个万年趴窝老刑警 直接就能飞到首都 轻轻松松 就查出一大堆卡森的消费流水 而这些流水 虽然无法直接证明 市主有过违法行为 但根据其在顶级会所 一致千金的不合理消费水平 老周 他们很快就趁卡森不在的时间 拿着这份流水 堂而皇之地 走进了耐克大中华区深城总部大楼 并在罗宾百分百的手法精神配合下 进入了卡森的办公室 短短不到一个小时 老周和耐克的技术人员们群策群力 从卡森的办公电脑 保险箱 以及办公桌抽屉里 搜出一大堆这货私藏的照片 文件 交易信息 吓得罗宾当场倒吸冷气 连声惊呼 OMG 一边转头就跑去给美国总部打电话 说咱家卡森 副总在中国又那啥又那啥 被警察叔叔抓到了 不仅如此 这狗日的还勾结阿迪达斯 出卖公司利益 等等等等 美国总部那边 自然愤怒又疑惑 可是山高水远 鞭长莫及 他们根本毫无办法 于是就在同一时间 早就埋伏在北京的另一队人马 很快就低调 又顺利地直接将卡森 从他在京郊别墅的家门口带走 一路押送回了欧顺县 而罗宾作为卡森的指管上司 自然不能做事不管 立马卡森安排了律师 然后在这位律师朋友的帮忙下 加上罗宾的威逼利诱 和老周的吓唬 卡森一看自己搞不好 要死在清明乡 这片荒山野岭 吓得顿时什么都着了 勾打阿迪达斯没错 拯救师族妇女 确实也是他的兴趣爱好 但更重要的是 这回的江森兴奋级风波 居然真是这狗东西挑起的 据卡森交代 他先是找所谓的职业网络推手 雇佣了一群水军 但水军根本打不过江森的粉丝 所以他又干脆找了南方系诸多媒体 又向各大网站买了流量 于是过年前那一个月 网上果然很是热闹了一阵子 可惜 随着女生见偶像不成跳天桥事件的发生 江森的那段自证视频 被发上网络后 江森的支持者数量 陡然又增加了一个量级 外加上陈老板的出手 以及法律界某派 和南方系媒体的构合 这一段就暂时消停了 我当时这件事感到非常生气 你们中国人做生意 根本不讲信誉 但是奥运会马上就要到了 我不能看着罗宾压住成功 却什么都不做 我甚至已经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 找上了阿迪达斯的人 你不是出卖自己的灵魂 你是在卖出公司的市场份额 你这个叛徒 欧顺县公安局里 罗宾一把抓住卡森的领口 愤怒地摇晃 我特别要杀了你 就在这里 老周他们几个赶紧把罗宾拦住 卡森这个绣花枕头 吓得泪花都出来了 罗宾又坐回去 松了松自己的领带 然后呢 然后你做了什么 然后 我就找了个中国通 也就是天上人间会所的老板帮忙 他告诉我说 想要搞赢这件事 在全中国只有极少数人能做到 在他的引荐下 我和江森的leader搭上了线 但是为了不引起外界的关注 我并没有向他提供任何政治现金 所以的交易协议都是口头的 但谢确实是个守信用的人 在他的帮助下 啪 马拉个变 北京狼管中心 主任办公室里 蓝姓成 龚其名 还有一大群中心领导和国家队成员 看着从欧顺县发来的这段录像 配合着中心的翻译 看到这里时 蓝姓成直接就拍桌骂了娘 汉奸 叛徒 蓝姓成怒不可遏 满脸仗得通红 江森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 沉声道 蓝主任 要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是我能信任的 那现在可能也就只有您了 这份录像带 还有这份材料 我只给你们看过 江森环视房间里的二十几个人 房间的房门大开着 见货还有家庭背景不一般的实习生 从外面进来 探头探脑 江森无比深情地说道 大家千万不要把这个消息走漏出去啊 房间里包括站在门口的三十几个人 快四十人 无不连连点头 表示人格担保 然后等到了夜里 江森就被提为总局召唤了 老熟人蔡菊接见了他 你怎么看 蔡菊阴沉着脸 显然有点不高兴 江森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高兴 只当是自己给他添麻烦了 不过也肇事说道 蔡菊 咱们一直说大菊大菊的 我不知道 运动员的切身利益 到底算不算大菊的一部分 要是大家觉得多几块 少几块金牌无所谓吧 那我也就什么都不说了 我今天就退出国家队 我就说自己训练受伤了 辜负了全国人民的期待 那些骂名 我一个人背了 为了大菊 牺牲一下小我 没什么的 可是 如果您觉得这几块金牌 要是还重要的话 多了我不敢保证 拿三块田径金牌 我还是有信心的 要是大家在乎 我就得提点意见 被人骂 被人泼脏水 其实我不在乎 那些阿妈阿狗归孙玩意儿 他们算什么呢 骂就骂嘛 但是咱们内部 就不能稍微支持我一下 最起码 表个态 不至于说 让国内媒体也跟着起哄 这总不算过分要求吧 现在我被全国各路媒体追杀 你们又不说话 加上谢安龙还出卖我 这让我怎么继续玩 我是真诚的 呼唤和需要您的帮忙 需要单位的支持 蔡菊眼神直勾地 看着眼前这个侃侃而谈 胆大包天的年轻人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三块奥运金牌 在整个奥运大战略中 确实算不上特别大的事情 可问题 如果换作三块男子填进金牌 这种历史性的突破 就又另当别论了 我知道了 蔡菊最终 只是回了这四个字 江森当然也不再多说什么 向蔡菊到了升线 起身便走 半小时后 他和卢建军 老苗三个人 坐上了前往机场的车 司机师傅 是个典型的北京侃爷 见江森他们 全都穿着国家队队服 主动就提起来 诶 听说了吗 田馆中心 有个领导要完蛋了 江森和卢建军对视一眼 不吭声 老苗则疯狂咳嗽 两天后 央视五套的晚间体育新闻 播报了一条极短的新闻 连配图都没有 就两句话 经提为总局研究决定 免去谢安龙田馆中心 主任职务 田馆中心工作 由县兰管中心主任 蓝信成暂体兼任 消息一闪而过 甚至很多人 压根都不知道 有这么回事 第二天的纸媒和网络上 也找不到相关的报道 不过新官上任的蓝信成 动作就比较大了 没过几天 田馆中心就宣布 重迁和江森的耐克代言协议 把江森的分成份额 从原先的30 提升为50 55开 引来网络上 又是一片阴谋论 键盘狗们纷纷猜测 是不是江森和蓝信成 做了什么PUI交易 拿回来的这20 说不定又要走私人户头 转到蓝主任的家属户头上 然后 这些言论很快被删除 分布在天南海北的发帖人 也在同一天 就被当地警察叔叔 请去喝了几杯茶 出来后 整个人都猛逼了 像是遭遇了很可怕的事情 江森一时间有点搞不懂 这里头的门道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弱弱地请教了一下卢建军后 卢建军颇为意外 反问 你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 你不知道 你还去找蓝信成 我还以为你知道的 我知道什么啊 自己渡去 这特么这么神神秘密的事 也能渡到 嗯 能渡 不能说 江森满头雾水 晚上训练完后 回到202寝室 打开电脑 一阵搜索 几分钟后 当他看青岚主任的家庭关系 刹那间瞳孔一缩 双手捂住了嘴 与此同时 瞬间他就想明白 蔡菊为什么不高兴了 难怪这回上上下下的反应会这么快 我方阵营中 竟暗藏着一把好快的刀 第496章 森之队 力不上说 力不上说 I'm here 电视里放着武装员苏切尔的老片 陈柏强正蹦蹦跳跳的从人群里跳出来 给苏查哈尔灿父子俩订罪 回到深城的江森 在连续高强度训练了一周后 今天终于带到半天假 特地跑去安安家的写字楼 办一点自己的小事 田管中心那边说 要把耐克的那份代言文件拿来 重新签一下 顺带的 江森刚才把二二制药的人士任命文件也签了 生平第一次盖公司的公章和法人章 招收的人还是自己的准账母娘 签字的时候都忍不住手抖了一下 等文件的当口 他看着电视机里的画面 跟腻在一旁的安安吐槽道 这事明明该行不来办吧 到底是导演搞错了 还是力不得权力实在太大 嗯 不知道 我都分不清哪个是哪个 安安装傻冲冷 往江森怀里靠 江森忽然又叹了口气 这回大乱 获益最大的 就是蓝主任了 在奥运会这个接骨眼上 同时主持两个私局级单位的日常工作 而且偏偏都是看起来要出成绩的 接下来只等他奥运会夺牌 蓝主任凭借这笔划时代的历史功绩 加上家里的那位 想不上去都难 而他一旦进位 那最小也是总局局长的助理 级别上 就跟蔡局是一样了 眼下蔡局排名题为总局五名副局最末 然后按惯例 蓝主任上去后 两年之内大概率是要助理转副局 搞不好再等到下一个五年换届 蓝信成弯道超车也说不定 难怪 蔡局那天脸难看 江森心想 自己何止是给蔡局找了麻烦 那是直接给蔡局找了生态位对手 还是 超新兴这种档次的对手 只是话又说回来 蓝主任的背景 确实有过吓人一跳 江总 江森心里正嘀咕着 叶培就把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和助理 请进了门 和助理仍然还是老位置不变 只不过谢安隆被免职后 他就成了蓝信成的助理 不过就眼下的情况来看 他这个助理 同样应该干不久了 不是要完蛋 而是和蓝信成一样 肉眼可见的要进步 因为这回谢安隆栽岛 相当于直接给田进口这边 腾出了生态位最上方的位置 而蓝信成这边 在继承谢安隆的工作成果后 又有极有可能在奥运会结束后升迁 这就相当于田馆中心和蓝馆中心 同时给两套体系内的所有人 让出了成建制的晋升空间 而由于体育口这边 向来又比较讲论资排辈 并且空降干部的情况不多 所以不难想象 到时候等奥运会结束分果子 田馆中心和蓝馆中心 全体升官的景象 会是怎样一个欢欣鼓舞的场面 只不过话又要说回来 这一切的美好愿景 最终还得看江森的表现 江森强 则中心强 江森拉 则两个中心都不会放过他 江总 和助理红光满面 跟江森重重握手 到了现在这个关头 江森可就实实在在 是大家共同的财富和宝藏了 田馆中心上周就已经出具了声明 表态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绝对相信自己心中运动员的 职业道德品质和能力 并将对所有无端污蔑中心 及中心运动员形象的行为和言论 诉诸法律途径 不敢不敢 还是叫我小江吧 江森一招得胜 反倒低调起来 对和助理毕恭毕敬 老和也是体育口的作风 办事不拖踏 寒暄两句就停下 马里拿出文件 江森看了眼几个关键数字 没什么好犹豫的 就签上了名字 办完正事 他才小声问和助理 谢安隆现在什么情况 和助理看叶培一眼 叶培立马拾去道 哎呦看我这脑子 和助理 我去给您倒杯茶 赶紧就跑出了老板的房间 安安也懂事乖巧 跟着离开 还顺手帮两人带上了门 和助理这才贴近江森的耳朵 说道 住到一家招待所去了 还没正式下通知 不过形式上 已经算双规了 现在奥运会当前 这种新闻闹起来不好听 看来应该是要拖到奥运会后 再处理 纪检委 检察院两边都开工了 我们私底下说 估计没个七八年 应该是出不来了 江森道 那其实相当于 现在就已经在 对 和助理点点头 又叮嘱江森 这事你可别外传 这个真不能乱说 明白 明白 江森连连答应 和助理也不多待 给江森留下一份协议书 说完马上就走 临走前 又多夸了安安两句 说 小姑娘天生丽质 和江总郎才女貌 反正就是挑好话说 把安安乐的 在江森身怀里回打滚 早上签完合同后 江森把协议收好 就给叶培放了假 然后买了点礼物 领着安安回幸福弄的 那间小院 去给准岳父拜个年 不过可惜 梁玉珠是见不着了 丈母娘已经回了欧顺贤 听说还把周扬带了过去 那你不是没保镖了 江森问安安道 安安挽住他的胳膊晃来晃去 人家还有你吗 我可没空 咦 你再这样 早晚会失去我的 真的吗 讨厌 两人一路腻歪到家 安安开门进去 大喊了一声 爸 诶 女儿挪安大喊 闻声信冲冲迎出来 可一瞧见 被安安轻易挽住的江森 脸上立马就拉了下去 然而 江森脸皮厚了这么多年 怎么可能连这点场面都应付不了 大大方方走上前 把手里的一对酒往前一地 叔叔 不知道你喜欢喝什么 我就让安安给参谋了一下 安大海低头瞥了眼 估价江森手里的礼物 最多不超过三千块 心里骂骂咧咧观察 睡了我闺女 没给江森什么好脸色 淡淡恩了一声 都没伸手去接 就转头回了屋里 爸 阿姨还没过晚年啊 安安拉着江森 跟着安大海走进去 随口问道 那我们中午一起出去吃吧 接对面那家好了 出去吃 出去吃 你当时以前啊 现在挣点钱多难 每年靠写字楼租金收入 几百万的安大海 心里落差 不小的滴滴咕咕 江森立马接道 就是 吃个饭嘛 要什么菜 我都是紫菜蛋汤 就能吃两碗的 安大海立马眼珠子一瞪 我女儿跟了你 以后每顿就吃紫菜蛋花汤 哎呀 不会的啦 安安看着两人半嘴 自己就拿起电话和菜单 给街对面的酒店下单去了 这年头虽然没有APP 但深城这种地方 只要有钱 其实照样什么服务 都能享受到 安大海看着江森 不满地冷哼一声 还要我女儿给你弄午饭 江森双手一摊 不然呢 让你出去吃你又矫情 我又不知道 你到底想吃什么 哦 那还是我错了 安大海道 我他妈真是每次看到 你这个观察就烦 江森反问 那你现在还等什么呢 消失啊 你妈逼 消失就消失 安大海骂骂咧咧 扭头就朝楼上跑 安安这时打完电话 走过来挽住江森的手 你好好跟我爸说话嘛 以后也是你爸 江森揉揉脑袋 我怎么觉得 落入了你爸的陷阱 什么啊 安安好笑地拍了江森一下 然后忽然又抱住江森 点起脚 在他耳边说道 那家酒店做东西很慢的 至少要半个钟头 我们先去洗个澡啊 半个钟头 够吗 安安脸淡红扑扑道 你可以快点吗 江森立马就啥也不说了 拉着安安 就朝他家的浴室跑去 有些事吧 安安不说 江森也不会去想 可他非要提 江森就一下子就有点绷不住 马拉个壁 安安家楼下 浴室花洒打开的时候 小别墅二楼的书房里 安大海也正打开了电脑 他嘴上虽然骂 可电脑一开机 还是习惯性地 就搜索起了江森的名字 当包租公的日子 实在无聊 他这几天闲得蛋疼 竟特么上网看江森的闹剧了 但就是看得精神有点分裂 12位江森被人骂成狗感到高兴 但转眼又因为江森的家里人也挨骂 会忍不住喷回去几句 然后跟沙雕网友吵成一团 直到最近几天 网上的舆论形势突变 他才从这种每天18小时 和网友对线的暴躁状态中 逐渐脱离出来 由于安安在贴吧当吧主的原因 包租公老安 这段时间上的最勤快的 就是江森吧 他点开贴吧后 贴吧上置顶的帖子 还是前几天的那两个 一个填管中心的诉诸法律的声明 另外一个 则是比较罕见的 提为总局的运动员纪律司的声明 转帖 江森要是看到 肯定能瞬间瞄懂 这个声明主要是对 蓝主任家属的回应 而不是纯粹发给广大网友看的 不过安大海就算不懂 也不妨碍他上来喷 只是今天的战况 好像又更加一边倒了 铁狗金哥呢 你妈今天又死了 你又回去枯坟了吗 安大海把满肚子的怒气 全撒在网上 疯狂草昨天 跟他喷了八个小时 都不退的 挨地窖铁马金哥 一百一十一的把油 然后过了好一会儿 那边没回铁 居然给发了条私信 大哥 你省省力气吧 我是拿钱办事的 你跟我喷有什么意义 我今天这趟做完就收工了 让我稍微休息一下行吧 我草 这玩意儿 还有雇佣兵 安大海后知后觉 一拍脑袋 马上问道 你们这生意 怎么个行情啊 别问了 就混口饭 真的就一口饭 远在阳城城交结合部的称哥 嘴里叼着烟 满脸一言难尽 他和江森交手 或者说 以做空江森的人品为目标 也不是一回两回了 结果回回都特么失手 搞了两年 没能发家致富不说 还因为被东欧市警察追捕 到处搬家 挣来的钱全特么便宜了狗中介 弄到现在 人不人 鬼不鬼的 已经处于对行业未来感到绝望的边缘 滴滴滴滴滴 此时跟安大海这个暴躁傻逼聊着 他的作战QQ又响 群里的万年二号师爷 又贴出一份盖了红头文件的声明 趁哥瞟了眼 直接拍了额头 我草 我想死啊 只见屏幕上赫然是曲江省体玉局的一份公开函 话里话外的意思 跟田馆中心差不多 谁敢动我们江森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这特么怎么搞啊 三个司局级单位的压力了 趁哥满嘴自认为专业地说着 不住哀嚎 要不是看在之前的金主爸爸 给钱够爽快的份上 这刀口填写的生意 他早就单方面跳单了 开玩笑 现在被警察叔叔抓住 他还能有活路 都三个大单位了 这尼玛就是官微矩阵哪 还有一个 趁哥正痛苦的抓头 二号师爷又发出一张截图 敲字道 还有深城体育局的 江森参加南南国家队 是以深城代表的出战 四个了 都是正厅级单位 趁哥 江森的生意 以后别接了吧 对啊 风险太大了 二组有人被抓了 听说要判三年 我们发一条才四毛钱 金花铁才两块 江森是真敢报案 警察是真给丽娅 东欧市 杭城和深城 三地警方联手 我特么正的 还没菜贩子多 被盯得被发挨得都很 趁哥 我怀疑我们群里 早就有网警了 他们在拿我们当年 中任务储备 噓 别说出来 你们反正到时候 被点到名的 就自己过来自首吧 不要浪费我们时间 趁哥看着眼前的玩意儿 突然一阵胃力 一阵恶心 貌似好些天 没怎么正经吃过饭的他 忽然眼前一黑 侧翻着晕了过去 而就在他倒下后没多久 群里有跳出了另外一份声明 东欧市正邪的 江森一臭万年一号作战群里 不禁一片哀嚎 五个了 五个政厅及单位 而这还 只不过是明面上的 在这些底层水军 看不到的地方 还有像张凯 这样的大佬 也一直在敲边鼓 如此威势 别说区区一群水军 就算是近几年来 刚刚兴起的互联网新贵 也绝对不可能吃得消 张总 投降吧 搞不过了 北京中关村 国内首区一指的 互联网产业集中地 几位身家数十亿的 所谓大佬 终于在排山倒海的 巨大压力之下 最终向江森背后的 巨大能量低下了头 所有之前热衷于 蹭江森流量的平台 开始成批的删除热帖 以及之前看热闹 不嫌失大的所谓新闻 那些发帖发得最凶的账号 也糟糕不留情地清理 处罚较轻的 封号近年数年 重的就直接删号了 某一 某浪 某额 全都已经收到了方唐静 和正月胡甲虎卫的律师函 外加上陈老板雇佣的 水军工作时间还没到期 这场舆论战再打下去 也只能 是以江森的胜利而告终 因为不少人已经收到消息 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 或者说替罪羊 已经被国安部门拿下 昨天就驱逐出境了 那个名叫卡森戴尔伯特的羊鬼子 耐克大中华区的副总 居然为了逼走总裁 罗宾威廉姆斯 不惜靠这种手段来搞事情 简直无耻 不过话说回来 大家心里也明白 岂是更无耻的 还是那些被卡森稍微一扇动 就自己跳进坑里的国内大V 妈的人家根本都没给钱 这群傻逼就抢着喊爸爸了 几个门户网站的老板 看这些大V 其实都跟看狗一样 我们好歹 还是为了流量 你们呢 你们这么贱 到底是图个什么 哎 没意思 安大海刷了半天网页 居然看到网上的舆论势头 开始转向对江森的各种彩虹屁 这群雇佣兵 简直特么毫无操守 眼见午饭时间将近 他觉得肚子也有点饿了 干脆就关了电脑 啊 走到楼下 安大海喊了一声 屋里却没人答应 这十院外的大门外 响起敲门声 安大海不急不慢 出门去拿 等到拿到沉甸甸的两个大笼梯 走回屋内 正拎着中午饭走过浴室 浴室的门却突然打开 安安整个人 用一种不雅的姿势 挂在江森身上 两个人的头发 还全都湿漉漉的 安大海顿时眼珠子一瞪 你们 洗了个澡 江森坦然回答 安安却羞红了脸 赶紧从江森身上跳下来 安大海 不说话了 这顿午饭 包租公老公吃得味如嚼辣 安安也低着头 满面春色的 不好意思开口 只有江森狼吞虎咽 风卷残云 补充钢材损失的能量 他的假期时间不长 距离开学还有八天 他明天要去高海拔地区 训练到开学 主要是针对他现在 仅剩的1500米短板 所以 待会儿傍晚之前就要离户 下午三点就要回队里集合 他的队一 营养师 还有安保人员 也全都已经到齐 这支凑了半年 才凑出来的森之队 总算是满园了 午饭过后 江森喝着安安给他端来的茶 两个人说点离别前的土味情话 老安则眼不见为敬 干脆上楼睡午觉 曾经叱咤高利贷行业 差点要跑去某巴巴当高管 最多时手握几十亿资金的大佬 竟然在50岁出头 就落到了装鸵鸟的境地 江森搂着安安 看着安大海离开 感慨道 世界终究是孙子们的 安安轻轻在江森嘴边拍了下 老是乱说话 江森咧咧嘴 这时手机忽然响起 他还以为是对理来电催命了 可拿出来 却发现是更重要的人 敢用英语问道 罗宾 都搞定了 是的 总算搞定了 罗宾满心疲惫地回答 我们和世界田连 亚洲田连的人都谈妥了 他们不会再去澳组委找你麻烦了 耐克大中华区 明年会给他们管理的基金会 捐一笔钱 江森道 我欠你的 并没有 罗宾笑了笑 反正是公司的钱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卡森呢 放心 他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中国了 谢谢 不客气 江森挂断电话 转头看看安安满脸崇拜的表情 森森 你说英语的时候 好帅 我每天24小时 哪一秒不帅 江森捧住他的小圆脸 稳了上去 三小时后 傍晚时分 一架飞往西南地区的航班 从深城国际机场飞起 机舱内的森支队成员 共计28人 队伍庞大至极 又过了两小时 首都方面传来消息 北京客警总队 打掉盘踞首都多年的某会所 抓捕有偿陪室服务员三位数 会所老板和股东 被依法拘捕归案 第497章 说得到轻巧 节奏 注意节奏 配速太快了 你特别要疯 夜晚十点出头 空荡荡的体育馆里 在二十多人发亮的目光的注视下 江森训捷如禽兽的身影 从跑道上飞驰而过 老苗手上掐着苗表 在江森的每一个赛道 计时点位上 记录下他的奔跑号时 以及同时一目了然 就能获知的 他的当前配速情况 不知不觉 森支队来到川西这座城市 已经是第五天 等后天 这次训练就要结束 相当于刚熟悉这边的海拔 和生活环境 大家马上就又要离开 仓促的好像还不如别来 但在训练之外 对这只刚组建好的队伍来说 这次集训 其实本身也就是出于磨合的目的 关于江森的日常饮食 身体护理 意外伤病的处置 训练结束后的放松 还有安保 新闻发言 社会事件公关 等等一系列的工作流程 大家都要尽快熟悉和熟练起来 新年新气象 在去年几乎一整个下半年 江森保售场外因素干扰之后 TV总局终于给填管中心 拨下了一笔款子 专用用于森支队的开销 而在这其中 蓝信成应该也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毕竟现在 蓝主任已经代管填管中心 蓝在江森面前的所有阻碍 现在就同样是蓝主任 事业道路上的阻碍 尤其 今年还是2008年 谁要是敢在这个接骨眼上 和蓝主任结仇 那特么可就是一声速敌了 别说各省媒体 你就是各省媒体的最顶层爸爸 比方张凯同学 目前就是这个位置 那么请问 东欧缩哈王 敢和蓝主任缩一把吗 很显然 别说是缩哈王 你就是缩哈之神 也不可能在这个位置上 和蓝主任老逼 因为和蓝主任斗 就是和蓝主任全家斗 而众所周知 蓝主任他们全家 呼 赛道上 江森和站在最内道旁的老苗 跟陶润吉擦身而过 老苗按着计时器的大拇指一抖 陶润吉低头瞥了一眼 顿时惊呼 牛逼 江森听到了 也知道这声叫喊意味着什么 可是他完全没受任何影响 只是再次加快了速度 在老苗 在小尼特么不要命了的惊呼中 肺里如火烧般跑进了最后一圈 原本对他来说如吃饭喝水般轻松的任务 在这种自虐式的训练方式下 赛道也变得无比漫长起来 跑过倒数第二个弯道 在距离终点还有足足300多米的时候 他的气息就开始个不上了 在小腿中迅速堆积起来的乳酸 也令他在如此的高速之下 每跑出一步都像是马上就要完蛋一般 可是想在短时间内跑到接近世界纪录的水平 把训练成绩提升整整十秒左右 除了这样拼命 还能有别的办法吗 反正江森觉得 没有 和森之队那略显松垮的集训方式不一样 江森这次过来 他是完真的 时间只有七天 他的目标是把自己的训练成绩提高至少三到四秒 也就是能在全球顶尖的1500米比赛中 跑进3分35秒之内 只有这样 他才有在奥运比赛中夺冠的希望 五块金牌 一块都不能少 老苗转过身 目不转睛地盯着越跑越快的森哥 全场所有人也都不由地安静下去 跑道上的江森 仿佛已经闻到死亡的气味 然而 他依然没停 拐过第二个弯道的瞬间 一种久违的轻松感 忽然落下 身上沉重的压力 被陡然卸下 虽然整体上依旧痛苦 可那种痛苦 却已经回落到了可以承受的地步 呼 江森猛一息气 在进入最后100米直道的那一刻 浑身的肌肉 竟在几乎游进灯枯的状态下 被强行调动起来 老苗瞪大眼睛 以一种难以言表的惊恶目光 看着江森迎面飞驰而来 那箭撞道 让人几乎驰骗着十几米 就像躲开的身躯 压迫感强到 仿佛一辆失控的坦克 江森风驰电掣 从老苗跟前冲过 老苗下意识地一按计时器 低头一瞧 3分25秒12 同样看到这个成绩的陶润急 瞪大眼睛看着老苗 还来不及说什么 就见两名森支队的队一和护士 尖叫着跑向扑街倒地的江森 养气 养气机 扑街的江森 却坚韧地白白手 浑身发麻 大脑发木 双手撑着膝盖 在两名医护人员的搀扶下 慢慢站立起来 卢建军见江森没事 心里顿松口气 然后走到老苗身边 说道 好像比平时快得多了呀 跑了多少 你自己看 老苗把苗表递上去 卢建军看着这个数字 眼神陡然一变 惊喜万分 这特么 陶刃集结到 破世界纪录了 卢建军舔了舔发干的嘴唇 环视赛场里的森支队拳员 重重地握了下拳头 发奖金 这天晚上 江森的训练课结束后没多久 他1500米的训练成果 就很快上报到了北京 拦主任得知后 立马要求森支队 全都保守秘密 从今天开始 江森的训练成绩 还有其他各方面信息 都要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 奥运会开打之前 我们一定要低调再低调 各路新闻媒体那边 我全都已经打了招呼 接下来半年 我们的任务只有两个 第一 让江森保持住现在的竞技状态 保护好身体 既要训练到位 也要避免受伤 第二 要让江森在公众视野中消失 让全社会忘掉 有这么一个人 专心备战 蓝主任 第二个做不到吧 卢建军犯了难 这就不可能啊 放屁 怎么就不可能 蓝信成暴躁的不行 我就问你 干得干得了 干不了我就换人 卢建军心说 你他妈有病吧 但嘴巴还是很诚实 连忙点头 干得了 干得了 那就交给你了 别把西安龙那套混日子的作风 带到我这儿来 交代的任务都做不到 那要你们何用 蓝信成把电话一挂 卢建军抹了把额头上的戏喊 他奶奶的 明天央视就来人采访吗 让江森消失 说得到轻巧 第498章 做事纯粹的人 从06年起 每年春天 我都要见一个人 耳边回荡着 东斜西读 主题曲 天地孤影任我行 开场秘籍古典 江森举目远眺 眼前茫茫苍原 积雪未化 大自然的凌冽之气 笼罩四野 树然间 伴随着一响罗声 凄轻苍凉 却并不悲伤的旋律 勃然而出 江森念白道 一个人其实很难知道自己有多优秀 直到他因为过于优秀 而每天挨喷 差不多得了 王志忍不住关掉音响 江森转过头 身后摄影机旁围了一大群人 看着江森满脸无语 他一直都这样吗 新来的保镖小声问陶润吉 陶润吉摇摇头 解释道 最近受媒体刺激了 脑子救 保镖表示理解的点点头 江森走到王志前坐下来 王志问道 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吧 王志露出一个微笑 听说你最近又挨骂了 卢建军挤出人群 头大的揉了揉脑门 蓝信成交代的活 他第二天转头就半砸了 可这也不能怪他 而且 王志这人特别灵活 说是今天先露 露完可以放着 等奥运会结束后再播出 这就不违反田馆中心的纪律了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卢建军还能有什么办法 他用那个底气现场 和王志撕破脸 卢建军一辈子跟人相处 以和为贵 才不要在这个即将升官的当口 和未来可泣的媒体人 发生任何形式的摩擦和碰撞 他低着头 安静走到搭在室外的 临时录影棚范围外 向往远处 绵延起伏的山巒 今天天气不错 能清楚看到雪山的全貌 这种大气磅礴的自然景象 在东南沿海地区的 钢筋丛林里可看不见 他不由地想起 他们头天过来的时候 江森也站在这个地方 像个傻逼一样 盯着大山看了至少半个小时 问他什么也不说 就那么一言不发地一动不动 过了很久 他才突然问道 老罗 你知道 做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是 什么 当时 卢建军吓坏了 以为江森的高原反应类型 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是缺氧 而江森 可能是极发性精神病 江森缓缓道出 是良知 良知 怎么会说到这里去了 临时录影棚内 王志不由地露出疑惑的微笑 江森说道 最近这半年 就像你看到的 我经历了挺多外界 强加给我的东西 有时候 我会忍不住去想 或许 其实我不该怨恨他们 怪罪他们 甚至我应该反过来 尝试去理解他们 然后理解了 自然就会把很多事情 当个屁一样放掉 因为很多时候 每个人做事 确实是有自己的一套 准则和标准的 然后基于这些准则和标准 当人们选择了这样 或那样的行为方式 去生存和生活 就必然又会侵犯到 生活在不同标准方式下的 其他人的利益 就像狼要吃肉 羊要吃草 那么 你身为狼的时候 你要吃肉 站在你的立场上 那当然合情合理 再然后 我们假设狼和羊的身份 是可以互相转变的 当你哪天变成羊了 你又反过头来 谴责狼吃羊 这好像也没有问题 但真正的问题是 很多时候 很多人对自己 到底是羊 还是狼的身份认同 是非常模糊的 很容易 受到外界的影响 然后站到和自己 原本的生存目的 所对立的那边去 就像你明明是只羊 你只要知道 狼本来就是吃肉的 你自己是吃草的 你只要管自己 好好吃草 远离吃肉的狼 这样就可以了 可是这半年来 我到底都看到了什么呢 我看到的是 很多明明是羊的人 就因为反复地听狼说 狼吃肉天经地义 他们居然就能 自己贴上去附和 说羊被狼吃是天经地义 这个反应傻不傻 狼自己说这个话 当然没问题 可你说这个话 算什么意思 当然这还不算最傻的 最傻的是 有些羊 在看到隔壁家的羊 被狼吃了之后 还要嘲笑被吃掉的 那只羊太蠢 是活该 如果隔壁家的羊家属 宣称要报仇 有些羊不仅 不会帮忙 还要去跟狼通风报信 说你们抓紧快吃 再不吃羊要造反了 你们这些当狼的 千万别饿死了 看我这只羊 多么狼道主意 不爱啊 普世啊 和国际接轨啊 有独立思想啊 来来来 我来帮你们 把那些要造反羊的抓住 狼吃羊天经地义吗 录影棚里 围拢在一旁的人 就算没听懂 江森的指桑骂怀 但至少听明白 他要表达的核心内容了 像叶培这种学历比较高 就开始忍不住点头 王志的表情 则逐渐严肃 你这个比喻 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是指你被舆论攻击的事情吗 你说的羊 是哪部分人 狼又是哪部分人 没有特定的指哪部分人 江森摇头否认 我说过 狼和羊的位置 是会互换的 但我只是想说 一个人 一定要永远记住 自己到底 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只有先搞清楚这一点 你才会明白 自己到底是谁 知道自己到底是谁了 才能搞明白自己 到底要做什么 怎么做 而不是浑浑噩噩 迷迷糊糊的 别人指哪 你就打哪 有些话 狼可以说的 你作为一只羊 你就没理由 也不应该去说 你可以对狼的行为表示理解 但这并不代表 你要去赞成 甚至帮忙 你作为一只羊 你看到同伴被狼吃了 你可以叹口气 心里明白 这是自然规律 你谴责狼 也无济于事 因为它就是那么个玩意儿 但站在你羊的立场上 你却不能说帮狼说话 说狼吃羊 就是对的 甚至你 还为这只吃羊的狼 歌功颂德 赞颂他们捕猎 机巧高超 爪牙锋利 胃口好 人品好 毛发柔顺 动物界楷模 还回头跟其他羊说 那只被吃的羊 真是幸运 能死在这样的狼手里 我们大家 一起去被狼吃好不好 就是这样的人 和这样的事情 我最近看到太多太多 好多人 根本分不清状况 这小子 卢建军在外面晃了一会儿 又走回来了 听到江森 在镜头前寒沙摄影 不由咧嘴一笑 王志当然也早就听出 这个味儿了 可是身为媒体人 他却不能像 卢建军那样 听懂了就算 他还得反过来装傻 假装自己听不懂 继续刨根问底 所以你是想说 这半年来 你是被羊出卖了 或者说 你觉得自己 现在是狼还是羊 这个狼和羊的标准 你又是怎么界定的 这只是个比喻 而且不能一概而论 江森继续否认 并继续解释 我们的社会是很复杂的 每个人的所处的位置 也是多元的 抛开大方向上的 每个人在自己 完整的人生过程中 存在羊和狼的身份 互换的可能性 我们只说 当下和眼前 每个人在身处 不同环境和立场时的身份 也会随环境和立场的 变化变化 就像今天早上的时候 你在某些人面前 可能是只羊 等到晚上 你还是那个你 但是当你见到另一个人 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中 你可能就会相对地 变成狼的角色 太复杂了 王志继续装傻配合 这样无时无刻 都存在的身份转变 换做谁都会迷糊吧 对啊 江森道 所以我这几天平静了 因为我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能力 能时时刻刻地完全明白 自己到底在说什么 自己的行为 又到底会对某件 试本该有的 那个更好那个结果 带去什么样的 拖后腿的反作用 我自己也一样 也这么糊里糊涂地 傻逼了很多年 很多年前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非对错的标准在哪里 有段时间 我以为自己知道了 但其实 当我得出这个结论的同时 我可能就又已经陷入另一个错误 尤其是当我取得一些成绩后 我需要面对的人更多了 需要面对的选择 也更多了 涉及到的关于自己和他人的利益 更是复杂地很让人头疼 在这种情况下 我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恒定的标准和准则 按照自己的设想去生活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当我找到一个方向的时候 其实我就已经触碰到了另一群 走在不同方向上的人的利益 当我在某个问题上 准备当狼的时候 在这个问题上 要当羊的人就不满意了 他们中 比较聪明又掌握羊群的权力的那部分人 那就容不下我 反过来讲 在另一个问题上 我又要当羊了 狼又容不下去 然后 很多人觉得自己 永远在不论什么情况下都是羊的 会说我背叛了羊 很多人觉得 自己永远是狼的 又要说我背叛了狼 在这种指责下 谁来告诉我 我到底该怎么办 所以 你提到了良知 王志问道 是的 江森点点头道 没有人能永远要求别人为自己做什么 服务于自己的心里的想法 谁也做不到 对吗 我所能做的 就只有分清楚 自己在面对某个具体问题上的立场 然后在站稳这个立场的前提下 在面对外界刺激的时候 凭自己的良知 去给出相应的反应 具体来说呢 王志问道 具体来说 很简单 江森道 当我觉得做一件事情 心里有愧的时候 我就不去做 如果问心无愧 就算身边所有人都跟你说 这事不能做 我做了 又怎么样 做对了 那就对了 做错了 无非就是承担代价 知错就改 人一辈子跟着良心走 就算对对错错 内心也会是安宁的 只有内心安宁 做人才能纯粹 只有纯粹的人 才能做纯粹的事 只有做事目的和过程都纯粹的人 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和成功 第499章 你不是答应要培养我吗 那么奥运会呢 那么多的项目 准备好了吗 一直在准备 不过没有准备好这一说 因为在正式完成比赛之前 其实每一天 每一分 每一秒都是在准备 和学业不冲突吗 不至于 无非是该训练的时候训练 该学习的时候学习 时间上 安排得过来 每天24小时 说长不长 说短其实也不短 别人我不好说 反正我这边 勉强还能运转 严格意义上讲 只要每天都保持一定的训练强度 当训练成绩达到一定水平后 在接下来主要就是看赛场发挥了 所以 其实我每天训练的时长 并没有外界认为的那么长 平均每天4到6个小时吧 周末两天 训练比较细统 其他时间就尽可能的保持状态 那你对自己这段时间的训练成绩 还满意吗 目前具体是什么样的水平 现在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各种场外因素 对你的状态会有影响吗 你问的太密集了 不过我可以总结概括地回答一下 就四个字都挺好的 所以也根本不会受场外因素的影响 不会 太好了 那我预祝你在今年的奥运会 取得好成绩 一定全力以赴 江森和王志一同起身 两只手轻轻一握 录影棚现场 有闪光灯咔咔闪烁了几下 江森 要不要辣椒酱 两天后 西南航空的某返护航班上 江湖昵称养住员的航班空城 推着推车过来分发晚餐 坐在机舱过道旁的江森 从前天的记忆中回过神来 微笑对空姐摇摇头 那年轻空姐 眉目寒春地多看了江森一眼 放下晚餐 不舍得推车离开 在江森身旁 一台贴着央视台标的小摄像机 这时又探了过来 负责采集北京奥运纪录片素材的廖峰 和他的助手 这回是跟着王志他们一起来的 王志收工离开后 廖峰又在田馆中心的川西分中心 跟拍了江森两天 于是 今天就跟着江森他们一起登机 明天还要拍一下 江森新学期返校的镜头 不过可惜的是 田馆中心这边有训练保密要求 他这回拍完 下次最快也要等到七月份 江森去北京集训的时候了 中间错过四个月的素材 着实遗憾 不然的话 他非得单独给江森做一部完整的记录片出来 一口气拍他的三四五六集 江森已经非常习惯 被人这样记录下生活的点点滴滴 刚刚过去的两天 对李为了保险 每天在跑跳项目上 只让他做一些 无法让人看出全貌的训练 比方400米训练 只练前30米的起跑 1500米干脆换成3000米热身 绝不让廖峰的镜头 捕捉到任何会泄露他真实水平的画面 但同时放在纪录片里 又绝对够用 而其余更多的时候 他都是在做和器械相关的技术训练 跨栏 跳高 成干跳 这些既不是他的强项 也不是他的主项 放在实相全能里 成绩稍微不那么好 也不会惹来非议 总而言之 卢建军确实是想了办法 来应付这些外界的关注的 江森吃得很快 呼呼几口 就解决掉了味道还行的晚饭 晚饭过后 飞机窗外的天色也开始慢慢暗了下去 机舱里的光线 不一会儿 就跟着变得昏暗 江森找了个舒服的位置 仰头靠坐好 戴上眼罩 老苗还给他披了条毯子 舱内辛苦了一周的森之队全体 此时也都不再说话 有人很快就打起了呼噜 万米高空之上 江森的思绪 又回到两天前的那个下午 那天 面对面的采访时间很充裕 他和王志漫无边际地聊 前后气势聊了至少有两个小时 先是回忆往昔 06年第一次接受采访 是因为他笑感动天外加网文处女做一炮红 当时他完全还是个小角色 甚至连小角色都算不上 手里也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成绩 王志之所以去找他 纯粹就是为了凑当时互联网社交媒体的热闹 但是到了第二次 也就是去年 那回就比较牛逼了 因为年初拿到全球销量冠军 在新闻联播里被报道了整整12秒 虽然只是一条快讯 可当时确实轰动一时 只可惜 王志信冲冲跑来采访完后 一直到高考之前 他就都没什么热度了 直到种下末 他才因为高考的事情又冲上热榜 然后等他的小作文贴出来后 一直到刚刚过去的二月份 都在持续受到攻击 所以高考的事情 你不想再提了 不是不想 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毕竟高考作为对国家来说 可以堪称国之根基的这么一回事 如果有关部门自己不在乎的话 我个人也不会非要花力气去说太多话的 只要我确信 我的文凭在今后漫长的人生中 是经得起我们这套社会系统的程序检验的 我就不会再去关注那些诽谤和诋毁我的人 如果需要报警 那我就报警 我还是想为咱们建设好法治社会 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但是民事诉讼的话 可能我就不追究了 因为在刚刚过去的那一年里 我们控告了那么多的人 然后 我的律师 把很多案件的半截回执 或者材料交到我手里时 我才发现在网络上造谣我的人 原来两极分化得很明显 有些人点子特别硬 公务人员 大学教师 甚至政法系统的 甚至是有一定职务的 官司非常非常难打 有好几十个人 从06年一直到现在都还在打 这些人完全是思想观念里头 存在一种很奇怪的 莫名其妙的 毫无道理的 对我个人的仇恨情绪 要让他们道歉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赔钱呢 这些人要么坚决不执行 要么就无所谓 我就真的不想浪费 那么多的社会资源 去和这些人搅和个没完 我相信 以后我们这个社会 这个时代 一定会教育他们 多行不义必自毙 这是一方面 但是另一方面 我说两极分化的另一极 另一些人 我其实就是真的 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们 这些人家里条件很多 都非常糟糕 有些小孩子 才十五六岁 他也不读书 初中没毕业就辍学了 没事情就去网巴混 看到网上有人骂我 他也分不清真假对错 就跟着骂 还有些没什么文化 没有工作的中年社会 闲散人员 这群人呢 其实是把他们 对人生的愤懑 和对社会的愤怒 发泄到我身上了 我看过最让人不忍心 告他的一个嫌疑人 是一个下半身 瘫痪的残疾人 我的律师告诉我 这件事的时候 我只要求他 赔偿一块钱的 精神损失费 后来我们地方法院判了 确实就赔了我一块钱 但是 还有诉讼费啊 对不对 一千多将近两千块钱 那个残疾人 在法庭上就哭了 骂我混蛋王八蛋 我也没办法 我也心里很过意不决 那你帮他支付 这笔钱了吗 王智打断道 没有 江森道 我虽然同情他 可是我不能出尔反尔 我告了一千人 这一千人 在目前这种状况下 就是我的敌人 对敌人 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所以我刚才说了 是以后 以后 我才不会去追究 这部分人的责任 我只负责报案 其他交给有关部门 抓也好 不抓也好 判也好 不判也好 那都跟我没关系了 可现在 我手头的事情 必须完成 要有始有终 你指的忠释 把这一千人的案子 全都了结了 是的 江森道 一个都不能守 现在还剩多少 不多了 两百多个 快的话 三年内 应该能把所有 这些官司都打完 慢点的话 恐怕拖个十年 也说不定吧 江森笑道 说不定有的人 一边跟我们打官司 一边就升职了 更难了 你说的很讽刺 但现实 往往更讽刺 不是吗 王智想了想 反问 你觉得这样 足够问心无愧吗 当然足够 江森很坚定地回答 有人犯了错 不管他坐在什么位置上 犯了错 就是犯了错 我叫真一点 是因为我知道 我们叫这个真 是为了让这个世界 更加美好 这个世界不够美好 你指的是 全世界 整个人类历史 世界的每个角落 人类历史从来都不美好 社会也永远不会绝对美好 但是 这不正是 我们努力奋斗的方向和意义吗 有一分光 便发一分光 黑暗中若没聚火 我便去做那句火 虽然永远不会有绝对的美好 但只要能让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比今天好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目标和希望 王智抿了下嘴唇 做思考状 所以 关于兴奋剂的事情 你也是这个态度 当然 原本主观上 我就是去比赛的 不是去娱乐大众的 我从一开始 就不需要对社会公众有什么交代 我只要对我自己 对为我提供支持的国家有关机构 还有赛事主办机构 有交代就行 其他外场的事情 你只要不触碰法律 不损害到我的正当权利 那我当然 也尊重和维护他们发表观点的权利 哪怕他们说的不对 带着情绪 这好像 听起来有点矛盾 你怎么能做到 既不允许他们 你说的污蔑和诽谤 又尊重和维护他们发表观点的权利 这不是一个悖论吗 当然不是 江森笑了笑 主动发帖的 明显属于寻衅滋事 诽谤和侵害名誉 但下面回帖附和的 就可以算表达自己的观点了 所以 约有投债有主 我以后只告那些发帖的 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 每个人都需要对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 嗯 王之不由自主地发出个声音 有点无语地摇了摇头 脸上的表情 很是微妙 这个微妙的表情 定格在江森睡着前的那一秒 几小时后 他被空解温柔地喊醒 系上安全带 在一阵气流颠簸中 回到了深层的土地 辛苦了 辛苦 下周一 医疗和饮食组回来报道 行政组和新闻公关组 去江森的公司做班 安保组按你们的排班表来 教练组召去年的工作安排不变 从飞机上下来 卢建军大吼着 交代江森新学期 全队人马的工作 其实 这些都是说过很多次的 但是 卢建军还是觉得 有必要再多吼两声 廖峰的助手端着设备 忠实地记录下着 忙碌的景象 江森则走到一旁 拿出手机 接起了电话 郭刚打来的 江森面路不快 怎么了 王永胜不同意 王永胜 就是你老板吧 我记得他职务不高吧 护旦都同意了 他有什么好不同意的 手机那头 郭刚苦着脸道 问题就出在学校同意上啊 原本他也没把咱们这个项目当回事 可是上个月学校 不是跟你签了备忘录吗 他不知道 从哪里就打听到 你去年开学前跟招生组说的 要搞黄旗项目 还有东欧市那边 关于你的新闻报道 又一大堆 随便一查就能查出来 加上中医系那边 有个女博士生到处瞎嚷嚷 咱们之前自己也落了点风声 江森微微皱眉 然后呢 然后就完了呀 郭刚哭嘻嘻倒 明明都疯叫了 王主任居然背着我 寒假去把数据做了出来 还把文章给发了 都发到国内核心期刊上去了 昨天才登出来 我今天下午才知道 江森瞬间脸色一变 文章发了 嗯 郭刚可怜巴巴 江总 你还要我吗 不要这么恶心心 人家家受不了 江森暴躁中 止住郭刚的哀伤 问道 那王永胜 现在想怎么样 郭刚道 他说文章版权 是不可能转让 给咱们实验室的 但是他可以个人挂名 来当实验室的首席顾问 他可以计数入股 入股 入多少 三成 那我聘用他 是不是还得额外 支付一笔报酬 多多少少 总得意思一下吧 听起来 好像也不是不行啊 江森反正 也就是想拉胡蛋来背着说 郭刚文言 立马跳脚 不见得呀 江总 王永胜他身上 关联公司一大堆 以后要是反水 转头咬你一口 你就伤筋动骨 哪有我身家清白 这么值得相信 你不是答应过 要培养我的吗 江森被郭刚侯得耳鸣 这时 廖峰他们的尽头 又跟着几个同机乘客 扫过来了 只能匆忙到 别急 他文章都已经发了 现在哭也没用 等后天开学再说吧 到时候 我再联系你 把手机一关 就露出笑容 跑向路人粉们 握手合影 被迫营业去了 第五百章 吃定 从川西高原回到深城 江森周末基本没怎么休息 两天早上 都是抓紧码了点字 给卫面只子上交一点作业 然后下午和晚上 就是恢复性训练和理疗的时间 在训练中心 被强制关押了整整48小时后 等到周日晚上9点半过后 他才拉着行李箱 回到深医的男生宿舍 但已经不是四号楼的202宿舍 而是换去了研究生楼 不过房门号没变 依然是202房 居住条件比本科生稍微好一些 从四人间变成双人间 卫浴也跟本科生不一样 是独立的 不需要去公共水房排队 不过比起国际生的房间 还是差了点意思 没有洗衣机 没有电冰箱 当然也没有男女混住 江森的室友 是跟着他鸡犬升天的宋大江 江森回到学校时 宋大江已经把屋子里里外外 全部打扫干净了 房间的窗玻璃被擦得亮晶晶 墙角的珠网 浴室下水沟旁的淤泥 阳台上的机灰 厕所里的污渍 全都处理得一干二净 一看就知道 这会有洁癖外加强迫症 绝对是干加症的好料子 所以 公共部分都搞得这么干净 江森卧铺上的床板他 当然也不会放过 被辅导员叶克 灰满脸谴媚的亲自 带着走进寝室的江森 进门后 一看那赠光发亮的地板 顿时就忍不住欧吼一声 高呼 公民哥哥 干得漂亮 然后随手扔下行李箱 转身就走 宋大江和江森分别一个多月 心里有好多话想跟江森说 不由下一时追出去 你去哪儿 叉叉酒店 江森头也不回 就已经大步跑下了楼 好吧 宋大江略有点失落 嘴里小声唤道 是 凶 哈 叶克辉被江森习惯性无视 好像有点尴尬 拍了下宋大江的肩膀 转移话题道 你上学期 好像考得挺好 我看了下你的排名 专业并列第五 才第五 宋大江的脸色 顿时更加难看了几分 都怪英语和体育 国奖之仇 不共戴天 宿舍楼外 江森一路奔跑 转眼就跑出了宿舍区的大门 三月初的深城 夜里的气温还有点低 但已经不是过年那会儿 无法接受的程度 路上的积雪 早都已经融化了 夜间的校园里 也多了不少行人 江森那一身招人眼球的 国家队队伍 加上将近一米九的身高 很快让学校的小路 又热闹起来 不少人见到他奔跑的身影 都不由地停下脚步 驻足观看 性格活泼点的 还会自来说地大喊问道 江森 跑这么快 干嘛去啊 江森做人 当然是很坦诚的 毫不羞耻地怒声回答 开房 咦 立马招来一阵笑哈哈的嘘声 分分钟功夫 江森从学校跑进叉叉酒店 进门后 一边和前台经理打招呼 一边直奔电梯 熟门熟路 就到了2022房前 叮咚按响门铃 等了几秒 安安打开房门 怀里抱着兔子 啊 想死我了 江森从安安怀里 把兔子接过来 冰冰好像有点黏吧 红红的眼睛 呆滞地看着江森 他是不是不认识我了 江森走进房间 把门一带 有点奇怪地问道 大病出狱啊 安安道 被我爸养了几天 就差点养肺了 在宠物医院里住了好久 这几天医生说 差不多好了 哦 怪不得上上 星期去你家没看到 我见到你爸 都把冰冰望得一干二净 江森摸着兔子往里走 一边问道 你这么晚非叫我过来 有这么需要我吗 什么啊 才不是 安安想着那天 在浴室里的大战 身子贴过去 挽住江森的胳膊 眼里带着小星星 小声道 我有个消息 想当面告诉你 什么消息 江森稍微警觉了一下 安安用很轻柔的语气 拉着江森坐下来 在他耳边吐出一句 你想不想 当爸爸 啥 江森明显一愣 瞪大了眼睛 你再说一次 酒店橘黄色的灯光下 安安双眼雾蒙蒙地盯着江森 重复道 你想不想当爸爸 我靠 江森这下的反应很夸张 双手一松 躺在他怀里的 冰冰猝不及防 Bi EG摔在了地上 重了 江森抱住安安 惊声问道 安安点点头 羞涩地回答 这几天 那个一直没来 我刚才去买的检测用的 还没用 不过应该是没错了 我每个月一直都很准时的 江森的脑子 一下子有点蒙住了 他惊讶 又惊喜地看着安安 突然一下子 将他紧紧搂在怀里 一时间 完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安安仰着头 嘴角带着笑 问道 怎么办 你说我要不要明天休学啊 嗯 好 江森摸着他的头 逐渐激动 我们结婚 那我让我爸妈准备一下 婚礼 生孩子 月子 接下来有好多事情啊 会不会耽误你训练和考试 去特么的 还训练个屁 江森感觉什么都管不了了 安安又到 我妈把周扬召进你公司了 当他助理 嗯 江森微微一顿 算了 无所谓了 随他高兴 我爸说想把写字楼抵押了 回东欧市东山再起 想找你给他做担保 嗯 江森还是稍微有点理智的 打住了安安的趁机要嫁 妈的连只兔子都搞不定 还想东山再起 你让他早点睡 不要整天沉迷做白人梦 想什么呢 就是 安安听江森这么说 立马和安大海撇清关系 我也这么跟他说 都一把年纪了 折腾什么呀 以后好好在家带孩子就行了 不对劲 江森忽然松开安安 对他道 孩子让你爸妈带 会不会带废了 安安道 那怎么办 总不能我抱着去学校吧 嗯 江森忽然陷入了某种纠结 我先上个厕所 安安从江森怀里出来 朝卫生间走去 江森独自坐在床头 眉头深皱 冰冰缩在他的脚下 一动不动 看起来确实不舒服得紧 江森低头看着他 正想弯腰去抱 口袋里的手机 又好像有点 不合时宜的响起 江森拿出来 不算意外 又是锅刚打来的 连等明天开学都憋不住 这小黑胖子 看样子真挺着急 江总 我这两天 自己把文章赶出来了 研究切入点 和王狗胜的那篇文章 稍微有点不一样 数据基本都用了我自己的 一小半用了它的 现在就差找个人帮我发掉 这么神速 江森被郭刚的效率惊呆了 郭刚解释道 其实早就写了大半了 就在等我那几个数据 要不是去年一直故意 拖着实验进度 这个数据早就好做出来的 反正就那点东西 结论其实一样的 江森不由问 那你现在想怎么样 郭刚的声音 变得有点癫狂 王狗胜的文章 前天才发出来 我要是只比他晚一个月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关键是 现在我找不到能帮我发顶级期刊的人 只能求人帮忙了 只要我这篇也能发出去 发到和王狗胜那篇 差不多级别的期刊 或者说 比他发得更牛逼点 这块研究的一亩三分地 将来就还是我的 我的后续文章和研究 进度肯定比王狗胜快 江森道 然后我先找人帮你发掉这篇文章 你再把这个版权 转移到我的实验室 接下来 咱们就互相代飞了 对 对对 就是这样 郭刚道 现在只能这样了 不然拖得越晚 王狗胜在这块领域上的话语权就越大 我听王狗胜的一个研究生说 他都已经在准备邀请人 过来开学术研讨会了 他是吃定了咱们这个项目来啊 我操 江森不由怒道 这个王主任 事业心这么强的吗 赚钱难道比教书育人更重要 遇个毛险的人啊 郭刚愤怒生讨 就是一群披着学术外批的生意人 妈的人生梦想 全根本是当中国爱迪生 搞死一切特斯拉 特斯拉 你不知道 不是 江森回过神了 妈的又想到 那个小车车上了 我知道 我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不至于那么刻忙 你继续说 所以 咱们接下来 主要就是找人 我建议干脆直接找 我们院长周志坚 郭刚继续激动说着 卫生间里 却冷不丁响起一声 安安惊慌而短促的尖叫 啊 江森和趴在地上的冰冰 同时一哆嗦 他立马扔手机 慌忙冲到卫生间门前 哗啦一下拉开房门 只见 安安坐在马桶上 眼神可怜兮兮 森森 你去楼下 包买包业用的吧 江森 第501章 好土逼的审美 杀 篮球入网 深一个百月 没开过门的小篮球管理 江森刚抬手擦了下 额头上的汗珠 身边就有三五个人 一起跑上前 递上了毛巾 他微笑着道谢结果 环顾场馆四周 感觉确实和去年过年之前的冷清不一样了 现在问题 好像是从一个极端 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题为总局给他安排的森支队 队伍人员规模 实在太庞大 放在深衣的校园里 实在有些招摇 而且 这些人的管理权限 还并不在他手里 大半支森支队 全都是归篮信城指挥 然后又卢建军代为直接管理 每天围绕江森的生活和训练 来确保江森的训练 饮食安全乃至心情都OK 就是他们工作内容的全部 所以 表面上看起来 他们好像是对江森负责 但实质上 却是对题为总局负责 江森并不是他们工作的终极目的 最多只是扮演一个工具人的角色 这样一来 江森根本连调动他们都做不到 最多只能要求 低调 大家低调一点 你们干半年就要撤的 不要帮我养成这种 没人前户后拥 就会感觉不习惯的不良生态作风好吧 围在他四周的工作人员们 全都不禁发出轻笑 廖峰的央视镜头 扫过在场每个人欢笑的面旁 奥运当前 森支队能保持如此轻松的队内气氛 实在是不容易 听别的同事们说 其他中心的备战 可特么气氛凝重了 像那个女拼大魔王 就整天拉着张脸 跟教练说话都没好脾气 每天交流 都是类似这样的话 我干嘛要笑 教练我跟你说 我打球这么多年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笑 我为什么要开心起来 你让我怎么开心得起来 要是拿不到冠军 我都想去死了 你居然要我开心起来 跳水 举重 体操 凡此种种 越是中国队的强势和优势项目队内 就越是憋着一股子杀气 哪儿像田径队 尤其是南队 真不知道 江森是不是背队里的光荣历史给影响了 嘿 全班倒数的同学 期末考试就是没压力 就是这么欢了 就是等着考完放假 至于考试成绩 那特么有关系吗 哪年哪学期不都一样吗 但好在廖峰却知道 江森当然不是学渣 他只是等着一名惊人 还有六个月 今天不错 寒假没败恋 冯元朝作为刚刚因为蓝信成的接手 而正式成为森之队的边内人员 说话的精气审比过年前也足了许多 原先他来帮助江森训练 其实是分不到多少功劳的 毕竟他原先的工作关系 只是在地方省队上 这回不过是龚教练自己没时间过来 他代替龚教练 做一点执行层面上的工作 说是江森的教练 不如更确切讲 他不过是江森的指导陪练 可这个年过完之后 情况却大不一样了 因为已经和江森建立起了比较稳定的训练关系 蓝信成干脆就直接把冯元朝的工作关系 完全从地方队转了过来 专心让他陪江森过完奥运会前的这关键半年 所以现在 冯元朝不仅和其他总局工作人员一样 享受外派工作的应有补贴 等到奥运会结束 论功行赏的时候 该拿的奖金奖励 他也一分钱都不会少 甚至不是没有可能 在奥运结束后 在南南国家队内 获得一个比较稳定的职务 比方说 清训队的教练之类的 这可比他给龚教练打下手强多了 不过当然了 到时候最大的功劳 肯定还得留给平时 都不怎么出面的龚教练 毕竟 龚教练主要负责背黑锅 万一比赛后果不如人意 到时候 龚教练必然千夫所指 风险和收益成正比 这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默契 那当然 不好好练 我自己损失最大 江森笑着对冯元朝道 一边脱下湿答答的训练服 光着膀子 站在暖风十足的场馆中间 换上件旁人递来的干燥衣服 衣服也肯定不用自己洗了 每天身边都准备了好多换洗的 走吧 江森静止朝着训练馆门口走去 两名人高马大的保安 随手替江森开了门 略带点铁锈的训练馆大门滚动 发出滋滋压压的声音 门一开 门外已经大量的天色下 不知道什么时候 居然来了一大群的学生 至少二三十人 站在训练馆门前的草坪上 手里还高举着横幅 横幅上写着大大的四个字 沉冤昭雪 江森 江森我们相信你 人堆里头 吴小松嗷嗷大叫 林大冲一脸想死 班长卢晓琳满脸兴奋 江森一脸无语地看着这群货 没错了 系学生会 好土逼的审美 谢谢 谢谢大家 江森抬手示意 太客气了 待会儿把横幅贴到四号楼那边去吧 图书馆也行 我先回请示 待会儿上课见啊 好 学生会的人一阵欢声笑语 有两个人拿着廉价的数码相机 隔着老远 赶紧咔咔拍 就这照片 等学期末评学院优秀 学生会的时候拿出来 那不把别的专业按在地上摩擦 跟在江森身后的廖峰他们 很是愉快地把这个小插曲也加了进去 横幅上陈渊昭雪四个字 日后还是很值得拿来回顾的 最近这半年 江森确实被攻击得够厉害 但如果江森能在奥运会上表现出色 那日后再聊这件事 此中意味就非常值得反复品位了 外面的某些人 里面收钱的某些人 内部不见得收钱 但却精神上和外面沆瀣一气的某些人 还有明明该出手管理 却因为倾向原因而默认纵容的某些人 廖峰终归是顶级媒体单位的边内职工 很多事情 他不能说 也不敢说 却并不意味着他完全不知道 甚至于 他在某些具体的细节上 他比正出于漩涡中心的江森 知道的还多 可那又能怎么样呢 如此一张巨大的网 从多少年前就已经存在 然后随着国内外形时的变化 逐渐扩张 扭曲 变形 直至变成今天的样子 现在也不光是江森 而是所有人 每一个人 都避不开他 只不过江森目标大 所以 才能在这张大网上 荡起动静 显得好像 全世界都在针对他 然而被针对的人 何止又只有江森一个 只不过那些各行各业的人 不是明星 没有江森这种公共属性 很多事情的影响力 被摁在了最低限度 对吃瓜群众来说 如果不是身处那些行业的具体岗位上 一辈子到死 也不会知道 关于边边角角的任何信息 哪怕偶然有所耳闻 最多也就是一声 噢 不像江森 明星的一举一动 才会受到更广泛的关注 藏都藏不住 躲也躲不开 这种事 也不单只是国内 其实 全世界所有国家 都是这个德行 廖峰跟着乌泱泱的森之队 边拍边走 天边的阳光 忽然洒下 照在江森他们的身边 在镜头里 形成一个很好看的构图 廖峰忽然脑海中闪过一个念头 这个年轻人 他将来有可能改变些什么吗 第502章 加速 回寝室的时候 江森身边的人 稍微减少了几个 除了叶培 宋大江和陶润吉 就只有两名帮他各种挡架的保镖 冯元潮一大群人 先去食堂了 老苗则是早上压根没来 等一会儿 等他上课了 森之队成员中的大部分 就可以先回叉叉酒店待命 江森绝不可能知道 昨晚上他和安安去开个房 都已经被人写进了报告 因为他昨晚十点 跑进酒店的时候 就正好有个保镖 待在楼下 眼睁睁看着他跑进电梯 而他由于跑得太急 根本没发现对方 叉叉酒店 现在已经变成森之队的驻地了 整整两层 直接包半年 这也就意味着 接下来半年之内 江森要么继续没脸没皮的 和安安在叉叉酒店约会 要么就稍微有点羞耻之心 换个地方办事 可貌似要是换地方 也显得挺鸵鸟的 你换地方 我们不也知道吗 陶润即到 你隔壁寝室还住了俩了 你当你现在 还有资格也不归宿 老老实实就这家酒店算了 年轻人 有点这方面 那方面的需要 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一个月有一两回 蓝主任也不会说什么 不过等放假就不行了 住进奥运村 就要注意影响了 咱们跟别的国家不一样 运动员 还是要有坚韧的精神和意志品质 陶润即身为老苗的助理 他的存在对江森而言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 似乎已经开始把自己的定位 摆到贴身指导员的方向去了 江森任由他嗶嗶 回到房间 赶紧洗澡 一边洗 一边够丝 我的老婆是女帝 今天要写的内容 等七八分钟后 从浴室里出来 他匆匆忙忙把手里的四脚裤晾好 一手打开电脑 一边赶紧穿好衣服 这边电脑一想 他也刚好穿戴整齐坐下 头发都还湿漉漉的 就建好新闻档 赶紧接着昨天的剧情往下写 半秒钟都不带耽搁的 陶润即和两个特种部队 退伍下来的阿兵哥 看着江森 仿佛背书一样的马字表演 全都老老实实沉默下来 不再说话 最近几个月 江森挨骂挨得那么凶 这本小说的成绩 却离起诡异的扶摇直上 书评区里 不断有人说 江森在刷数据 但天可怜见 明明就是读者门口贤体正直 比方森之队就可以作证 川西集训的短短几天时间里 森之队的这些人 为了和江森拉近关系 所有人都把江森的新书 给看了一遍 结果评价一致的好 卢建军更是一边骂糟粕 一边特么追的 比谁都勤快 随后 大家还不知 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 最终达成了共识 既然江森这本小说不能停更 那不如干脆让他早点写完 计划中的108万字 目前已经写到58万字 剩下距离奥运会 还有六个月 卢建军干脆 让江森保持每天4000字的速度 争取7月份之前完稿 到时候就不用再分心 花时间在这个额外的小事情上了 所以 江森现在的作息时间表 是每天早上是4点半起床 投篮训练结束后 从6点到7点半 这个时间段 就是他的马字时间 剩下离上课 还有一个钟头 留给吃饭完全来得及 但晚上的投篮训练就取消了 一来 江森目前的投篮训练水平 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 二来经过国家队的队内训练 教练组业已经看出来 江森攻击内线的能力更强 所以战术层面上 对他的投篮能力要求不高 而且上了国际赛场 其实就算是所谓的神射手 也是无法保证 投篮命中率能到五成以上的 江森要是拉出来投 不管有没有人防 估计也就那么回事 所以只要确认 江森 有篮 有合适的空位机会 基本能投进就行 不用他牛逼到一个人 就能牵制对方所有外线防守 达到那种战术威慑的程度 这一点蓝信成也同意了 原话是 对待江森的训练 要有整体战略意识 篮球场上 他只是五个位置当中的一个 整个奥运赛场上 他却是一个人 有不止五个位置 最多等奥运之前 再往死里练一个月吗 因此 这个学期 江森其实比上学期 自己一个人瞎狗 时间上的安排 要合理和从容的多了 晚上最好的睡眠时间 被保留下来 力量训练到八点半 他九点半之前 就必须睡觉 每天至少保证 睡够七个小时 但就是可怜了宋大江 他也不能再熬夜了 只能跟着江森的作息来 而这学期的课程 又比上学期更繁重 在上学期 原本就落后班上 同学不少分的情况下 宋大江 还得减少自己的复习时间 哪怕是为了奥运 大江其实心里 也有点不乐意 只是现在还在犹豫 要不要去跟叶克辉说 换个寝室 或者干脆直接退出 孙之队 咔咔咔咔咔咔 听着江森打字的声音 跟回寝室的宋大江 内心挣扎 思绪飘飞 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 这套国家队队服 大江心底深处 其实是很舍得不脱下来的 这辈子 估计也就这么一次机会 穿这样的制服吧 寝室里安静无声 只有江森敲打键盘 和偶尔因为过于入戏 而情不自禁的轻声 自言自语 陶润吉和两个兵哥哥 看着热乎的情节 目不转睛 越看越白找挠心 这本书写到大半 情节已经完全展开 男女主的日常狗血 又车速飞快 加上对打怪升级的念想 等江森一张 四千字出头敲完 陶润吉和两个兵哥哥 立马发出了惆怅的叹息 哎 干嘛 江森笑着 把稿子发到邮箱 一份抵稿发给自己 一份发给卫面只子 然后 支鸭一声拉开椅子 常常伸了个懒腰 今天这四千字 花了一小时多十分钟 以他用智能 ABC输入法的习惯 这算是最高时速了 不然打字速度也跟不上 又要等明天 大兵哥哥遗憾摇头 二兵哥哥咧嘴笑道 前几天在酒店里看的时候 还没感觉 今天这样 现场看江森 写照九州和季五月的清热戏 我真是感觉 好尴尬 他写的人都不尴尬 你尴尬什么 陶润吉笑道 又夸了江森一句 不过 江森真是牛逼 你就算让我抄 我一个小时 都抄不了这么多 江森动了动手腕 这不是被逼的吗 不加速 不行了 第503章 看情况吧 二军 再见啊 再见 新学期周一早上的后两节 是公共专业课 基础生理学 由于这门课医学难挂 而且足够基础 所以 被不少医学院校 拿来当特色课程 也就是不管你是什么专业的 哪怕和医学完全无关 也需要过来捞几个学分 不然 实在对不起医学院这块招牌 深医这边 倒是没有和医学不相关的院系 之前院系腾挪的时候 各类与临床 药物 检验等等无关的师资资源 早就被调整 合并 规制到了护旦的其他校区 眼下深医的专业设置之纯粹 几乎可以说人均张嘴 就是半个赤脚医生 专业间联系非常紧密 江森跟教室里那几个性格 异常活泼 也不知道是麻醉专业 还是康复专业的小女孩子们 挥手道别 中午时分 终于在两个兵哥哥的护送下 赶紧离开教室 今天开学第一天 他上课的地方 又围满了人 教室里里外外 到处人头攒动 女孩子追起心来 可比男生疯狂多了 幸好他们不至于 追进厕所里去 不然江森想 中场虚虚都难办 而男孩子的表现 就相对理性的多 不是很有骨气的 假装无所谓 就是腼腆的对江森笑笑 说句今年加油之类的废话 是问候 或者最多 套近乎的询问 江总亲自来尿尿啊 然后 江森就会早有准备的回答 我已经向学校申请自带尿壶 这样厕所里的气氛 就非常好 对这些问候和祝福 江森还是挺感激的 不过 除了这些人 也不是完全不存在骚扰者 比方吴小松这沙雕 清晨刚拉完横幅 上课期间 就立马憋不住来找江森入会了 这破耸系学生会资金不多 想法不少 居然想通过江森 去搞个大型活动 江森一听就知道 这绝对是叶克辉 那个沙雕辅导员 能想出来的主意 二话不说就拒绝了 连叙语尾仪都懒得来一下 开玩笑 现在时间那么紧张 连七小时睡眠时间都是抠出来的 你居然让朕去陪你们玩伴加加酒 知不知道 我每分钟几十万上下 那让大江来啊 他不是你助理吗 代替你出席一下 吴小松仍不放弃 看样子也是做足了准备 居然有plan b 很明显 这学期结束 大一奖学金的评定结果 也就出来了 吴小松自知上学期 自己考试有点拉胯 现在全指着给叶克辉当狗腿加点场外分 叶克辉这幅导员看似什么权利 结果居然还真有点在某些方面生杀与夺的资源分配权 然而 这和朕有什么关系呢 身为过来人的僧哥 一眼就看出吴小松心里的小九九 然后很冷漠到 大江也很忙啊 是不是 他妄想跟在身后两米处 低着头末背着什么 一心只想 混中午十二个热菜和八个冷盘的宋大江 森芝对人多了 现在顿顿都特么吃习 每个月伙食费都不知道要多少 啊 宋大江被点到名字 冷不丁一抬头 表情茫然 江森重复问道 大江 想去系学生会当名誉主席吗 啊 宋大江顿时眼神更呆滞了 吴小松却急忙道 不是 不是让他当名誉主席啊 那特么去个屁 江森直接帮宋大江一口否决 一本聘书成本才几块钱 这玩意儿有什么成本啊 换了是我 一口气买一百本 全系所有人批发一个 又不用后续充钱 吴小松被江森说蒙住了 宋大江终于回过神来 赶忙窃窃地拒绝道 小松 算了 算了 我搞不来这些的 本来就没让你搞什么好吧 你就是个替身啊 吴小松有点心直口快 宋大江不由当场尬住 吴小松又继续转头缠江森 森哥 人不去 来点钱 也可以的 能不能赞助一下 不能 江森回绝得更直接了当 妈的你以为钱好挣呢 拿去让你们打水漂玩 不是啊 我们可以帮你宣传的 我特么需要你们帮我宣传 央视的卫星炸了吗 江森高声打断 吴小松摆不正自身位置的蠢化 四周森支队一大群人 顿时全都大笑起来 只有马上正要撤离的廖峰 表情略有点无语 小松 小松 跟在吴小松身边半天没吭声的林大冲 拉住了小松 他和吴小松一样 为了奖学金 不得不委身戏学生会 身不由己地扮演一些 力所能及的家家酒角色 不过他比吴小松要超然得多 场外分能加最好 加不到也没关系 反正他上学期考的分数够高 这学期也有把握拿高分 而且置不在一等和裹奖 能拿二等就行 所以并没有这么着急 还能安慰吴小松 过几天等他稍微有时间再问吧 他现在这么忙 说话间的功夫 森支队一大群人 已经快步走远 吴小松和汪大冲 眼看着一个矮胖矮胖的老师 又从鞋子里杀出来 扎进了姜森那堆人里 大声喊叫 姜总 老王邀请函都弄好了 再申请使用会议室了 人堆里 姜森看到郭刚急匆匆跑来 不由一愣 这特么才刚开学啊 老王这么勤奋 是啊 我以为 他至少得拖几天吧 郭刚跳脚道 他现在摆明了 是要往自己脑袋上 盖民门正派的张子 他把好几个杂志的什么主编 副主编都请来了 我看他是想搞个审稿人身份 以后这一块研究领域的文章 想发出去 估计都得进他的手 那我们还搞个屁啊 这么狠 姜森惊到了 话说以前就没人搞这块内容吗 有啊 可以前没人闻到 这里头有钱的味道啊 郭刚也不管边上有什么人 摆明了 已经要公然背叛王永胜 大喊大叫 现在 老王是把自己这辈子 攒下的人情关系全压上 他今年四十五六岁了 也没多少机会了 哦 姜森眉头一皱 妈的 又特么缩哈 对对 就是缩哈 郭刚连连点头 又咬牙切齿 哼 那就不该让那么多岗骗进来 这都什么跟什么 姜森内心无语地吐槽 边走边想 问道 老王的邀请函 发出去了没 还没 要学院的领导都没反应吗 不知道 要不你联系一下 我先跟你们王主任见个面 郭刚立马露出惊慌的神色 江总 你不会扔下我不管吧 我是那种人吗 这么多人看着呢 姜森指着身边的一大群人随缘 拍了拍郭刚的肩膀 看情况吧 郭刚的小黑脸 刷一下就白了